一轻刚把我拉出来 就急忙掰开我的双脚往里瞅 发现是个女孩后 气急败坏的就要把我弄死塞回去 就在这时候 大夫人来访 亲娘才不情愿的把我在我口鼻上的手挪开 阴沉沉的看着我 小贱皮子 差点被你给气糊涂了 现在掐死你太不知当 得让你死得其所才行 一旁的女帝战战兢兢的问 柳姨娘 你 你打算怎么做 老娘双眼瞇了瞇 威胁的看向街生婆 意味深长的开口 王妈妈 你可以证明 我的孩子生下来是活的吧 王妈妈连忙巴结的点头 是是是 是活的 柳姨娘满意的笑了笑 这才又转头看向自己的贴身女帝 接着到 夫人来看我和孩子之后 我的孩子就死了 你说 老爷会相信谁 话音一落 整个房间寂静无声 我听着心头一凉 亲娘往我之心不死呀 为了陷害郑主母 把自己这亲生孩子给掐死 那这剧情怎么看得有些熟悉 这和我猝死之前看的剧情 简直一模一样啊 这时候 我看到有人走了进来 看衣着 明艳富贵 应该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夫人了 姐姐 您怎么来了 妹妹才刚生产蛮 脏得很 别把你给误会了 我见自家亲娘假惺惺虚弱的说着话 想要努力坐起身 样子看起来楚楚可怜 快躺着 不用起来 简夫人满脸的关切 走到柳姨娘的床边 安抚的拍着她的手 生孩子有多辛苦 我这同做女人的是知道的 只可惜老爷还在外面谈生意 一时半会还赶不回来 我自然是要来看一看你的 慰问一番后 简夫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满脸的温柔笑语 这孩子生的真好看 男孩还是女孩呢 女孩 柳姨娘抿着唇 甘巴巴的回答 简夫人顿时欢喜的笑了起来 女孩好 女孩好啊 我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就想要一个女儿呢 老爷肯定也很高兴 咱们简家终于有一个小姐了 相对于简夫人的开心 我却看见自己的亲娘眼中闪过一丝恨毒的光 扯着嘴角 没有一丝笑意 我知道 按照原则中的描述 我的亲娘一直想要的是个儿子 这样就能争一争家产了 抢一抢主母的地位 如今希望泡汤 她心里恨着呢 所以亲娘抱着让我逼死的心态 嫁祸给简夫人 好挑拨简夫人和简老爷的关系 也不忘怀胎十月把我生下来了 想到这个剧情 我认命了 算了 上辈子自己就是个孤儿 没爹疼没娘爱的 谁知这辈子更惨 连亲娘都想害死自己 那我还是早点死求 换下一家投胎吧 来 让我抱抱 简夫人喜爱的将我从床上抱了起来 我经放平心态 看着眼前的简夫人 也终于分出心来 回忆起这个简夫人的剧情线 书中这个简夫人也是个可怜的 被老娘整得可惨了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在心里感叹 哎 简夫人啊 我要是能说话就好了 可以提醒一下你 咱俩都是可怜人啊 等会你一走 我就要被自家亲娘给掐死了 而你也要被诬陷是掐死我的罪魁祸首 怎么解释都没有人相信 最后不得善终 可真是太惨了呀 哎 什么 抱着我的简夫人身体不由一振 连忙谈一眼 想要看是谁在说话 结果发现所有的人都闭着嘴巴 根本没有开口说话的迹象 想到那番话的内容 他不由得看向怀里的小奶团子 心中震惊 这声音 若不是 从他怀里的这个小语音发出来 这怎么可能 算了算了 肯定最近太累 幻听了 他把怀中的婴儿重新放了回去 交代柳婴阳身边的丫鬟一番之后 转身离开 简夫人刚走出房门 亲娘就迫不及待的捂住我口鼻 救命啊 要死了 我忍不住在心里呼叫出声 简夫人走到门口又听到这个声音 一下就确认不是幻听 连忙转身回去 正好看到柳婴阳正面露熊光的把手 盖在小语音的口鼻之上 柳婴阳 简夫人大声呵斥 你想对孩子做什么 眼见为实 简夫人不得不相信那女娃心里所说的一切 柳婴娘 我向来带你不薄 你竟然为了主母之位 尤其想要掐死自己的女儿陷害给我 你还是个人吗 简夫人的这番话 让在场的人全都惊了 柳婴娘没想到简夫人竟然会知道她的险落用心 而我也没想到 简夫人的表现怎么和圆着里的描述不一样了 不但让自己逃过理解 还识破了柳婴娘的诡计 柳婴娘眼看自己的刑际败露 索性心一横 夫人 孩子是我亲生的 我不可能会把他弄死 只有你 极恨我得老爷宠爱 所以想要掐死我的孩子 报复我 让我伤心难过 痛不欲生 柳婴娘说着 突然发狠 拿着枕头捂在我的头上 用力的往下按 简夫人连忙跟上前去推开她 把我救了出来 小心的抱在怀里 愤怒的指责 柳婴娘 你竟敢当着我的面 做出这般狠毒之事 就不怕我告诉老爷吗 柳婴娘眼神阴雾 冷冷一笑 姐姐 这里有接生婆和我的贴身丫鬟作证呢 我刚生产如此虚弱 怎么会有力气做这种事呢 到时候老爷只会相信 是你把我的女儿掐死的呀 说完话 柳婴娘立即从接生婆和自家的贴身丫鬟使了个眼色 两人立即心领神会 上手要去抢简夫人手里的女婴 简夫人连忙抱着我 朝外面大喊 来人啊 快来人啊 为了不让打扰柳婴娘休息 她特意把自己的两个随身丫鬟留在外面 没想到却让她现在孤立无援 哭的一声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房中几个正在争抢婴儿的人 动作一下子停滞 怎么回事 还没进这院子 就听到里面吵吵闹闹闹的 随着迅士的声音响起 简老爷踏了进来 简夫人看到简老爷来了 立即抱着婴儿跑到他面前 控诉道 老爷 你来得正好 柳婴娘竟想要把孩子掐死 没等简老爷做出反应 就像柳婴娘侧身趴在床上 一副柔弱无力的样子 捂着胸口 声泪屁下的喊冤叫躯 姐姐 你怎么可以恶人先告状呢 这是我怀她十月才生下来的孩子 我都还没来得及抱一下 你就把她抢走了 现在还反咬我一口 说我想害死自己的女儿 你们 你们 简夫人没想到 接生婆和丫鬟竟然如此鞭倒黑白 气得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分明是你们想要 不无腹 简老爷没等简夫人把话说完 直接从简夫人怀里把女婴夺过来 气愤愤地甩了她一边 她一手把孩子抱在怀里 一手指着简夫人怒骂 你这蠢货 害死了要生的孩子 除了让她伤心难过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扎爹 你才是蠢货 明知道简夫人害死我没有好处 你怎么还会相信我亲娘 他们的片面之词呢 简老爷突然被这个陌生的声音给震住了 谁这么大胆 居然敢骂他 简老爷寻找着说话的人 最终锁定在自己怀中的小粉团身上 扎爹 在场所有的人当中 他也就只是这个小奶娃的爹了 可前面怎么还要夹着扎子 让人听着怎么那么难受呢 正想着 只听见这道声音又继续说着 简夫人陪你白手起家到现在 她是什么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她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么很多又愚蠢的事 很多的是我那亲娘 把我生下来后见我是女孩 戒子上位的计划破灭 就想把我掐死 嫁祸给简夫人 因为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一个做母亲的 怎么可能会害死自己的亲骨肉 听到我这番心里话 简老爷不由得愣住了 运时间没反应过来 在他心目中温柔又善良的柳 竟然会被自己的亲女儿形容为狠毒 而被打了一巴掌的简夫人 也听见了我心里的声音 不由得一阵感动 这孩子虽说不是自己的亲女儿 可确是个拎得亲的 只可惜老爷听不到 这孩子心里的声音 不然也能明白 他所说的冤屈了 现下他也只能跪在地上 极力的为自己证明清白 老爷 我怎么可能会害一个 刚刚出生的孩子 分明是柳姨娘想要掐死这孩子 诬陷到我头上 我为了就这孩子 才把孩子夺过来的 求你一定要明察啊 简老爷说的神来 他确实是平常理认为 是发气的错 打了他一巴掌 可被刚才的那道声音 骂了一顿后 他也不由得冷静下来 正想着 却听见柳姨娘 按照平常 他这标以退为进 简老爷肯定心疼的 上前来帮他抹泪 安慰他不要哭坏了身子 并且训骂一顿简夫人 谁知 简老爷非但没有上前安慰他 反而开口道 你们两个彼此都说是 对方想要害死的小婴儿 到底谁说的话是真 谁说的话是假 我也分不清 不如就让这孩子 自己来决定吧 亲娘有些呆呆地问 老爷 您在说什么呢 让一个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来决定他们有没有说谎 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简夫人也是一脸的担忧 老爷 孩子还小 他怎么可能决定得了 看着众人的反应 简老爷确定只有自己 听见语音心里的声音 他意味深长的道 孩子虽小 但却能感觉到大人 对他的态度 他虽不会说话 但却可以用哭来表达 我把他抱到谁面前 他只要哭了 就说明谁再说谎 这在场的人 不用面面相去 老娘一阵窃喜 死丫头那么小 怎么可能会分得清 谁想弄死他 到时候再动点手脚 让他孩子在简夫人面前 哭一哭 这事情不就成了 想到这里 柳姨娘立即一副 可求的样子道 老爷 孩子是我的 我都还没抱过 就被姐姐抢走了 还请老爷先拿过来 让我抱一抱吧 简老爷眼中微光一闪 把孩子抱了过去 我瞅准了时机 开始扯开嗓子 嚎啕大哭起来 柳姨娘顿时慌了 该死 这孩子怎么那么邪门 该不会真的能感知到 他想要掐死他吧 他连忙开口替自己解围 孩子定是饿了 我来给他喝奶 他喝了奶 肯定就不哭了 简老爷看到眼前的一幕 身体不由微微一颤 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柳儿怎么会是 如此心肠歹毒的人 他可是他当年的百月光啊 怎么可能会有 如此蛇心肠 莫不是这小丫头 自己心里面乱想了吧 简老爷忍不住 还是想再给柳姨娘 一次机会 好 你给孩子喂喂奶 看他会不会乖 我眼看着简老爷 又要把自己送给柳姨娘 哭嚎的越发大声了 心里暗骂 你这扎爹 我都表达得这么清楚了 你还看不清楚吗 简老爷把我骂他的话 全都听了进去 不由起了逆反心理 小丫头 一口一个扎爹的 不让你难受一下 我就不是你爹 简老爷把我递给柳姨娘 让她喂奶 我却只是一个劲地哭着 心里倔强的表决心 我死也不要吃你对毒妇的奶 大不了饿死了 换下一家投胎 自从女儿生下来 现在才抱上我的柳姨娘 突然听到这个声音 差点没把我给扔掉 好在身体虚 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动作 她就冷静下来了 她刚才没听错吧 这死丫头说话了 她激光的抬眼 看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 见他们面目平静 不像是听见死丫头心声的样子 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只有她听到 这死丫头心里的话 不然让其他人都听见 她可就惨了 柳姨娘逼着头 装作在哄孩子 不让人看见她眼中的熏光 这个死丫头 小小年纪竟然有那么多心眼子 看来必须让她非死不可了 眼看我脸都哭红了 简夫人忍不住心疼着的 老爷 这孩子不想跟柳姨娘 也不想喝她的奶 就不要勉强孩子了吧 简老爷无话可说 从柳姨娘的怀里抱出来 算了 看来这孩子虽是你生的 和你并不投缘 我一从柳姨娘的怀里分开 马上就停止了哭闹 对吧 柳姨娘气得脸都变绿了 简夫人眼看孩子 重新被简老爷抱进怀里 连忙伸出手 温善的道 老爷 让我来抱抱这孩子吧 我也配合的朝着简夫人伸出双手 一进到简夫人的怀里 我立即挤出了一个笑容 扎爹 跟着亲娘我就哭 跟着简夫人我就笑 我的表现够明显了吧 我的心声被三个人同时听见 简老爷嘴角抽搐 这丫头怎么又叫他扎爹 他其实很想有一个女儿 好好宠爱的好不好 简夫人则是满脸的欣慰 这孩子真是个好孩子 是非分明 聪明伶俐 要是他自己生的女儿就好了 想到这 他忍不住开口道 老爷 这孩子朝我笑了 看来我和他投缘得很 若是可以 老爷不如让他到我房下养着 我给他比女的位分 可好 他说着 冷冷的看了一眼柳姨娘 又补充道 反正柳姨娘也不喜欢这个女儿 刚才还想要把他掐死嫁祸给我 这孩子的态度 也证明了我说的话是真的 还请老爷判决 柳姨娘却要气疯了 拿出他最擅长的那一套 爱怜的哭了起来 姐姐 你都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怎么连我唯一的女儿也要抢走呢 你是在生生挖我的肉啊 他又看向简老爷 老爷 孩子还那么小 并不能分店好坏 刚才的表现做什么书 夫人却要以此让我们骨肉分离 求老爷为我们母女俩做主啊 不不 简老爷沉饮了一番 没有答应 只是安抚柳姨娘道 这孩子喜欢跟夫人在一起 就先让夫人帮你带孩子吧 你还在做月子 身体虚弱 先好好休息 等出了月再说 我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跟简夫人住一起 顿时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总算捡回一条命 不过之后也并不安全啊 万一柳姨娘再下手 还是简夫人的锅呀 听见我的心里话 简夫人不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暗暗下定决心 她一定要护好这个女娃周全 不仅是为这可怜的孩子 也是为自己 简老爷也听到了 琢磨着找个人暗中观察守护着 顺便证实一下 自己爱了那么多年的柳儿 是否真如这小丫头说的那般恶毒 而柳姨娘 虽然无所谓孩子跟谁在一起 反正无论跟谁 她有的是办法弄死这个小丫头 把锅甩到简夫人身上 可她还是很生气 老爷向来对她百依百顺 只要她一落泪 求什么老爷都会给 都怪那死丫头 对她这个亲娘和简夫人的态度 天差地别 才害得老爷对她不信任 她不得不哭闹一番 表现自己的清白无辜和可怜 最后得简老爷把她搂在怀里安抚哄劝 这才作罢 简夫人抱着我 看着自己的丈夫搂着那个 想要杀害女儿诬陷自己的柳姨娘 心中百般不是滋味 我躺在简夫人怀里 感受到她失落的情绪 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渣男配贱女 简夫人 你不必难过 让他们两个所死好了 反正这简家过不久 就要被满门抄斩 你被修了反而是好事 听闻简家要被满门抄斩 但夫人吓得身子猛的一蹦 简家要被满门抄斩 那她的丈夫和儿子 岂不是大难临头 老爷 她条件反射地转过身 想要把这件事情 告诉给自己的丈夫 可以看到丈夫和柳姨娘 紧贴在一起的身子 她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 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她要是说简家要被满门抄斩 老爷恐怕只会认为她疯了 更快把她给修了吧 简夫人院子里的两个丫鬟 不由替自家夫人感到愤怒和委屈 真是过分 那柳姨娘太没把夫人您放在眼里了 可不是吗 也就是夫人你好欺负 才让那柳姨娘骑到你头上来 夫人你呀 就该给她点颜色瞧瞧 行了 简夫人心情也有些烦闷 开口说道 青曹 夏花 你们两个以后管好自己的嘴 这种话不许再说 免得被人听见 给自己招来祸端 我听到这两个名字 顿时一个机灵 青曹 夏花 简夫人 你的这两个丫鬟 还真能给你招来大祸呢 听到我的话 简夫人顿时一正 她的这两个贴身丫鬟 怎么会给自己招来大祸呢 正想着 只听见我的声音继续响起 简夫人的这两个丫鬟 青曹好下花坏 可惜简夫人被夏花这个坏丫鬟给蒙蔽 竟把对她忠心耿耿的青曹被赶出府 这才让鲁姨娘和这下花里应外合 栽赃简夫人害死亲闺女的事情对做事 真是可悲可叹啊 这简家的好人咋能有好下场呢 简夫人被我的这番话说的心中无法平静 没想到这两个丫鬟中 对她忠心耿耿的反而是青草 而夏花竟然会背叛她 会不会是这小丫头搞错了 她对夏花那么好 夏花没理由会背叛她才对啊 刚想到这里 就听见我继续发声 在夏花心里 和她一个村的简夫人 无论是样貌身段还有气度见识 都是比不上官家出身的柳姨娘的 她更愿意认柳姨娘为主子呢 简夫人只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堂堂一个正式夫人 居然还比不过一个测试 两个丫鬟得知 简夫人怀里的女婴是柳姨娘的 反应各不相同 夏花盯着简严白嫩的脸蛋 认可的点头 还真是柳姨娘的孩子 长得可真是漂亮啊 青草则是满脸的担忧 夫人 您怎么能把柳姨娘的孩子 往自己的房里带呢 这孩子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他岂不是要赖在你头上了 因为听到简严对于这两个丫鬟的评价后 简夫人面对这两个丫鬟的心态 不由多了几分审视 这时候 管事嬷嬷走了过来 向简夫人请示道 夫人 府里刚刚才买了一批布品 您看该如何分配呢 一般这种小事情 简夫人都是让两个丫鬟去办的 这次也不例外 她正想开口让夏花去办这个事 却听见怀里的我又突然发出声音 简夫人啊 千万别让夏花去 就是因为你让夏花去分配这种布品 夏花就趁机和柳姨娘临奈何 呜现你利用食物相克的办法 不害柳姨娘 证实了你是掐死我的毒妇 被简老爷让人狠狠打了一顿 一封修书赶出府的 虽然这次我侥幸没死 但他们用的还是同样的计量 你可千万别中招啊 听到这话 简夫人眼中忽然引现出金光 柳姨娘不是想要诬陷她吗 那她就让老爷看清柳姨娘的真面目 最后 简夫人还是吩咐夏花 跟着管事嬷嬷去安排这件事 她心里自由打算 要是夏花真的背叛她 那就借着这次的机会 当场抓包 把夏花赶出去 我却不知道简夫人的打算 还在她的怀里替她着急 唉 真是急死我了 看来简夫人注定要被诬陷了 这一急 突然感觉到一股热流 浸湿了自己的两条小短腿 我意识到 自己这是尿了 当即害羞的想要捂脸 哎呦妈呀 这尿咋控制不住呢 羞死人了 简夫人听见简言内心的声音 不由好笑 安抚的抱紧了她 对青草吩咐道 四小姐尿了 你赶紧去准备一些尿布 我给她换尿片 青草有些不情愿 夫人 咱们还是把她喊给柳姨娘吧 她自己的孩子自己照顾 免得被她利用这孩子抓你的把柄 简夫人摇了摇头 把刚才在柳姨娘那里遇到的事情 跟青草说了一遍 青草听后 下次变化了态度 眼神也多了几分同情 没想到这四小姐那么可怜 才刚出生就被青娘掐脖子 那柳姨娘真是太狠毒了 真希望老爷能够早点认清她的真面目 简夫人点了点头 在她耳边低语了一番 青草听后 脸色诧异 夏花竟然第二天一早 就听到柳姨娘的房里传来消息 说她吃了简夫人让人送去的不平后 突然病急 简老爷立即让人来请简夫人过去 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仿佛已经定了简夫人的嘴 正躺在心窑床里的我刚刚睡醒 听到这个消息 不由她叹息一声 唉 该来的还是来了 简夫人的好日子到头了 可惜我还太小 什么忙都帮不上 未来一定要帮简夫人证明清白 简夫人听到我的这番话 心中温暖 从小床里把我抱了出来 这孩子虽然不是她的亲生闺女 但却胜死亲生的 夏花走了过来 理直气壮的模样 夫人 昨日给柳姨娘的补品 我都给她选的是最好的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这其中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简夫人若有所思的看她 那你觉得是出了什么差错呢 夏花眼珠子一转 指着青草道 夫人 我也不敢瞒你 我昨日看到青草丝拿了一些补品藏在她房里 定是因为如此 才会让柳姨娘的补品出了问题 这些补品都是搭配好的 少一样或是多一样 青则失去药效 重则会引起食物相克的危险 青草为了一己之私 偷拿补品 这才让柳姨娘出了大问题 被算在你头上的呀 听到夏花的指控 青草立马对在地上 急切地替自己变白 夫人 我冤枉啊 我可没有偷拿补品 我也在摇床上手舞足蹈 小嘴巴弯弯乱叫 简夫人 你可得擦亮眼睛 别被夏花这个坏丫鬟给蒙蔽了呀 被修了失晓 可要是因此被打得半死不活 声明狼藉 那可就不值当了 夏花义正言辞地说道 夫人 青草有没有偷草药 去她的房间一搜就知道了 好 简夫人抱着简年站起身 那就去搜一搜 一行人来到青草的房间 夏花直接就翻找了起来 她找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找到 青草不断地自证清白 我就说我没有偷拿补品 现在你相信了吧 夏花皱着眉 不甘心地继续寻找着 不可能 我明明就藏在这床底下的 怎么就没有了呢 此话一出 她似乎意识到什么 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青草则是抓住她 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破纸 大声叫了起来 你藏在这床底下的 夏花 你是在故意栽赃陷害我 对不对 夏花连忙辩解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明明看到你藏在床底下的 怎么会没有了呢 夏花 简夫人痛心地看着她 满脸的失望 你到现在都还不肯承认 自己做的事吗 见简夫人的态度 又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床底 夏花连下的明白过来 自己做的事情已经被发现了 她心虚地扯了扯嘴角 夫 夫人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被简夫人抱在怀里的我 看到这和预料中大 不相同的剧情走向 整个人都给惊到了 也很好奇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去 整一个大反转啊 这剧情怎么和原来的不一样啊 简夫人竟然识破了 夏花的栽赃陷害 她是怎么做到的 简夫人听到我的一连串疑问 不由越发把我抱紧了 心里暗道 傻孩子 这得多亏了你啊 她一脸冷肃的看着夏花 夏花 我自认但你不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夏花眼看事情败露 索性摊牌道 你和我一样都是乡村野妇 不就是嫁了个会做买卖的男人吗 小时候咱们一起玩泥巴 一起下河洗澡 都是一个村的人 要不是因为有月银可拿 我干嘛要给你当丫鬟 如今柳姨娘能给我更多的银子 她比你更大气 更知书达理 人家还是关家小姐出身的 不照顾才是 没想到你竟这样瞧不起我 夏花翻了个白眼 咱们村又不只是我一个人瞧不起你 还有很多人好不好 你们家原本是咱们村里 最穷苦的一户人家 如今日子过得比我们村里 所有的人都好 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是农工商 你们这样的商户人家 不过是有几个钱而已 论到身份地位 你们还不如我们这些农户呢 呵呵 简夫人忍不住嘲讽一笑 这么看来 我这院子是容不下你这僧大佛了 夏花撇了撇嘴 你容不下我 自有容得下我的地方 她说着 转身就要离开 站住 简夫人立刻一声 你做出这种被主之事 又栽赃献害同伴 就想这样一走了之吗 夏花转过身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简夫人 夫人 我们俩可是一个村的人 你难道还想要罚我吗 你就不怕村里的人会说你的不是 对因为我们俩是同一个村的人 你才更加该打 简夫人神色一利 没等夏花再开口 她便扬声吩咐几个家丁过来 按照瞎规狠狠打了夏花几十棍 看着夏花被打得惨叫连连 我在简夫人怀里不住的叫好 哎呦喂 没想到简夫人竟然那么精明果断 最带雕奴就得这么收拾 看得我真是太痛快了 这笔原著还要精彩啊 这时候 简老爷又命人过来催促 让简夫人赶紧去柳姨娘那里一趟 简夫人这才又抱着我 匆匆赶到柳姨娘的院子 原本她是不想带着我去的 奈何她一放手 我就哭闹不止 然后就听见我心里在说 丫鬟的事情有了反转 不知道简夫人被一指修书赶出 会不会也有反转呢 这个热闹我一定得看 我要为简夫人举大气 为她加油助威 听得小家伙的这番心里话 简夫人一下子觉得有了后盾 几人一同到了柳姨娘的院子 便听见柳姨娘虚弱的啼哭之声 以及简老爷心疼的安抚声 一听说简夫人来了 简老爷立即起身 怒汹汹的冲简夫人 披头盖脸的责骂道 董湘玉 我真是错看了你 没想到你竟这般心胸狭隘 听到简妍这话 简老爷脸色顿时一阵清一阵白 亏得只有他听见这小丫头的声音 不然他这当爹的被自家闺女骂成这样 颜面和存 简夫人感受到简妍在为自己鸣不平 心中是感动的 他抱着简妍 强制镇定 老爷你我夫妻多年 你当真觉得我是蛇心肠吗 他真是心寒了 老爷连听他一句解释都没有 就定了他的罪 这般怜名戴性的叫骂着 真是对他一点情意都没有啊 那么多年的夫妻 就连一点信任都换不来吗 没等简老爷回话 柳姨娘便躺在床榻上 虚弱地伸出手 一副焦急的模样 惨白着一张脸 身影式地开口道 孩子 我的孩子 夫人 求你让我抱抱我的孩子 我要看她是否还安好 心里却愤恨地按骂着 死丫头那么像个简夫人 那就让我这个亲娘 教你怎么做人 简妍也对她这个亲娘很不待见 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这话说的 好像简夫人虐待我似的 也就只有在你这个亲娘身边 我才没有好日子过吧 眼看要被送到柳姨娘身边了 简妍连忙卯足了劲 大声哭叫着 哇哇哇 按照柳姨娘的尿性 她肯定要在我身上动手脚 然后赖在简夫人身上 我才不要让她抱啊 听见简妍心里的声音 简夫人顿时又把简妍给收了回来 孩子一看到你就哭得厉害 不能给你 要是柳姨娘 真像小家伙所说的那样 为了诬陷她 就在孩子身上动手脚 那孩子该有多可怜啊 柳姨娘眼看着没能抱到孩子 顿时哭得梨花带雨 可怜兮兮地看向简老爷 老爷 我的身体已经被糟蹋成这样了 如今只想抱抱自己的孩子 看看简夫人带她好不好 如此 我就算活不长 也可以瞑目了 难道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 都不能满足吗 心里却在暗暗咬牙 这死丫头 倒还真是挺了解我这个亲娘的 既然知道我要对付简夫人 还不乖乖配合老娘 再哭哭啼啼 小心我待会让你多受些苦 什么瞑目的 你一定可以活很长 简老爷最吃她这一套 原本听见简言心里说 柳姨娘会对她动手脚 还有些担心 如今见柳姨娘哭得这般柔弱可怜 应该不会做出那样的事 反倒是这小丫头思维跳脱 怕不是她自己在胡思乱想吧 当下便强行让人把孩子抱给了柳姨娘 柳姨娘的孩子 一副如饥似渴的关爱模样 喜极而气道 我的孩子 娘亲可算能好好地抱一下你了 娘亲不中用 不能亲自照顾你 只能让你跟别人在一起 娘对不起你 她表面上说着母女情深的话 手里却暗中下着巧劲 使劲地捏了几下简言的身体 哎呦妈呀 痛死我了 简言娇嫩的皮肤被这么一掐 顿时吃痛 哭得更大声了 她原本只是为了表示自己不喜欢柳姨娘而假哭 这会是真的疼哭了 她在心里愤恨地咒骂着 毒妇啊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能下得了手 我才生下了两天啊 你下手就这么狠 我的后背和屁股 怕是要被你掐烂了吧 简夫人 快来救命啊 死渣爹 把自己的亲女儿送到这个毒妇的手里被虐待 你满意了吗 柳姨娘刻意忽视掉简言的这些话 表面一副关切的模样 查看着简言的身体 随后看到简言身上的一片淤青紫红 立即装出一副心痛的样子 哀怯地哭叫起来 天啊 我的孩子 身上怎么被掐成这样 夫人 你是怎么对我女儿的 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啊 呜呜呜 简言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死白脸 你还要不要脸 简夫人 死渣爹 你们两个可擦亮眼睛了呀 我这一身的鱼精是新鲜出炉的 就是柳姨娘刚刚掐的 简老爷此时的心情有些复杂 看着柳姨娘哭得那般柔弱可怜 她第一次觉得是那样的虚假和伪善 要不是因为听见小丫头的心声 她恐怕会被柳姨娘给蒙蔽了 当真以为是简夫人虐待了她的孩子 简夫人气得浑身发抖 把简言从柳姨娘的怀里夺了过来 看着她身体上伤势 心疼地直掉眼泪 我把孩子抱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被你抱过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柳姨娘 为了栽赃陷害于我 你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忍心下手 这可是你自己生的孩子 你就不觉得心疼吗 你的心莫不是毒蛇蝎子做的 柳姨娘却一副柔弱委屈的样子 眼寒泪水地看着简老爷 老爷 你听听夫人说的什么话 我自己的孩子 我怎么会舍得伤害她 夫人利用补品之势 害得我在月子期间 亏空身体也就罢了 却连我的孩子都不放过 老爷 求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简夫人也连忙替自己变白 老爷 这孩子我疼爱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伤害她 请你一定要明察 已然知道真相的简老爷 沉默地听着两个女人争论了半上 最终对简夫人开口道 我叫你过来 是为了查明补品之势 其他事情 荣厚在意 听到简老爷这话 简夫人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简岩也如同被一盆冷水 从头浇了个透心凉 很显然 简老爷这是知晓了 孰是孰非 只是不愿意向柳姨娘问难而已 渣爹 分明知道真相了 却不舍得追究她的白月光 从今以后 我没你这个爹 简岩在心里纷纷地叫嚷着 简夫人 这个渣男眼里 就只有她的白月光 你待在她身边 有什么意思呢 我看 也别等她把你给修了 还不如你先把她给修了 起码还能挽回自己的尊严 又能避开日后 被满门抄斩的厄运呢 听到简岩的心里话 简夫人顿时正住了 她一介女流 也可以修夫吗 想想这些年以来 她虽是府里的正式夫人 但很多时候 却被柳姨娘压低一头 全都是因为丈夫宠妾灭妻 柳姨娘恃宠而骄 她在这府里 就没有一天过得舒心 如果注定她 要被丈夫修气 那还不如这小丫头所说的 她先主动修夫 简夫人的态度冷了下来 淡淡地说道 老爷还是觉得 是我要害柳姨娘吗 简老爷看她这冷淡的模样 心里突然有种莫名的慌张 仿佛要失去什么一般 她吸了口气 没有去多想 陈生说道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你要是能证明 不是你害的柳姨娘 我就不追究你的过错 那我就谢谢老爷 给我这个解释的机会了 简夫人清冷地扯了扯嘴角 随后抬起下巴 冲外面叫了一声 青草 把人都带进来吧 很快 有好几个人 包括被打得需要人 抬进来的夏花和管事嬷嬷 都被叫了进来 看到这些人 柳姨娘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慌张的神色 简夫人眼看人都到其后 把怀中又睡着的简盐 交给青草 随后直视着简老爷 不卑不亢地说道 老爷 盗取补品一事 我方才来时就已经查明了 是我这丫鬟自作主张 盗取了其中的草药 才害得柳姨娘食物相克 我已经狠狠地罚了这个丫鬟 柳姨娘冷笑出声 夫人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这个丫鬟和你是同乡 又是你身边的心腹大丫鬟 要不是有你的授意 她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 简夫人看向柳姨娘 不慌不忙 正因如此 她竟然还误解主子的心 又擅作主张 所以才更需要狠狠地惩罚 柳姨娘若是觉得我罚得还不够 那我就继续罚 只要能让柳姨娘满意 把她打死都可以 听到这话 夏花顿时慌了 她心知自己已经跟简夫人撕破了脸 如今生死全都靠柳姨娘 要是柳姨娘真让她继续受罚 那她的命真有可能就交代在这了 夏花立即正托人的搀扶 跪爬到柳姨娘的脚前 哭喊着求救 柳姨娘求你救救我吧 再打下去我就真死了 柳姨娘神色闪过慌张 生怕被人怀疑到她 连忙一脚把夏花踢开 声色俱立地道 你差点害我命都没了 我恨不得能亲自打死你 你竟然还想要我救你 你再想天开吧 夏花连忙又爬起来 紧紧抱住柳姨娘的一只脚 不管不顾得道 柳姨娘 我可是听你的 才会做这样的事 如今事情败露 你可不能不救我呀 哦好 这两个人都这样狗咬狗了 姓简的老爷子 看不出来事情的真相吧 简岩窝在青草的怀里 幸灾乐祸地看着 简老爷确实已经看出了端倪 心中不断翻涌着 他心目中那个善良纯真的柳儿 怎么会是这般心机叵测之人呢 还有他的闺女 还真不认他这个爹了 居然直接称呼他为姓简的老爷子 连扎爹都不叫了 简夫人看了一眼简老爷 见他没有任何表态 不由再次失望 看来 只能他自己把真相摆出来了 他看着柳姨娘 意味深长地道 柳姨娘 我看你这力气还挺大 不像是身体亏空之人呢 柳姨娘文言 身体顿时一僵 踢打下花的动作 也一下子停了下来 他楚楚可怜地控诉道 简夫人 你这丫鬟 可真是忠心耿耿啊 死到临头了 还反咬我一口 简夫人吃笑一声 是忠心耿耿 只是不知道对谁忠心 他说着 扭头看向管事嬷嬷 淡淡地开口 江嬷嬷 把你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吧 江嬷嬷战战兢兢地走上前 扑通跪在地上 老奴 老奴看到柳姨娘的贴身丫鬟香云 给了夏花两个金镯子 让她偷取分配给柳姨娘的补品 柳姨娘眼睛一瞪 姜嬷嬷 你可想清楚了 果真看到事情是这样的吗 是不是这样的 搜一下夏花的身上 有没有那两个金镯子就知道了 简夫人冷冷一笑 随后让人搜了一通夏花的身 很快就搜出了那两个金镯子 简老爷一看 脸色不由一变 柳儿 这两个金镯子 不是我送给你的吗 柳姨娘连忙狡辩 这肯定是她偷的 简夫人早就料到她不会承认 再次冷笑一声 柳姨娘不肯承认也没关系 只是希望柳姨娘解释一下 你为何花重金 让大夫给你出甲病症呢 她说着 让到一边 你给梁大夫的百倍枕金 被我重新讨了回来 毕竟老爷的银子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看一次枕市价才一两银子 你却给了梁大夫一百两 这不是乱了市场吗 说着 让人把一百两 由柳姨娘亲自签送的银票 重新递到柳姨娘面前 这 柳姨娘脸色顿时 一阵清一阵白 双眼紧张心虚地闪烁着 就是不敢直视简老爷 简夫人威武 简言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现在人正物证俱在 就是柳姨娘自导自演 这简老头 总该看清柳姨娘的为人了吧 听到简言心里的声音 柳姨娘恨得咬牙 却也担心被简老爷给看穿 连忙按着太阳穴 歪着身子瘫坐在椅子上 虚弱地道 老爷 我的头好痛 身体也难受得厉害 可以让所有人都出去 容我好休息一下吗 又来这招 简言忍不住撇嘴 我的亲娘啊 你是真当简老爷傻还是咋的 你这真面目都被揭穿了 还想用这招蒙混过关吗 简夫人趁机道 正好 我给你请来了几个大夫 加上之前帮你诊治的梁大夫 这么多人 应该可帮你诊治一下 你的身体到底是怎么亏空的 我不要 柳姨娘条件反射的拒绝 简夫人多多相逼 怎么 柳姨娘是怕检查不出身体有阳吗 我 柳姨娘一时间无言以对 行了 简老爷突然开口 上前扶着柳姨娘走向床榻 表情慧莫如深 柳儿身体不适 需要休息 这件事情就到这吧 他心里清楚 这件事情是柳儿不对 若是要追究起来 他买通下人 栽赃陷害主母 恶人先告状 装装件件都不可饶 他虽然失望 却不想自己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 陷入这般难堪的境地 他始终记得柳儿善良的样子 在他年少落魄之时 那间破庙之中 风雨交加 他又冷又饿 浑身还受了伤 陷入昏迷 迷迷糊糊之中 看到一个窑窍的身影 对自己温柔慰问 关怀备至 醒来之时发现 自己的手里多了一个钱袋 里面有二两银子 上面还绣着一棵捐绣的柳树 在遇到柳儿时 他又看到了那棵一模一样的柳树 确定了给自己钱袋的人就是他 从此对他情根深重 他靠着那二两银子发家 这才有了今日的偌大家业 要是没有柳儿 就没有他今日 柳儿如今变得心机伪善 一定是后来他受了太多的苦 才让他不得不变成这样 他相信他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简老爷这明显的庇护 让简夫人整个人都僵住了 只觉得浑身冰凉 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简岩则在心里忍不住乱叫起来 哎哟 我去 这简老爷子的心 也偏到搭植窝里了吧 柳姨娘诬陷主母 这证据确凿的是 他都能护着 还有没有原则了 他接着又看向简夫人 满心的同情 哎 简夫人啊 你所嫁非人啊 简老爷这么宠妻密妻 你还留在他身边过年吗 趁他还没把你给修了 你赶紧先把他给修了吧 我都看不下去了 枉你当年在那破庙之中看他可怜 把麦荷包赚到的二两银子全给了他 自己则被家人打得半死 让他靠着那二两银子起家 有了如今的家业 可他根本就不计你的好 一心就护着那个白脸 这种渣男 你还守着他做什么 仿佛跌入冰窟里的简夫人 听到简妍心里的这番声音 突然清醒了过来 是啊 守着这男人做什么呢 为他生了三个儿子 却始终没能留住他的心 整日看着他与侧氏恩爱亲密 心塞抑郁 反正迟早要被他给修了 他为何不能早他一步 把他给修了呢 想到这些 简夫人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他面色无波地 看着简老爷 声音冷沉 既然老爷不再追究 那妾身也无话可说 你好生陪着柳姨娘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告辞 他要回去好好想一想 这妻子修夫的修书 应该怎么写 等一下 眼看简夫人要转身离开 简老爷突然开口叫住他 简老爷的心底 闪过许多复杂的情绪 他刚才也听到了简岩心里的声音 此刻内心根本就无法平静 当年在破庙之中 给了他二两银袋子的人 竟然不是柳儿 而是他的夫人 事情怎么会这样 如果真像那小丫头所说的那样 那他这么多年 岂不是爱错了人 自己冷落了那么多年 只为传宗接代而娶的正式夫人 居然才是他念念不忘了 几十年的心上人 老爷还有事吗 简夫人态度冷淡 此刻的他对丈夫已经心死 不再有任何期待 简老爷感受到他的态度 一时间竟然有些心切 不敢指示简夫人 低着头摆了摆手 没 没事 你先走吧 现在他的心有些乱 需要些时间好好消化这改变 一旁的柳姨娘心中却万分得意 自己果然还是被偏爱的那个 就算让老爷知道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阴谋算计又怎么样 老爷还是护着自己 简夫人那样一个黄脸婆 身段没有他婀娜 模样也没有他娇美 更没有他这样的才情 老爷偏宠他 也是理所应当 这份宠爱他得好好利用 简家迟早要被满门抄斩 他得尽快把简家的财务掏空 找到生存之路 免得和简家人一起陪葬 眼下 他还是要让简夫人被简老爷给修了 这样他才有机会掌握简家的管家权 将简家的财务转移出来 想到这里 他便又开始磨起了眼泪 楚楚可怜地向简老爷诉苦 老爷 如今我与夫人撕破了脸 日后在府中 恐怕再没有我的好日子过了 不如你把我安置在外远 省得夫人看见我心烦 又想出什么招数 害我性命 我承受不住啊 呜呜呜 以往他这般哭诉 简老爷定会帮他训斥一番简夫人 他敢 若是他敢伤你一根汗毛 我就先将他给修了 你如今还在坐月子 要是安排你到外院去 岂不是受委屈 柳姨娘等着简老爷再说出这种话 然后他再旁敲侧击一番 让简夫人被修一事 不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谁知这一次 简老爷却没像往常那样 顺着他的心意训骂简夫人 反而沉饮了一番之后 道 也好 你如今还在坐月子 不能大忧大悲 先去外院住一段时间 清静清静也好 安心休养身子 柳姨娘顿时装不下去了 他停止抹眼泪的动作 呆呆地看着简老爷 有些不敢相信 他的反应竟然是这样 怎么了 简老爷明知故问 拖到了当年那二两银袋子的滤镜后 他突然发现柳姨娘娇柔躁得很 柳姨娘这才又反应过来 继续抹眼泪 没事 只是觉得去了外院之后 可能会很少有机会看到老爷和女儿 心中有些不舍而已 他根本就不想去外院啊 他只是想以退为进 让老爷对付简夫人而已 没想到老爷竟然还当了针 真要把他送去外院 另外一边的简夫人 回到自己的院子后 立即让人把他的三个儿子叫了进来 决定要跟简老爷提出离合离之后 他最放不下的 还是自己的这三个儿子 谁知 三个儿子才刚踏进门 简夫人就听到怀里的简言 又开始发出了稚嫩的声音 哎 简夫人虽是个好人 却不是个好母亲 对孩子太溺爱 养出来的三个儿子都是白眼狼 原住里母亲被白脸诬陷 被父亲休憩了 他们仨还觉得是母亲活该晦气 真是白养了这三个儿子 养三条狗都比他们好 听到简言的这番话 简夫人忍不住身体一晃 他这三个儿子竟然会这样对他 怎么可能 他把这三个孩子生下来之时 丈夫的生意还没有做大 家境也没有这般殷实 处境艰难的日子里 丈夫常常在来打拼 他则是一个人在家 寒心如苦地把他们带大 宁可自己饿着 也要从牙缝里省出吃的给他们 后来日子过好了 他对这三个孩子更是无微不至 几乎都是有求必应 恨不得把世上所有的好东西 都拿给他们 谁知他对孩子们八心掏干的好 这些孩子却在自己被修以后 还说自己活该 就在简夫人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自己养大的孩子会是这般忘恩负义时 却见他这三个儿子面色难看的 冲他质问起来 母亲 听说你跟父亲吵架了 父亲每天在外奔波劳碌 撑起我们整个简家 你整天在后宅帮不上他什么忙就算了 怎么还跟父亲吵架 惹他心烦呢 几人说着 看到简夫人怀里抱着的女婴 眉头又皱了起来 大子简易看起来稳重 眉眼之间却透着对自家母亲的不满 她声音沉静 不疾不徐 说的话却如针扎心 母亲何必用这种手段 跟柳姨娘争个高低 柳姨娘本身条件就比你好 有美貌 有身段 琴气舒画更是你望尘莫及的 父亲喜欢她也是人之常情 你唯一比她有优势的 就是你这种母的地位 你只要好好的守住就行 何必要做妖呢 同她作对 你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二字简额 毫不掩饰自己脸上的轻视和鄙夷 不齿地开口 母亲 你都有了三个儿子 还不满足吗 怎么能跟柳姨娘抢孩子呢 你这样让他们母女骨肉分离 跟毒妇有什么两样 你这样 让我以后怎么出去见人 三字简萨 则是一副看陌生人的表情 满脸失望的模样 母亲 你还是我印象中 那个慈爱的母亲吗 我来的时候 看到你身边的贴身丫鬟下花 被人抬出府 一问才知道 是你让人把她打成这样的 她和你可是同乡 是最早在你身边伺候的丫鬟 即便犯错 训斥一顿就行了 可你怎么能下那么狠的手 把她打得半死不活就算了 还要把她赶出府 你如此赶尽杀绝 就不怕遭天谴吗 三个儿子 一个比一个更严酷的质问 仿佛拳头一般 一拳拳地打在 捡夫人的心窝上 她没想到 自己第一次 跟相公和柳姨娘撕破脸 她这几个被她精心养大的儿子们 非但没有站在她这边 设身处地地考虑她的处境 更没有查问 发生这些事情的背后原因 仅凭表面之相 就直接向她兴师问罪 难怪怀里的这小丫头说 她这几个儿子 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她刚才还不愿相信 现在看来 事实就是如此 在她旁边的青草都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开口解释道 三位爷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一直以来 我们夫人对柳姨娘 都是恩慈相待 是柳姨娘自己先挑衅夫人的 为了陷害夫人 她甚至不惜掐 青草 没等青草把话说完 简夫人便出声阻止她再讲下去 这些女子后宅的烟渣之事 她不想让自己这几个儿子听到 免得窝了他们的耳朵 却听见怀里的小丫头 在心里乱叫起来 哎呀呀 怎么不让青草说下去呢 事情明明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干嘛非得保持沉默 显得自己有多圣母吗 他们会变成白眼狼 也是你给造成的 拜托 咱们是长了嘴的 有误会了 就得好好解释清楚 不能平白无故地背黑锅好吧 简言感觉自己是真的有被气到 简夫人好是好 但是也太软弱好妻了 有误会也不解释 有委屈也不发泄 这不是蠢蠢找虐吗 哎 这也许就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吧 恨铁不成钢啊 听到简言心里的这番话 简夫人整个人猛的一阵 原来他的三个儿子会变成这样 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他不自觉地抱紧了怀中的简言 吸了一口气 对清草开口道 你继续说下去 说得详细些 清草闻言 眼睛顿时一亮 他还以为夫人叫住他 是不让他继续说下去呢 简言也是来了精神 耶 这简夫人好像还没有那么无可救药吗 爱了爱了 清草很认真的把简家三个儿子 方才质问简夫人的问题 详细地解释了一遍 最后 清草一脸动情地说道 我们家夫人受了多少委屈 明明他才是正式夫人 却处处被那柳姨娘欺负 几位少爷一定要看清真相啊 三位少爷听见清草详细地解释之后 原本气势汹汹的态度 这才出现动摇之色 母亲 清草所说 可是真的 几个儿子齐刷刷地看向简夫人 此时的简夫人被简言那番心里话 给骂醒了脑子 决意有些事情是该让他们的儿子知道了 他态度冷淡 扫了一眼这三个儿子 道 你们的父亲宠妾灭妻 你们自己长眼睛 还看不清楚吗 如果你们自己都还没有查清楚 就这般气势汹汹地来质问我 那就更让我寒心了 既然你们如此不待见我 等我走后 你们就不会再因我而感到丢脸和为难了 听到简夫人这话 三人的眼中 这才出现了惭愧之色 直到听见最后一句 几人的脸色又变得紧张起来 母亲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走 走哪里去 简夫人态度冷淡 你们不用管我去哪里 我已经着手准备和你们父亲和离的事了 你们知道这件事 心里有个准备就行 以后没有我躲在身边 你们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什么 和离 三个儿子诧异地瞪圆了眼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印象中那个温柔顺从的母亲 竟然会说出与父亲和离的这种话 母亲 你生是疯了 自古以来就没听说过 女方给男方提出和离的 是啊 母亲 你若跟父亲和离 以后谁要活你呢 母亲 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啊 要是没有父亲 你的日子必定艰难 去你们的 简言在心里面脆道 谁离了 谁还活不了了 跟着你们这些一个个不懂感恩的人在一起 才叫艰难呢 离开你们以后 简夫人经商的才干 终于有了施展的机会 不然日后你们简家被满门抄斩的时候 他拿什么帮你们四处奔走呢 听到简言再次说起简家被满门抄斩的话 简夫人的目光不由暗了暗 越发地坚持合离的决定 他摆了白手 对几个儿子说道 放心吧 离了你们 我照样可以活得好好的 这一点不用你们担心 要是你们没什么事 就走吧 我要带着你们的妹妹午休了 他说着 起身就要往里屋走去 三个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有些无法适应 他们三人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忙碌 除非有事 否则他们都很少会来母亲这里 每次一来 母亲都十分欢喜 恨不得留他们多待一些 这还是母亲第一次把他们赶走 母亲这是怎么了 怎么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以前的他处处恭敬温顺 即便有不满之处 也选择顺从父亲获释他们 从未有过自己的主见 现在倒好 不但提出跟父亲合离 还把他们都赶走 几个人突然有种 要失去什么的慌乱 不想那么快就离开 生怕这一走 就再也看不到自己的母亲了 简易第一个大声叫住自己的母亲 母亲 我这次来并不是专门质问你和父亲之间的事情 是有问题要来找你的 他紧接着道 我这几日帮父亲整理家中的产业 发现这些产业的账目有些漏洞 想向你请教一下 是怎么回事 简额也紧跟着开口 我也不是为了母亲和柳姨娘之间的事情而来 我是想告诉母亲 我的笔墨指研要用完了 请母亲帮我重新再买一份 简萨则是把自己脚底的鞋脱了下来 递到简夫人的眼前 母亲 我来找你 本是想要你帮我重新再做一双鞋的 只是在半路上看到下花的事情 才随口问了一句 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简夫人把已经睡着了的简颜 交到青草的手里 这才转过身来 对自己的三个儿子一一说道 老大 账本有漏洞 你就去问你父亲 他应该比我更清楚 要是他忙的没空教你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 找会的人来教你 老二 你的那些笔墨指研没有了 就自己去问管家拿银子买 要是你不会买 就叫府里的下人帮你去买 连这些东西都要我给你安排 以后我走了 你是不是就不写字读书了 还有老三 你鞋子破了 非得要让我给你做一双吗 家里现在又不像从前那样没钱 你自己不会买一双吗 简夫人也没给他们三人回他话的机会 又继续开口道 我和你父亲势必要和离 你们得先习惯没有我的日子 这些小事情 自己能解决的 就自己解决了吧 说完 也不再理会三人无措的表情 从青草的怀里 再次把简颜抱过来 直接走进房内 在房间里 听到自己的儿子全都走了以后 简夫人抱着简颜 贴了贴她稚嫩的小脸蛋 心中五味杂成 看着简颜熟睡的可爱面孔 简夫人苦笑一声 仿佛是在喃喃自语 又仿佛是在跟简颜说话 没想到我操劳一生 生儿育子 现在才知道 自己精心养护的这几个儿子 根本就没把我当母亲 而是把我当成了他们的老嬷嬷 反倒是你这个小丫头 虽然不是我亲生的闺女 却处处替我着想 为我优替我及 若是可以 我希望你能叫我母亲 任我当你的亲娘 我定会把你当亲女儿一般疼爱 简颜睡得迷迷糊糊的 感觉脸上凉凉的湿湿的 醒过来的时候 就听见简夫人 说的最后这一段话 她在心里欣然答应 好呀好呀 那我以后就叫你娘亲了 娘亲娘亲 我的娘亲 贴贴 她一边说着 小脸一边在简夫人的脸上蹭了蹭 虽然不是她的亲娘 但比她的亲娘 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让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来自亲娘的呵护和宠爱 简夫人听见简颜醒过来后 不断地叫着自己娘亲 原本在自家儿子那里 消极的情绪不由地散去 脸上挂着欢喜的笑意 简老爷从几个儿子那里听说 自家的夫人竟然在着手准备 跟自己合离的事情 当下就坐不住了 气势汹汹地跑到简夫人的院子 见她正在院子里 给简颜晃着摇床哄她睡觉 嘴里哼着歌 一副岁月静好的景象 简老爷的脚步 她走到简夫人的跟前 一番欲言又止后 冲旁边的青草瞪了一眼 吩咐道 把小姐抱进屋里去 这小丫头怎么说 也是她的亲闺女 可不能吵到她睡觉了 再说了 她现在算是怕了这个小闺女 生怕自己说一句 这闺女在心里骂她十句 青草看了一眼简夫人 见她没有反对 这才伸手把熟睡的简颜抱进房间 简夫人眼看青草把简颜抱走后 这才站起身 垂着眸 太多冷淡地问道 老爷找我有什么事吗 看着简夫人与从前 带她截然不同的态度 简老爷只觉得心口发肚 以前她每次来夫人的院里 夫人都是温柔欢喜地迎接她 让人给她背上点心 自己则是温柔体贴地 跟她按肩垂背 现在倒好 竟然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 简老爷沉声道 我听简一他们三兄弟说 你在着手准备捅我何离的事 不错 简夫人说着 走到旁边的石墩上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壶凉茶 却没有给简老爷倒一杯 简老爷舔了舔发肝的嘴唇 有骨气地忍住这该死的口干舌燥 没好气得到 我有哪里对不住你了 竟然让你跟我和离 就算要和离 那也是我跟你提和离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递和离书 那也行 简夫人面无表情 你要是给我和离书 也省得我自己准备了 你 简老爷顿时气解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这才平静下来 按耐着道 你与我是结发之妻 又为我生了三个儿子 我若同你和离 定会引人说闲话 我不离 简夫人眼中光芒微闪 最终又归于沉寂 老爷既然同柳姨娘是青梅竹马 情深义重 又何必留我挡在你们之间呢 说到底你就是善度 简老爷一口咬定道 自古以来 但凡是有点本事的男人 哪个不是三妻四妾 我就只娶了柳姨娘这么的妾事 你就如此不待见 这心眼比真尖还要小 你 简夫人顿时被简老爷气得说不出话来 简老爷趁机给自己倒了杯凉茶 一口喝干之后 这才抿了抿唇 酝酿一番之后 试探地问道 我问你 二十年前 你有没有在一个破庙之中 给一个落魄的年轻男人二两银子过 简夫人不明白 简老爷怎么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 当年他确实是给过一个年轻落魄的男人二两银子 那是他自己卖掉亲手缝制的荷包赚来的 为此还被娘家人打骂了一顿 他当时看那男人实在可怜 就忍不住帮了一把 后来和现在的简老爷经媒婆介绍 他一眼就看出 对方就是曾经他帮助的那个落魄男 便答应了这门婚事 他一直以为自家丈夫是认出他来了 这才让媒婆上他家来提亲 所以为了照顾到他作为男人的面子 便心照不宣地 没有在提那件破庙之中他赠送银子的事 如今听见简老爷这么一问 简夫人这才意识到 简老爷竟然没有认出他来 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无名之火 简夫人有一种多年深情被喂了狗的感觉 双拳捏得死紧 忍住想要给眼前这个渣男一巴掌的冲动 冰冷的语气中含了些许躁怒 没有 要是遇到这种男人 我肯定还要上前踹他一脚 让他别碍了我的眼 听见简夫人的否认 简老爷仿佛松口气一般 我就说嘛 当年给我二两银钱的那个女子 肤白貌美 窈窕美丽 怎么可能会是你这种腰宽腿粗 其貌不扬的黄脸婆呢 说吧 放下手中的空茶盏 起身便离开了 独留简夫人在院子里气得身体发颤 简言醒过来的时候 听见青草和简夫人正在谈话 青草满脸都是遗憾 夫人 当年的二两银子 明明是你给老爷的 让他靠着那二两银子发家 才有了如今这么大的产业 今天老爷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肯承认呢 简夫人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你没听到他当时是怎么答的吗 说当初给他银子的女子 肤白貌美 身材窈窕 怎么可能会是我这种腰宽腿粗 其貌不扬的黄脸婆 如今的我生了三个孩子 青春年华已过 容貌不复当年 身段更是和从前没法比 就算我承认自己 就是当初那个送他银钱的女子 他恐怕也不会相信 听见简夫人和夏青草 两人的对话 简言不由地皱了皱小鼻头 哼 死渣爹 竟然还有脸嫌弃我娘亲 要不是嫁给你的时候 你不能给她好的生活 她能把自己操劳成这样 现在竟然还嫌弃她是黄脸婆 又嫌她没有好身材 等着瞧好了 等我再大一点 我来帮娘亲变白变美变瘦 恢复年轻时候的美丽 让渣爹后悔去 今天说你娘亲黄脸婆 明天咱们让她追起火葬场 听见简言的这番心里话 简夫人知道她醒了 故作不经意地走到床边 果然看到简言可爱的大眼睛 咕噜噜地转着 她随步走了过来 宠溺地抱起简言 喜笑颜开地点了点她的小鼻头 小家伙睡醒了 饿了吧 娘亲给你弄吃的 说话间 心里感觉暖融融的 虽然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总是让她寒心 可是却有一个小闺女 处处让她受安慰 呃啊啊 简言摇晃着肥短的四肢 像是在回应着简夫人的问话 小眼睛却在盯着简夫人的整个形态 那个扎爹 眼睛是瞎了吗 娘亲的底子明明那么好 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是个妥妥的大美人 亲手把这么的大美人给毁了 还好意思嫌弃 可恨 她接着又琢磨了起来 研究给简夫人改变形象的方案 娘亲只要改善黄黑皮 再把身材也调整得凹凸有致 又是妥妥一个年轻貌美的大美人了 简言的话 让简夫人的心激动了一下 她还能再恢复从前的年轻貌美吗 只听见简言 在心里要继续说着 我得好好回忆一下 改善黑黄皮肤的美容配方 还有减肥茶的配方 这可是 我当年发家致富的中医配方专利产品呢 得赶紧再回忆一下 等我长大了 还得再靠这几个秘方 继续在这里发家致富呢 可不能忘了 生白粉二钱 燕红一钱 玉骨花二钱 回忆完这些配方 简言喝着青草给她喂的牛奶 又开始昏昏欲睡了 简夫人则是把简言说的这些配方 用纸笔牢牢地记录下来 小家伙既然那么担心 以后长大会把这些配方给忘掉 那她这个当娘的 就先帮她记下来 不过她也很好奇 这些配方 真的能够让她重新回到 年轻时的美貌和身段吗 她跃跃欲试 若是别人说的方法 她可能还不敢相信 可既然是她闺女说的配方 她觉得可以试上一试 她相信闺女说的效果 也希望自己能够恢复曾经的模样 另外一边 简老爷从简夫人那里 得到否定的答案之后 直接跑到别院去找柳姨娘 到的时候 正好看到柳姨娘 扶在院子中的石桌上 阴阴地哭泣着 她身边的贴身丫鬟 怎么哄都哄不好 简老爷轻轻咳嗽了一声 柳姨娘听到她的声音 立即只起身 扭头一看 见是简老爷 顿时又惊又喜 她起身朝着简老爷扑了过来 老爷 你可算是来看我了 呜呜 简老爷顺势将她拥进怀里 帮她擦掉脸上的泪痕 心疼得道 你这还在坐月子呢 怎么能到院子里来吹风呢 快进屋里去 这要是留下月子病 以后可怎么过呢 柳姨娘红着眼眶 楚楚可怜道 我不敢在房间里 昨天晚上我一人在房间 只觉得房间里黑压压的 仿佛有好多双眼睛在看我 我好害怕 我还是宁愿 待在院子里更好一些 心里面却安安冷笑道 要不是知道你过来别院看我 我用得着这么装吗 听她这么说 简老爷不由多了几分联系 别怕有我在 咱们先进屋去说话 简老爷扶着柳姨娘在床上躺着 又拉被子给她盖好 最后坐在她的床边 想了一下 问道柳儿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柳姨娘盖着被子 将自己缩在里面 一副担惊受怕 可怜兮兮的模样 老爷想要问什么 你记不记得十几年前 把二两银子 给过一个落魄的年轻男人 听到简老爷的问题 柳姨娘心眼一转 想到之前似乎在自家的 那个小闺女心里听过这件事 好像说什么 简夫人在破庙里 给了老爷二两银子 后来还被他父母骂了一顿 难道老爷问的就是这件事 想到这里 他当下便点了点头 回答 当然记得了 当时我把那二两银子 给了那个年轻的落魄男人后 回家还被父母打骂了一顿 说我随便给男人荷包 以后注定要嫁给那个男人的 听到柳姨娘这话 简老爷顿时笑了起来 抬手拨弄了一下 他额头上的碎发 你父母这话说得不错 你果真嫁给那个 拿你荷包的男人了 是什么意思 简老爷笑道 我就是那个落魄的男人啊 当年要不是你给了我那二两银子 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柳姨娘一副吃惊的模样 原来老爷你 就是那个男人啊 难怪 柳姨娘在心里感叹了一番 难怪这个男人 当初会莫名其妙地盯上他 原来是因为那二两银子 他还以为是自己曾经的 关家小姐身份 以及自己的美貌和身段 还有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记忆 才让这简老爷 对他那般一往情深 没想到 竟然是因为区区的二两银子 这也太廉价了吧 柳姨娘心里虽然嫌弃 但面上却笑意温柔地道 难怪老爷对我这般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不过是二两银子而已 老爷又何必一直记着呢 我当然要记着了 就是当初你给的那二两银子 点燃了我的信心和希望 才让我有今天的弱大家业啊 柳姨娘内心一震 没想到那二两银子的作用 竟然那么大 他心里不由暗暗下着决心 既然如此 那在他把简家的产业掏空之前 绝不能让老爷知道 这二两银子 其实是简夫人给他的 简老爷并不知道 他内心的这些弯弯心思 一副如是重负的样子 继续开口道 太好了 既然是你给我的那二两银子 那说明我这十几年来 并没有爱错人 他心里自我安慰着 他的闺女或许搞错了 明明柳姨娘才是给他 二两银子的那个女子嘛 当天下午 简夫人就听说 简老爷把柳姨娘 又从别院接了回来 而且还安排在他的住处 由他亲自照顾 比以前更加宠爱了 简夫人原本以为 自己以心如止水 听到这个消息后 还是感到暗涌流动 胸中一口玉气 急需发泄 他和老爷这么多年的夫妻 他都还从来没有 进过他的院子 如今却让一个妾室 先住了进去 让他这个正妻情何以堪 老爷这是明明地 在羞辱他呀 宠妾灭妻到这个地步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简岩也在一旁 听说了这件事 急得在心里面大叫 这还忍得了 离了离了 简夫人被简岩心里的 这个声音一番怂恿 更加坚定的决心 立即让青草叫来管家 催促着他写下和离书 然后让青草交给简老爷 可青草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身后还跟着简老爷和柳姨娘 简老爷一进院门 就生气地瞪着 正抱着简岩斗红的简夫人 你闹够了没有 非要闹得鸡飞狗跳 才肯罢休吗 简夫人用力忍住气 看着两人并肩同行的身影 越发感到心寒 他紧紧抱着怀里的简岩 冷冷地道 我没等到你送来的和离书 便只好送来给你了 老爷既然和柳姨娘情深一睹 那就在和离书上签字 给柳姨娘一个正妻的名分吧 你当真以为我不会休了你吗 简老爷恼怒得道 你别以为用这一招就能治得住我 我告诉你 过犹不及 你再继续闹下去 我就真把你给休了 把柳扶正 直到现在 简老爷都还以为 简夫人只是为了和柳姨娘争风吃醋 柳姨娘依偎在简老爷的怀中 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 装着生命大义的姿态 道 夫人 老爷就只有你我两个女人 就算为了她 我们别争了好吗 老爷这么宠爱我 是因为十几年前 我曾经在一处破庙之中 给过她二两银子 她就是靠这二两银子发家 才有了如今的产业 所以她对我的感情 自然是不一样的 夫人 你若是为了这一点 同我争风吃醋 那就太不值当了 我靠 我这亲娘也太不要脸了吧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简言 忍不住开口吐槽 明明的二两银子 是我的简夫人娘亲给扎爹的 你居然敢抢这个功劳 柳姨娘听到简言的心声 很是得意 哼 要怪就怪你自己 谁让我是你亲娘 就是可以听到你心里的这些声音呢 要不是你心里自己 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又怎么会有机会 冒领简夫人的功劳 有本事 你就一夜之间长大 把这些真相告诉给简老爷啊 哈哈哈哈 才跟简夫人待了不到一个月 就叫人家娘 既然喜欢乱认亲娘 那到时候简夫人被简老爷修了 就让他带着你一起滚吧 这就是战错队的代价 那场的三个人 听见简言的心里 在继续叫嚷着 娘亲娘亲 快跟扎爹解释一下 那二两银子是你送的 别让我那恶毒亲娘 白白占了这个便宜啊 简夫人眼眸低垂 也不看见简老爷和柳姨娘 只是安抚地拍着简言的后背 她本来不想解释的 毕竟马上要和离了 解释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听见简言的催促 她还是不是开了口 柳姨娘还真是会说笑呢 当年在那破庙之中 给老爷二两银子的女子分明是我 你怎么会说是你呢 没等柳姨娘回答 简老爷便抢先问道 我之前问你 你不是说没有这事吗 怎么现在又说是你了 柳姨娘听见简老爷这么说 不由松口气 笑了起来 姐姐大概是没想到 老爷你那么看重 这二两银子的恩情 所以现在又想冒领这份功劳了吧 去你的吧 你这不要脸的 简言忍不住在心里骂了一声 想知道这二两银子 到底是谁给的还不简单 只要问一下 他们当初给那二两银子的时候 用的是什么钱袋 钱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当时在破庙的时候是什么天气 看谁回答的对 谁就是这么主了呗 听到简言心声的三人 心中的反应各不相同 简老爷道 既然你们两人都说 曾经给过我那二两银子 那你们谁能证明 自己才是那个真正 给我帮助的人呢 你想怎么证明 简夫人和柳姨娘 一同一口同声的询问 简老爷略做思索 这才回答道 你们两个就说说 当时那二两银子 是用什么装的 上面有什么图案 当时的破庙外面 是什么天气 听到简老爷的这个问题 简夫人和柳姨娘 皆是一愣 简夫人抱紧了怀中的简言 心中暗暗赞叹 没想到她的盐宝 竟然提前预知了 老爷要问的问题 柳姨娘也十分诧异 没想到简言提建议的问题 和简老老爷问出来的问题 一模一样 她忍不住着急起来 在心里暗暗地骂道道 死丫头 既然你知道简老爷的提问 那你倒是把答案说出来啊 真是没用的东西 该你说的时候不说 不该你说的时候 在心里鸡里呱啦 一大通做什么 简老爷问完问题后 见他们两人都保持沉默 不由得再次催促 你们两个谁先来回答 结果回应她的是一片沉默 正要开口说话 却听见自家闺女的心声 响了起来 咋的 问的这是什么蠢问题 要是让谁先来说 那后边说的 不就可以作弊了吗 被自家的闺女这么骂 好像自己很蠢一样 见简老爷心里很不痛快 可是又拿自家的亲闺女 没有办法 她立即吩咐人拿了纸笔过来 对简夫人和柳姨娘道 你们两个人分别 把答案写在纸上吧 免得你们作弊 柳姨娘顿时心慌 用尽力气 想要听到简言后面的答案 然而简言此时 心里缺一点想法 柳姨娘根本不知道答案 眼看简夫人也没有动笔 好像也忘了当时是什么的样子 柳姨娘不由抱了一些侥幸的心理 想着时间过去那么久远了 或许是简夫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当时是什么天气 用的是什么东西 装着的那二两银子了 想到这个可能 柳姨娘不由由受无孔起来 她放下纸笔 对简老爷道 老爷时间都过去那么久远了 我怎么可能还记得是什么呢 当时的天气 柳姨娘想了一下 自己平日里 只有天气好的时候才会出门 这两人应该也不意外 毕竟没有谁会愿意选择 在大雨倾盆的时候出门 而且夫人自己也说了 她是卖荷包的 那就更没有理由 在下雨天的时候出门了 于是她便开口继续说道 当时的天气我倒是记得 好像是天气晴朗 我那会走累了 所以在破庙里休息了一下 正好看到了老爷你 觉得你可怜 给了你二两银子 简夫人听见他的答案 扯了扯嘴角 没有说什么 只是把自己写好的答案 递到蒋老爷的面前 简老爷听到柳姨娘 说出自己的答案时 心里便已经有些失望了 看到简夫人将自己的答案递过来 连忙接了过去 当看到简夫人写的答案时间 蒋老爷激动起来 手不自觉地微微有些颤抖 柳姨娘故意道 简夫人 你该不会是偷听了我的答案吧 我刚刚看你 还什么都没想到呢 怎么我才一说出答案 就写上了 简夫人眼角瞥了她一下 并没有回话 简严则在心里忍不住吃笑起来 我的亲娘爱 你以为我娘亲 稀罕你说的答案吗 你那答案根本就是错误的 谁会抄袭你的呀 听到简严的心声 柳姨娘顿时又气又慌 这个死丫头 刚才需要你说答案的时候 你又不说 现在说什么风凉话呢 你倒说说看 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呀 结果 简严就是不想 气得她恨不得上前 把那死丫头的脖子给掐断 眼看简老爷要开口说话 柳姨娘连忙抢仙道 老爷 我记错了 那天的天气不是晴天 是是 她一时间也不敢随便回答了 她说不准 简老爷还想再给她一次机会 没有立即读出简夫人给的答案 而是看着她 你再好好仔细地回忆 柳姨娘想要从简严那里得到答案 可听到的只是她幸灾乐祸的心声 眼看柳姨娘说不出什么 简老爷的目光 只好再次看向简夫人给的答案 却听见柳姨娘豁出去的开口道 那次是下雨天 我给你的二两银子 是用缝着牡丹的荷包装着的 听到她的答案 简老爷长长地叹了口气 失望地摇摇头 把简夫人写的答案递到她面前 那天的天气是大雨倾盆 却又还有太阳 是难得一见的阴阳天气 那二两银子 则是用缝着柳树的荷包装着的 后来我在街上无意间看到 你就是用的柳树荷包 才认定那人是你的 可怎么会不是你呢 简老爷说到后面 脸色变得有些恍惚 柳姨娘不由懊恼 这才想起来 当时自己看见过简夫人 在街上卖荷包 觉得她的绣品精致 荷包也做得漂亮 于是便停下来挑选 看到有一个荷包上面 绣着一棵柳树 正好与她的柳氏相合 就买了这个荷包 这么简单的答案 她怎么就没有猜对呢 简夫人也想起了这件事 直接开口说道 当年我就是靠着 卖这些荷包赚银子的 老爷看到的 估计是柳姨娘从我手上 买到的那个缝着柳树的荷包吧 她说着 让青草拿来 她平常没事实锈的绣品 拿出其中有柳树图案的绣品 递到简老爷的面前 简老爷当时看到的那棵柳树 应该是这种样子的吧 简老爷的头一看 果然就是那棵柳树 那只柳树荷包 她一直保留到今天 夜深人静之时 常常会拿出来妈撒一番 早就已经有些脱毛了 但上面的柳树图案 她记得清清楚楚 就是自家夫人秀的这个样子 简老爷表情恍恍惚惚的 身体有些站不稳 这么说来 我这么多年 真的是爱错了人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简夫人见她这个反应 脸色不由暗了下去 态度淡淡的道 老爷不肯接受这个事实也罢 就当那件事情从未发生过吧 反正你我也即将合理 真相是什么也已经不重要了 不 听到和离二字 简老爷顿时清醒过来 抬头深深的看着简夫人 既然我已经知道了真相 那就更加不会同意跟你和离了 简夫人心神猛的一荡 但很快又清醒过来 算了吧 你我这么多年的夫妻 你对我却始终是不冷不热 又怎么能指望 那二两银子的恩情 会让你改变心意呢 你并不是爱错了人 你只是对我没有爱意而已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放过彼此吧 你把和离书签了 从此你想要宠谁就宠谁 不会有人在妨碍你 不 不是这样的 简老爷摇了摇头 想到和夫人从年轻夫妻到现在 并非是没有感情的 否则又如何能生下三个儿子呢 那时候日子相当艰难 若是没有夫人在身边 一直给她支持和鼓励 她估计也很难坚持到今天 夫人给予她的温暖和扶持 在背后默默地承担起家庭和孩子的重任 让她心无旁骛地在商场上驰骋 她是记在心里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她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以后 就和夫人距离越来越远了 直到柳儿出现后 以为她就是那个给自己银子的女子 一颗心更是扑在柳儿的身上 对夫人的感情就越发没有了 现在真相大白 她才不得不承认 自己原来真的爱错了人 夫人 简老爷开口还想说些什么 却惭愧地说不出任何话 简夫人也不想再听她多说 直接碾人 请老爷和柳姨娘离开我的院子 天色渐满 我要带女儿休息了 柳姨娘盯着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简言 心中气恨 要不是这个死丫头 关键时候不给力 她不可能会让真相那么快就暴露出来 她开口道 夫人 把女儿还给我吧 如今我就住在老爷的房里 有些人们照顾着 孩子可以亲自照看 不需要你帮忙带了 简夫人连忙报警怀中的简言 是你自己当初不要她的 我已经让她入了我名下 从此她就是简府中的迪小姐 是我的亲女儿了 柳姨娘一听 当下就抹着眼泪哭了起来 老爷你看 夫人还真的抢了我的女儿 呜呜呜 夫人 你既然打定主意要跟老爷合离 却还把我的女儿挂在你的名下 你难道是想让我女儿 跟着你一起流浪再来受苦吗 此时想要弥补简夫人的简老爷 看到柳姨娘哭哭啼啼 顿时觉得心烦意乱 原本没有那二两银子的滤镜后 她便察觉到了柳姨娘的虚伪 只是不想那么多年的深情错付 所以才又故意不想承认 而如今 她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 只想能够弥补 被自己冷落多年的夫人 柳儿一回到府里 就忧思过重 情绪不稳 还是再回别院去好好地敬仰吧 简老爷说着 立即让人把简姨娘再次送回别院 任凭柳姨娘怎么呼叫求饶 简老爷都不予理会 简岩在简夫人的怀里 看得暗暗扎折 我这扎爹还真是受放自如啊 宠人家的时候那是真宠 不宠了就直接无情地把人赶走 这变脸比翻书还快啊 听见她心里的声音 柳姨娘气得个半死 还不是怪你 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的死丫头付出代价 等柳姨娘被带走后 简老爷这才小心翼翼地看向简夫人 有些讨好的道 夫人 我让柳姨娘又回别院去了 不让她住我屋里 这样你总该开心了吧 若是以前 简夫人心里定然是高兴的 可是现在 她只觉得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夫妻那么多年 感情越来越淡 难道就能靠当年的二两银子的恩情 又恢复到曾经的夫妻关系吗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与我无关 得控老爷还是赶紧把和利书签了吧 简夫人冷淡地说着 抱起简岩就回了房间 带上门 把简老爷关在门外 简岩心中解气 欢呼笑道 娘亲霸气 可不能让这渣男挥之急来 呼之急去 让渣男追起火葬场去吧 咱们女人要独自美丽 简老爷看着紧闭的房门 又听到自家闺女这番心里话 不由善善 灰溜溜地离开 接下来的几天 简老爷极尽讨好知能事 每天都会过来给简夫人送礼物 今天买个耳坠 明天买个发簪 再接下来又买衣服 又买胭脂水粉之类的女子之物 可却都无一例外地 被简夫人退了回去 晚上吃饭 也故意赖在简夫人的院子里不走 这天也同是如此 简老爷在外面做完生意回来 又一次来到简夫人的院子里 这一次 他给简夫人带来了几斤橘子 一进门 简老爷就笑呵呵地道 夫人 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了什么 是你最爱吃的橘子 简夫人看着几日 天天进他院子的简老爷 礼物换着花样送 就是只字不提和离的事 他叹了口气 道 老爷 你还是千和离书吧 何必白费力气弄这些呢 简老爷见这几天的努力 却还是没人打消 简夫人想要和离的心思 不由感到挫败 夫人 我这些天这样讨好你 你难道都还没能消气吗 没等简夫人回答 他就听见简言的心声响了起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你那么多年宠妻灭妻 把娘亲的心都喊成冰驼子了 竟然想几天时间就能捂热 你想天开了吧 对自家闺女这么一对 简老爷顿时没了剩 简夫人却宠溺地抱着简言 淡淡地开口道 老爷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吧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吃橘子 橘子酸 我牙齿不好 一吃就牙痛 可是你喜欢吃 孩子们也喜欢吃 那时候咱们家的日子艰苦 橘子是所有的果子中最便宜的 你只能买得起这个 所以我就装作很喜欢吃的样子 如今咱们家的条件好了 搬进这所大宅之后 你何时还看见我吃过橘子 听到简夫人这话 简老爷不由愣住了 好像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后 搬进了这所宅子 就真的没有见过夫人吃过橘子了 他甘大的转移话题 不喜欢吃 那就不吃了 我今天特意叫厨子 给你做了你爱吃的饭菜 快坐下来吃饭吧 孩子给我来抱好了 这些天他日日往夫人院子里跑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想要看见他的小闺女 虽然这闺女不待见他 总是在心里骂他扎爹 却挡不住他对女儿的喜爱 正要开饭时 柳姨娘身边的贴身丫鬟 突然匆匆忙忙地跑了过来 慌乱地禀告道 老爷不好了 你赶紧去看一下柳姨娘吧 她突然晕倒了 听到这丫头的话 简夫人不由抬眼看了一下简老爷 老爷还是去看一下柳姨娘吧 她还在坐月子呢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那可是会落下一辈子的毛病呢 简老爷稍微起了一下身 却猛地反应过来 夫人这是在试探她呢 还有一屁股坐回凳子上 转身对那丫鬟训斥道 没看到我正在跟夫人用晚膳吗 她晕倒了 你赶紧去请大夫啊 请我有什么用呢 我又不会看病 听到简老爷这话 柳姨娘的贴身丫鬟欲言又止 最后什么也没说 转身便离开了 这是柳姨娘进府以来 第一次在简老爷跟夫人一起吃饭时 途中被柳姨娘打扰 简老爷没有半途离开 简老爷满心以为自己这么选择 肯定会得到闺女和简夫人的欢喜 没想到却又听见自家闺女在她怀里 又骂了她一句渣男 真不愧是渣男 对我娘亲也渣 对我亲娘也渣 真是个渣渣 当然也不排除柳姨娘其实是装的 简老爷顿时哭笑不得 这丫头不是像是夫人的吗 她现在故意冷落柳 讨好夫人 怎么还是被她骂 她怎么做什么都不对 简夫人垂下眼眸 不去看简老爷 只是看着她怀里的简言 道老爷 还是把孩子拿给我抱吧 小丫头在自家跌跌的怀里敢这样骂她 她总担心 老爷会感觉到小丫头对她的不敬 会气得把她给丢在地上了 不用 我这一天在外奔波劳碌 只有抱着小闺女 才觉得浑身轻松一些 简老爷换了个手继续抱着 看着简言的眼神 充满了父爱的宠溺 简夫人稍微松了口气 还好老爷并没有听见闺女心里的声音 不然恐怕不会觉得轻松了吧 饭菜端上桌 简夫人看着这一桌子的饭菜 脸上的笑容逐渐僵硬 简老爷并没有察觉到 拿起筷子一个劲的招呼道 来来来 快吃吧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特意叫厨子给你做的 说着 加了个鱼尾 先吃一个你最爱吃的鱼尾 随后又加了一个菜包子 还有你爱吃的菜包子 却半天没有看到简夫人动筷 她不由抬起头来 夫人 你怎么不吃呢 简夫人把筷子放在桌上 神色清冷 看来老爷对我的关心和注意 一直都停留在咱们最贫苦的时候 怎么了 简老爷不知道自己哪里又做错了 这些难道不是你最爱吃的吗 简夫人把碗里的鱼尾巴拿出来 面无表情的道 老爷以为我为什么喜欢吃鱼尾巴呢 以前咱们家穷 鱼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吃上 我们一大家子就吃两条鱼 我怕不够你们吃 才说自己喜欢吃鱼尾巴 如今咱们家有了条件 老爷还是让我吃鱼尾巴吗 难道我就不配吃鱼肉 她说着 又把碗里的菜包子夹出来 放回盘子里 还有这个菜包子 不是因为我爱吃 而是因为我们家当时只吃得起这个 如今咱们肉包子也吃得起了 我为什么不能选择肉包子呢 还有这个酸姜豆 腌萝卜 臭豆腐 简夫人用筷子一一指着桌上摆的那些菜 沉冷地诉说着 这些都不是我最爱吃的菜 而是当初我们吃得起的菜 所以老爷 夫妻那么多年 你却连我爱吃什么都不知道 简夫人站了起来 不由分说地从简老爷怀里 把简炎抱走 冷淡地开口道 老爷还是走吧 尽快把和黎叔签了 从此咱们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 说完 抱着简炎钻进了房间 简老爷坐在餐桌旁呆呆地 看了半上 仿佛是做错事情的孩子 看着满桌的饭菜 喃喃自语 一桌子的菜 难道就没有一个喜欢的吗 晚上睡觉 简老爷抱着自己的被子 想要钻进简夫人的房间 却被简夫人把被子丢了出来 扔在地上 简老爷被赶出房间 狼狈地一边捡起自己的被子 一边掩面扫地的怒骂 你就不信我真的把你修了 简夫人把门开出一条缝 伸出头来 清冷一笑 好啊 我就等着你把我给修了 简老爷值得把话重新咽了回去 灰溜溜地拿着被子离开 眼看简炎快满月了 简夫人开始筹备要给他办满月酒的事宜 他的几个儿子却来了 看到他在自己的院子里过得好好的 不由地劝说道 母亲 如今柳姨娘被爹爹赶到别院 爹爹又每天都来讨好你 你已经算是赢了 就别再跟父亲置气 赶紧原谅他 好好跟他过日子吧 是啊 这些天你跟父亲闹脾气 咱们家什么事都不顺畅了 家合才能万事兴了 听见这三个儿子的话 简夫人脸上的笑意顿时拉了下来 你们要是来替你父亲当说客的 那就回去吧 三个人没想到 系上一次被赶走之后 这一次隔了好几天才过来的 又要被赶走 母亲这是不爱他们了吗 看着母亲满眼都是宠溺的 抱着怀里的女娃娃 每次来都见他爱不释手的抱着 就没放下过 几个人的心里忍不住一阵酸涩 母亲的眼里曾经全是他们 现在却全是一个姨娘的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了 简一忍不住咳嗽一声 母亲 这孩子还没有满月 你一直抱着也不行啊 总得让他躺在床上自己睡吧 简夫人没有理会他 一旁的青草忍不住回答 之前有萧小想要钻进房间 害四小姐 夫人不放心 小姐一个人在房间 去哪里都抱着 三人顿时无语 谁会害一个姨娘生的女儿呢 害她能有什么好处 简夫人抬眼扫了一下 自己的三个儿子 清冷地道 你们要是来看妹妹的 那就继续留下来 要是为了你们父亲的事 那就可以走了 听到这话 三个人立即走了过来 我们是来看妹妹的 这是简言从出生以来 三个哥哥第一次认真地看她 第一次抱她 简言睡得正香 并不知道自己正被三个哥哥 轮流抱了一圈 原本对简言是柳姨娘所生的女儿 对她有些排斥的三个兄弟 在看到简言那白嫩软弱 漂亮精致的小模样后 心里都忍不住软了下来 不知不觉地生出喜爱之意 几个人抱到简言之后 都舍不得放手了 眼看三个儿子正香 抢着要抱简言 简夫人生怕把她给摔了 连忙又把闺女夺回来 行了行了行了 给你们抱过一下就好了 抢什么呢 可别吵醒妹妹了 然而已经晚了 简言已经被这番动静吵醒 大眼睛咕噜噜地转着 这丫头睁开眼睛后 就更漂亮了 长大以后 怕是比那柳姨娘还要美呢 三个哥哥忍不住感叹出声 说到柳姨娘 他们这才又想起此行的目的 父亲交代他们的任务 他们都还没有完成呢 于是又连忙开口道 母亲 那柳姨娘在美 现在也被赶到别院去了 说明父亲心里还是有你的 你就别再和父亲生气了 现在父亲还念你的好 舍不得同你和离 你要是闹得太过了 真同父亲和离 恐怕你得毁的肠子都要清了 要是和离 没了父亲和我们三个儿子 你以后该怎么过日子 女人总要依附着男人的 不然处境会很艰难 你根本就养活不了自己 听见这三个儿子的话 没等姐夫人开口说话 简言就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了 谁离了谁还不能活了呀 想当初娘亲还没有嫁给扎爹的时候 她只是卖自己绣的荷包 就能赚银子 帮助扎爹 养活全家老小了 她的经伤头脑和眼光 可比扎爹要厉害得多 简易 简额 简萨兄弟三人 初时被凭空冒出的稚嫩乃音 给吓了一跳 细听之后 发现这声音好像是母亲怀里的 那个小丫头发出来的 整个人都要惊飞了 她们 她们的这个小妹 居然会说话 可仔细一看 只见小妹眼睛咕噜噜地转着 小嘴巴闭得好好的 并没有像是在说话的样子 她们很快就反应过来 难不成这是小妹心里的声音 正又惊又疑的时候 却听到她的声音 又继续响了起来 唉 真可惜呀 娘亲后来嫁给扎爹 就只是在帮扎爹 做生意的时候 给出帮助和建议 让扎爹在生意上的路 越走越宽 越走越顺 更是在生了这几个哥哥后 娘亲为了照顾家庭 都没有机会展现 自己的经商才华 要是让她来做生意 肯定能比扎爹做得更厉害 唉 女人啊 就是被家庭给困住了脚 要是有一盏拳脚的机会 可不一定会比男人差 听到简言的这番话 简夫人里面的血液 仿佛沸腾了起来 整个人都有些激动 没想到 自己在闺女的心目中 竟然是那样有本事 想起自己曾经在市井之中 贩卖刺绣荷包的情形 那时候也有不少人在卖荷包 但都没有人卖得比她好 因为她懂得想办法吸引客户 又懂得如何让客户 再介绍客户来跟她买 所以挣得比同行的人都多 可她从未想过 这是什么本事 如今通过闺女心中的夸赞 她突然发现 自己原来也有一技之长 有可以养活自己的本事 她不由有些心痒痒的 若遵照闺女所说 自己如果也有 大展拳脚的机会做生意 还能做得比老爷更好 那她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内心激动的她 并没有注意到 自家三个儿子的异常 兄弟三人 也没想到 自己曾经以为 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人 没多少见识的母亲 居然还有这样的厉害之处 回想了一下母亲的种种 确实在父亲做生意 遇到难题时 都会来找母亲询问一二 很快就有了解决的方案 而大哥也在账户上 算不清楚时 也会来找母亲解决难题 那时候的他们 只以为母亲 是跟父亲在一起久了 耳濡目染之下 才有了一点见地 没想到 原来是他们的母亲 本身就有这样的天赋能力 意识到这一点后 他们对自家的母亲 由原先的随心所欲 不知不觉肃然起敬 不过 让他们感到不解的是 他们怎么会突然 小妹的心生了 为了一探究竟 三人一口同声地 向简夫人开口 母亲 再让我抱一下妹妹好不好 简夫人舍不得 你们刚才不是抱过了吗 几个人满脸的热气 抱过了 也可以再抱一下吗 谁叫这小妹 竟然长得这么可爱 难道母亲不希望 我们这几个哥哥 宠爱妹妹吗 听到兄弟几人这话 简夫人想想也是 这才把简言再次放给他们 一个一个地来 不许抢 不然把妹妹摔着了 我跟你们没完 这是温柔的母亲 第一次跟他们说狠话 不过没有一个人在意 他们现在更在意的是 他们的这个小妹 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存在 居然能让他们听到心声 简言再次被几个哥哥 轮流抱着 不过这一次 他是醒着的 第一个抱着他的是大哥简一 简一满是探究地盯着他 他也一脸认真的观察着简一 这大哥长得不错呀 一看就是那种成熟稳重的男人 年纪轻轻 就帮扎爹打理家业 掌握着家里的一半 财政支出权 听着简言对大哥的描述 其余两兄弟心里暗暗惊奇 这小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还没出院呢 居然这么了解大哥的情况 而简夫人则是已经习惯了 简言仿佛无所不知的能力 内心十分淡定 表面上也看不出丝毫破绽 母子几人都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 认真的聆听着小丫头的心声 谁都没有注意到 其他人的状态和自己一样 却在听到简言说到下半段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猛的一个机灵 只是可惜呀 这个大哥最后敬中了美人计 被一个青楼女子迷得五魂三倒的 最后散尽家财 害得家里最后出事时 想要拿点银子来打点一下 都拿不出 什么 母子几人听到简言的心声 心中皆是一震 谁都知道 简一是兄弟几人中最精明的一个 亏本买卖不会干 想要从他手里拿钱 也要有充足的理由 否则很难申请得到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居然会为了一个青楼女子 散尽家里的钱财 简一也不敢相信 小家伙说的是自己 她向来把钱看得比任何东西都还重要 怎么可能会被美色所引诱 散尽家财呢 而且还是青楼女子 不是她 这绝对不是她 一定是这小丫头 自己啥都不懂 胡说八道的 众人还在震惊之时 却听见简言 心里又继续说道 那个女人是怎么施展美人计来着 哦 想起来了 听到重点 在场所有的人耳朵都竖了起来 腰背也不知不觉的 像简言那边倾斜 大哥好像是被扎爹 叫去拉一些布匹的 结果经过一条街道时 被一个蒙面女子拦住马车 那女子情自迫切 求大哥救她一命 大哥见她很急的样子 就帮了一把 结果那女子在马车里被颠了一下 故意重心不稳地扑进大哥怀里 借机把蒙面筋给弄掉 露出漂亮的熔岩 在那密闭的空间 还有颠簸的路况 加上女子时不时地和大哥肌肤相撞 散发出了诱人迷香 大哥当时就被她给美呆了 气氛到位之后 女子又楚楚可怜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说自己本是个富家小姐 却被继母卖到青楼 她不从 就只好逃跑 这才碰上大哥 然后这女子开始求大哥救她 说愿意以身相许 然后大哥就开始被她套路了 救着救着 就出了感情 开始愿意为这个女子各种花钱 却不知道 这女子其实早就知道 她是简家大公子 在家里掌管着万贯家财 这才盯上她 从她手里骗钱 直到家里有难 大哥让她还些钱财和珠宝首饰时 她才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说如今大哥钱财已经被掏空 她也该找下一个目标了 气得大哥当场吐血 大病一场 原本壮实的身体 最后去气急攻心 成了病秧子 听到简言这话 几个人忍不住唏嘘 但也只当是故事听听而已 心里不大相信 这件事情真的会发生在简易的身上 因为家里奴仆众多 拉不匹这种事情 爹爹不可能会叫大哥去 简夫人对此感到半信半疑 而三兄弟则直接是一点都不相信 觉得小家伙肯定是在胡思乱想 所说的事情没有半分考据 谁知 三人正这样想的时候 管家突然来报 对简易道 大少爷 老爷怀疑负责拉送不匹的林总管 从中盗取不匹谋私利 让你明天也跟着去拉送不匹 暗中寻找他谋私的证据 听到这话 简夫人和三个少爷心中皆是一领 紧紧地盯着总管 要不要这要巧 总管觉得莫名其妙 他只是转告了一下老爷的话而已 怎么在场的几个少爷和夫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简易突然不想放下手里的小妹了 这简直是未卜先知的小神娃呀 他好想要把她抱走 看看还能听出些什么 好 我知道了 简易恋恋不舍地抱着简言 希望再多听一些他说的话 其他人此时还处于震惊之中 不得不相信简言所说的话 看来他们自以为是的常理 都不如他们家小妹预知的能力 若小妹所说是真的 那明日大哥拉不皮去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从中做梗 不让那个心机叵测的女人诱骗大哥 简萨迫不及待地伸手要去抱简言 却被二哥简额给拦住 按顺序 你是老三 当排第三 简萨直得懊恼地把手收了回去 眼巴巴地看着简言进了二哥的怀中 简言看见三哥想要抱自己 却被拦截 忍不住有些好笑 三哥哥 你虽然排行第三 但你可是男主哟 可以一直活到大结局的呢 男主 听到新生的几个人 不由觉得奇怪 简额抱着简言颠了颠 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我的个乖乖小妹 现在抱着你的 可是二哥哥我 你能不能想点关于我的事情呀 他这么一颠 果然让简言的目光看向了他 在看到简额的时候 简言的目光顿时一亮 这二哥长得白白净净的 一看就是读书人的样子 不过却是家里遭遇比较惨的 寒窗苦读 好不容易高中状元 结果却被最信任的同窗好友 这好友叫什么名字来着 好像就是叫张栋的 被这个张栋盗盗取了成绩 连个名次都没排上 等发现好友到了他的成绩时 好友已经稳坐朝堂了 他去找好友质问 反被好友打入监狱中 下毒将他毒哑 又将他的手脚砍断 让他说不出真相 可真是太惨了 听到简额这样的遭遇 在场的几个人 感觉到一阵窒息 简额更是不敢相信 他最信任的同窗 乃是出自寒门的张栋 他看张栋家境贫寒 无钱买书和生活供应 便处处照顾 从家里拿出银子给他 又共享他自己购买的科考书籍 两人在科考这条路上 常常一起探讨学究 相扶相伴 他怎么可能会背叛自己 其他人也是满脸同情 和担忧地看着简额 那个张栋他们也是知道的 家里常常穷地揭不开锅 简额为了帮助好友 会经常把他叫到家里来一同吃饭 所以他们多少也认识 那个张栋看起来寡言少语 还挺有谦逊的 没想到最后 竟然会做出忘恩负义这种事 看来他们得想办法 让简额少跟那个叫张栋的来往为妙 该我了 简额再次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抱简颜 简额呆呆地 任凭他把简颜从怀里抱走 还处在日后 会被同窗置有被刺的不可思议中 他对张栋有情有义 竭尽所能地帮助他 为什么张栋最后 却要那样对待自己 他不理解 难道张栋学了那么多年的书 学的却是如何忘恩负义 踩着同窗好友的肩走上高处吗 被简额抱进怀里的简颜 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三哥哥 忍不住先来了一个叹息 要说这三个哥哥里 就属这个三哥哥最傻了 大哥哥是被诱骗 二哥哥是被朋友出卖 而咱们的这位男主角呢 却是哥们义气 主动帮人家背黑锅 结果把一家子都背到了大牢里 造成一家子被抄家灭门的间接原因 什么 抄家灭门 兄弟三人身体皆是一晃 他们家好好的 怎么会被抄家灭门 早就已经听说这消息的简夫人 反应就淡定许多 只是他现在才第一次听到 被抄家灭门的间接原因 竟然是自己这傻儿子 主动替人家背黑锅 没想到这三个儿子 一个比一个更不让人省心 难怪这小丫头说自己是个好人 却不是个好母亲 原来他养出来的这三个儿子 不光是白眼狼 还是惹祸精 竟然把家败成这样 看来他要尽快跟老爷合离 自己在外面早做准备 不然捡家真的大难临头 所有人都被抓起来 连一个在外照应的人都没有 想到这里 他脸色冷了下来 伸手从老三的手中 把简简言抱回来 行了 你们妹妹看也看了 抱也抱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就赶紧走吧 要是为了给你们的父亲当说客 让我不要同他合离的 就不用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我是不会同意的 听到这话 兄弟三人这才从简言所说的 那些信息里清醒过来 忙道 母亲 你就算不是为了父亲 也当是为了我们吧 难道你就真的忍心不管我们了吗 老大简一道 之前的账目问题 我去找父亲请教了 但是父亲说的尖色难懂 我多问他一句 他就没有耐心了 还是母亲跟我讲解一下吧 简额也一脸泄气的道 母亲让我自己去买笔墨纸验 我也自己去买了 可是书写起来的感觉 和母亲给我买的那些文具都不一样 笔会掉毛 墨会结块 纸张也不够顺滑 还是母亲帮我去买吧 简萨抬起自己刚刚买的一双新鞋 一脸痛苦的模样 这外面买的鞋子我穿得实在难受 还是母亲给我做的鞋子舒服鞋 母亲 你就再给我做双鞋吧 这些事情 以前母亲不用等他们叫 就会自动帮他们做好 他们从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如今母亲放手不帮做了 他们才发现 母亲曾经帮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谁都代替不了 简夫人见他们之前 就来找他帮忙做的事情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好 不由皱起了眉 这些都是小事 你们竟然都还需要 等我来帮助你们吗 三人一口同声 既然是小事情 母亲又为何不肯帮我们了呢 听到三人这话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简颜 忍不住在心里暗暗吐槽 就是这些小事 娘亲都帮你们做得太仔细了 所以你们才习以为常 却不知道 娘亲为了你们费了多少心力 娘亲不是老师 但却能通俗易懂的 给大哥讲解账目的问题 那是因为 他为了能帮上大哥的忙 特意去学堂跟先生学习过 才能把账目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让大哥可以一听就懂 还有二哥的那些笔墨纸验 娘亲可不是在哪家店铺 随随便便买的 他可是跑了十几条街 才在不同的店铺 把最好的笔墨纸验给凑齐的 就为了让二哥在书写的时候 三哥之所以觉得买的鞋 没有娘亲做得好 那是因为 只有娘亲最了解他的脚 三哥喜欢舞刀弄枪 脚下的功夫也没少 娘亲为了给他做出一双 适合他练舞的鞋 两了又凉 不知画了多少张图纸 熬了好几个日日夜夜 一针针才给他做好 这些不期言的小事 你们自己都做不好 三番两次的找娘亲来帮你们做 还好意思说 娘亲带你们这样好 可你们却还处处嫌弃娘亲 没有那柳姨娘有才艺 有样貌 甚至还觉得 爹爹宠妾灭妻很正常 真是让人寒心 简言这一番话 让简夫人感动得 几乎要哭出来 这孩子小小年纪 竟然这般懂事 既能看到他对这几个孩子的用心 又能明白他心中的委屈 怎叫他不喜欢 三兄弟则是惭愧不已 没想到他们看来 不过是一件小事 母亲竟然如此用心 难怪在母亲放手不管之后 他们做什么都不顺意 原来他们的事情除了母亲 不会有人比他更加细致和用心了 而他们对母亲的回报却是 对母亲如此轻视 父亲宠妻灭妻 他们不但没给母亲撑腰 反而还对他落井下石 认为他不该同柳姨娘争宠 只要守住正式的地位就行 如今回想 他们这样的儿子跟逆子有什么区别 还不如不是母亲亲生的小妹 小妹起码是非分明 虽然是柳姨娘亲生的女儿 却没有丝毫偏袒 反而能看到母亲的难处与付出 比他们更像是母亲亲生的孩子 三人没有在等母亲的答复 低头离开 简老爷听说 三兄弟从简夫人那里出来以后 立即去找他们询问情况 谁知兄弟三人对他都没有好脸色 父亲从前是如何对母亲的 如今也是该还的时候了 简老爷顿时傻眼 他是让这几个儿子去帮他当说客的 没想到反而多了几个和他志气的人 没有办法 简老爷只得决定自己再次亲自上阵 毫无悬念的 他又一次被夫人给赶了出来 不过他还有一个绝杀之计 只要说自己是看女儿的 夫人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夜晚时分 他抱着简妍仍旧赖在夫人的房间不走 简妍睡了又醒 醒了又睡 每次醒来 看到自己还躺在爹爹的怀中 都有些感叹 他这个扎蝶脸皮是够厚的 此时的简夫人还在挑灯盘算 今天他从简妍的心声里 重新捡起了斗志和信心 若是他自己做生意的话 会不会贬相公好 不管怎样 他都想要试一次 不给自己留遗憾 简老爷在旁边看他认真的忙活着 昏黄的烛光之下 他突然觉得 自家的夫人有种别样的美 这是一种和柳儿那种皮相的美不同 夫人的美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吸引力 让人不知不觉的着迷 简妍再次从睡梦中醒过来 就看到自家的扎爹 正如同吃汗一般 眼尖一眨 也不眨地盯着他家 正在认真做筹划的娘亲 而娘亲却一个眼神都不给他 简妍忍不住暗叹 哎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啊 这时候 简夫人似乎遇到了难题 左手扶额 眉头青醋 用手中的鼻 怎么都没办法画下去 简老爷见这是个机会 立即凑过去看 他也没敢出声打扰 就在旁边静悄悄地站着 他看了一下简夫人做的策划 暗暗心惊 忍不住开口询问 夫人 你这是打算要做生意吗 简夫人点点头 态度有些不理不睬 简老爷讨好的道 我看你如此烦恼 是资金上遇到难题了吗 或许为夫可以帮你一把 不用 简夫人脱口而出 想要保留自己的骨气 简妍却在心里忍不住叫了起来 为什么不用啊 你们是夫妻 夫妻的财产可是共同的 娘亲啊 你可千万不要觉得要她的钱 是她帮你 这本来就是你应得的呀 你要不是在家相夫轿子 哪能有她在外面心无旁骛地打拼 听到简妍的话 夫妻俩都有些诧异 简妇人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的道理 相公在外奔波做生意挣的钱 居然还有他的一半 简老爷却是忍不住 挂了一下简妍的小鼻头 这小丫头还真能向着她母亲 居然连夫妻共同想 有产业的事都能想得出来 不过这会儿倒是让她想到了办法 自己想要献殷勤被拒绝 或许可以用这个理由试一试 想到这里 简老爷再次开口 夫人不必客气 我如今有这样的家财 也是因为有你的付出 这些家财少说也有你的一半 你若需要 尽管拿去 不用跟我置气 觉得是我在帮你 听到简老爷这话 简夫人顿时呆住 没想到老爷竟然也有这样的想法 觉得他简家的产业也有他的一半 简夫人不由抬眼看向简老爷 有些不敢相信 这话竟然是从他的口里说出来的 他想到简严的话 当下也没有再客气 淡淡地道 既然你如此诚心 那我就收了 夫人 你这桩生意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做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简老爷立即顺杆子往上爬 简夫人伸手摸了摸简严粉嫩的小脸蛋 满眼皆是宠爱 先等严保满月再说吧 第二天 简一听从简老爷的话 跟着林总管一起去拉布皮 他脑子里一直回想着 昨天在简严那里听到的消息 神经紧绷十分警惕 谁知刚要出门时 他的两个弟弟也突然跟了出来 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 两人一口同声 简一顿时奇怪 这两人怎么突然那么殷勤 这时候 简额的同窗好友张栋走了过来 邀请简额一同去书斋看书 这是他们每天都会做的事 张栋家虽然住在另外一条巷子 但却都会每天绕道过来找他 这让简额觉得他很看重自己这个朋友 因此对他越发的交心 然而此刻 简额想起昨天在小妹那里听到的消息 心中不免有些犹豫 不知道是该相信小妹的话 从此和张栋保持距离 还是应该再相处一段时间 认真地观察一下张栋的为人 正想该怎么做时 却听见自己的两个兄弟比他还快地对张栋开口道 他没时间 要跟我们一起去送不疲 他以后都没时间了 你想要去书斋看书 自己去看吧 我们家书很多 够他看的 不必跑到书斋去 听到这话 张栋惊讶地瞪大双眼 看向简额 简额略微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跟着一同点头附和 笑道 不错 今日我要去跟哥哥一起送不疲 就不和你一同去书斋了 以后你也不用来叫我了 我想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书 可是 张栋顿时着急起来 眼看简额就要上马车了 他连忙追过去 再次把他给叫住 道 既然你不去书斋读书了 那你可否将书斋的进出腰牌借给我 不然我进不去 兄弟听见这话 可算是明白了 张栋之所以每天都来叫简额去书斋 不是因为他们两人交好 而是因为简额有书斋的腰牌 张栋得靠着他才能进去 如今简额说自己再也不去书斋读书了 张栋关心的 只是自己能不能去书斋念书的问题 并不关心自己的好友不去书斋读书了 会不会影响考试的发挥 他对简额的友情是否真心 从此可见一斑 没等简额回答 简易和简萨就抢着帮他拒绝道 那腰牌可不是随便接人的 你要是用他进书斋发表一些不好的文章 日后岂不是赖在我家简额的头上 说完这话之后 也不等张栋再开口 兄弟俩一人拖着简额的一只胳膊上的马车 张栋眼看简额似乎有意和他疏远 心中顿时焦虑 他家境贫寒 要不是靠着简额 他连参加考试的报名费都没有 不行 他还需要简额这个朋友呢 既然简额今天有事情 那他明天再来找他 兄弟三人见张栋离开 各自暗笑 正要让车夫赶马 却见简夫人身边的贴身丫鬟青草 也急急忙忙跑了出来 说是要帮夫人给小姐扯一些不做新衣裳 满月宴的时候小姐可以穿上 三人一听是给妹妹做新衣服 立即让青草也一同上了马车 一个人送布匹 三个人跟着 一路上 简额一直都在留意着外面的动静 生怕真有谁像妹妹所说的那样 拦住她的马车闯进来 简额和简萨也同样关注着外面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就立即行动 夏草在外面也跟着东张希望 她得了夫人的吩咐 说是让她在跟这趟马车的时候 留心不要让任何女子靠近大少爷 几个人怀着同样的心思 等候着那个即将要到来的女子 可是就快要到拉布皮的目的地了 却还是没看到那个女子 几个人突然有些动摇 或许小妹说的话不是真的吧 他们也太把小妹心里想的事情 当一回事了 正这样想的时候 却听见前面有一阵动乱 只见一个女子蒙着白面纱 朝他们这辆马车跑了过来 来了来了 他来了 马车上的几个人立即来了精神 看来小妹说的果真不错 只见那个女人一副慌不择路的样子 看到他们的马车就要爬上来 在外面的青草连忙将女子拦住 你干什么呢 里面坐着我们家的少爷 启荣你随意冒犯 那名女子立即向里面苦苦哀求道 里面的少爷求你救救我 有人在追我 我要是不能摆脱他们 就要被他们拉去卖身了 求您救我 再我一程 让我逃过他们的追捕吧 简额和简萨先开车连 没好气地对那女子说道 我们马车里面已经坐满了 你去别的地方躲起来吧 那女子顿时傻眼 没想到里面竟然坐了三个少爷 以至于里面的空间确实有些急 似乎没有她的容身之地了 她脑子很快就活落过来 这里有三个少爷 无论是哪一个 只要被她迷住一个 那她今天的这场戏就 打算是到目的了 想到这里 那女子当即就颜面痛哭起来 求几个少爷行行好 救救小女子吧 小女子不想被人抓去青楼卖身啊 若是几位爷能救了小女子 小女子愿意以身相许 话说完 她就把手放了下来 还故意不小心地将面纱给扯掉 只见面纱下的那张脸 果然生得不错 画着精致的妆容 配上那一双含着眼泪的眼睛 看起来楚楚可怜 兄弟三人因为有了简颜的话 因此一直防备着 如今看到这个女子把真容露出来 便也多了几个心眼 哪家姑娘在逃难的时候 还把妆容化得如此精致美丽的 这不就是等着让人上宫吗 简萨少年一起 看到这个女子果然照着妹妹的话 故意露出真容 让自己的哥哥沉沦在她的美貌之下 当即便有所针对的故意道 就你这张脸 还想对我们以身相许 我呸 这副尊容我们兄弟三可瞧不上 听到简萨这话 简衣和简额都有些不可思议 子女虽然另有目的 但长相确实不错 没想到他们这山地 居然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不过这女子竟然抱着目的接近 再美得容颜 那也是蛇蝎心肠 兄弟俩当下也附和着简萨的话 跟着一同点头 露出一脸嫌弃的样子 姑娘这般容貌 我们府里的丫鬟 随便捡一个都生得比你美 就这个跟我们赶马车的丫鬟 都长得比你美艳 你这想要以身相许什么的 就算了吧 那女子被这兄弟三人 说的怀疑人生 她可是最出色的兽马 模样身段 都比平常女子要出色许多 她靠着这张脸 都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富家公子 从他们身上榨干钱财 怎么在这兄弟三人眼中 她竟长得有如此不堪吗 还说府里的丫鬟 随便一个都比她好看 可她看马车外面的这个丫鬟 长得可比她差远了 怎么会是比她好看呢 这兄弟三人是什么眼神 此时的青草也有些匪夷所思 没想到她家的少爷 竟然会认为 她比这个女子更好看些 几个少爷的眼睛没问题吧 想起夫人交代给她的事情 青草没有再继续多想 冷着脸对那个女子道 你这女子好不知羞耻 我家三个少爷都在马车上 你难不成还想要挤进去 跟他们同城一起 你这样和被人卖去青楼 有什么区别 你 女子被青草说得脸色难看 跟她没什么好说的 便抬眼看一下车内的几个少爷 再次伴着楚楚可怜的模样 两只眼眶蓄满了泪光 几位少爷 当真要对小女子的遭遇 见死不救吗 简萨心知口快地道 对 没错 你太丑了 就别人都比就你好 反正你这样的长相 对抓去青楼 也不会有人看得上 你就老老实实地跟着去吧 说完 对外面赶马车的青草 和另外一个车夫 大声命令道 还不赶紧走 凭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女的又不是一面高强 难不成还能把整个马车 都给堵到走不动到了 简易和简娥 索性朝着追赶过来的 那几个壮丁道 你们要抓的人在这里呢 赶紧把她带走 免得挡了我们的路 那几个抓人的壮丁 本就和这个女子是一伙的 看到这女子 还没有照着她们的计划得逞 于是故意跑慢了一些 装作找不到那女子的模样 在后面东张希望 给女子争取更多的时间 如今听见简家 这两兄弟的叫喊 他们不得不装作 发现那女子的模样 硬着头皮走上前来 洋装凶恶地 把那女子 慢慢咧咧地给抓走了 这还是她们 头一次踢到铁板 往常只要她们的这个女同伙 露出迷人的笑容 那些被她们看中的目标 早就已经软下来了 跳入她们 精心设计好的网络 但那女子和那几个 抓人的壮汉都走了以后 兄弟几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相识一笑 都暗自庆幸自己 能听见了妹妹的心声 挽救了这次危机 否则大哥肯定会着了倒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听到妹妹的心声 仿佛有了某种超能力 自己应该肩负起 拯救全家的担子 青草也笑了起来 夫人交给她的任务 总算是完成了 不过 她还是得要跑一趟不装 夫人让她给小姐 扯不做新衣裳 可不是说说而已 几个人拉好布匹 回来的时候 看到一群公子哥 正走在路上说说笑笑 几兄弟一看 正是平日里 简萨最喜欢混在一起的 那些公子哥们 这些公子哥中 有朝中权贵家的少爷 也有和他们一样 是商谷富户家的公子 简老爷很支持 他跟这些公子哥们混在一起 觉得他们有权有势 日后简家若是有势 还能让他们帮下忙 简萨每天出去早出晚归的 就是和这群人混在一起 他们都有共同爱好 都是喜欢比武射简 骑马摔跤的 简萨在马车里 看到这群人说说笑笑 朝着一个方向走 当下便猜出 他们要去干什么 忍不住开口打招呼 几位兄弟 你们这是要去骑马吗 我跟你们一起去 说着就要下马车 简易和简娥 不约而同地伸手拉住他 简易端起兄长的架子 一脸严肃地看着简萨 三弟 我劝你还是少和这些人来往 简娥也认真的道 大哥说得不错 这些公子哥们 各个家事不俗 平常没什么事还好 一旦出事 我们家可得罪不起这些权贵 被两个哥哥这么一说 简萨也突然想起来 自己在妹妹那里听到的声音 说他会傻乎乎的 为了这些兄弟背黑锅 害得全家跟着他一起 被关入大牢 更是成为害全家 你那里抄家灭门的间接原因 可如果他不主动 去跟这些兄弟背黑锅 那不就是可以避免这种悲剧了吗 让他一下子 跟这些和自己 有相同爱好的兄弟们疏远 他一下子还不能做到 他正想找理由 继续跟兄弟们离开 却听见青草突然开口说道 对了 夫人跟我交代过 说几位少爷拿了布皮之后 若你们能做到哪都不去 按时回府 便允许你们 再去他的院子抱抱小姐 听到这话 兄弟三人眼睛顿时一亮 此话当真 当然是真的了 夫人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呢 青草肯定的点点头 简萨当下也没有了 和几个兄弟一起去骑马的心思 收回要迈出去的脚 又稳稳的坐回马车里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 赶紧回府吧 那几个公子哥 见简萨又坐回马车 不由上前 先开马车的车窗帘子 把头凑过来 简萨 你这是干什么 不跟兄弟们一起去骑马了吗 咱们先前不是约好了 简萨摆了白手 拒绝道 不去了 不去了 我要赶紧回家看我家妹妹 你家妹妹有什么好看的 平常不是可以看吗 几个公子哥无法理解 简萨满脸都是 对妹妹的喜爱和宠溺之意 你们不知道 我家的妹妹可爱极了 一天不看心慌慌 那些公子们 见简萨这副宠类的模样 顿时有些无语 但也没再强求 简萨和简娥 看到三弟没有再继续 跟那群公子哥离开 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看来 他们会那么费那么多唇舌 劝三弟都没有用 只能搬出妹妹 才能留得住他呀 兄弟几人回到大宅 立即迫不及待地 冲进自家年轻的院子 想到他们家的小妹 他们此刻的心里 充满了期待和宠爱 他们家的小妹 不但模样可爱 而且还奇妙得很 竟然知道许多未来之事 要不是母亲不许他们打扰 他们真巴不得 天天腻在小妹身边 听听她心里的声音 简夫人只觉得 自己的几个儿子 对严宝的态度 一下子变化很大 刚开始的时候 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 谁知给他们看了一眼之后 他们就忍不住着要抱 这一抱 好了 个个都抢着要抱 不肯撒手 看着眼前这几个 为了能抱到严宝 而争吵的儿子 简夫人突然有些后悔 自己让夏曹 把他们叫到自己的院子里 说他们可以看妹妹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可她又担心 这几个儿子在外面 真遇到严宝说的那些事情 给简家带来灾难 行了行了 你们的宝贝妹妹还没出院呢 哪里经得起 你们这样抱来抱去的 万一把她给伤着了 看你们上哪再找一个妹妹去 简夫人忍不住训斥 兄弟几人这才收敛 生怕真的把妹妹给伤着了 这才没有再继续争抢 把妹妹放到窑床里 结果 小小的人是放在窑床里了 三个大男人却蹲在窑床边上 痴痴地盯着她看 完全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简妍被三个哥哥抱来抱去的 颠簸了好一阵子 这下躺在窑床里 想着总算可以安安静静地睡一觉了 结果却看到三个哥哥 眼睛不灵不灵地盯着自己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哥哥们啊 你们这样盯着我 让我怎么睡觉呢 多不好意思啊 听到简妍心里这话 几个哥哥都忍不住好笑 这小丫头居然还会觉得不好意思 咋这么可爱呢 简夫人也听到简妍的心声了 见这几个人高马大的儿子 围在一个小窑床边上 半蹲半战 很是滑稽 忍不住也觉得有些想笑 脸上却仰怒道 行了 没事的话 你们就赶紧走吧 别吵了妹妹睡觉了 结果几人头也不回得到 我们今天就留在母亲这里吃饭了 饭菜我们已经叫厨房的人烧好 待会下人会送过来 我们都好久没有跟母亲一块吃饭了 听到这三个儿子一人一句的话 简夫人心里也是一软 没有再继续赶他们离开 结果饭菜端了过来 连同简老爷也一起来了 她一来 也没敢看简夫人 而是直奔小女儿的摇床 一副思念如狂的宠溺模样 我的乖女儿 有没有想爹爹啊 简夫人一看到简老爷 脸色就冷了下来 你来干什么呢 柳姨娘才刚生产 还没出月呢 你怎么不去陪陪她 简老爷心里有些失落 以往的时候 夫人一看到她都是满心欢喜 态度温柔 可如今却是冷冰冰的 不过也怪她 谁叫自己把夫人的心动成这样 也难怪她会冷冰冰的对自己了 要是早点知道 夫人就是当年那个 给她二两银子的女子 她也不至于错爱柳那么多年 冷落发妻那么多年 不过现在说 这些也没用 还是努力把夫人的心给挽回来吧 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 坐在一张桌子吃饭了 以前他们家空苦的时候 大家都挤在一个屋子里 常常在一起吃饭 如今家大业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院子 有自己的厨房 个人都在忙着个人的事 都在自己的院子里吃饭 偶尔过年过节 会有特殊的事情了 才会聚在一块 一家人变得越来越不像一家人 自从严保生下来 这才又让他们的心 又逐渐记在一块 今天的这一桌菜 是兄弟三人吩咐厨房做的 几人如今逐渐知道了 母亲对他们的用心和付出 也看到了他们对母亲的不孝 都心照不宣地想要弥补 饭菜端上桌后 兄弟几人便献殷勤地 给姐夫人加菜 母亲 这是你喜欢吃的鱼头和鱼尾 这是你喜欢吃的酸豆角 这是你喜欢吃的菜包子 姐夫人脸上原本还堆着笑意 可一看到这一桌子菜 就笑不出来了 再听到几个儿子不断给他家的菜 他的脸色更是越来越冷 气氛一下子有些凝固 兄弟几人感觉到母亲的情绪 有些不太对劲 可是却又不知道哪里不对 简老爷眼珠子一转 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指着几个儿子怒骂道 你们母亲白养你们那么多年了 你们竟然连他喜欢吃的是什么 你们都不知道吗 简老爷指着他们家 给简夫人的菜衣衣说道 你们的母亲 从来就不喜欢吃鱼头和鱼尾 因为那时候咱们家里穷 鱼也不够分 所以他选择吃鱼尾和鱼头 就为了把鱼肉留给我们吃 还有这酸豆角 你们的母亲也不爱吃 她最爱吃的是五花肉 只不过这酸豆角便宜下饭 所以才经常做来吃 并不是因为她爱吃 还有这菜包子 也是因为便宜 所以才经常看到她吃 如今我们家条件好了 有肉包子吃 为什么还要给她吃菜包子呢 看看你们 都是怎么当儿子的 连自己的母亲 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 真是白养你们那么多年了 简直让人寒心 简夫人没说话 只是凉凉的看了一眼简老爷 此时的简言刚好醒过来 听到自家扎爹这般高堂阔论 心里忍不住吐槽 扎爹呀 可把你给能耐的 之前要不是你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现在能比这些哥哥们好到哪里去 听到简言心里话的兄弟几人 原本还觉得自愧不如 这会儿看自家父亲的眼神 不由变得古怪起来 原来他们都一样啊 没有谁比谁更好 简夫人表情淡淡 拿起筷子 将三个儿子夹给自己的饭菜 慢慢地吃进嘴里 既然做了那就吃吧 也不是不能吃 对不起 母亲 我 三个人心中惭愧 开口想要说些什么 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简老爷却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忍不住道 夫人 为何我那天夹给你不喜欢吃的饭菜 你都给我夹了出来 这几个混小子夹给你的 你却又吃了 简夫人 正当这时 有小丝过来禀报 说家里有客人造访 简老爷才刚动筷子 饭都还没吃上几口 便对小丝说道 把客人叫过来一起吃饭吧 没过一会儿 小丝就把客人带到了 原来是报老爷啊 我当是谁呢 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 快快快 赶紧坐下吃饭 我们也才刚端碗筷呢 来人啊 赶紧给报老爷拿副碗筷 简老爷热情地招呼着 躺在摇床上的简严 听到报老爷这三个字 原本已经昏昏欲睡的他 又突然睁开了眼 他看向那个报老爷 只见对方大约四 五十岁的年纪 挺着个大肚腩 面皮油光水滑的 看起来也是个大富富的模样 简严忍不住在心里道 好家伙 这不就是害得简家生意 亏损破产的罪魁祸首吗 听到简家人这话 简家人全都一击灵 看向报老爷的眼神 一下子多了些意味不明 报老爷突然觉得 浑身寒毛直树 感觉简家的人看他的眼神 好像和平常不太一样 似乎有些不太友善 他好像没得罪简家人吧 自己这次来 还是给简家带来大生意的呢 毕竟放长线钓大鱼 得先给简家人一些好处 日后才能把简家一下子掏空 可自己的这个计划如此中密 还只是在开始的阶段 并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简家人没理由已经知道了 进而对他生出敌意呀 他没再想太多 直接把今天的来意说了出来 简老爷啊 我手头这里有一桩大买卖 别人我不相信 可是我就只相信你 所以一接到这笔买卖 就来找你了 我相信跟你一起合作 一定不会有问题 是吗 呵呵 那你说说是什么买卖 简老爷心不在焉地硬着 暗暗焦急 心里不住地在询问着 我的乖女儿 哎 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抱老爷 他是怎么害咱们简家破产的 你倒是说清楚啊 谁知却听到简岩打了个哈欠 哇 好困啊 又想睡觉了 这婴儿的身体可真是不方便 动不动就要睡 听见简岩想要睡觉 全家人忍不住在心里大声呐喊 不要啊 先别睡啊 把事情说清楚了再睡啊 简老爷更是欲哭无泪 我的眼宝宝啊 你话咋说一半就不说了呢 那抱老爷来找我做的这段生意 我是接还是不接啊 仿佛是听到了家人们的呼求似的 简岩突然感觉到一阵热流 原本昏昏欲睡 一下子变得清醒 哎哟 我靠 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尿床 真是丢死人了 简老爷顿时喜出望外 立即对简夫人道 夫人你看一下 女儿生是尿了 我感觉她好像不太舒服 三个儿子也跟着点头附和 我也觉得妹妹不太舒服 娘亲 你快给她检查一下吧 简夫人听到简岩的心声 本就打算要给她换尿片 却听见自家的相公和儿子 也跟着一同点头附和 不由得付费 这几个大男人 什么时候比他这个当娘的 还要敏锐了 我都还没看出来 闺女有哪里不舒服呢 这几个人 怎么就知道闺女尿了 抱老爷开始侃侃而谈的 跟简老爷讲解 这次合作的生意 一听是木材生意 简岩眼睛顿时一亮 呀 这个木材生意赚的可不少呢 可别错过了 听到简岩这话 简老爷没等抱老爷把话说完 立即答复 承蒙抱老爷关照 这个生意我接了 谁知他话音刚落 就听到简岩接着说道 不过这桩生意做完 离破产也快了 听到这话 简老爷身子一震 怎么做完这桩生意 他们简家就破产了 不是说这个生意赚的不少 不能错过吗 怎么都赚钱了 还能破产呢 我话都说出去了 那我这单生意 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简家的其他人 也是惊异不定 都立起耳朵 迫切地想要听简岩接下来的心声 好在这次简岩没有想别的 朝着他们想要知道的内容继续道 这次的木材生意 让爹爹大赚一笔 爹爹对这个抱老爷 就越加信任了 这抱老爷 眼看得到爹爹的信任之后 就开始收网 又跟爹爹合作了一桩药材生意 这药材生意 看起来比木材生意要赚更多 套路也是一样的 爹爹想也不想就接受了 结果 这档生意 其实是朝廷的那些贪官污吏 用来洗钱的 爹爹这次 亏得连裤衩子都没了 还背负一次冲好的罪名 锒铛入狱 最后那些朝廷的人 为了掩盖事实 杀人灭口 故意让那批药吃出了问题 简家因此被判处满门斩刑 啊 听完简岩心里的声音 全家人都浑身冒出冷汗 没想到 他们简家最后的结局 竟然是这样 简老爷 你怎么了 咱们的合作方式 你有什么问题吗 抱老爷感觉 今天的简老爷 有些不太对劲 不光是他 简家人全家都不对劲 虽然在听他说话 可是却都沉浸在 另外一个世界 心不在焉的样子 可他刚才已经答应了 跟他合作 难道他又想反悔了吗 那个 简老爷确实想反悔了 他犹豫着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措辞 把刚才那么快 答应的话再收回来 却听见稚嫩的声音 再次响起 只听见简岩 又突然有了声音 如果爹爹能在 这桩木材生意 大赚一笔之后 及时抽身 不再和这个抱老爷来往 不跟他参与 那桩药材生意就好了 让这个老奸居滑的 抱老爷吃大亏 简家也能逃过一劫 哎 可惜我不能说话 只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 听到简岩这话 简老爷及时收住车 原本想要反悔的话 在口边给咽了回去 他笑了笑 开口说道 这个合作没问题 抱老爷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也相信你 反正按照闺女所说的 这一次的木材生意 抱老爷无论如何 也会让他好好的大赚一笔 让他做主也没什么 只要这一笔赚到了 那下一笔药材生意 他在找借口 不跟抱老爷合作就行了 其他在场的几个简家人 听到简老爷最终答应 和抱老爷的合作 也不由得在心里 暗暗下着决定 这场合作完成 赚了一笔之后 一定要让老爷 和这个抱老爷断绝关系 不再有生意往来 和抱老爷之间的合作 很快就敲定了 全家人因为听到简岩心里的话 知道抱老爷是个 想要害他们家破产 最后让他们家 被满门抄斩的人 于是也没有要留他下来 吃饭的好心了 简萨故意把下人 刚刚给抱老爷摆上的碗筷 弄在地上 一惊一炸的道 哎呀 这是怎么搞的 我们饭都快吃好了 这碗筷又弄掉在地上 等再重新拿一出 新的碗筷回来 我们菜都吃光了 让抱老爷吃什么呢 抱老爷连忙尴尬的白手笑道 没事没事 我是吃过饭才来的 不用客气 一家人也当真不跟他客气 整整齐齐的起身送客 既然抱老爷吃过了 那我们就不抢求 你留下来吃饭了 慢走不送 抱老爷笑容顿时有些僵硬 他就只是客气一下而已 简家人就真的那么不客气 他其实是真的还没有吃过饭呢 不过他来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吃饭 既然他们家家人不留客 那他就走吧 只是这简家人 他怎么感觉 好像自己得罪了他们一样呢 现在他什么都还没对他们家做呢 一家六口人在一起吃饭的消息 传到别院的柳姨娘耳朵里 他当下就气得 把桌面上的茶盏扫到地上 满脸怒容的道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却把我丢到这别院里来 这是把我当成什么了 他气愤愤地说着 随后招手叫来自己的贴身丫鬟 陌生质问道 我叫你去盯着那个死丫头 找机会向她下手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 那贴身丫鬟脖子一缩 害怕地回答道 夫人对小姐十分上心 吃的喝的都会亲自查验 就算在她的院子里 也都一直待在身边 从不会单独放在房间 我们的人也没机会下手啊 听见这话 柳姨娘越发气愤了 不是她生的女儿 她这样小心谨慎地护着干什么呢 我这个亲妈都看不上眼的死丫头 她还当个宝了 真是可笑 她原本以为有很多机会 对那死丫头下手 好把毒害女儿的责任 赖在简夫人的头上 没想到简夫人对她这个女儿 护得滴水不漏 都快满月了 竟然都还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她焦躁地在院子里来回夺步了几下 突然灵机一动 她吃的喝的都小心谨慎 穿的总不会也盯着了吧 贴身丫鬟连忙道 今日我听说 简夫人让她身边的丫鬟青草 去给小姐扯些心部做新衣裳呢 柳姨娘笑了起来 拿出一包药粉递给丫鬟 那好 你也给我送几匹不过去 给我那宝贝女儿 准备就要满月了 我这座亲娘的 自然也得送她一点礼物 到时候 我那宝贝女儿穿她做的衣服 肌肤上出现什么疹子之类的东西 高烧至死 就是她这个当主母的善度 连姨娘的女儿都容不下 贴身丫鬟 立即心领神会 转身走出院子 第二天 简夫人正在给简妍 用心扯的不做衣裳 简妍则躺在一旁的窑床里 睡得正香 简夫人衣服做得累了 看一眼软糯糯的简妍 便又恢复了精神 这时候 柳姨娘的贴身丫鬟 捧了鸡皮不过来 对简夫人道 夫人 这是我们家姨娘送来给小姐的 她说小姐还有几日就要满月了 她这座亲娘的 不能亲自把小姐带在身边 也不知道小姐现在的身形有多大 只好送些布皮 烦请简夫人给小姐 用这些不做衣裳衣服 到小姐的满月宴那天 给她穿上 简夫人犹豫了一下 不知道柳姨娘又想搞什么名堂 但还是把不接了过来 你回去转告你们家夫人 她的女儿我照顾得很好 请她放心 结果这话 丫鬟转告给柳姨娘时 柳姨娘气得又摔坏了一只茶盏 她这是在跟我炫耀呢 炫耀我拿她没办法 我就不信 到了满月那一天 她还能继续这么嚣张 而另外一边的简夫人和丫鬟下草 看到柳姨娘送来的这几匹布 都有些不敢相信 她会有那么好心 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吧 不然她送的这些布匹 我可不敢用 简夫人说着 拿起其中一块布 仔细地检查起来 夏草也跟着 拿起另外一块布 认真的查看着 结果两人反反复复地 看了好几遍 却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这时候 简言醒了过来 听到娘亲和夏草的对话 得知自己的亲娘 刚刚让丫鬟给她送来几匹布 让娘亲给她做衣服 到满月宴那天给她穿上 她第一直觉 就是认为亲娘肯定有诈 那个有着蛇蝎心肠的亲娘 才不会那么好心地为她着想 只是娘亲和青草都查了一遍 她亲娘给她送的那些布料 没什么问题 可查不出问题 那才是真的有大问题呢 难不成我们真想多了 柳姨娘并没有那么坏 她是真心想给小姐送布料来的 青草有些动摇 觉得是不是她和夫人多疑了 简夫人没有说话 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可是又找不到证据 简言直接在心里反驳 绝对没有想多 我那亲娘就是恶毒自私的人设 她连掐我脖子之我与死地都做得出来 怎么可能还会那么好心地 给我做新衣裳 听到简言的话 简夫人的态度变得坚定 仔细找 一定能找出问题来的 青草只得无奈地继续翻找 又闻又摸又蹭 什么方法都做了 还是没看出什么名堂 简言看他们 在柳姨娘送的布料上 始终看不出破绽 忍不住陷入沉思 柳姨娘有那么笨吗 她自己买的布 如果出现问题 她自己布也有嫌疑 听到简言的心声 简夫人突然灵机一动 不错 柳姨娘不会那么笨 在自己送的布料上出现问题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她会让自己给严宝的衣服上制造问题 想到这里 简夫人立即吩咐青草 先不要检查柳姨娘送的那些布了 检查我的那些吧 夫人 青草还有些不太理解 夫人 你给小姐送的布料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 我当时也是给小姐千挑万选 才选了这两匹布的呢 简夫人一边把她准备的那些布料 拿出来检查 一边回答道 你挑的布没有问题 我送的布也没有出错 就是怕有人从中作梗 很快 他们就从自己给检言准备的布料中 找到了问题 夫人 这些料子 好像有什么粉粉的东西 手一摸就没了 先别动 去拿一张纸来 等纸张拿来之后 简夫人立即将那些粉末抖在纸上 让青草拿去给大夫检查 看看是什么东西 没过多久 青草就回来了 面色沉宁 简夫人看她脸色不好 心中也是一惊 连忙上前询问 怎么样 查出是什么问题了吗 青草一脸的愤然 查出来了 大夫说这是附建草的粉末 附着在衣服上 人穿了以后 身上便会出现红疹 起氧无比 入液还会有发烧的症状 严重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听到这话简夫人 顿时倒抽了一口气 这东西竟然会那么严重 青草脸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愤愤然地骂了起来 这柳衣娘也太心狠了 小姐可是她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女儿 她竟然能如此狠心 为了陷害夫人你 这般不顾一个无辜孩子的性命 这东西是大人穿上都受不了 更何况区区一个小孩 柳夫人也是又气又狠 整个身体都忍不住发颤 我看她真是疯了 直到现在 还是连这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 她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的表情变得阴厉 既然她如此心狠手辣 完全不顾一个小孩的性命 那我也要让她尝尝这种滋味 平日里和她作对就算了 赶伤她的眼保 绝不能忍 简夫人说着 让青草也去准备这样的粉末 然后倒在柳姨娘准备的那些布皮上 青草不太明白 问道 夫人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夫人面色冷冷 过几天你就知道答案了 躺在窑床上的简岩 却一眼就看出来了 她的娘亲 这是想要以牙还牙呢 这才是她的好娘亲嘛 虽然没有生她 但是却不能容忍别人欺负她 简夫人用柳姨娘送的那些布料 做成一件大人的衣服 让青草拿去送给柳姨娘 让她在满月宴那天穿 送衣服过去的清朝 一下子就明白了夫人的用意 不由地对夫人安安赞叹 她夫人是不轻易出手 但是一出手 绝对会让人吃不了兜着走 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吞 而柳姨娘那边 此时还在得意地跟自己的丫鬟 炫耀着自己的聪明 那简夫人肯定不会想到 我把那几张布料送过去 用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布料 只不过是为了有机会 在她准备的布料上 倒入这些药粉而已 她肯定还在傻乎乎地 在我送的那些布料上寻找问题 一旦寻找不到 她也不敢用我给她送的布料 肯定会把那些布料 做成大人的衣服送给我 却不知 真正有问题的布料 是她自己准备的那些 柳姨娘的丫鬟 听到她这么说 连忙奉承道 柳姨娘还真是聪明 只是她们到现在 还没把衣服送过来 会不会 话还没说完 就看见简夫人 身边的贴身丫鬟青草走了进来 柳姨娘立即对自己的丫鬟 挑了挑眉 得意地笑道 你看 这不是来了吗 青草看到这对主仆 洋洋得意的模样 心里也在暗暗冷笑 哼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就让你们先得意吧 我家夫人早就知道 你们的花心长了 等青草走了以后 柳姨娘的贴身丫鬟泱泱 立即抓住机会 对自家的姨娘拍马屁 柳姨娘 你可真是聪明 竟然连这个 都早就已经料到了 柳姨娘一副 小人得志的表情 那是自然 不然如何能让老爷 宠妻灭妻那么多年 没有点心机 怎么行呢 如今 老爷虽然冷落我 把我分配到这个别院 但只要我再花点心思 等满了月 我自然又能被老爷 叫回主宅 又读得她的宠爱了 到了简岩的满月那天 柳姨娘卯足了劲 想要在这一天 找简夫人的错处 好扬眉吐气 却发现等了一个早上 这一天都静悄悄的 没有丝毫动静 她连忙让贴身丫鬟 泱泱去主宅打探消息 这才知道 满月宴已经被临时取消了 听到这个消息 柳姨娘当时就忍不住了 直接一掀桌子 气愤愤地跑到主宅 想要找简老爷哭诉 倒也是巧 才刚到主宅大门口 就看到简老爷 刚好在外面跑生意回家 才刚下马车 就看到柳姨娘 若柳福风般地 朝她倒了过来 老爷 柳姨娘抹着眼泪 一脸委屈 简老爷自从知道 柳姨冒充给自己 二两银子的那个女子 害得她错爱半生 便对她失望了 此刻见她哭哭啼啼地 扑向自己 不由地皱眉 往旁边侧了侧身 怎么了 有什么事先进府里再说 柳姨娘到底曾经是官家女子 也不敢在外面丢人现眼 立即点头 跟着一同进宅 一踏进门槛 柳姨娘就直接跪在地上 对简老爷哭诉 老爷 求您为我和我们的女儿做主啊 一听到事情有关严宝 简老爷当下便急切起来 怎么了 严宝怎么了 柳姨娘控诉道 今天是严宝的满月之日 我曾听说 老爷和姐姐所生的三个儿子 都是办了满月宴的 可为何到了我家严宝这里 明明已经到了满月的这一天 却不给她办呢 难道就因为她是树出之女 所以就不配办着满月宴吗 可无论怎么说 那也是老爷您的孩子啊 怎么能后子薄比呢 柳姨娘吸了口气 又接着道 我就想问一问老爷 这是您的意思 还是夫人的意思 按照她的想法 肯定是简夫人的意思 这满月宴老爷 之前是交给夫人来办的 她故意这样问 不过是想让老爷知道 简夫人的阳风阴危 谁知 却看到简老爷皱起了眉头 谁告诉你 严宝的满月宴不办了 星号 柳姨娘指着空荡荡的院子 回答 可今天就是严宝的满月期 确实没有人给她开办 这次的满月宴啊 府里冷冷清清的 也没有一个客人 这哪里像是要给她 办满月宴的样子 柳姨娘忍不住直接挑明 老爷 您将这件事情 交给夫人来办 可是夫人就是这样 对待我们娘俩的 还请老爷替我们做主 就算不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严宝 她还那么小 就受到如此冷遇 日后长大了 谁能瞧得起她呢 只怕以后到了嫁人的年纪 都因主母不待见她 找不到一个好人家 说着 又拿起四卷磨起眼泪 仿佛一个慈母 对自己女儿未来的担忧 这些话明里暗里 全都是对简夫人的控诉 简老爷也听出来了 只盯着她看 你是对夫人不满吧 柳姨娘低眉顺眼 倔强地回答 妾身不过是一个测试 哪里敢对夫人不满呢 我只是为自己的女儿叫屈罢了 老爷若是觉得我无理取闹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说完咬着牙 一副忍气吞声 委屈求全的模样 她以为自己这个样子 定然能让老爷心疼 谁知简老爷却道 你确实是无理取闹 护国将军在战场上受伤 不证王 皇上发下复告 让全国上下举挨三日 不得办喜宴 你这个时候想办喜宴 是想害我们简家吗 听到这话 柳姨娘顿时傻眼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 我 我不知道啊 她顿时没了底气 简老爷看着她 态度冷淡 夫人为了严保的满月宴 做了许多准备 你却什么都不打探一下 就认为 她偏带你的女儿 如今知道缘由 是否觉得惭愧 柳姨娘心中汹涌 却又不好发作 只得能屈能伸的欠身道歉 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可这也不能怪我太敏感 毕竟女儿不在我身边 也不知道夫人带她如何 所谓关心则乱 大抵就是如此了 还请老爷 莫要怪罪我的为母心肠 心里却恼恨不已 原以为满月宴 真的被简夫人取消 还想要借题发挥一场 没想到 竟是她咕噜寡闻了 那护国将军早不死晚不死 偏偏在这个时候死 害得她的脸丢尽了 简老爷将柳姨娘 打发回别院之后 静止走向 简夫人所在的院子 最近这些日子 她和三个儿子 都会去夫人的院子里吃饭 找回当年一家人 在一起吃饭的温馨 最近的她 她才意识到家庭的温馨 可夫人却一直都在生她的气 现在 她也只能尽力地挽回 希望能够得到她的原谅 她到夫人院中的时候 只见她的三个儿子 已经到场 夫人抱着闺女 三个儿子则蹲在旁边 拿着玩具在冻妹妹 满脸都是 对妹妹的喜爱和讨好 此情此景 甜蜜温馨 让人留恋 眼看简老爷回来了 一家人立即上桌 开始吃饭 他们是商骨之家 没有那些文人的规矩 在饭桌上会时不时地聊天说事 说到简岩的满月宴 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 护国将军被战死的事情 简萨满脸的遗憾 这护国将军十分勇猛 上阵杀敌 也可以以一当时 没想到居然会因伤而死 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还梦想着 有一天能到她的麾下 成为她旗下的一名小兵呢 家里的人听到她的话 正诧异她平日游手好闲的 居然能有这么远大的志向 却听到简岩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 放心吧三哥 你以后不但会成为梁家军的一员 还是梁家军的最高统领哦 听到这话 在场的简家人都是一阵 不会吧 他们家这个最吊锅的老三 最后居然能成为梁家军的最高统领 一家人正暗暗地为简萨感到高兴时 却听见简岩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现在别看三哥是最有手好闲的 等简家满门抄斩之后 三哥就会在一夜之间长大 董事成熟 最后还和女主 也就是梁家军的女儿 最终成为一对恩爱眷流 简岩心里想得轻松 可全家人却都身体一僵 脸上的笑意也被冻住 简萨最终的结局是好 可却是全家被满门抄斩换来的 他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简萨自己也没想到 他现在和梁家军八杆子打不着边的 日后竟然会成为梁家军的最高统帅 还娶了梁家军的女儿 这 这也太天方夜谭了吧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心动 但如果这是用全家人的性命换来的 那还是算了吧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心思意念 被全家人听到的简言 又没边没记得继续想着 不过可惜的是 梁老将军根本就不是作战受伤不治而死的 而是被家里的几个书败毒害而死 就是为了抢夺梁老将军的爵位 实在是可惜呀 一代英雄 就被这些蜀木村光的亲戚给害死了 以至于后来边境敌军来犯 整个朝廷都找不出一个能比的上梁将军的统领 最后还是梁将军的女儿 顶着家族压力 自告奋勇 扛起大旗 带着梁家军把敌军打退 守住大渊国土 护住边境百姓 唉 真不愧是女主 三哥得这么个金国不让须眉的女英雄做伴侣 也着实是人生赢家了 简家人内心已然凌乱 他们这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秘密 全国举哀三日为之送行的护国大将梁将军 竟然不是在战场上被敌人所伤不治而死 而是被自己的亲人所害 天哪 这任谁听了不咬牙切齿啊 就为了区区爵位 把一个保家卫国的大将军给害死 那梁家人可都是群什么极品啊 闺女所说的女主 在这样极品的家庭里 恐怕也是艰难生存 难怪才能和老三走在一起 简萨从简岩的口里 听到梁将军女儿的这些事迹 忍不住欣然碰动 如此奇女子 若是可以 他还真想同他在一起 要是能在全家人都不被满门抄斩的情况下 与这样的女子相知相识 倒也是人生一大幸事 他一定会想办法 在不需要全家被满门抄斩的前提下 和他未来的伴侣见面的 不过 为了能配得上这样优秀的女子 从今往后 他必须勤学苦练 多读兵书 成为日后可以站在他身边 帮助他保护他的那个伴侣 三天之后 简岩的满月宴如期举行 府里热闹非常 简岩穿着一身新衣裳 看起来像个瓷娃娃般 白嫩可爱 饱满漂亮 看到的人都忍不住心生喜欢 简岩被简夫人抱在怀里 小脸蛋上满是笑意 看着人来人往的宾客 眼睛直盯着他们手上的礼物 只见大多都是什么金锁银链 翡翠玉佩之类的 看到简岩眼花缭乱 心花怒放 呀 不愧是商骨之家 结交的大多都是商骨之人 送的礼物可真是太俗气了 我好喜欢 这样俗气的礼物 给我多来一点 哇哈哈哈哈 听到简岩心里的声音 简夫人顿时哭笑不得 没想到她的这个宝贝疙瘩 喜欢的竟然都是这些金银珠宝 接下来的她 不知不觉的 也跟着简岩的喜好 看到这些宾客们送来的礼物 只要是金银珠宝 全都高兴地替简岩照单全收 看到是些字画 便兴趣缺缺 然而 那些送礼物到货的客人们 听说简岩只是一个姨娘所生的孩子时 对简夫人说恭喜的脸色 便多了一些尴尬 还不知道简夫人是不是真的高兴呢 这可是姨娘生的女儿 听闻简老爷宠妾灭妻 如今还为了一个妾室的女儿 如此大白满月宴席 可见对那个柳姨娘 不过简夫人把柳姨娘的女儿 收到自己的房中 给了嫡女的位分 就相当于是她自己的女儿 因此在满月宴上 简夫人是以简岩母亲的身份出席的 至于柳姨娘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竟迟迟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和简夫人同村的那些亲戚朋友 也来参加这次的满月宴 不过大多都是来蹭吃蹭喝的 并没有带礼物 听说孩子不是简夫人所生 而是一个妾室所生 便小生地议论起来 你们看看 那董家的女儿 就算嫁给一个会做生意的商骨又怎么样 还不是得帮测试养女儿 还不如我们这些乡下妇人 起码丈夫只有我们一个女人 也不必给这些狐妹子养女儿 还要假大方 可不是吗 听说这简老爷宠妾灭妻 估计那董香玉 根本就不想办这场满月宴 怕是得憋屈死了 这些议论的人群中 也有简夫人的娘家人 他们没有参与议论 而是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越听脸越黑 听到最后 眼瞅着简夫人空了下来 便忍不住上前去 劈头盖脸地数落起来 你这没骨头的 上赶着帮妾室养女儿 你脑子是怎么想的 简夫人的父亲董大力咬着牙齿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简夫人的母亲临时 则是用力拧着简夫人的胳膊 一剑她蠢笨的模样 我看你真是从小傻到大 你帮一个测试养女儿 还不如省下这点钱 给你弟弟娶媳妇 你弟弟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连一房媳妇都还没娶 就指着你这个当姐姐的 能给她一些家底 人家才能不嫌弃她 脑子不灵光 愿意嫁给她当媳妇 可你呢 每个月就给那么一点怨银送回家 本来就没多少 现在还把钱财 拿去养别人的女儿 难道你以后 还能指着别人的女儿孝敬你 简夫人的弟弟董梁 也是一脸的不满 气横横地瞪着简夫人 仿佛对方欠了她一屁股债似的 这些都是我的钱 你把我的钱 拿去养测试的女儿 你把我的钱还给我 简夫人眼看自家的这三个亲人 在这种日子来闹事 顿时感到头疼 连忙压低声音对他们说道 父亲母亲 你们有什么不满 等孩子的满月宴结束了再说 行吗 董大力却一脸的不满 一个测试的女儿罢了 有什么要紧的 你弟弟的婚事 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你刚才收了不少贺礼 有金子银子 还有珠宝玛瑙 这些钥匙全都给你弟弟 定能给他取一门好亲舍 林氏也理直气壮得到 你弟弟才是你唯一的亲人 你怀里抱的这个丫头 和你又没关系 难不成你还真留着 这些好东西给这丫头 小心他以后长大了 和他亲娘一起对付你 董良刺着牙 跟着自己的父母道 你收的那些金银珠宝 都是我的 我的 我是你弟弟 你得把好东西都给我 我乐个去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简言 终于忍不住了 这一家子 都是什么吸血鬼啊 咋的 我娘亲是生来 给你们压榨的吗 就养了我娘亲三年 从我娘亲会走路开始 就开始让他帮家里干活了 这都压榨了他几十年 生他养他的恩情 早都已经还完了 还想让他继续为你们卖命呢 咋不上天呢 还有你这个傻大哥 也不丑丑自己什么德性 还想娶媳妇 那不是得让别人家的女儿 入火坑吗 搞得我娘亲欠你似的 你是给我娘亲一口饭吃了呢 还是给他一个铜板花了 从小就靠着我娘亲 卖荷包挣钱养你 长大了 又靠我娘亲 从附家领的月银花天酒地 吃他的喝他的 竟然还有脸了 听到简岩的这番话 简夫人顿时感到畅快淋漓 这些话 也是他一直憋在心里想说 却不敢说的 却听见简岩 又继续在心里劝着他道 娘亲啊 你可千万别做伏地魔 你的这些个家人不要也罢 他们在你遭遇患难的时候 不但没有作为家人帮你一把 反而还把你踩得最凶 你父母就不用说了 他们直接连你这个女儿都不认了 而你这个弟弟 看到在你身上榨不出钱财了 又见你名声败坏 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影响 把你打得最厉害 还当众表示和你断绝关系 这样既不能给你帮助 也不能给你安慰的家人 只知道一味地向你索取 要他们做什么 还不如早点跟他们断绝关系 省得以后更糟心 听到简岩的话 简夫人有些不敢相信 没想到自己的家人 竟然会在自己落难的时候 那样对自己 他之所以尽量地满足家人的需求 也是因为他们与自己是血肉之亲 想着以后有了困难 自己还得靠他们作为自己的后盾 却没想到 这些家人根本就不是他的后盾 而是压在自己身上的一座大山 把他压得喘不过气 一家人见简夫人没有再开口 很不高兴 怎么 哑巴了吗 都是三个儿子的娘了 做事情还这么磨磨叽叽 叫你把收到的这些金银珠宝 拿给你弟弟 当娶媳妇的聘金 你这当姐姐的 怎么那么犹犹豫豫 你是不想让你弟弟好了吗 简夫人深吸了一口气 声音冷了下来 他好不好关我什么事 都这么大的人了 现在都还没娶到媳妇 就不能想想自己的原因吗 像他这样 整天只知道吃喝嫖赌的人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 还有你们两个 生我养我 在我三岁的时候 就开始让我干活 四岁就开始让我给家里挣钱 直到我现在都四十多岁了 我还在继续给你们送钱 你们才养了我三年 我却养了你们三十多年 早就已经把你们的生养针 全都还回去了 以后你们再想 跟我拿一个碎银子 毛都没有 董大利一家人顿时惊呆了 没想到他们家这个向来 逆来顺受的女儿 竟然会敢跟他们顶嘴 董大利当下就反应过来 指着剑夫人怒骂道 你看看自己说的是什么话 还有良心吗 我和你母亲含辛如苦 把你从一个小小的婴儿养大 你竟然就是这么回报 我们的辛苦付出的 临时也跟着一起插腰骂了起来 你不管我们这座父母的 也就算了 可你要是连你弟弟的事情都不管 那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无论怎么说 你都是我们的女儿 是董良的姐姐 这些东西也不是给我们的 就是给你弟弟的 你要是想当这个好姐姐 就必须为你弟弟排忧解难 为她的终身大事好好筹划考虑 别让她都三十好几了 到现在连个媳妇都还没娶 这传出去 岂不是闹笑话 剑夫人忍不住吃笑一声 没想到 自己竟然被这样的家人 压榨了那么多年 若是换作以前 根本就不需要他们说这么多 自己早已经心软 答应帮扶弟弟了 可是听到剑妍的心声之后 她突然如同啼呼灌顶 自己绝不能再让这些所谓的家人 对自己予取予求了 一个不能给自己提供正面价值 反而消耗她的家人 她何必卑微讨好 想在他们的面前证明自己呢 她就算帮得再多 在父母的眼中 她始终是不如弟弟这个儿子的 而她的弟弟 自己就算连命都搭上了 她也觉得是理所应当 根本就不知感恩 这样的弟弟 她又能指望她日后 能为自己做什么呢 想通之后 剑夫人当下立即反驳 那是你们的儿子 不是我的 我没道理为她负责 说完 抱着剑妍 转身就要去堂屋里 董大力夫妇 连忙高声叫喊 我看你真是翅膀硬了 竟然连我们的话都不听了 让你给弟弟一些财物 让她好娶一个女子为妻 你却这般推三阻四 你什么时候变成 这般的铁石心肠了 就是现在 剑夫人怀抱着剑妍这个小奶团 仿佛有了底气 直言不讳得到 以后你们都别为了 弟弟的事情来找我 就是来找我 我也不会帮忙 两口子怒气冲天 反了反了 我看你真是反了天了 既然如此不敬父母 不爱幼弟 早知道 我们就不应该打断村里人 对你的评价 你就活该被骂 被人在后面说闲话 听到父母这话 剑夫人突然有些谎神 村里的人都在说她的闲话吗 难道真是她为人太差 所以个个都在背后 说她骂她 说就说呗 嘴反正长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只要不嫌口干舌燥 正当剑夫人在反省 自己生事哪里做得不好 才会被全村人在背后议论时 就听见怀里的小奶团又突然发出声音 娘亲啊 这些同村的人就更不必理会他们了 他们也和你的这些扎爹扎娘和扎弟一样 都是在你落难的时候踩上一脚的 根本没有一个肯伸出援手收留你 你现在还过得好的时候 他们个个都来蹭你的好处 没有一点礼商往来就算了 却还在背后说你的闲话 更何况你落难的时候呢 这些村人嫌你穷 怕你富 恨你有 笑你无 你根本就没必要跟他们结交 维系那么一点毫无意义的同乡之情 听到简言心里这番话 简夫人的心情这才平静下来 没错 这些人无论他过得好还是不好 嘴巴都不会停止对他的议论 他又何必去在意呢 董大利一家 眼看简夫人听到村里人在背后 疑问他时 便没有再说话了 以为他害怕村里人看他的眼光 当下便扭头朝着和他们一起来的 同村人嚎叫起来 乡亲们啊 你们来平平里啊 我们两口子 这是生了的什么女儿 竟然那么不孝顺啊 听到董大利夫妻的叫喊声 村民们原本只是悄悄地议论 这会儿更是顺事儿上 大声地冲简夫人谴责起来 懂相遇啊 你们家以前在咱们村里 是最穷最苦的 现在嫁有的男人 日子过好了 就看不起父母了吗 做人不能这样 没良心啊 你自己现在日子过得好 又怎么样呢 你弟弟到现在都还没娶媳妇 你也不帮衬一些 养你一个女儿这么大不容易 你得懂得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了 不然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自己家里有那么多钱 就该帮娘家人一点 怎么能硬得下心 看着家人受苦 看着自己的弟弟娶不上媳妇 却不管不顾的呢 简夫人听了这些村民们的指责 在看到自己的父母和弟弟 仿佛拿他当仇敌似的 幸灾乐祸地看着他 被村民们议论指摘 他气得几乎心梗 自己从三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 四岁就会摘野果挣钱养家 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块四十岁了 还在不断地给娘家送钱 却在村民们的嘴里 捞不着一句好话 在自己家人的心中也得不着好 反而说养他还不如养一条狗 那他这些年为家里出钱出力 都是给了狗吗 娘亲不气不气 把这些人都赶走就行了 以后和他们断绝关系 就再也不会为这些人生气了 简夫人叹息一声 这些家人和乡亲 怎么可能说断绝关系 就能断绝得了的 但是有了严宝的一番安抚 他心里稍微好受那么一点 眼看简夫人成为众矢之地 其中有一个村民 时间指着简夫人的鼻子 借题发挥地 对村民们大声说道 我告诉你们 董湘玉现在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不过就是个嫁给那个地位 比我们这些农户 还要下贱的商户 居然连我的女儿夏花都打 此话一出 在场的村民们 仿佛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是一般 群情激愤起来 不得了 不得了 连同村的人都打 简直是丧良心啊 要不是看在是同村的面子上 谁跑到你们家里来当奴才啊 可不是吗 夏花的家人 见大家都站在他这边 当即就抹起了眼泪 我家夏花在他身边当丫鬟了那么久 一直都是忠心耿耿 兢兢业业 可他呢 一个不顺心 就把我家夏花给打了 直到现在都还疼着呢 说着 让开身体站到一边 把夏花从座位上拉了起来 冲着乡亲们说道 乡亲们 你们看看我家小花 现在都还直不起腰呢 上哪都得让人扶着 这哪里是让人来伺候的 简直是来要人命的呀 没错 我们今天非得要到他们家来讨个礼 我家女儿好端端地送到他府里 来当丫鬟 结果却被他打得遍体鳞伤地赶回家 还有没有王法 夏花也抹着眼泪哭诉道 各位乡亲 你们可得为我做主啊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 却被夫人又打又骂 差点没了半条命 今天要是不跟我讨回公道 我就只能死在这里了 呜呜呜 村民们听见这一家三口 对简夫人的控诉 越发地指责起来 董湘玉 没想到你是这么狠毒的妇人 难怪自家弟弟到现在没娶媳妇 你都看得下去 原来你就是个冷心冷藏的人 没把自己家人害死 就已经算是仁慈了 以后出去别说 你跟我们是一个村的人 免得丢了我们村的脸 简夫人的父母 听到乡亲们都在骂简夫人 也跟着一同附和道 我就说吧 我们没骂错人吧 这个女儿 我们真是白养了 狼心狗肺的东西 这两桌的动静 引起了其他桌来客的注意 见都是简夫人那边的乡下客人 也没有闹太大 于是也都当热闹看着 简夫人气得身体发抖 要不是有盐保在她怀里 一直安慰她别气别气 她真是要气晕了 她吸了一口气 脸色冷了下来 一一地看着乡亲们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嘴脸 既然大家都说我的不是 那我倒要好好的 给大家说道说道 我这弟弟 吃喝嫖赌 就算有万两的黄金 也能让他一夜之间挥霍完 你们谁家女儿要嫁的 若是愿意嫁 我倒不介意 帮助他一些彩礼 还有你们 说我不孝父母 你们哪家的女儿 能做到像我这般 嫁出去几十年了 还每个月往家里送钱的 众村民们听到他这般反问 面面相去一番 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这董家的儿子 是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整天无所事事 只知吃喝嫖赌 他们村的人都告诫自家的女儿 不要跟他家的儿子来往 免得被糟蹋 就算他们董家出再多的彩礼 他们也不敢 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董家的这个小儿子 跟泼皮无赖沾亲带骨 简直是自掘坟墓 再说 他们自己家嫁出去的女儿 就更别指望 女儿能从父家带点什么好东西了 嫁在本村的 基本上都是从娘家里 把好东西往福家里带 嫁得远一些的 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来看娘家人一眼 混得好点的 会给娘家买点小礼物 混得差些的 还得要从娘家连吃袋拿的 往福家带不少好东西去 能像董家女儿这样嫁出去 还每个月往家里娘家送银子的 实在是少见 他们也就是眼红 见董家人身在福中还不知福 所以故意骂上一骂 姐姐气 巴不得董家女儿 以后不要往娘家送东西 让他们家也跟村里大伙人家一样 他们的心里才平衡些 姐夫人见这些村民们不说话了 转身看向夏花一家 神色更加冷烈 夏花 我原本念你和我是同村 所以在你做出那样的事情以后 只是打了你一顿 把你赶出府 这事也就了结了 可是你却还要搬弄是非 颠倒黑白 既然如此 那就报官吧 我手里有你的卖身器 你本就是我的奴隶 你卖主求财 证据确凿 我可以直接将这些证据送给官府 既然你好日子不愿意过 那就送你到监狱里去吃饱饭吧 好耶好耶 娘亲干得好 就得这样对付这些不知好歹的人 简言听到自家娘亲的这番应对 顿时在心里拍手叫好 小手小脚手舞足蹈 小嘴里还发出奶奶的窝窝声 活跃得很 让前面还在愤然怒对的简夫人 心情一下子愉悦起来 夏花一家听见简夫人这话 心里不由一慌 随后又想到 现在乡里乡亲的都在这里 又是简家小姑娘的满月宴 简夫人肯定干不出这种事来 于是便有恃无恐地扯着喉咙叫道 乡亲们啊 你们来听一听 这个董家的大女儿说的是什么话 当真以为自己有了几个钱 就不把我们这些穷乡亲们放在眼里了 打了我家闺女 一点补偿都没有也就罢了 竟然还想要报官 还真是仗势欺人啊 被夏花一家人如此带节奏 那些原本就极度简夫人过得好的乡亲们 当下也顺势跟着叫骂起来 相遇啊 都是一个村的人 你何必这么多多逼人呢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如今日子过得那么好 也不缺银子 把人家夏花打成那样 多给点钱也就可以了 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 可都是同村人啊 你这是把人往死里逼啊 你要是报了官 夏花这辈子就真的只能在牢里过了 你良心难道能安生吗 简夫人气笑了 乡亲们莫非是没听到吗 是他们先说要报官的 我只是成全他们的意思而已 再说了 你们知道夏花犯的是什么错吗 我要是没有发现他所做的事 就换成我被打掉半条命 赶出家门了 到时候你们又有谁能同情我呢 乡亲们依旧谴责到 你要真发生这种事 我们肯定也会站在你这边 指责夏花的不是 可现在的事实就是 人家夏花被你打了 他可是弱者 我们自然是要站在他这边了 什么破道理 谁若谁有理吗 简言忍不住吐槽 娘亲 你别搭理他们了 他们都在嫉妒你 你再有理 他们也不会管的 现在他们说的倒是好听 说你如果发生这种事会站在你这边 可事实是 他们并没有站在你这边 看到你被打个半死赶出府 他们反而幸灾乐祸 落井下石 集体把你赶出村 完全不念你 曾经出钱给村子铺路修桥的功绩 这样的村民 还跟他们讲什么道理 听到怀中言保的这番话 简夫人一下子沉冷下来 是啊 无论他多站立 这些村民都是不会管的 他们想要看到的 就是他难堪 落魄 只有他过得差了 这些村民们才会心满意足 这样巴不得自己过得不好的村民们 他又何必浪费唇舌去解释 想通了这点之后 简夫人脸色冷下来 下巴微扬 语气冰冷地道 既然你们都如此不待见我 觉得我狼心狗肺 仗势欺人 那你们就走吧 我闺女的满月宴 不需要你们的祝贺 听到简夫人感人 一众村民们顿时紧张起来 他们可还不想走 饭菜都还没上齐呢 他们都还没有吃够 却听见简夫人看着夏花一家 继续开口道 至于你们 若是现在就走的话 我还能放你们一马 要是你们还继续执迷不悟 虎脚蛮缠 那就别怪我无情 你夏花一家开口才要说话 却被一道报喝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 董大力见自己的女儿 竟然连村人都敢赶走 当下端着父亲的架子怒斥起来 你不孝敬父母就罢了 竟然连村里的乡亲们 你都如此不客气 我看你还真是不把自己 当咱们村的人了是吧 父亲说是就是吧 简夫人面无表情 再次扫灵眼村民们 既然你们都以我为耻 让我不要说自己和你们是同村 那我以后就不是你们村的人了 大禹村我以后也不会再去 反了天了 董大力气的咬牙 咱们村以后你再也不会去了 是不是连家你也不会再来了 爹娘还有弟弟 你都不认了是吗 林氏也指着简夫人的鼻子弄骂 狼心狗肺的东西 这种话你竟然也说得出口 当初把你生下来 就应该直接把你溺死 省得现在让我们生气 没良心 忘恩负义 简夫人的弟弟董梁 也附和着叫骂 简夫人眼看自己的家人骂自己 比村里的人骂他还要狠 心中一片悲凉 他扯了扯嘴角 父亲母亲 阿良 你们既然都说我不好 还要我回家做什么呢 如今我已决意 要和村里的人断绝关系 你们若觉得我不好 不如我也从此和你们断绝亲缘关系 也免得你们日后为了我生气 简夫人这番话 让乡亲们以及董家人都如同炸开了锅斑 越发激烈地指责谩骂起来 声音也比原先的要大 乡亲们骂道 董香玉 说你狼心狗肺 你还真是应了这个词 说你两句 竟然就想要把我们赶走 毫不顾念同乡之情 更不顾及血缘亲情 你就不怕他日在夫家受了委屈 没有我们这些娘家人和乡亲们 给你撑腰吗 董家人也恶狠狠地叫骂 我们怎么会生了你这样的女儿 如此忤逆父母 让你帮衬一下自己的弟弟 竟然说出断绝关系这种话来 简直是造孽 你还不如早点去死 夏花一家趁机落井下石 像你这样心狠手辣之人 我们也巴不得同你断绝关系 可你得先还清欠我们的债 你打了下花 你得赔偿他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甚是激动热烈 这边的吵闹声 终于引起了正在招待客人的 简老爷的注意 他大步走了过来 咒门询问 发生什么事了 董大利一家 以及村里的乡亲们 立即围着简老爷 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最后 董大利一副愧疚的模样 女婿啊 是我对不起你 竟然养了这样的女儿嫁给你 实在是惭愧 现在动不动就要和我们断绝关系 也不知道会不会也这样对你 真是委屈你了呀 村民们也都纷纷控诉 你这媳妇 简直是蛇蝎心肠 我看你 还是得多管教管教 要是她哪天 被你打了或者休了 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 情有可原 对 这样的媳妇 你休了 我们都不会说什么的 打的话 也该 简夫人整个人 仿佛被浸在冰水中 这些都是她的亲人 和曾经的邻友 可他们却如此凶神恶煞 巴不得她坠入地狱 简炎在娘亲的怀里 看到这阵仗 小心脏都要气坏了 圆圆的脸蛋红扑扑的 小拳头捏得死紧 扎爹 你要是个拎得轻的 就别听这些极品的话 帮娘亲把他们给赶出府去 我还认你这个爹 你要是和这些极品 一起指责娘亲 那你就彻底没救了 听到简炎心里的怒叫 简老爷当即就直了直腰 放心吧 闺女 不用你说 你爹爹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做 夫人的这些娘家人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要不是夫人对这些家人 一直都留着情面 我早就跟这些极品撕破脸了 简老爷板着脸 阴沉沉地扫视着在场的村民们 和董大利一家 声音冷烈 你们沾了我家夫人的光 才能到我府里来蹭吃蹭喝 没有给我家新天的闺女 随分子也就罢了 竟然还好意思够我夫人的状 所以我打他骂他 你们既然不待见他 那这顿饭也不要吃了 赶紧从我府里滚出去 听到简老爷这话 简夫人的同乡和娘家人顿时愣住了 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地 让简老爷来为他们做主 怂恿简老爷打骂简夫人 就是因为知道简老爷宠妾灭妻 连今天的这个满月宴 都是为测室的女儿举办的 简夫人指定有多憋屈呢 他们如此状告简夫人 定然能让简老爷借题发挥 越加冷落简夫人 却万万没想到 简老爷竟然会帮简夫人说话 不是听说 简夫人不得简老爷的宠爱吗 此时的简夫人也挺诧异的 没想到自己的丈夫 竟然会站在自己这边 帮他说话 尤其是这段时间 他还在跟丈夫闹合理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简妍 却高兴地手舞足蹈 扎爹总算干点人事了 就说你现在的表现 我以后就不骂你扎爹了 简老爷听到简妍这话 心头顿时雀跃 总算的闺女一顿夸了 爹爹一定会继续好好表现低 女婿 你什么意思 董大力反应过来 乐乐地问 没想到这个女婿 竟然会护着自己的女儿 此前 他们每次来简家大宅 简老爷对他们的态度 都很冷淡 因为知道自己的女儿不得宠 所以他们 只敢在女儿那里打秋风 从不敢在他这个女婿面前多说 生怕女儿本就不受宠了 他们要是再多话 这个有钱的女婿 把女儿给休了 再不能让他们占便宜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可如今看 这个女婿似乎对他们的女儿 还是有点宠爱的呀 那么护着 看出这点后 董大力的腰杆不由挺直了 仰着下巴看着简老爷道 女婿 我家闺女不懂事 你难道作为一家之主 也不懂事吗 她要真断绝了和家人 乡亲们的关系 以后谁给她撑腰 你也不知道劝劝 简老爷勾起一边的嘴角 冷笑道 反正我是站在我夫人这边的 她说什么便是什么 若说和你们断绝关系 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 你们越过她 到我这里来说 什么用都没有 眼看简老爷和简夫人一条心 村民们当即责骂起来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们如此缺德 难怪会在一起成为夫妻 如此不孝顺父母 不给相亲面子的人 你们的报应会在后头 简老爷立眼看向村民们 脸色阴冷 你们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到四 大门开着呢 还不赶紧走 我夫人说要和你们断绝同村情谊了 你们还在这里做什么 蹭吃蹭喝吗 我告诉你 但凡你们在我府里吃的一口饭 必须给我留下饭钱 否则你们就给我去见官 就说你们闯到我家来偷吃 村民们顿时哗然 简老爷 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我们是董香玉的同乡 他女儿举办满月宴 我们一同来庆贺 这怎么算是偷吃呢 既然是庆贺 那你们的贺礼在哪里 分子钱又在哪里 什么都没有 就说是来庆贺的 你们的脸怎么那么大呢 简老爷扫了一眼众人 又接着开口 而且你们这是庆贺吗 一个个的指摘我夫人 说她各种不适 还想让我这个丈夫打她 这就是你们庆贺的方式 也太不用心了吧 乡亲们被说得面红耳赤 哑口无言 办上之后 他们才找到话头 辩驳道 我们都是乡下人 没钱送礼物 但是我们人道心道 耽搁了一天的农活 就是为了来给你们女儿 庆贺满月宴 难道还不够有心意吗 就是你们全家在城里 做大生意 那么有钱了 还图我们这些乡亲们的 一点小礼物吗 做人可不能如此贪得无厌啊 听见他们如此颠倒黑白 恬不知耻 简老爷直接不想跟他们废话 朝自己家的家丁招招手道 来人 把这两桌的人全都给我赶走 一个都不要留 村民们眼看这些家丁 要来把他们赶出去 很不甘心 大吼大叫 吵吵嚷嚷 你们简家真是贤贫爱富 狗眼看人低 欺负我们这些穷乡亲 别以为有几个钱就了不起 今天你们把我们赶走 来日定会遭报应 简老爷冷着脸 你们说 对了 我简家就是看不起你们这帮人 蹭吃蹭喝还反咬人一口 以后别来站我简家的边 所有宾客们都在看着 没有一个人上前说话 董大力一家开口想要说话 简老爷却没给他们开口说话的机会 直接道 老丈人 你们要想把这顿饭吃完 那就别说话 不然就别怪我等不及把断青书写好 连你们也一起干 什么 你们竟真敢和我们断了血脉之亲 真是反了天了 你们还有没有刚长伦理 竟然如此悖逆长辈 董大力又气又惊 上前还想要再说话 却被妻子林氏给拉住 朝他使了个眼神 董大力这才冷静下来 压着心中的愤怒 冷冷地看着简家的下人 把乡亲们赶出简家大宅 让到一边 眼看这些乡亲们 即将要被赶出简家大宅门口 却见夏花一家 突然奋力挣开家丁的赶竹 讨到蒋老爷跟前 大声地道 我们可不是来你们简家蹭吃蹭喝的 我们是来给夏花讨公道的 你们打了我家夏花 必须给我们家一个说法 给我们赔偿 我们女儿现在身上还疼着呢 腿也是瘸的 你们必须还我们家一个公道 你们想要公道是吧 简老爷音策策一笑 那我就还你们公道 他说着 立即吩咐下人道 来人啊 给我把这个求财卖主的狗奴才 乱棍打死 夏花一家听到这话 顿时惊得瞪大的眼睛 你敢 简老爷冷笑一声 我有何不敢 他本就是我们简家买来的奴才 签了卖身器的 生死全由我们做主 要不是我夫人仁慈 他犯了错却仍旧放他归家 否则哪里还有你们讨公道的理由 夏花和夏花的家人不由争辩 我们和你家夫人可是一个村的 当初签了一个卖身器 不过是走过场 让他多给我们点银两罢了 怎么可以当真 简夫人在一旁道 白纸飞字 当初你们竟然为了钱把他卖了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的后果 如今你们 就算你们告到县衙去 他的生死也全由我们做主 还不赶紧动手 把这个卖主求荣的狗奴才给打死 简老爷再次命令 很快 夏花就被简府的家丁架了起来 简岩在简夫人的怀里 幸灾乐祸地看着 两只手挥舞着想要鼓掌 但因为还太小 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两只手根本碰不到一起 夏花一家 眼看简老爷是来真的 当即就慌了 眼看乡亲们此时已经被赶出简家大宅 这会儿想要带节奏耍横 也没有人附和 当下只得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道 简老爷 错了错了 我们错了 再也不讨什么公道了 求你们放我女儿一条命 简夫人 求你看在我们是同村的份上 放过我们家简花吧 她好歹也尽心尽力地 伺候过你这么长时间 不要让简老爷打死她呀 夏花也害怕地替四横流地求饶 老爷 夫人 我错了 求你们饶我一命 我以后绝不会再颠倒黑白 以后我逢人就说 是我的不对 才被人打断了腿 再也不编排您的不是了 放我吧 不要打死我呀 呜呜呜 简老爷却不理会他们 为了给自家夫人出口恶气 直接让家人把夏花一家拉到后院 棒打夏花 让夏花的家人眼睁睁地看着 夏花一家哭得七七哀哀 夏花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最后 简夫人在夏花还有一口气的时候 叫人停了下来 留着命 带他们去见官吧 今日是四小姐的满月宴 不宜出人命 很快 夏花和她的家人 就被夏人从后门带了出去 宾客们都前院 各自在自己的作息之上 虽然没有看到夏花的惨况 但是方才的喧闹 也早已惹得众人议论纷纷 却也只当作是一个插曲 宴会依旧热闹 仿佛方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简易 简额 简萨 正在招待客人 听到这个事顿时拍掌 高兴得道 真是大快人心 那些乡亲们 每次都到我们家来打秋风 还指指点点说三到四的 老拿士农工商来说是 在我们家连吃袋拿的 还要瞧不起我们这些商户人家 真是恶心 还有外祖父 外祖母 以及舅舅他们 要是真能和他们断绝 亲缘血脉就好了 每次来跟母亲拿银两 还要骂母亲和我们一顿 烦死了 董大利一家 此刻看到简老爷和简夫人的厉害 旁边也没有村民帮衬着 心知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一时之间也不敢再说话 简夫人心情也有些复杂 没想到简老爷竟然会这么帮他 可以冷落多年的心 突然有一丝丝暖意 然而 看到简老爷讨好的眼神 他又装作看不见的样子 抱着简严扭头去招呼宾客 客人还在陆陆续续的前来庆贺 抱老爷这时候姗姗来迟 还带了另外一个 和他年纪相当的老板 两人身边跟着的小丝都拿着礼物 简老爷和简夫人 立即热情地迎了上去 接过小丝送的礼物 客气地呵呵笑道 抱老爷 怎么现在才来呢 这位老板是 他看向旁边的那个老板 抱老爷立即介绍道 这就是给我们介绍生意的其老板 以后咱们俩还得多仰仗他呢 简老爷立即越发热情地招呼道 其老板 幸会幸会 这时候 刚刚就着奶壶喝完奶的简严 听到其老板这三个字 顿时眼睛一睁 其老板 这不是柳姨娘即将找到的拼头吗 这个人坏得很 串通柳姨娘栽赃陷害简家 害得简家被抄家灭门之后 直接娶了柳姨娘为小妾 又得了亲王的赏赐 两人的日子过得可好了 听到这话 简夫人和简老爷 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个其老板 竟然是柳姨娘的拼头 而柳姨娘 竟然会串通这个其老板 害得他们简家被满门抄斩 还有 他 他刚才没听错吧 亲王 他们简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商户 怎么会和亲王扯上关系 这 这都什么事啊 正当两口子心中凌乱之时 却听见简炎的声音又再次响起 咦 奇怪了 柳姨娘怎么没出现呢 按道理 她是我亲娘 肯定是不会错过 这次出风头的机会 这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还没看到她的人影 听到简炎心里这话 简夫人在心中不由暗暗一笑 此时的柳姨娘 应该还在自己的房里挠痒痒吧 说曹操曹操到 正想到柳姨娘 就看到柳姨娘从别院过来了 此时她的脖子上一片红枕 只能穿着高领的衣服 稍微遮挡一下 身上齐痒无比 但却只能忍着 这一次的满月宴 可以彰显她的身份和地位 绝不能错过 看到简老爷和简夫人 正在同两个商户老板在说话 她立即走过去行李 老爷夫人 妾身来晚了 简炎一看到自家亲娘来了 眼睛顿时一亮 看来这就是命运啊 我还以为柳姨娘要错过 和她拼头见面的机会了 没想到来得刚刚好 听到简炎的心声 柳姨娘心间顿时一颤 拼头 她哪来的拼头 她虽然听说 简家会遭遇 抄家面门的结局后 就想着找个权贵脱身 可现在不是还没有找着吗 怎么就拼头了 如此想着 她便朝着简炎面前的 那两个商户老板看了过去 只见一个又黑又胖 模样一般 换作豹老板 柳姨娘一看就十分嫌弃 另外一个 虽然年纪和豹老板相当 可看着白镜端方 身材也刚刚好 不胖不瘦 虽容貌比不上简老爷俊 但却有一股贵气 让她忍不住怦然心动 她立即侧身向 两人打个声招呼 一态万方 多谢两位老板 来给我的女儿庆生 切身荣幸之至 听见柳姨娘的话 抱老爷和其老爷皆是一愣 看着简夫人宠爱的 抱着怀中的女婴 一时之间有些尴尬 他们还以为 这孩子是简夫人自己生的呢 所以才会看她那般宠爱 没想到 居然只是一个姨娘的 柳姨娘看出两人的错愕 心中不由得意 她看向简夫人 伸出双手 夫人 把我女儿给我自己抱吧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简夫人测过身子 不想让她抱 想到柳姨娘将会背叛老爷 和眼前的其中一个老板有奸情 她就忍不住心生厌恶 态度也不由变得冰冷 柳姨娘莫不是忘记了 这闺女已经记在我的名下 是我的嫡女了 柳姨娘暗暗咬了咬牙 随后又勉强笑道 夫人 就算是记在你的名下 但好歹也是 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 是我怀胎十月 经历生产之痛生下来的 给我抱一下 总归没问题吧 还是说 柳姨娘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意有所指的道 夫人是怕我抱了女儿后 会发现什么吗 你什么意思 简夫人顿时皱眉 我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抱我女儿罢了 你却连这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肯给 你让我这做母亲的 如何不伤心呢 柳姨娘说着 开始磨起了眼泪 此时的简言眼皮 开始不受控制地沉重起来 她心里着急地叫喊着 柳姨娘又搞事情了 可别让我睡着啊 我还想要看一下战况呢 我不要睡着 不要睡着 睡着 这 简夫人听见简言逐渐睡着的声音 忍不住好笑 轻轻拍着她的背 安抚着 放心吧 我的乖宝 前面的你已经帮了娘亲很大的忙 后面的就交给娘亲来应付吧 柳姨娘看向简老爷 哭得柔弱可怜 老爷 求你给切身做主啊 我自己生的孩子 难道还不能抱一下吗 说着又转着身子看一下周围的来客 继续哭诉着 各位贵客 你们帮我平平礼 于情于礼 我抱一下自己的女儿 有错吗 宾客们顿时窃窃私语 简夫人的娘家人 也在幸灾乐祸地看着 只是抱一下自己的孩子 这也没什么的吧 我不是简夫人善妒 抢姨娘的孩子 连抱都不许 那这姨娘还真是可怜自己生的女儿 连抱都不行 听见周围之人的议论纷纷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简夫人只得叹了口气 道 我并非是不让你抱 只是考虑到你刚出月子 身体还很虚 所以不想累着你 但你既然想抱 那就给你抱一下吧 她已经给过柳姨娘机会了 是她自己不珍惜 非要借着这次的机会闹事 那待会儿也别怪她撕破脸面 柳姨娘抱到简炎之后 脸上便扬起兴奋之色 她抱着简炎 故作思念之色 泪流满面 我的宝贝女儿 娘亲可想死你了 终于可以抱抱你了 一边说着 一边抚摸简炎圆胖白润的小脸 怎么回事 我女儿的身体 怎么会有这么多红疹子 看到简炎身上 果然如她所料的 起了红疹子 柳姨娘十分得意 看来自己的办法 果然天衣无缝 简夫人竟然查不出 这其中的问题 还是让简炎穿上这身 被她撒了毒粉的新衣 只可惜 为了不让简夫人怀疑 她不得不穿上 简夫人用她送过去的布料 做成衣服 这布料大概沾了她 让丫鬟撒在简夫人 布料上的毒粉 以至于她现在穿上这件衣服后 也浑身起痒 她一个大人都养成这样了 简炎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恐怕只会更加难受 好在有止痒药 所以她浑身的臊痒还能忍耐 估计简夫人也给那死丫头 用了止痒药 或者给了迷香 不然这丫头不可能睡得这么香 不过挨过臊痒又有什么用呢 这么小的孩子 碰上这种毒粉 等到半夜必定会发高烧 这死丫头 肯定直接一命呜呼 那她就可以有理由控告简夫人了 到时候 她成为简家主母 掌控和转移简家财物 指日可待 简家的灾祸 她才不要受到牵连 简夫人见她 果然想借此声势 不由冷笑 柳姨娘 你可真够细心的呀 眼宝的红疹子 长在身体里 你居然都能翻出来看到 好像早就知道 她身体里肯定长了东西似的 柳姨娘被她说的面色一僵 但很快就镇定下来 扬声道 这可是我十月怀胎的亲女儿 一个月的时间我都不能与女儿团聚 自然更关切一些 检查的就比较仔细了 没想到竟然让我发现 我女儿身体竟然会长这些东西 难怪夫人刚才不让我抱她 原来是怕被我发现 你照顾不周啊 柳姨娘哭了起来 老爷 这是我为你生的第一个孩子 虽然是个女儿 但也是我的心头宝 如今却被照顾成这样 满身都是疹子 还不知道 闺女在我看不见的时候 被人如何对待呢 求老爷为我做主 啊不 为我们的女儿做主啊 呜呜呜 周围的人听见柳姨娘的话 不由再次议论纷纷 照顾的就马马虎虎 居然能让孩子长疹子 这姨娘也是可怜 十月怀胎的孩子 被抢走成为别人的孩子 还发现孩子被照顾的不好 是个当娘的都受不了啊 柳姨娘抹着眼泪 耳边听到周围人议论的声音 见他们都向着自己 不由暗暗的得意勾存 如今有那么多人在场 此事一旦传出去 简夫人的名声必然败坏 到时候 简夫人的地位 还不是任她手到擒来 柳姨娘怎么知道 孩子身上长疹子 就一定是照顾不周所导致的呢 难不成你知道 这孩子身上的红疹子 是怎么来的 简夫人意犹所指地问 柳姨娘立即道 孩子身上长这些东西 除了照顾不周 还能是什么呢 宾客们也都纷纷质疑 是啊 还能是什么呢 简夫人看到周围人 向她投来的质疑目光 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些红疹 并不是照顾不周所导致的 是我特意为孩子 去寺庙求来的红韵加深 方丈亲自给她点的朱砂 希望她此生有好运相伴 一生无忧 顿了一下 简夫人又道 我还请了方丈 来参加今天的满月宴 估计晚一点才会来到 到时候 她也可以为我作证 听到简夫人这话 众人皆是半信半疑 柳姨娘却是一点都不相信 冷冷地笑了起来 夫人啊夫人 你能忽悠得了这些宾客们 能忽悠得了我 有这种红韵加深的操作吗 而且大公司的主持 又怎么可能会大老远地跑来 参加一个小女婴的满月宴 那衣服上的毒粉是我的贴身丫鬟亲自下的 什么红韵加深 我看你可真会编故事呢 我就不信那个主持 还真的来参加这个死丫头的满月宴 要是真的来了 我就相信这死丫头 确实是有红韵在身的 以后绝不会想要害死她 要是没有 就别怪我让你们快点投胎 下辈子做一对亲母女 柳姨娘心里恶毒地想着 表面却抹着眼泪 夫人 你这话是在哄三岁的小孩吗 谁会把朱砂点的周身都是 这分明是孩子照样不当 才导致的红疹 不然 我现在就去请大夫来 让大夫看看就知道 孩子是身体出了问题 还是点的猪砂 说着 立即让自己的贴身丫鬟 泱泱去请大夫 没过一会儿 大夫就被请过来了 这大夫已经被柳姨娘收买 泱泱去请的时候 还特意交代过 让大夫把情况说得严重一些 大夫得了银子 当下就点头满口答应 为检验诊脉的时候 大夫发现她卖向平稳 并没有一点中毒的迹象 顿时有些奇怪 之前这柳姨娘的贴身丫鬟 泱泱来跟她拿毒粉的时候 就已经跟她说了这个计划 让她务必配合 可这会儿 她为这个四小姐诊脉 并没有诊出她中了毒粉啊 莫非柳姨娘最终良心发现 所以不打算害这四小姐了 所以才特意交代她 让她把病情说得严重一些 心中虽有疑惑 大夫决定 还是按照之前所说的计划进行 她脸色很凝重 严肃地道 你们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这孩子不光照顾不当 而且还中了毒 这么小的孩子 你们的心肠是有多歹毒 竟然忍得下这么狠的心 给她下毒 听到检炎中毒 检老爷顿时慌了 此时他也一直没有听到检炎的心声 难道真是中了毒 大夫 你说这孩子是中了什么毒 大夫开口说道 此毒凶险得很啊 又十分折磨人 中了此毒的人 浑身会长红疹 全身起氧无比 看孩子这模样 应该是用了药 才稍微缓解了身上的起氧 但晚上必会高烧不退 严重的话 怕是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啊 检老爷又急又慌 那该怎么办 检疫 检鹅 检萨三兄弟 也放下招呼客人的重任 围拢过来 听到大夫这么说 当下也是慌张和担忧不已 妹妹怎么会中了 这么严重的毒呢 妹妹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柳姨娘眼看大夫 已经下了诊断 当即就大声地嚎哭起来 我可怜的孩子呀 你才那么小 就被人害成这样 娘亲对不起你呀 娘亲没想到 自己得你爹爹的宠爱 会招来这样的记恨 连累你为我受苦啊 她说着 抬起泪眼蒙蒙的 双眼看向检夫人 夫人 切身因为相信你 尽管你已经有了三个儿子 还是相信你会善待我的女儿 谁知你却这样待她 她只是个女儿 并不会同你的三个儿子 争强产业 你为何就那么容下她呢 你就算是对我有意见 就冲着我来啊 孩子还那么小 你怎么可以对她下此毒手 你让我这当娘的心 该如何痛呢 呜呜呜 听着柳姨娘这番气泪痛诉 前来参加满月宴的宾客们 全都被她的眼泪所蒙骗 看着检夫人的目光 全都充满了鄙夷和斥责 这检夫人还真是虚伪之志 一边抱着孩子 装着对这孩子有多么宠爱的模样 一边却给孩子下毒 在我们面前演了一出宽容大方的好戏 到了半夜 孩子发烧致死 自己解决了心头之恨 又报复了柳姨娘 还在我们面前博得了好名声 真真是最毒妇人心啊 大人之间的争风吃醋 居然伤害到这么小的小孩子 良心被狗吃了吗 可怜的柳姨娘 自己就生了这么个女儿 居然就被竹母给害死了 听着众人的责骂 检夫人并未辩解 检老爷忍不住问 夫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是你给阎宝下的毒吗 这一个月以来 他看到夫人对阎宝都是宠爱有价 怎么也不敢相信 会是他下的毒 几兄弟也一脸不可置信的 看着自家的娘亲 娘亲 这毒不是你下的对不对 阎宝妹妹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能会给他下毒 检夫人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心中寒凉 是不是我给阎宝下毒 你们心里难道没有数吗 这一个月的相处 你们日日到我院中吃饭 我对阎宝如何 你们难道不是最清楚的吗 听到检夫人的反问 检老爷和几个儿子 顿时有些惭愧和犹疑 他们知道自己不应该怀疑检夫人 但这毒又是谁下的呢 这个月的时间 检夫人一直把阎宝带在身边 就算在自己的院子 都没跟他分开过 别人根本就无从下手害阎宝 就连阎宝的亲生母亲柳姨娘 这个月时间 除了前面那几天有过一些争吵 后面就一直被赶到外院居住 也没有接近阎宝的机会 他又怎么能害得了阎宝呢 父子几人想到这里 不由又回忆起来 这个月的时间 检夫人如何对待阎宝 他们也确实看在眼里 那是相当的宠爱 他们这几个亲生的儿子 都没有过这样的待遇 就连阎宝自己 他们都能从他的心声里听到 他对检夫人的信任和依赖 只愿意叫检夫人做娘 而自己的亲娘 他却嫌弃得不得了 想到这里 检老爷和几个儿子当即表态 我们信你定然不会对阎宝下毒手 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检夫人淡淡地开口 等大公司的主持来了就知道了 听见他这话 众人皆是质疑 大公司的方丈怎么可能会来 那大公司方丈 可是连皇上都敬重的人物 会到这小小的商户人家来吗 怕不是为了推脱 才故意说的吧 柳姨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控诉 夫人如今证据确凿 我女儿浑身都是疹子 你怎么还不肯承认呢 正当众人猜疑的时候 却突然听到有人惊叫出声 大公司方丈 大国司方丈竟然也来拜访了 听到这个声音 众人纷纷扭头一看 果然看见大国司方丈穿着袈裟 拿着缠杖走了进来 众人顿时惊讶出声 怎么会 还真的是大公司的方丈 这小女娃何德何能 居然能让方丈亲自来参加她的满月宴 这方丈一般都住在寺庙中 只有皇上和太后才请得动她亲自祝福祈祷 一个小女娃居然也能有这样的殊荣 众人皆感到不可思议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方丈静止走到简夫人的面前 眼睛盯着她怀中的婴儿 撵着佛珠行了一礼 深沉地道 夫人 我来为您的女儿庆生了 简夫人也向方丈迎了过去 礼数周到的行了一礼 方丈 有劳你大老远的 还过来给我女儿庆生 方丈意味深长地开口 这一趟必须来 你的女儿 不同反响 听到方丈大人这话 周围的人皆是议论纷纷 这方丈大人是什么意思 这女婴有何特别之处 竟能让她亲自下山 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柳姨娘却忍不住开了口 夫人 不要以为你把方丈请来 给我女儿庆生 就能洗脱你害我女儿的嫌疑了 方丈听到柳姨娘的话 侧身看了她一眼 直言道 这位女施主 你作为这个女婴的亲生母亲 原本应该享受齐天红福 奈何却因为你存心不正 与如此有福之女元宝 最终不得善果 你说 谁不得善果呢 柳姨娘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方丈却没有再继续说话 柳姨娘咽了口气 这才又继续前面的话题 控诉道 老爷 求你为我做主啊 严宝是我的女儿 我是无论如何 也不能看着她被下毒手的 简老爷没有回应她 而是看向方丈 方丈 请问我女儿身上的 这些红枕是怎么回事呢 柳姨娘在一旁道 夫人说是 您给她点的朱砂 寓意着红韵加深 我想方丈应该 不会做出这种事吧 其他人也都紧盯着方丈 想听她的答案 却见方丈举着佛珠形的一礼 那孩子身上的红点 确实是老娜亲自 给她点上去的朱砂 寓意红韵加深没有错 众人听见这话 顿时了然 原先对捡夫人的谴责 也减轻了许多 柳姨娘却不愿意相信 她摇着头道 谁会给一个孩子 全身都点上朱砂呢 是我女儿分明是长了疹子 是被人下毒所害 大夫刚刚都诊断出来了 你竟然和夫人一同联合起来 欺瞒所有人 那导致身上其疹子的毒粉 还是她亲自让人购买撒下的 怎么可能会没有红疹呢 方丈眼目深沉 仿佛看透一切 你执念太深 邪气太重 若不及时悔改醒悟 终将只会作茧自负 挖坑自跳 方丈来了一会儿 给简岩祈祷祝福一番 便离开了 简夫人把方丈送走之后 看到柳姨娘还在执着于 抓到给盐宝下毒之人 不由地开口 你若真的担心盐宝 为何只让大夫诊断她的病因 却没有让大夫给她开药治疗呢 你一直纠结于 她身上的疹子是谁下的毒 似乎只执着想 揪出下毒之人 却并不关心女儿的身体 是否有问题 这就是你疼爱女儿的表现吗 听见简夫人这番质问 周围的宾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细细咀嚼才发现确实可疑 简夫人说得不错 若这柳姨娘真的心疼孩子 那为何到现在 都没有在意孩子的情况 反而只是一个劲地 想要揪出下毒手的人 面对众人对她的质疑 柳姨娘有些慌张 不过很快 她就镇定下来 找到了借口 我想找到下毒之人 杜绝今后还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难道也有错吗 大夫反正就在这里 随时都可以给我女儿看诊 可是若不把根源揪出来 她今后还是会遇到问题 治标不治本 我这样做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她的一番辩解 顿时让周围的人无从反驳 简夫人却开口道 柳姨娘口口声声地说 我们阎宝身上有疹子 是下毒所致 可我和方丈都已说明 阎宝身上的红点 并非是长疹子 而是朱砂 你却执意不信 仿佛是堵定了 阎宝身上的红疹 就是被人下毒所致 不知你这份堵定 是从哪里来的呢 柳姨娘被简夫人这么一问 顿时有些慌张 她之所以如此堵定 那是因为 这其中也有她动的手脚 心里虽然什么都明白 她却狡辩道 这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直觉 说我生了这孩子 她舒不舒服 我肯定能感受得到 她平日里活蹦乱跳 总是喜欢看着人笑 可今天一直到现在 她都还昏睡着 定然是你怕她臊痒哭闹 被我们发现 你对她的残害 所以才用了让她沉睡的药物 大夫肯定也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华大夫 柳姨娘说着 看向被她收买的那名大夫 那叫做华大夫的 立即点头称道 不错 我方才诊断这小小姐的脉象时 感觉到她的脉象 有一股混沌之气 想必就是柳姨娘 所说的沉睡药物了 这时候 简老爷突然开口 算了 到底是朱砂还是中毒 想要验证的办法也很简单 给孩子擦一下身体 可不就知道了吗 不错 给孩子擦洗一下就知道了 周围的人都附和起来 柳姨娘也是眼睛一亮 连连点头 对 这是个好主意 她就是笃定 眼保身上的疹子 是她下毒惹出来的 只有证明眼保身上的红点是疹子 才有可能扳倒简夫人 擦洗眼保身上的红点 就是一个证明的好方法 很快就有人拿来了不喝水 准备当着大家的面 擦洗眼保露在外面的红点 简夫人却有些心疼 眼保终究是个女娃娃 被大家围观着擦洗身体 多少会有些难为情罢 不然我们去隐秘一些的地方 柳姨娘却不依不饶得道 这怎么能行呢 众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只有当着大家的面擦洗 才能证明 她身上的红点是疹子还是单扣 听见柳姨娘这话 简夫人的目光不由闪的闪 既然你连眼保的一点体面的都不给 那就不要怪待会儿 你会一点体面都没有 简夫人亲自拿起帕子 给眼保轻柔地擦洗着身上的红点 在场所有人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一眨也不敢眨地盯着眼保的那些红点 生怕错过什么重要的画面 只见那些红点 随着简夫人的擦拭 一点一点地被擦干净 众人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 这不是红疹 这是红点 是方丈给孩子点的单扣 这么说来 这孩子不是中毒 那为何大夫却说这孩子是中了毒呢 所有人议论到此 不由地扭头看向华大夫 华大夫紧张地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一时间不知道该做何回应 华大夫 你老实说 我闺女到底有没有中毒 你就算是拥医 也不至于看差得那么离谱啊 简老爷浓眉直述 简家几个儿子 见此情况也跟着道 华大夫 你的医术这么差 如何还能继续寻医看诊呢 以后谁还赶上你的医馆 请你上门看诊呢 华大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寻思此事 非同小可 要是真的认了误诊的这个锅 就是砸了自家的招牌 以后就不会再有人赶上门来请她看诊了 柳姨娘收买她时给的银子固然丰厚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思量一番之后 华大夫立即跪地承认错误 摊牌道 并非是我医术不经 而是我受了人赠女的金银 所以才故意给孩子误诊了 这孩子其实什么病什么毒都没有 康健的很能 如今沉睡 也不过是幼儿很正常的休息成长罢了 她说的话还有所保守了 并没有供出柳姨娘买毒的事 只说自己是误诊 听到华大夫这话 众人顿时又惊又疑 居然是被收买的 天啊 谁会收买华大夫 给一个孩子误诊了 还能是谁 刚才谁跳得最厉害 大家不都是看在眼里的吗 随着众人的议论声 在场的人都纷纷抬起头看向柳姨娘 所有人都心照不宣 刚才笃定姐姐身上的红点是疹子的 不就是柳姨娘吗 此时的柳姨娘还在震惊的状态 死死盯着简炎身上被擦干净的肌肤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明明她已经让人把毒粉撒在这小丫头的衣服上了 为什么她却一点问题的都没有 为什么她身上的这些红点 只是被方丈点在身上的单扣 简夫人直视着她那张不可置信的脸 柳姨娘 原来你之所以那么笃定眼保身上起红疹子 原来你早就跟大夫串通起来了呀 众人此从原本对她的同情 逐渐转变到了现在对她的质疑 这柳姨娘居然敢买通大夫 让大夫误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必须要好好地审问 我都怀疑 她刚才之所以会那么肯定 小女娃中了毒 是因为这毒是她自己下的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这毒最终没有出现 简老爷脸色阴沉沉地看着柳姨娘 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收买华大夫 莫非你真是想给严宝下毒 面对简老爷的质问 以及众人怀疑的目光 柳姨娘连忙让自己冷静下来 矢口否认道 老爷 我从未收买过华大夫 是她自己误诊 怪不得我 我要真想收买她 此事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不要被这用衣给蒙骗了 华大夫当场就炸了 好你个毒妇 我原本还想给你留一些退路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回报于我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 华大夫当场就看一下简老爷 一脸愤然地说道 简老爷 我明白地告诉你吧 收买我的 就是你家这姨娘 她之所以让我说出那样的话 就是想要让你们觉得 这孩子的病情十分严重凶险 如此才能扳倒你的正式夫人 而此前 她曾经到我的医馆 去购买过药伞 就是用了能让人身体起红疹 半夜发高烧 孩子中招必死无疑的毒粉 如此毒妇 我也不知道 你是如何将她取进门的 如今我让你看清她的真面目 希望你自行斟酌吧 柳姨娘没想到 华大夫竟然敢当众接她的老底 顿时指着华大夫 气得说不出话来 她 一个清脆的巴掌声突然响起 简夫人一个巴掌 甩在柳姨娘的脸上 柳姨娘的脸 立即就浮出了一个手指印 柳姨娘捂着自己的脸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夫人 你竟然敢打我 简老爷向来很是疼宠她 自从将她那进门以后 都是把她捧在手心里的 简夫人纵然生气吃醋 但也拿她无法 还得假装大度地和她和睦相处 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从未敢说自己中话 就怕她倒到老爷那里去 会被老爷训她 极度心太强 容不下人 却万万没想到 简夫人现在竟然敢给她扇巴掌 柳姨娘立即捂着自己的脸 哭红了双眼看向简老爷 老爷 夫人竟然打我 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简老爷的眼神却十分阴力 你先告诉我 华大夫所言是不是真的 若是真的 我不介意也给你扇一巴掌 竟然敢毒害她的宝贝女儿 简直是该死 柳姨娘第一次看到 简老爷对自己 露出这样凶狠的神情 顿时心慌意乱 以前老爷看她时 眼中满是宠爱 极尽温柔 可如今却仿佛想要把她杀了似的 她当即辩解道 老爷 你怎么能这么怀疑我呢 严宝可是我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亲女儿下手 要是我真的要给女儿下毒的话 为什么女儿身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简夫人开口 严宝没有中毒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心肠歹毒 有所防备 没有把你送给她的有毒布料 做成衣服给她穿 而是做成大人的衣服给了你 你现在不就穿的是那套衣服吗 你有没有下毒 现在就把衣服扒开 让大家看看你身体有没有长红疹 就知道了 众人听的简夫人这番话 纷纷附和点头 没错 想要证明自己送的布料没有问题 除非你身上没有红疹 否则就别说自己无辜 此时的柳姨娘 哑巴吃黄莲 有苦说不出 她想说自己送的衣服没有问题 可自己身上的一身红疹 根本就瞒不过去 她想说有毒的应该是 简夫人的布料做 可简夫人为严宝 挑选购买的布料 做出来的衣服 严宝穿着安然无恙 一点问题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丫鬟搞错了 或是她背叛了自己 给自己送去的布料 撒了毒粉 最终害的是她自己 柳姨娘想到这里 不由扭头 看向自己的贴身丫鬟泱泱泱 泱泱接触到她质疑的眼神 立即惶恐地摇头 在她的身后小声道 姨娘 不是我 我确定自己把那个毒粉 撒在夫人送的那块布料上的 或许是 夫人自己发现了呢 柳姨娘不信自己想的 这个高招能被简夫人发现 否则简夫人不可能把自己 送去的布料还给自己 她阴狠地瞪了一眼泱泱 等会再收拾你 此时的她特别后悔 她不该穿这身衣服的 原本以为简夫人已经上当 自己衣服上的药粉 只是不小心沾到了 丫鬟撒的毒粉 如此可以控告简夫人 害她的女儿又害她 两个人受害 必能让老爷重重地罚简夫人 简夫人必定被休 却没想到 那死丫头竟然什么事都没有 而她却白受了起痒之苦 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 无处诉说冤屈 柳姨娘 快点吧 那么多人在等着看呢 事情真相如何 就看你身上是否起红疹了 简夫人面目平静地看着柳姨娘 催促道 柳姨娘屈辱地咬了咬唇 随后眼泪汪汪地看着简老爷 老爷 你就任凭我受此折辱吗 简老爷表情冷肃 我也想知道 我疼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 是不是真的如此蛇蝎心肠 泱泱生怕柳姨娘回去之后 真的会收拾自己 为了讨好自己的她 连忙表现道 老爷夫人 这里那么多人 总不好让姨娘露体吧 简夫人立眼看她 主子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了 再说刚才她不是义正言辞的 也让严宝当着众人的面证明的吗 怎么换她就不行了 泱泱想说 小姐是孩子呀 怎么能跟大人比呢 但是看夫人的气势强大 不由缩了缩脖子 退到柳姨娘身后 不敢再说话 简夫人说完话后 立即吩咐下人道 来人啊 把柳姨娘的衣服扒了 看看她的身体有没有红疹子 柳姨娘闻言 顿时想要逃 然而 还没跑两步 就被下人给逮住了左右手 简夫人上前 亲自将她的领口拉开 只见她的脖子和锁骨处 全都是红疹 简夫人冷笑起来 柳姨娘 你身体的这些疹子 点得住沙了吧 周围的人倾笑起来 随后又一脸谴责的议论纷纷 柳姨娘的身上 真的有红疹 如此一来 她送去的布料 就是下了毒的 难怪她刚才那么笃定 四小姐肯定长红疹 原来这有毒的料子 就是她送的呀 真是没想到 竟然是柳姨娘下的毒 那可是她自己怀胎十月 生下来的女儿啊 她怎么能下得了手 亏得我们先前 还对她万分同情 帮她一同斥责简夫人 没想到恶毒的人 竟然是她 也有人庆幸到 还好简夫人对她早有防备 将她送的布料 做成衣服还了回去 不然就苦了四小姐 小小的婴孩就要受毒害 命丧皇权了 这么看来 还是简夫人对这个孩子 是若亲生 让孩子避免了一次 被毒害的危机 难怪看她一直都抱着这孩子 对这孩子的事情 都是亲力亲为 看来是真的疼到骨子里了 像简夫人这样 心胸宽广大气容忍的女子 实在少见 一个姨娘的女儿 竟然也能视如己出 所有人的口风纷纷转变 从先前对简夫人的谴责 到现在的敬佩和赞赏 简老爷气得脸色发黑 冷冷地瞪着柳姨娘 柳儿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柳姨娘有苦说不出 心里焦灼似火 最后终于憋出一个主意 她当即跪在地上 对简老爷哭诉道 老爷 是我这丫鬟干的 不信你自己问大夫 我从未出面收买过大夫 是泱泱自己的主意 还请老爷明查呀 华大夫接收到大家的目光 回想了一下 确实只是从一开始 就只是这个丫鬟 交代她要做的事 还真没有跟柳姨娘接触过 当下也指得干巴巴的实话实说 我确实没见过柳姨娘的面 都是这丫鬟与我做的交易 泱泱顿时呆了 没想到自家的主子 竟然把脏水泼在自己的头上 她也连忙跟着 跪在柳姨娘身旁 编解道 老爷明查 要不是柳姨娘指 啊 她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腰间的肉 被柳姨娘狠狠地掐了一把 便看到柳姨娘斜着眼 狠狠地递了她一下 泱泱在柳姨娘身边伺候 柳姨娘对她极微甚深 被这么一掐 竟一个字都说不出口了 简夫人察觉到这一细节 指示着泱泱的双眼 泱泱 你说实话 是你想要害小姐 还是有人指使你的 泱泱浑身发抖 低下头不敢看见夫人 眼睛惶恐地四处扫着 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柳姨娘趁机控告道 泱泱 我知道你对我忠心 但你也不能做出这种 栽赃陷害的事情啊 难怪华大夫才说 我要扳倒夫人自己做正事 原来都是你这张嘴随便乱说 竟然还干出这种事来 实在太让我失望了 要是你的家人知道 你是这样搬弄是非之人 还会认你这个女儿吗 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暗暗扯了扯泱泱的裙摆 泱泱心领神会 整个人变得僵硬 柳姨娘 这是在用她的家人要挟自己 此时的眼保终于醒了过来 看到柳姨娘和她的贴身丫鬟 泱泱跪在地上 顿时眼睛一亮 兴奋起来 哎呀呀 瞧我都错过了什么 看来这局势娘亲赢了 居然让我那个恶毒亲娘下跪 察觉到眼保醒了 剪夫人心头不由一填 拢了拢手 将她抱得更紧了 也不知道为何 抱着这小家伙 竟也不觉得手酸 反而有一种满足感 这时候 眼保听到柳姨娘对泱泱说的话 当下就撇了撇嘴 我这恶毒亲娘 好端端地提前泱泱的家人做什么 怕是故意用泱泱的家人 威胁泱泱背锅吧 听到眼保的心声 剪夫人当即唇角一勾 看着泱泱 意味深长地道 泱泱 你尽管说实话 柳姨娘只不过是一个测试 难道还能指手通天不成 只要我和老爷愿意 她只要离开剪府 就什么都不是 你没有必要惧怕她 夫人 你什么意思 你 柳姨娘咬着牙 你闭嘴 剪夫人没等她把话说完 就瞪了她一眼 你一个测试 不过是比奴才的地位高一些 我问一个下人的话 何时轮到你来插嘴 柳姨娘顿时牙火 心里却是怒火中烧 从她进入剪府 何时受过这样的委屈 她扭头看向剪老爷 老爷 你 话还没说完 剪老爷也同样打断了她的话 是关我唯一的宝贝女儿 这件事情我必须查清 柳儿你就不要再阻拦了 听见剪老爷这话 柳姨娘不由愣住 嘴巴张了张 半上说不出一个字 老爷变了 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宠她爱她了 以前的时候 无论她说什么 就算是错的 老爷也会睁只眼闭只眼 偏袒着她 可是现在 老爷竟然帮着夫人说话 也不站在她这边了 难道真是因为那只钱袋的缘故吗 她以为老爷那么多年疼她爱她 是因为年少时对她的喜欢 那时候她窈窕淑女 在一种贵女之中 也是出类拔萃的美人 后来她虽嫁过人 却依旧貌美 身段诱人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才情不解年少之时 所以直到她嫁为人妇 又被人修了以后 老爷还依旧爱她如初 不嫌弃她是个弃妇 将她迎娶进门 可是现在 却告诉她 老爷对她千疼万宠 并不是因为她的天生励志 而是因为一只 她当年花了几文钱买的钱袋 多么可笑 更可笑的是 她瞧不上眼的女儿 简老爷和简夫人 竟然视如珍宝 正想到这 却听见她心中嫌弃的女儿 突然发出心声 扎爹总算是拎得轻了 我的亲娘 留着早晚是个祸害 柳姨娘心中猛的一沉 阴狠地瞪了一眼 简夫人怀中的亲女儿 这个女儿定是妖孽 小小年纪 就会在心里咒自己的亲娘 当初没能掐死她 真是祸害无穷 她一定会寻到机会 将这个丫头弄死 简夫人见老爷 并没有像以前那样 被柳姨娘的眼泪蒙骗 心里微微一松 又继续看向泱泱 居高临下地问道 泱泱 想好了吗 是要如实招来 还是替指使你的人背锅 泱泱看了一眼柳姨娘 又看了一眼姐夫人 面色为难 咬着牙思索了半晌 最终猛地在地上 磕了一个响头 在抬起头时 眼神中便有了坚定之色 夫人 奴婢愿意向您如实招来 听见泱泱这话 柳姨娘顿时急了 泱泱 把柳姨娘看好 不要让她发出声音 简夫人命令道 立即有下人 将柳姨娘的嘴给堵住 不让她发声打扰 泱泱跪在地上 将柳姨娘所作所为尽数说出 说到一些需要证据证实的事情 简夫人直接让人 把人证物证都带上来 最后 泱泱开口道 若非夫人一直把小姐带在身边 吃的喝的都查验得极其严格 小姐不知道遭了多少暗算 等泱泱说完了 一直都在挣扎的柳姨娘 也泻了气 贪软地倒在地上 她目光呆滞 嘴巴喃喃 不是这样的 她说谎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简夫人看着好些个 被柳姨娘收买的下人以及证物 压抑着心头的怒火 她就知道 当初房中总有异动 并不是自己多心 而是这柳姨娘 从未停止过 对阎宝的杀害 和对她的栽赃 幸好她一直都带着阎宝在身边 总是不离手 常常抱着 才没有让柳姨娘得手 吃的喝的 也都仔细地查验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阎宝在心里也不断地惊呼 我的哥乖乖 这是亲娘对待孩子的做法吗 竟然还在月子期间 就天天让人对我下黑手 简直是丧心病狂啊 还好有娘亲护着我 不然我都不知道 死了多少次 扎爹啊 快睁开你的太金和狗眼看看吧 你错爱那么多年的女人 是什么样子 趁着这个机会 赶紧把她修了 要不然 你就等着她 给你戴绿帽子吧 听到阎宝新生的简老爷 顿时哭笑不得 她的宝贝闺女 什么时候才能把她扎爹的 这个头衔给摘掉啊 她真的不想当扎爹啊 吸了口气 她震了震脸色 严肃地看着贪卵在地的柳姨娘 柳儿 现在人证物正举在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柳姨娘正在被 严宝心里的声音 给气到发抖 突然听见简老爷的问话 她这才连忙定了定心神 自知说什么也没用了 于是抬起眼 楚楚可怜地看着简老爷 老爷 我这么做也是 因为爱你的缘故啊 我只想成为你的正妻 同你出双入对 而不是只能躲在后面 看着你和夫人面和心不合 众人都知你宠妻灭妻 你如此爱我 担当了这样的民生 我也不想你对着不爱的女人 煎熬度日 所以才想顺了你的心意 想方设法地取代夫人 成为你的正妻 我处处为你着想 难道也有错吗 亲娘的这番话 让严宝忍不住扑了一声 药片顿时势透 她也顾不上害羞了 激动地吐槽道 我的妈爷 怎么会有这么极品的想法 因为爱 那你的爱得有多变态 这样的理由都能说得出口 真不愧是我的亲妈呀 柳姨娘被严宝的 这番心里话对的眼皮子狂跳 恨不得上前撕烂她的嘴 简夫人真是担忧地看着简老爷 以前老爷子吃柳姨娘这一套了 只要柳姨娘说爱她 或者是眼泪婆娑的 老爷保准心软 对她千一百顺 简老爷原本看着柳姨娘的 柔弱可怜的模样 不用想到 此前对她宠爱入骨的时候 还真有些的心软 然而一想到严宝说的话 心里就猛地沉了下去 不错 她得趁这个机会 把这个虚情假意的女人给废了 免得日后她给自己戴绿帽 理应外合让简家遭受灭顶之灾 简老爷悠然开口 既然你那么爱我 不想让我煎熬度日 那就离开简府吧 柳姨娘正擦着眼泪 听到这话不又愣住了 泪水还挂在脸上 她整个人呆呆的 老爷你在说什么 简夫人也惊住了 没想到简老爷竟然会说出 让柳姨娘离开简府的话 这柳姨娘不是她最宠爱的妾室吗 她怎么就这么轻易地 把人赶出府 简老爷道 柳儿 我如今看到你 当真是煎熬啊 现在的你更是原形毕露 竟想要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下手 这也是我的宝贝女儿 我怎能容她在你手下受害 你既然容不下她 那就走吧 如今大家都在场 我就此宣明 将柳氏妾室身份废除 逐出简家 啊 柳氏仿佛被五雷轰顶 倒退几步 随后又反应过来 上前抓住简老爷的衣角 老爷 你不能废了我呀 你不是最宠爱柳儿的吗 你怎么突然变心了 你在逗我的对不对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惹你生气了 你才故意吓我 简老爷将自己的衣服扯过 皱着眉头看她 我之所以那么宠你 一切皆是错爱 我以为你是当初那个给我钱袋的女子 若早知那不是你 我定不会对你上心 如今一切真相大白 当初给我钱袋的女子 是我的发气懂相遇 至于你 我本想给你一些体面 供养你 让你这辈子衣食无忧 可你却不安分 非得要出手害人 还想要嫁祸主母 如此歹毒心肠 我绝不能忍 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简府的姨娘 简家大门 你不可再踏进一步 不要啊 柳姨娘惊恐地抓住简老爷的衣角 泪水连连 老爷 求你不要赶我出府 我若离了简府 可该怎么活呀 她指着严宝道 严宝到底是我生的女儿 你若真的宠她 又怎能忍心让她没有亲娘呢 再说 她现在也没有怎么样啊 不还是好端端的吗 严宝翻了白眼 有你这个亲娘还不如没有 哪个亲娘会三番四次把自己的孩子往死里整 我现在还好端端的得亏了简夫人娘亲 不然我死在你手里不知道几百遍了 听到简言心里的话 简老爷也没有了顾虑 冷肃地道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她亲娘 你几次置她于死地 有何颜面说自己是她的生母 你配吗 瞧见周围的宾客还在看着 简老爷也不想闹太大笑话 立即吩咐府里的下人道 来人啊 把这毒妇赶出简府 日后她便不再是简府的姨娘 你们不许再放她进来 很快 就有人来嫁住柳氏 把她拉了出去 将柳氏赶出去后 简老爷这才看向宾客 抱歉地笑道 不好意思 让各位看笑话了 今日是小女的满月宴 大家尽管吃喝 不必客气 前面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不要扰了你们的兴致 宾客们也都拾去 装着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继续吃吃喝喝 齐声道喝 柳氏被赶出府后 狼狈地抹泪走在街头 她还想回别院 可别院此时已经大门紧锁 进去不得了 她顿时坐在地上 阴阴呜呜呜地哭起来 这时候 有一辆马车从她身边经过 听见她的哭声 马车周围的人不由都看了过去 马车里的人也掀她帘子往外看 停下 马车内的主人突然开口 随后就从里面走出来一个 明艳靓丽的女子 女子挺得大肚子 要舞羊威涩地走到柳氏的面前 哟 这不是先夫人吗 被我夫君休憩后 给人当了小妾 怎么 现在就连当了小妾 也被赶出来了吗 柳氏听到此人的声音 浑身顿时一降 没想到冤家路窄 竟然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 碰到这个女人 她立即抹干眼泪 强装傲气地道 简老爷宠妾秘妻 这名声你们难道从没听说过吗 她宠我入骨 怎么可能会把我赶出家门 这可说不定 女人言嘴轻笑 或许你又给简老爷生了个女儿 被她赶出府了呢 嘻嘻嘻 你这天生只能生女儿的命 谁敢娶你呢 女人仿佛说中了 她现在的情况 又好像没说中 柳氏只觉得心里气得发慌 这个女人 是她前任夫君的现任妻王室 之前她嫁给前任夫君许如山 婚后好几年 一直都生不出儿子 当时她父亲还未犯事 许如山一家虽然心有不满 但因为她父亲的官职 还需要有靠她娘家的时候 便都隐忍着 敢怒不敢言 只给许如山找了一个小妾 让小妾为丈夫生孩子 传宗接代 这小妾一连生好几个儿子 获得丈夫和公婆的宠爱 让她这个正妻的位置岌岌可危 可她却还是一直没有儿子 好不容易怀上了 生的却是女儿 女儿是不能继承家业的 她很下心便掐死了 总共掐死了三个女儿后 父亲犯事 被将罪革之流放 许如山迅速将她休憩 紧接着不到一天 就将小妾抬为正妻 也就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女人讥笑了柳氏一番后 挺得大肚子心满意足地离开 留下柳氏气得脸色发青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个女人原来也是个小妾 靠着在前任夫君许如山的面前 装柔弱装可怜 让她的夫君宠妾灭妻 将她休憩 让这个女人成为正妻 她到了检家之后 痛定思痛 学着这个女人的一言一行 果然也让检老爷疼她入骨 宠妾灭妻 而自己就是那个被宠的妾 可为什么 她还没坐上正妻之位 就直接被废了 为什么她已经学着这个女人 唯妙唯孝的了 却不能同这个女人的命运一样 就因为 她生不出儿子吗 想到这里 她突然对检言的恨意越来越大 都怪这个死丫头 为什么她生来不是儿子 这个妖孽 我一定不能让你活下来 心头正腾腾起火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人从她面前走过 柳氏猛地起身 朝着那个人拦了过去 齐老板 她张开双手 拦在齐老板的面前 双眼还红彤彤泪蒙蒙的 看起来楚楚可怜 惹人心疼 齐老板因为还有别的事 就提前离开了满月宴 却没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碰到 刚刚被赶出府的柳氏 柳姑娘 可有事吗 齐老板有理地问道 柳姨娘看着齐老板 想着之前在检言那里听到的心声 这个人是她的拼头 是检家以后遭逢大难 将她救出的男人 可见这男人值得托付 虽然她现在已经被老爷赶出府 以后检府就算是被满门抄斩 也殃及不到她的头上了 可是眼下她却还是需要一个人来互避 以保她以后的生活 而齐老板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齐老板已是四五十岁的年纪 保养得当 身材挺拔 虽没有检老爷那般的英俊脸孔 却有股一般商户都比不上的官家贵气 柳氏看着齐老板一表人才 心中也很是喜欢 当即不再犹豫 开口说道 齐老板 求你收留我吧 他说着跪了下来 双目银寒泪 脸上泪迹斑斑 这梨花带雨的模样 任谁看了都忍不住心动 齐老板却没有动心思 而是淡淡开口 柳姑娘 何以见得我会收留你 怎么说 我也是检老爷生意上的伙伴 我若收留你 岂不是与他难看 他顿了一下 又继续道 再说 参加这次满月宴的宾客有不少 你怎么就光盯上我一个人了呢 柳氏咬了咬牙 思考着要不要跟他说实话 齐老板见他半天不回答 也失去了耐心 既然你说不出原由 那我也没有收留你的理由 说完 转身便要走 等一下 柳氏连忙将他叫住 吸了口气后 定定地看着他 说道 我知道你不是普通的商户 齐老板被他这么一说 心头突然咯噔了一下 这女人怎么知道 她不是普通商户 面上却表现得淡然无波 柳姑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柳氏知道她是在装傻充愣 扑通跪在地上 直接说道 齐老板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都愿意帮你 只要你能收留我 赏我一口饭吃 齐老板定定地看了他半赏 突然伸手将柳氏 从地上扶了起来 嘖嘖嘖 如此美娇娘 简老板真是太不懂珍惜了 居然将你赶出家门 柳氏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双眼一亮 死死拉住齐老板的双手 再次恳求 齐老板 求您收留我 齐老板捏着下他的下巴 抬起他轻力绝色的脸 笑得意味深长 既然你如此苦苦纠缠 我又怎好忍心拒绝呢 走吧 随我回府 心里却在琢磨着 如何好好利用这个女人 将简家这个大夫妇收进囊中 简家 满月宴之后 简夫人将侧氏之女 视若亲生的美名便传开了 而柳姨娘被逐出府 毒害亲生女儿的事迹 也被众所周知 所有人都夸简夫人大气 她所宠爱的四小姐也有福气 傍上了简家主母 庶女变嫡女 当真是好运气 听到这些声音 简夫人却抱着眼保 不断地亲昵 小家伙 外人哪里知道 有好运气的是我呢 要不是柳氏自己作死 怎会知道自己丢了个宝 简家几兄弟来到院子 也有好些时辰啊 就想抱抱妹妹 可是却看到自家娘亲 一直抱着妹妹不放 几人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娘亲 你抱着眼保多久了 该轮到我们抱一下了吧 我们还有事要出门呢 先让我们抱一下 才能安心去办事呀 几人自从听到眼保新生之后 认清了身边的一些人 如今每次出门 都忍不住想来抱一抱 好像抱一次眼保之后 他们这一天 无论做什么事都能顺顺利利 简夫人听得他们这般哀求 只得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好吧 就给你们每人抱一下 抱完了赶紧还给我 眼保这丫头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真是怎么爱也不嫌多呀 三兄弟正想要伸手轮流抱眼保 这时候 却见简老爷从院子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简夫人正把眼保往外面递 她眼睛顿时一亮 加快步子冲了过来 哎呀呀 太好了 给我抱抱 可想死我家眼保保了 正有序排队的三兄弟 眼看跌跌上前插队 不由黑了脸 父亲 我们在这里等了多时 好不容易才能抱上妹妹 你可不能跟我们抢啊 对呀 你得排队才行 你一来就抱上妹妹了 让我们这些在这里 排队等了那么久的人 做何感想 简老爷斜着眼睛瞪了他们一下 抱着眼保的手一点都没松开 我是老子 抱自己的女儿就是有特权 有本事你们自己生一个闺女去 随便你们怎么抱 几兄弟顿时肩膀一垮 只得眼巴巴地看着 继续耐心地等待 简老爷眼看着几兄弟还没走 不由眉心一跳 你们几个怎么还傻站在这呢 还不赶紧走 干你们该干的事情去 三兄弟口径一致 没抱到妹妹 我们哪也不去 啥也不干 简老爷顿时气地吹胡子瞪眼 无奈 只好把眼保交给他们三兄弟 让他们先抱一圈后 自己才接过来 打发他们赶紧去做事 等三兄弟都走了以后 简老爷装模作样地逗了眼保一番 随后才慢吞吞地蹭到简夫人跟前 讨好的试探道 夫人啊 如今我将柳氏驱逐出简府 应当解你心头的怨气了吧 这和黎叔你是不是可以撕了 简夫人脸色淡淡 老爷把柳姨娘赶走 是你自己的选择 和我是否要合理无关 简老爷听见他这话 顿时急了 夫人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可是为了你 才决意要把柳姨娘给赶走的 是 严宝在简老爷的怀里 突然发出一道奇怪的声音 还好意思说呢 把柳姨娘赶走 获得最大好处的是你好吧 不用被戴绿帽子了 也不怕再被他联合外人 栽赃陷害简家 更不用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为难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简老爷颠了一下 换了姿势 后面的话一下子就忘了说 简老爷 见他终于闭了嘴 闭了心 没在心里编排他 这才松了口气 闺女啊 有些事情知道就好 没必要说出来吗 啊 好像也没说出来吧 简夫人听得严宝的这番话 脑子保持着清醒 他对简老爷道 老爷不要对我扣这么高的帽子 说是为了我 也不过是为了你罢了 简老爷急到 你就非得合理不可吗 还每天送一封合理书来 咱们夫妻多年 又有了这些孩子 你怎么忍心离开我和孩子 简夫人叹了口气 老爷何必说那么多呢 你只要把合理书给签了就行 我不签 简老爷一口咬定 随后又放软了语气 相遇 我知道这么多年来委屈了你 因为错爱那流逝 本应给你的宠爱全都给了他 我现在知道错了 我只想要好好地弥补你 你就给我一个机会吧 简夫人摇了摇头 老爷 如果你真的爱我 即便不知道 我就是当年那个送你钱袋的女子 可我们这十多年的相濡以沫 你早就应该动心 忘了那送你钱袋的女子 但是你并没有 还在执着于那个女子 以至于你最后娶了柳氏 对她宠爱入骨 逐渐将我冷落 所以见得你爱的根本就不是我 你爱的 只是当初送你钱袋的那份恩情 爱的是柳氏那般角色的女子罢了 我有对你动过心的 简老爷急忙开口 当年你陪着我一同白手起家 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繁荣 我都是对你动过心 感念在怀的 不然也不会只给柳氏一个测试的身份了 那是因为我也不想负你啊 所以你当时是起了心 犹豫着想要把我修了 给柳氏腾位置吗 简夫人携视了她一眼 简老爷顿时一致 连忙否认 不 不是 不是这样的 简夫人的脸冷了下来 从简老爷的怀里将眼保夺过 面无表情道 老爷 你走吧 我让人送去你房里的和离书 你最好尽快签了 简老爷却死赖着不想走 夫人 你到底要怎样才原谅我吗 简夫人不理她 抱着眼保就想钻进房间 简老爷死皮赖脸的跟了上去 做生意的人 在脸皮这方面 就是能放得下 夫人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就独宠你一人 只要你能原谅我 没等简夫人开口 被拆去外面办事的青草 匆匆跑了进来 对简夫人道 夫人 我今天去了好几家铺子 都说想要买铺的话 需要附加的同意书 否则不敢买给我们 听到这话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戒简言 忍不住骂出声 哎呦我去 这该死的封建古代 女子做点生意 都还要受男人的限制 欺杀我也 简夫人眉头不由一粗 那我若是合理了 是不是就不用提供 附加的同意书了 青草摇了摇头 回答 这个我也问了 说是若没有附加 就让附加给同意书 若是附加和附加都没了 那就让儿子给同意书 若三者都没了 就让县令大人给同意书 还有这样的 真是大开眼界了 阎宝在简夫人的怀里叹息 简夫人顿时心中哀愁 为什么想做成一件事情 那么难呢 她原想 不然还是等自己合理以后 再想做生意的事情吧 可是合理以后 就得要附加来给她同意书 她那父亲 她可指望不上 要是让父亲知道 自己有钱买铺子 只会把她手里的钱 给抢走吧 正在简夫人为难之际 却见简老爷突然凑了过来 满脸的讨好 夫人 我给你同意书 你想要做什么 我都同意 顿了一会儿 又连忙补上一句 除了合理 她说着 也没等简夫人答话 立马吩咐自己的随从 去拿笔墨纸页 当场就在简夫人的院子中 写下同意书 吹了吹还没有干的墨迹 讨好的递给简夫人 夫人 给你 简夫人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双手接过 谢老爷 简老爷笑眯眯地看着她 那咱们不合理了吧 简夫人没有看她 老爷在我院里待了好一段时间 该去忙了 她说着 转身走进房间 等简老爷离开后 简夫人收拾了一下 拿上简老爷刚刚写好的同意书 也跟着出门了 她打算买一间铺子 按照严宝之前在心里说的 美容养颜的方子 开一家脂粉铺 走的时候 本想让严宝在院里 由青草带着 可严宝却哭闹着 要跟她一起去 加上她 自从严宝生下来后 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 也不放心和严宝分开 最终便抱着严宝一同上街了 因为带着严宝 简夫人便特意叫了几个护卫 也跟着一同去 以防万一 看了几家铺子 却都没有满意的 要么路段不好 要么价格太贵 正当简夫人想去另外一段路 再看她的时候 却听到一阵吵闹声传来 只见前面的不远处 有一家赌方 赌方门口 有几个人在打一个人 简夫人抱着已经睡着了的简言 想避开一些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她 姐 姐 救命啊 我是董梁啊 快救救我 简夫人顿时停一下脚步 扭过身瞪大眼睛 仔细地看了过去 发现还真的是自己的弟弟董梁 那董梁挣扎一番 找了个空隙逃出来 冲到简夫人身边 一副抓到了救命稻草的模样 躲在她后面 姐 他们打我 你快救我呀 弟弟 怎么是你 你又犯什么事了 简夫人看见弟弟被打得鼻青脸肿 顿时担心的不行 他就这么一个弟弟 是董家唯一的男丁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断了董家的香火 父母肯定会死去活来的 他自小就被父母灌输了 要照顾弟弟的思想 虽然上次的满月宴闹得很不愉快 说要断亲 和乡亲们断倒是容易 但是与父母断亲 那就非同小可了 若非重大过错 无正当理由 轻易说断亲 那是被人戳几两骨的 官府非但不会同意断亲合法 反而还会让提出断亲要求的子女受罚 况且多年以来 他余孝许久 一时之间还不够果断 没等董梁回答 那些打他的人就追了过来 赌房赌钱 赌输了却想赖账 还想跑 不打断他的腿 我们的生意以后还怎么做 简夫人恨铁不成钢的 扭头瞪了一眼 躲在自己后面的董梁 这才回头 伏地做小的问道 我弟弟赌输了多少钱 站在最前头的人 亮出五个手指头 五百两 五 五百两 简夫人顿时倒抽一口气 董梁 你怎么会赌输这么多银子 董梁不耐烦的道 手气不好呗 哎呦 你管我怎么会赌输这么多银子 把钱还给他们就是了 啰里巴缩的做什么 你反正有的是钱 还在乎这点银子吗 此时的简言已经醒过来了 刚好听见董梁这话 当下气得差点开口想骂人 就这态度 还想让我娘亲给你帮忙还钱 你在想屁吃吗 简夫人气愤得道 你可是董家唯一的独苗 怎么就不知道学点好呢 到处做这些歪门邪道 迟早有一天惹祸上身 真被人打死 断了董家的香火 你要爹娘怎么办 不会吧 不会吧 娘亲你不会吧 简言在心里嗷嗷叫起来 就这样的极品弟弟 你还想要帮他 娘亲 你可别当伏地魔呀 董家断了香火又怎么样 又不是有皇位要继承 你管他死活呀 就这种态度 不用等人家打死他 你就应该亲自把他打死才对 听到简言的这番心里话 简夫人不有苦笑 他要是能像严宝说的这样 狠心果断就好了 可毕竟是自己的弟弟 他也不能见死不救 正犹豫着 董梁心急了 趁他不注意 直接从他怀里将严宝夺过去 高高地举起 狗急跳强势地威胁道 你给不给我含钱 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弟弟 你要是不给我含钱 我就把这个小杂种 给摔在地上 不许伤到严宝 简夫人顿时目吃欲裂 声音差点叫破嗓 他心里那个恨呀 亏得他刚才还觉得心软 不忍心看自己的弟弟 被人追着打 见死不救 现在 管他呢 这副地魔 老娘不当了 谁敢伤他的严宝 不等别人动手 他就该先教训一顿再说 来人啊 简夫人立刻一声 身后的几个护卫 立即上前 听后拆遣 赌管里的那几个人健壮 不由眉毛竖了起来 怎么 你也想帮他赖账是吗 若想要打架 我们可不怕 董良见自家姐姐叫来护卫 当下将简言放了下来 小人得志地 冲那几个打手 几没弄眼地笑道 我们就是想要赖账 怎么样 我姐姐的这些护卫 功夫很失了得 让你们再叫几个人来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简言则在董良的怀里 失望得砸砸嘴 哎 娘亲啊娘亲 你也太让我失望了 这样的扎弟弟 干嘛还要帮他呢 简夫人伸手从董良的怀里 把简言夺了回来 心有余悸地将他抱得紧紧的 随后抽出一只手 指着董良 吩咐身边的几个打手道 把他打一顿 丢给那些人 闺女 你可瞧好了 娘亲不会让你失望的 董良瞧见自家姐姐手指着自己 顿时惊恶 姐 你说什么 你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护卫就动手 把他按在地上 一阵拳打脚踢 董良倒在地上 一边嚎叫 一边咒骂 姐 你这贱人 你 哎呦喂 痛死我了 你可是我 哎呦 是我亲姐呀 你居然叫人打我 你 哦 你好狠的心 我回家一定会告诉爹娘 哦 哦 哦 站在对面的那些人也傻了眼 眼睁睁地看着董良被打得奄奄一息 这才抬眼惊恐地看着简夫人 你 你真是她亲姐 简夫人强忍着心痛 可以想到 董良刚才差点想要伤害他的眼保 心痛又没了 他让护卫将董良拖到那几个人跟前 对 他们说道 这个人欠了你们多少银子 你们自己找他要 人我已经帮你打了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简夫人说完 扬长而去 娘亲威武 娘亲霸气 娘亲真没让我失望呀 这样才是我的好娘亲嘛 面对极品的人 就得用极品的手段 简言被这个反转给惊喜到了 整个身子一蹦一蹦的 想要跳起来似的 简夫人被严保这么一夸 心里别提有多子好了 对自家弟弟的那一点担忧 一下子烟消云散 解决了弟弟的事情 简夫人又继续苦恼 应该买哪一个地段的铺子 简言回忆了一下 突然想到一个剧情 咱们大渊国和少渊国来往交好 于是便开通了一条贸易之路 这条路经过东邻村 东邻村因为这条路 后来成了最繁荣的街道 铺面的价值也是蹭蹭上涨 娘亲要是把东邻村沿间的 几个农户人家的房屋和田地都买下就好了 现在一户人家的房屋田产 最多就值几十两银子 可等路修好之后 那里的地可是寸土寸金了呢 算算时间 应该就是这几日了吧 娘亲 你可得快点下手啊 不然让人知道皇上下的这道旨意 抢着买那块土地的人可就多了 听得简言这番话 简夫人倒抽一口气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东邻村那可是他们周城 最偏僻落魄的一个村庄 离城太远 生活也很是不便 土地也贫瘠 种植下去的农作物收成都不好 但凡有条件的 都不愿意继续住在那样的村子里 就这样一个人人嫌弃 都想避而远之的村落 未来竟然会变成寸土寸金的繁荣街市 青草和简夫人相看了一早上的铺子 也没找到满意的 顿时有一些泄气 夫人 现在的铺子怎么那么难找 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合意的 不是这里有问题 就是那里不满意 简夫人回想着盐宝心里说的那些话 心中顿时有了主意 抱着盐宝转身往回走 不看了 咱们先回府 咦 青草莫名其妙 却也只能跟上 回去的路上 盐宝越想越心痛 不断地在心里沉痛恶腕 我要是长大点就好了 这可是难得的致富机会啊 呜呜 只要买下那块地 那可是千万倍的收益啊 今后就算啥也不干 也可以躺平过上收租婆的生活了 呜呜 这泼天的富贵就摆在我眼前 怎么能就这么错过了 不要啊 呜呜 老天爷呀 求你让娘亲能感应到我的心情吧 让她去买东林村的那些地牙 机遇来的要接住 不然可就再没这样好的机会了 简夫人听的盐宝 在心里的这番鬼哭狼嚎 忍不住扑斥笑出声 这丫头 怎么那么逗呢 放心吧 闺女 娘亲一定不会让你错过 这破天的富贵 夫人 您笑什么呢 青草见自家主子 莫名其妙地笑出声 忍不住问 简夫人笑容未消 宠溺地看着怀中的盐宝 回答道 我看我的盐宝 真是越看越可爱 越看越喜欢 一想到 她从今往后就是我的闺女 我就高兴 忍不住想笑 青草听了夫人这样的答案 只觉得奇怪 但也没有再问 盐宝则在简夫人的怀里 手舞足蹈 欢喜地咯咯笑 娘亲娘亲 我也是 一想到你今后就是我的娘亲 我就高兴 上辈子是个孤儿 没爹也没娘疼的 这辈子终于有了爹娘 可爹却是渣爹 娘却是个独娘 还好有娘亲 把我宠得像是亲生的 娘亲娘亲 你一直这样抱着我手酸不酸呀 虽然我很喜欢你温暖的怀抱 但你如果累的话 也可以把我交给青草的呀 简夫人听了盐宝心里这些话 心疼心慰又温暖 这孩子 真是她的贴心小棉袄 正巧青草伸出手 对简夫人道 你一路一直都抱着小姐 不如还是让我抱一段路 你先歇一下吧 简夫人却不放手 还抱得更紧了 不累 我一点也不累 抱着她 我浑身都有劲了 简夫人回到家 立即让人去通知简老爷子 说有大事要和她商议 等候的时间 盐宝也喝保利胡奶 换了尿布 舒舒服服的躺在窑床里睡着了 简老爷自从被简夫人提和离之后 这还是简夫人第一次主动找她 她激动的立马就过来了 来的时候 却不知自己的几个儿子听说消息 也偷偷地跟了过来 一到院子 简老爷就满脸结实惊喜地贴上去 夫人你一叫我 我马上就来了 不知夫人突然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呢 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盐宝的摇床边 伸手想要去抱她 却被简夫人给拦住了 她才刚睡着 你别把她吵醒了 她其实是有意哄盐宝睡着的 生怕她接下来要跟老爷和几个儿子商量的事情 会被盐宝听见 让盐宝怀疑自己能听她的心声 简老爷只得恋恋不舍的手 眼神粘在盐宝的身上 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 越看越喜欢呢 只可惜他的亲娘不懂得爱惜 竟然几次三番想要害死他 想到这里 简老爷眉眼间 不由爬上一丝阴雾之气 简家三兄弟也忍不住闯了进来 一进院子就兴奋地问 娘亲 你把爹爹叫来做什么 他们希望是娘亲想要跟爹爹和好 不再提合理 一边问着 全都不约而同地 围到盐宝的摇床边上去 盯着他瞧 抢着要抱 简老爷把他们一个个推开 满脸嫌弃的道 去去去 你们的妹妹刚睡着 别把他给吵醒了 几个哥哥只好嘟着嘴 垂头搭脑的退后 眼巴巴地看着摇床里的小豆包 捏着拳头 一直着想要去抱他的手痒 简人心里老大不服气 亏得我们还那么关心你 祈祷娘亲能跟你和好 你却这样对我们 连妹妹都不许我们抱 简夫人见这几兄弟都跟了过来 索性让他们都坐下 开门见山地说出自己叫简老爷来的目的 老爷 我想买下东陵村整个村的地 什么 简老爷顿时愣住 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幻听 他家夫人不是说 要去买铺子做生意的吗 怎么生意坐着坐着 就跑去买地了 而且还想买他们周城最差的一块地 他这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出门一趟 就提出了这么个新鲜的主意 只听见简夫人继续说道 我算了一下 东陵村的地现在是最便宜的 如果把他们整个村买下来 不到十万两 但也是金额重大 所以叫你过来商量一下 希望你能拨些银子 把东陵村所有的房屋田地都买下来 没等简老爷说话 简家三兄弟就忍不住发声了 简易浓眉紧促 母亲 东陵村那块地贫瘠偏僻 那个村里的人 巴不得能把那里的土地田产脱手 好到城里来生活 你竟想把他们村全部的土地都买来 你是怎么想的 简额也沉吟道 那块土地种什么都长不好 种菜长冲 种果树长纸 种五谷也是收成极低 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你是怎么会想到要买那块地的 简三捏着下巴回想了一下 那块地我之前和几个朋友 起码去那里溜达过 好多人家的房子都空着 似乎都搬到城里去住 或者都跑去其他村里了 他们自己的村子 都看不上他们的房产田地 娘亲 你居然会想着去买 你确定不会血本无归吗 简老爷则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简夫人 认真的问 夫人 你做事情向来都有账法 我知道你不会突然起义 要买一个村子 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简夫人早就料到 他们会提出反对意见 也知道 他们肯定会问他原因 所以也早就想好了 应对之策 他不能说是 自己从严保心里听到的消息 于是便编了个谎言 道 我接着去逛街 寻找合适的铺子时 在一家酒楼歇息 听到有人在一个包间里谈话 我正好听见 我听见他们在说 皇上即将下旨 要开通一条商贸之路 从东邻村经过 你们想想 这可是商贸之路 人流量极大 东邻村又正好处于交叉地带 那个地方 将来岂不是会成为最繁华之地 光是一间铺子 就价值千金 我们如今提前下手购买 那就是千万倍的回报啊 听到简夫人这番话 简家几个男人 顿时目瞪口呆 不可置信 简老爷急切地问 夫人 你说的可属实 讨论这个问题的是哪些人 你可认识 简夫人说谎不脸红 他们在包间里议论 我看不到人 哪知道他们是谁 但我相信他们说的这个事情 一定是真的 这块地 咱们得赶紧买下来 皇上的旨意应该就在这两天的时间了 我们要是慢一步 可就被别人抢先买走了 简老爷脸上出现犹豫之色 倒不是出不起这个钱 只是觉得买这样一块地 要是简夫人所听到的消息有误 那亏损可是十分巨大的 三兄弟更是十分质疑 简一摇头道 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了 如果真是娘亲所说的那样还好 可万一不是呢 只是别人的一些讨论和猜测而已呢 简儿点头附和 我也认同大哥的想法 毕竟东林村那块地实在是贫瘠 要是买来没有被开发成贸易之路 那块地就毫无价值 只能闲置 还要给他们交地税 白白亏损那十万的银两 简萨不懂经商 但也知道那块地不是什么好地 也跟着一起点头 劝说着自家娘亲 没错 娘亲你还是别买那块地了 咱们现在没有那块地不也挺好的吗 简夫人眼看家里的几个男人都不支持他 并不意外 他冷着脸对 讲老爷道 你们若是不同意 那我也不勉强 你只要把我应得的一半银子给我 我自己去买就行 听到简夫人这话 简家几个男人顿时面面相去 随后问他 母亲 这些年以来 你不是生产 就只是在家相夫教子 哪来的一半银子 是啊 在外奔波挣银子的都是父亲 都是他的 怎么说有你的一半呢 母亲 你就算是想要买那块地 也不能说此大话呀 简夫人看着自己的这几个儿子 顿时一阵心寒 他扫了他们一眼 声音冷肃 在你们看来 你们父亲在外奔波挣银子 那就是在从事生产 我在家里照顾你们几个 养育你们长大 给你们做饭洗衣 就是无所事事了吗 这些年 要不是我在背后 为咱们这个家辛劳付出 为你们兜底 你们父亲能安心出去外面打拼吗 难道我这些年来的辛苦付出 就是那么一文不值吗 简言这会儿醒了过来 正好听见简夫人的这番话 当下眼睛一亮 兴奋地扎巴着嘴 心里不断地夸赞着 娘亲 你可算是立起来了 棒棒打 这些臭男人 以为自己在外闯荡多有成就 却不知女人在家里 也是一个战场 若没有女人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为家庭牺牲自己 哪有你们这些男人的成功 听见自家母亲的话 和简言的心声 简家几个兄弟 顿时哑口无言 低下头去 不敢回话 简老爷听见简言的心声 知道小家伙醒过来了 连忙伸手把眼保 从窑床里抱了起来 有意在眼保的面前表现道 夫人多年辛苦付出 自然是有价值的 若没有你在背后替我照顾孩子 为我守家 我也不可能会心无旁骛地去外面闯荡 攒下今日的家业 我能有今天 夫人功不可没 那老爷是否认可 简家的家业 也是有我的一半呢 简夫人直视着简老爷 简老爷犹豫了一下 勉强地点了一下头 认可是认可 但你若是想跟我分一半的家业 买下东林村的那块土地 我还是不太同意的 毕竟那块土地实在是太差劲了 买下来除你说的那点作用 其他的根本就毫无价值 而你说的那件事 现在无根无据 风险实在太大 几个儿子也连忙复合 是啊 买下整个东林村的土地 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母亲要三思啊 简言听到东林村三个字 眼睛顿时一亮 什么 东林村 娘亲要买东林村 天拉撸 老天爷 你是听到我的祈祷声了吗 竟然真的让我娘亲 同我心灵感应 要买下东林村了 哈哈哈哈 这坡天的富贵还是接住了呀 扎爹 大哥二哥三哥 你们要是不敢买那块地 也别妨碍我娘亲发大财呀 过几天皇上就会下旨 让那块地成为商贸之地了 到时候那块地将会层层往上升值 最后变成天价都买不到的黄金之地 千万不能错过呀 听见严宝的这番心里话 简夫人越发的底气十足 他再次看向简老爷 眼神坚定 老爷 认不认可的是你的事 那块地我必须买下 你若是怕担风险 就把属于我的一半资产给我 我用我自己的资产去购买 赢了亏了都是我的 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行 简老爷反应迅速地否定 简夫人的心一下子就往下沉 老爷终究还是不愿意吗 实在不行 他只能变卖自己的金银首饰 拿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去购买了 只是可惜 最多只能买个几户人家的房产田地而已 正当他失望之际 却听到简老爷又接着道 我愿意砸重金 买下东林村整块地 赢了亏了 必须也算我的 简家三兄弟也突然改变态度 纷纷表明立场 那块地确实值得购买 我支持购买 我也支持购买 我也支持 简夫人见他们这天差地别的态度 不由得呆愣 简家这几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翻书也比不上他们翻脸快啊 你们 简夫人有些难以置信的 扫了一眼父子四人 你们怎么又同意了 刚才还反对得很激烈呢 父子四人黑黑一笑 彼此相互看了一眼 各怀心思 虽然不知道其他人怎么会突然就答应了 但自己总不能告诉他们 自己是因为听到了严宝的心声吧 于是都各自编了个理由 简老爷说 我想了一下 只要是夫人想做的 夫人尽管放手 去做好了 我全力支持你 简一道 我也想通了 母亲难得想要做一件事情 我这当儿子的 怎么能忤逆呢 简额开口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母亲买下那块地 或许真的能增利呢 简萨爷点头 我突然记起来 我之前和那几个公子哥 一块骑马射箭时 他们好像提过一嘴 关于东陵村的事 我觉得母亲说的 或许是真的 简夫人听见自家 这四个男人各自说的理由 虽然有些半信半疑 但却也没有继续追问 只要答应他 买下那块地就行 他目光落在 严宝小小的身子上 满眼皆是宠溺 小家伙 这回你可算高兴了吧 开心开心 真开心 这辈子真是投了个好胎 出生没多久 就要成为大地主家的女儿了 哈哈哈哈 严宝开心的整个身体 都在动 听得严宝内心的欢笑声 一家人皆是各自暗笑 当天 简老爷就开始安排人 去收购东陵村的土地 有人听到这个消息 都忍不住诧异 那些曾经和简老爷 合作过的生意伙伴 都在背后议论着 我看简老板真是疯了 居然会看上东陵村那块地 这简老板年纪还不够大 就好像已经老糊涂了 花着银子去买那块 又干又硬 又不能长出土产的地 还不如多给我买几批上好的布 倒卖几下 都能比他买那块地赚得多 可不是吗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咱们就等着看他后悔吧 有几个和简老爷相熟的 听说了这个消息后 连忙跑来劝阻 简老板啊 你怎么那么糊涂 东陵村那块地 你居然也能看上 我劝你还是及时止损吧 别再继续盘那块地了 那块地无论怎么样 都不会升值 更不会有任何价值的 我们实在不想看到你 到时候亏得血本无归啊 简老爷看着这些人 关切的样子 值得安抚 多谢各位关心 不过买下那块地 有我自己的原因 你们就不用再劝了 我是不会改变心意的 他说着 又好意地提醒道 大家若是手里有余钱 也可以跟我一样 把那块地买下来 相信日后一定可以升值 给你们带来财富 这些合作伙伴 眼看简老爷 完全没有听劝的意思 反而还劝他们 也买下那块地 忍不住跳了起来 简老板 我们好心来劝你 你反而让我们也跟你一起犯傻吗 既然你如此固执 我们也懒得再劝了 希望你到时候 别亏了钱来找我们借贷 有人不知道 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知道简老爷 是听了简夫人的话 才起意要买东林村的那块地 纷纷摇头叹息 听说是你家夫人 让你买东林街那块地的 这女人哪里懂得做生意 你怎么能听女人的话呢 可不是吗 以前你宠妾灭妻 你家那测试 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如今测试 被你赶出府 你又对妻子摆一摆顺 叫你买东林村那块地 你就真的买 还真把银子不当回事啊 这样看来 你以前宠妾灭妻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你家这夫人当真是赶啊 十多万两的真金白银 砸在那块 一点用都没有的土地上 你当真是舍得 这么个败家娘们 要是我的话 还不如把它给修了呢 简老爷原先 还对这些合作友人 还比较客气 听到他们 说到自家的夫人 不由得变了脸色 我相信我家夫人 她让我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有错 我家夫人 她就是忘夫的 从她给我那个钱袋开始 就一直把我忘到现在 让我靠着她 给的那一袋银子 白手起价 有了如今的家业 如今她让我买下那块地 也定是让我更加发达的 你们莫要说她坏话 几个前来相劝的老板 见她如此维护自己的夫人 不由感到稀奇 当初不是你嫌弃 自家夫人是个黄脸婆 不如你那柳姨娘娇美可人 现在怎么宠成这样了 前来相劝的友人 最后都是失望而归 只觉得简老爷没救了 他们就坐等简老爷 亏本懊悔的那一天 另外一边 简夫人的娘家人 得知董梁被打个半死 是出于简夫人的手 气势汹汹地 闯到简府来骂人 董湘玉 你这爱牵刀的 要遭天打雷劈 竟然连自己的弟弟都打 你良心被狗吃了吗 你还是不是人呢 面对娘家人的谩骂 简夫人心中抽痛 但还是强忍了下来 淡然地看着自己 那双仿佛恨不得 她去死的父母 然后轻轻开口 父亲母亲 我当时若不这样打她 她可就被那些人 给打断腿了 我让我的人打 只不过是看起来惨 但也只是一些皮肉伤而已 养几天就会好了 可若是让赌方的那些人打 他们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听见这话 董大利夫妻 却依旧不肯消气 不依不饶得道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难道就没有 别的方法帮她了吗 明明可以帮她还钱 却还要用这种方式 你相公挣那么多钱 宁可花那么多钱 去买东林村的土地 没地方花了 你帮你弟弟还点赌钱怎么了 居然下手那么狠 你弟到现在 都还躺在床上疼的执教呢 剑夫人拿了一袋银子 对梁老说道 这些银子 我宁愿拿来孝顺爹娘 也不愿意给弟弟还赌钱 难道这也有错吗 她说着 将银子收了回来 既然爹娘 想让我把这些钱 拿去帮弟弟还赌钱 那我就不给你们了 我现在就让人 把这些钱拿去给赌方的人 说完话 当真侧身 将银子交到青草的手里 这些银子拿去还 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自家爹娘 连忙将她叫住 行了行了 这些银子 竟然是给我们的 怎么能便宜了外人 话还没说完 剑夫人 就听到自家爹娘 连忙将她叫住 行了行了 这些银子 竟然是给我们的 怎么能便宜了外人 一边说着话 一边将那些银子 从青草的手里 不客气地夺了过来 迅速地揣进怀里 只字不提 要还赌债的事情了 剑夫人 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虽然父母对她刻薄 但终究是自己的爹娘 弟弟她可以 很下心去不管 但父母却是 不能不管的 躺在窑床上的 严宝 见得这个情况 不由感叹 哎 这么好的娘亲 怎么就摊上了 这样的爹娘呢 不对 严宝突然想起什么来 心情顿时有些激动 哎呀呀 我怎么会忘了 这么重要的是 剑夫人她就不是 董大利夫妇的亲女儿 她原应该是 长公主的呀 那个一直想要 谋反的亲王 才是董大利夫妇的亲儿子 当年 当今的太后 为了稳固后卫 在生下孩子之后 得知是个女儿 就让人去寻找 和她同日生产的产妇 这就选上了董大利夫妇 重金把他们的儿子买下 将自己的女儿 也就是娘亲给了他们 这夫妻俩知道 娘亲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 又因长子是被逼着 卖给那富贵人家的 就报复性的使劲 搓磨娘亲 哎呦喂 真是气死我了 可怜我的娘亲 三十多年都被这对 两口子使劲压榨 可真是太惨了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帮娘亲 脱离这种错误的血脉压制 严宝的这番话 当下就让 姐夫人平静的心 掀起轩然大波 她 她竟然是当今太后的女儿 是长公主 这 这怎么可能 她自小就生长在村里头 从未想过 自己的身份有什么不一样 虽然被父亲母亲压榨搓磨 也只觉得 他们跟村里的其他家庭一样 重男轻女罢了 却万万没想到 她竟然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 难怪 难怪她从小到大 从未感受过父母的温暖 病了 累了 饿了渴了 或是冷了 都得不到父母的半分关怀 就算是重男轻女 父母对她 也太过冷漠无情 如今总算是明白了 他们根本就没把自己当女儿 而是拿她 来给强迫他们 卖儿子的太后赎罪罢了 身体不由自主地发着颤 以至于董大利夫妇后面 又说了些什么 他们都没太听清 而此时的董大利夫妇 把银子拿到手后 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些 端着长辈的架子 继续教训着简夫人道 上次的满月宴 你同乡亲们都闹得很不愉快 也让我们在村里 被乡亲们指指点点 今天我们让乡亲们也来了 你好好的跟乡亲们赔个罪 以后回村里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不好把关系弄僵了 你就算不住在村里 我们两个老的 还有你弟弟还住在村里 需要村里的乡亲们 帮衬的时候还多着呢 你必须跟我把乡亲们的关系搞好了 不然我们就告到县令大人那里去 说你不笑 简夫人还处在自己不是他们亲女儿的震惊中 根本还来不及反应 严宝却忍不住在心里骂道 去你的不笑 你们又不是我娘亲的亲娘 从小到大对她也不好 她孝顺你个脑袋 董大利夫妇见她没说话 就当她是默认了 跑到简家大宅门口 将乡亲们都招呼了进来 等简夫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村里的乡亲们 就已经全都进到宅子里了 都是那天来参加满月宴的乡亲们 除了夏花一家 也有不少个那天没来参加满月宴的乡亲 这一次 她们似乎有所图球 态度非常好 那天没来参加满月宴的乡亲们 补上贺词和小礼物 而参加满月宴的乡亲们 也都跟着一起补上一些小礼物 一个个皆是讨好的样子 相遇呀 那天是我们不懂事 来参加你家闺女的满月宴 却没有带礼物 实在抱歉 现在我们把礼物补上 希望你不要嫌弃 你也不能怪我们 我们当时是想要带礼物过来的 是你爹娘说不用带 我们这才信了他们的话没有带 谁知却闹了笑话 惹得你和姑爷不高兴 那天我们也是 没有搞清事情真相 这才那么帮着夏花一家说话 后来我们知道了前一后果 回去就把他们一家给孤立了 我们还是站在你这一边的 那个夏花卖主求荣 本就该打 你还算是仁慈了 他们居然还想来找你讨公道 简直是岂有此理 如今好了 被下进大牢也是活该 简夫人心情恍恍惚惚的 听了这些乡亲们说话 这才逐渐回过未来 他神色淡淡的 打断了他们讨好的话 满月宴那天我说的很清楚 和你们断了同村请义不再来往 你们今天又来找我有什么事 董大力见他这个态度 不满的训斥 你是怎么说话的呢 他们可都是我们一个村的乡亲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怎么能说断就断 林氏也恶狠狠的瞪他一眼 晦气的东西 你是想让我们在村里不好过是吧 村里所有的乡亲们都得罪别人 好让我们一家人 被全村戳几两骨是吗 面对父母的责备谩骂 简夫人心情波澜万千 异常复杂 简妍却是忍不住在心里反驳 你们这两个老家伙 是怎么好意思说这种话的 不把我娘亲当亲闺女 还想让我娘亲给你们尽孝 啥都听你们的 你们可真能耐 乡亲们笑得极其讨好 董大伯 董大婶 你们别这样说相遇 我们相信 满月宴那天他说的肯定是气话 也怪我们不懂事 他才会这样说的 如今气消了 肯定不会这样想的 相遇向来就是个人后的 肯定会大人有大量 不与我们计较 我们还指着他 带着我们一起发财呢 乡亲们一阵捧好后 这才进入正题 对董香玉孝道们 香玉 你和姑爷在城里白手起家 有了今日的繁荣 乡亲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如今你们日子过得越来越富裕 大家既然都是一个村的 你是不是也该在姑爷那里说一声 带一带乡亲们 教大家如何做生意 咱们一起过上好日子呢 听到这些同村人的话 简夫人不由在心下笑了一声 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说了那么多的好话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吧 哼 这些村民 谁敢带他们发财哦 要是真带他们发财了 他们也不会念你的好 要是亏损了 绝对会赖上你 让你赔他损失 娘亲啊 你可被心软答应这些人 白白当冤大头啊 严宝在心里念叨着 嘴上啊啊的直叫唤 简夫人听得他这着急的心声 不由弯腰将他抱了起来 蹭了蹭他的脸 谢谢闺女提醒 放心吧 娘亲不会再当冤大头 村民们见说了那么多 简夫人也没表个态 不由急了 催促道 相遇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说句话呗 你如今发了财 日子过好了 不能不管乡亲们吧 你就忍心自己过好日子 让乡亲们继续受苦受穷吗 妥妥的道德绑架呀 严宝小鼻头一皱 又不欠你们的 你们受苦受穷 关我家娘亲什么事 讨厌 简夫人扫了一眼 殷切看着他的乡亲们 心生一计 他开口道 乡亲们来的正式时候 我相公现在就有一个发财的项目 你们若是想要发财 现在就可以加入 听见简夫人这话 乡亲们眼睛顿时意亮 什么项目 简夫人回答 东陵村你们都知道的吧 知道 乡亲们脸上露出轻视的表情 那个村是咱们周城最穷的一个村 离城远 土地还是最贫瘠的 鸟不拉屎的地方 简夫人点了点头 继续道 对 就是这个地方 现如今他的地价是最便宜的 我相公正在把他们这个村的地买下来 你们若是也想要购买的话 就分一片给你们自己出钱买 要是没钱买 可以跟他们村的人商量 拿你们家的房屋土地 和他们家的房屋田地置换 全村人脸上的笑容和热切都僵住了 半场之后 一个个的脸都变得难看 质疑地看着简夫人 董湘玉 你怎么那么损呢 我们知道上次满月宴 你对我们乡亲们多有埋怨和不喜 甚至连断绝乡亲情谊的话 都能说出口 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 你竟然会损成这样 居然叫我们买东林村那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你是真不想让我们过好日子啊 简夫人淡淡地道 这是我给你们最好发财的项目和机遇 你们要是抓不住 那也不能怪我 乡亲们却不听 一个劲地指着他训斥 你不想带乡亲们一起发财就直说 何必故意把我们带歪呢 要不是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我们就直接被你给坑害了 居然还说得出 让我们把自己家的房屋田地 跟他们置换的这种话 我看你不但是不想带我们一起发财 还巴不得我们过得更苦呢 我们也真的是傻 居然会来找你带我们发财 像你这样狼心狗肺的东西 根本就指望不上你 村民们越说越气 指着简夫人的鼻子骂道 懂相遇 我们算是弄明白了 你是真想和我们划清界限 从此不跟我们这些穷乡亲们来往 所以才故意想出这么损的招 让我们知难而退的是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也不稀罕和你做一个村的人了 以后你就自己过自己的吧 我们诚意满满地来找你 希望你带着我们一起发财 没想到你却这样戏耍我们 真是让人寒心 乡亲们 人家这么瞧不起咱们 咱们何必还在这里 巴巴等他带我们发财呢 只怕人家心里想着 如何让我们日子过得更苦呢 走吧 免得他又想什么损招来害大家 乡亲们说着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董大利夫妻看着抱走的乡亲们 连忙追了上去 走之前还不忘回头 狠狠地指着简夫人的鼻子骂了几句 你这下贱的东西 让你跟乡亲们打好关系 你倒好 竟把人都得罪光了 要是我们家在村里头被排挤 我们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眼看所有人都走光了 简夫人半点动摇制色都没有 直接叫人把门关上 清草不解地走上前 问道 夫人 这些村民这么不使好人心 你何必还要告诉他们 这个赚钱的好项目呢 就算听你的赚了大钱 我看像他们这样的人 也一定不会念你的好 严宝也在心里狂点头 对对对 娘亲啊 你可别当圣母啊 你看你好心好意 给他们说这么好的项目 他们非但不相信 还臭骂你一顿 图什么呢 简夫人原本在清草提问的时候 不想做多解释 可在听到严宝的心声后 生怕会让他误会而失望 不由的想要让他知道自己 并非他所想的那样 于是开口对清草解释道 我知道这些乡亲们是什么德性 所以故意告诉他们这个项目 他们目光短浅 肯定是不会看好这个项目的 也一定会拒绝 等这个项目有了收益赚了大钱 他们就知道后悔了 却也不能怪我没有带他们发财 说我带了 他们自己不相信就怪不到我头上 听到简夫人这番解释 清草这才明白过来 欢咽一笑 夫人还真是聪明 把这些人的心弄得明明白白的 严宝也才恍然大悟 忍不住在心里竖起大拇指 没想到娘亲竟然有这样的心机 真不愧是当今太后的亲闺女 竟能把人心了解得如此透彻 这么一来 等那块地的价值翻了千万倍 谁也不能说娘亲的不是了 让他们自己后悔去吧 看来是我白担心了 娘亲是个拎得亲的 开心 听得严宝心里的这番话 简夫人这才舒了口气 难得闺女地夸赞 她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正想吩咐人把门关上 谁知却见门外有一个女人 探头探脑地又偷偷跑了进来 简夫人看了她一眼 认出她是村口无家的儿媳妇姚氏 小姚 你怎么又来了 简夫人问 听见简夫人叫小姚 简言顿时一个机灵 小姚 是她想的那个小姚吗 只见姚氏顶着残缺的半边脸 撞着胆子走了进来 走路一瘸一拐的 还瞎着一只眼 她用另外一只黑亮的眼睛 看着简夫人 湘玉姐 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我听你的 我要跟你一起发大财 看到姚氏的模样 严宝顿时肯定了 看来真是我想的那个姚氏啊 唉 这又是一个可怜人 简夫人听到严宝心里的这个声音 耳朵不由自主地立了起来 想要听听怎么回事 严宝仔细回忆着 原住里 娘亲被赶出简家宅子后 回村想要投靠娘家 谁知却被娘家人变本加厉地驱逐 想寻求村里的人帮助 却被全村人无情地嘲讽和践踏 无意人伸出援手 只有这个小姚愿意帮助娘亲 偷偷给娘亲一些银子 让她渡过难关 谁知 却因为她这一点善举 竟然被家里的人找到理由 活活打死 那吴家的人 本来就嫌弃她是个瞎眼瘸腿的 打死她以后 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娶了新媳妇 原来小姚的丈夫 早就已经在外面有了人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把人往家里带 这才故意想找小姚的茶 装作失手把她打死 就可以娶新媳妇了 一家子狼心狗肺的东西 小姚之所以眼瞎瘸腿 还是为了救她那被野狼攻击的丈夫 和野狼搏斗才落下的残疾 没想到她丈夫和婆家 竟然忘恩负义 嫌弃她被野狼咬伤致残 全家人都知道 吴大郎在外面有了人就算了 还将她活活打死 将新媳妇取进门 真是可恶 听到简言的这番心声 简夫人也震惊地浑身直哆嗦 看着姚氏那张残缺的半张脸 和瞎了的一只眼睛 不由满是心酸 这多好的一个姑娘啊 原本嫁进他们村的吴家大郎时 也是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如今却被搓磨成这样 最后还要被丈夫须以毒打而死 何其悲哀 简夫人友善地看着姚氏 想到严宝心里说的话 在她落难的时候 全村人就只有姚氏 愿意朝她伸出援助之手 心里就不由生出了几分亲切 上前拉住她的手 温和地笑道 小瑶 你真的信我吗 我信 小瑶肯定地点头 满眼崇敬地看着简夫人 湘玉姐 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姐夫白手起家 能有今天的家大业大 我知道 肯定是你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我要是也能像你这样 帮助自己的丈夫 同样有这么大的家业 我也是最成功的女人了 大郎她应该也 她说到这里 突然一顿 腼腆地笑了起来 瞧我 话说的有些多了 不知道这个项目 要怎么加入呢 我手头还有一些 偷偷传的银子 和偷偷留下来的嫁妆 应该可以买个 一亩三分地吧 简夫人笑得和善 可以的 东邻村的地 现在便宜得很 随便出点银子都能买到 你要是银子不够 我还可以借些给你 听到简夫人这话 姚氏顿时有些呆愣 相遇解 你人真好 简夫人笑笑 正想开口说话 却听见外面 传来一阵叫骂声 只见姚氏的的丈夫 和婆婆寻了进来 好啊 姓姚的 我说你人跑哪里去了 没想到竟跑来 找这个不安好心的女人 你是蠢死了吗 没想到你这些年 竟然还偷偷攒了银子 留了嫁妆 我们家快接不开锅的时候 你就这么看着 也不把银子和嫁妆拿出来 我看你人变丑了 心也变丑了 居然能忍心 看着一家人 过着没钱的日子 自己却攒着钱 留着自己嫁妆 心安理得地 吃我们的喝我们的 脸皮怎么那么厚呢 我看你这么不要脸 当初那只野狼 咋不把你的脸 全都给咬了 听到自己的丈夫和婆婆 说出这么狠毒的话 姚氏的脸色顿时一变 被野狼攻击的画面 又一下子在脑中浮现 她害怕地抱着头 蹲了下来 剑夫人 见她仿佛受了刺激似的 不由众美指责 姚氏的丈夫吴大郎 和她的婆婆张氏 你们两个说话 怎么如此刻薄狠毒 小姚的脸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们自己不清楚吗 要不是小姚以身相护 还不知道谁的脸被狼咬呢 听到剑夫人这话 吴大郎母子顿时诧异 这件事情 他们从未跟别人说过 生怕会丢面子 也警告姚氏 不许向外人说道 没想到 剑夫人竟然全都知道 两人立即怒怒瞪向姚氏 是不是你跟外人嚼舌根了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还有别人知道 姚氏立即摇头摆手 满脸无辜 不是我 我没有跟人家说 你没跟人家说 人家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回去再收拾你 母子俩狠狠地瞪了一眼姚氏 随后才看向剑夫人 对她说道 董湘玉 这件事情 你最好烂在肚子里 不要告诉任何人 否则我会打死她不可 说着 又瞪了一眼姚氏 还傻站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跟我们回家 姚氏却犹豫着不肯挪步 抬眼看了一下剑夫人 咬牙说道 我相信湘玉姐说的话是真的 咱们如果买下东林村的那块地 一定可以发大财 就你的傻帽才会信 吴大郎催了姚氏一口 董湘玉这是在故意报复我们呢 她根本就没想让我们和他们一起发大财 她这是在故意让我们不好过 你要真信了她 那就是大傻子 你们不信就算了 我反正是信的 就算买下那块地 也是花我自己的钱和嫁妆 不会花吴家的一个铜板 不用你们操心 姚氏虽然身体残缺 但还是有主见的 尽管不被丈夫和婆婆支持 她却依旧坚持自己的决定 连你这个人都是吴家的 你的钱和嫁妆 不也是吴家的吗 姚氏的婆婆 泼辣的开口道 赶紧回家 把你手上的银子和嫁妆 都给我交出来 吃喝都是我们吴家的 竟然还敢藏私银 我看你是不想 把自己当吴家的媳妇了是吧 姚氏拳头攥紧 那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是我自己的私材 凭什么拿出来 姚氏的丈夫吴大郎 阴狠地瞪着她 所以你是想便宜了董香玉 也不想把钱交给我和娘吗 姚氏被自己的丈夫 盯得心中一颤 却依旧坚持到 我相信香玉姐 会带着我们发大财 这钱我交给她 一定可以千百倍地赚回来 吴大郎声音沉了下来 好 你既然想把钱交给别人 那我话也料在这了 你要是敢把钱 拿给董香玉 买那东林村那块破地 我就修了你 姚氏婆婆也附和地抬起下巴 没错 像你这种宁愿把钱打水漂 也不交给丈夫和婆婆的女人 根本就是吃里扒外 我们吴家可不要这样的媳妇 听到丈夫和婆婆说 要修了自己 姚氏心中顿时动摇 如今的她 容貌被毁 身体残缺 要是被修 肯定不会有人家在要她 眼看她出现犹豫之色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替她着急 唉 傻不傻呀 这一家子都是吸血鬼 都把你扎干成什么样了 你还想着留在他们家吗 既然他们说要修了你 那还等什么 赶紧趁机开溜啊 省得到时候 那吴大郎养在外面的女人 有了身孕 觉得你碍眼 故意找借口 将你活活打死 姜夫人 听到这吴家的人 要把姚氏活活打死 心里不由 对她万分同情 可到底是别人的家事 她一个外人又如何插得手呢 正苦恼着 又听到 严宝在继续感叹着 唉 这吴大郎一家上上下下 把偷偷养外侍的事情 藏得那么好 姚氏和她娘家人 还以为他们吴家不嫌弃 她是个残疾人 心甘情愿地 从娘家拿钱 往他们家送呢 却不知 婆家人就是看她娘家有钱 才故意哄着她的 把她从娘家得来的钱 都拿给外侍用了 要是姚氏知道这个真相 她是个有头脑的人 应该就不会再继续犯傻了吧 真是可惜 那外侍就是同村后头的张寡妇 要是姚氏多留个心眼 一定能看出苗头的 一个寡妇家里没个男人 自己又不出去务工 养着两个小儿子 日子还过得那么滋润 她难道就没有细想过吗 听得严宝这话 简夫人顿时也惊住了 没想到张寡妇和吴大郎 竟然有一腿 眼看姚氏被吴家母子娘说动 放弃了要买东宁村那块地的心思 又要回去和他们继续过日子 简夫人忍不住开口 小姚 难得你到我家来做客 我有件礼物想送你 你随我过来一趟 姚氏顿时莫名其妙 自己平日里 好像和简夫人也不怎么来往 她嫁给吴大郎的时候 简夫人就已经嫁给简姥爷了 所以只认识 彼此是同一个村的而已 也不是特别熟 不知道简夫人怎么会对她那么好 竟然还给她送礼物 听到简夫人有礼物 要送给自家的媳妇 吴家母子也不在意多等一会儿 催促着姚氏赶紧跟去 简夫人带着姚氏来到后院 姚氏看着一院子的花香 有些蒙圈 不是说要给她送礼物吗 带她到这个院子里来做什么 难不成是要给她送花 简夫人把严宝交给青草抱着 没让他们跟过来 就不用担心 自己待会说的话 会被严宝怀疑自己听到了她的心声 简夫人随意从院子里捧了一株花 递给姚氏 随后略有深意地说道 小姚 同为女子 看到你在吴家的处境 我都替你感到心疼和担忧 那你若摆脱不了吴家 就永远不能自己做主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回去以后 你多留意一下咱们村的张寡妇 然后再告诉吴大郎 你娘家欠债 以后再也不能从娘家里拿钱帮补家里了 你看到时候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若有了新发现 还想来加入我这个发财的项目 我随时欢迎你 若是不想 那就当我今天从来没跟你说过这些话 听到简夫人这番话 姚氏顿时愣住了 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 简夫人 这是在给她提醒呢 她直了直腰 心领神会地点头 好 我知道了 谢谢湘玉姐的提醒 我回去以后 一定会多加留心 简夫人听见简夫这委屈的心声 忍不住好笑 伸手从青草的怀里 将她重新又抱了过来 娘的小乖乖呀 这话可不能让你听到 要是让你知道 娘亲能听到你的心声 以后你不得射死 姚氏拿着一株花走了出去 吴家母子见她收到的礼物 就是这么一株花 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难看 一出简宅 立即原形毕露 这可恶的董香玉 家里这么有钱了 居然还那么小气 害得我们在外面等了半天 送的礼物竟然就是一朵破花 真是上部的台面 说着 便将那朵花从姚氏手里夺了过来 扔在地上踩得稀巴烂 第二天中午 姚氏就过来找简夫人了 相遇姐 你说的那个赚钱的项目 我现在参加还来得及吗 简夫人没想到 她那么快就来找她了 不由好奇地问道 昨天晚上 你们回家之后 发生了什么吗 姚氏身形一晃 凄苦地笑了起来 昨日听了相遇姐的提醒 我就决一 回去之后 要多加留意那张寡妇 谁知才刚到家 大朗和我婆婆 就将我身上藏着银子的事情 跟家里人说 然后一家子 包括我公婆和小姑小叔子他们 就逼着我把身上藏着的银子 和嫁妆交出来 我不肯 他们就硬生生地上来抢 我一人敌不过他们一家 娘家给我的私营和嫁妆 就被他们抢走了 我索性就跟他们说 我娘家那边没有钱了 以后不能再帮补我们家 没想到他们全家一听这事 当下就变了脸色 要把我赶出家门 还没等我观察 张寡妇和大朗之间的事 他们就自己主动跟我说了出来 说大朗早就跟张寡妇有利一腿 这些年来 一直靠着我的嫁妆 养张寡妇一家 如今我娘家没钱了 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再留着我了 张寡妇现在有了身孕 我得给她腾位置 就这样把我赶出了家门 呜呜 姚氏说到最后 终于绷不住 抹着眼泪滴滴哭泣 听得姚氏这番话 严宝不由意外 什么情况 娘亲昨天和姚氏到底说了什么 竟然让姚氏发现了这个秘密 啊啊啊 没想到娘亲人在城里 竟然还知道村里的这些烟渣事 这消息网也太厉害了吧 简氏被眼保过躁的心声 惹得哭笑不得 小家伙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 还得是你厉害 我才能知道这些消息 简夫人安抚了一番姚氏 替她抹去残缺脸上的眼泪 温和地道 既然你这么快就来寻我 说明你已经知道做出选择了 她突然想到什么 不由又问 你的私营和嫁妆 不是已经被他们抢走了吗 怎么还有银子 继续加入我们的项目 姚氏抹了一把眼泪 停止哭泣 独眼眸中露出金光 我当年可是敢跟野狼搏斗 自然不是吃素的 既然他们无情无义 我自然也不会让他们好过 我当时就扛了把菜刀 架在我婆婆的脖子上 让他们把钱还给我 要是不给我就要去报官 他们家也知道自己理亏 要是去报官 不但他们脸面无存 钱也还是要还给我的 这才妥协将东西都还给了我 我只可惜 我的一儿一女还留在他们无家 不能带出来 她说着 挥了一把眼泪 洋装坚强地笑道 哎 算了 反正也是他们无家的种 他们总不会亏待我那双儿女的 等我跟着相遇姐你一起 赚了银子 再给儿女们好生活也不迟 只是到时候肯定又要便宜了 吴家那些人 他给儿女们的贴补 那吴家人定是要从儿女们身上掏的 不过现在想这些还有些远 先别想了吧 姚氏说完话 就从怀里摆一袋银子 和一套婚嫁的五金 递到简夫人面前 相遇姐 你看我这些银子和嫁妆 能买东宁村多大的地 你就帮我买吧 好 简夫人伸手就要接过 却听得外面一阵利盒 给我住手 简夫人抱着眼保 跟着姚氏扭头一同向外看去 只见吴家一家老小闯了进来 看见姚氏手头的银子和嫁妆 就要过来抢 姚氏眼急手快 直接就往简夫人怀里塞 简夫人立即将财物收进自己的怀中 吴家人顿势不敢再抢了 只是脸色极其难看地瞪着简夫人 夫人 这些银子是我吴家的 请你还回来 简夫人挑眉 淡淡地说道 这些银子是小姚刚刚跟我讲定 要和我一起投资项目的银两 除非小姚叫我还 否则我是不可能还的 吴家人拿简夫人没办法 只好转头气急败坏地瞪着姚氏 你拿菜刀嫁着母亲 叫我们把银子和嫁妆还给你 就是为了拿钱给这个女人打水漂的吗 你宁可拿钱 去买东林村那几块无用的破地 也不愿拿钱来养你的这一双儿女是吧 吴大郎说着 从后面将一对十岁左右的少年少女拉了出来 两个孩子似乎被打过一顿 脸上还肿着 嘴角也挂着血 看到姚氏 立即哭着喊了起来 娘亲 娘亲 父亲打我们 爷爷奶奶和姑姑小叔也打我们 我们好疼啊 你快救救我们吧 姚氏看着一双儿女身上都挂了彩 心疼的脸色都变了 他扑了过去 左右搂住自己的一双儿女 扭头冲吴大郎凄厉地叫道 吴大郎 他们也是你的亲骨肉啊 你怎么忍心为了那几个钱 就把自己的亲骨肉打成这样 吴大郎却冷笑 你看看 你给我生的是什么样的一双儿女 女儿生下来就满身满脸都是疮 气丑无比 将来还不知道哪个人家会娶她 连个嫁银都赚不到的丑姑娘 我养她做什么 还有你给我生的好儿子 天生吃傻 都快十岁了 一句话都说不利索 我要这样的一双儿女做什么 不过是耻辱罢了 还不如张寡妇那一双儿子聪明 等我娶了张寡妇 她那双儿子可就是我老吴家的了 至于你给我生的这对儿女 你都被我赶出吴家了 我凭什么还要给你养这双没用的孩子 你要是给我银子 我就给他们一口饭吃 要是不给 那就别指望我给你养儿养女 你自己把他们带走吧 姚氏气得牙痒痒 吴大郎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们难道不是你的血脉吗 吴大郎的弟弟妹妹一脸比一的模样 这样的血脉要了 只是给我们吴家丢脸面 是累赘 你爱要你自己要去吧 我们吴家可不养这两个废物 你们 姚氏气得几乎心梗 简夫人见这情况 立即将她拦住 说道 既然他们如此嫌弃你的这双儿女 那你就把他们带出来自己养 省得把他们放在吴家 还不知道被虐待成什么样 姚氏顿时犹豫 可我现在被赶出吴家 自己回娘家还行 若是带着这双儿女 娘家定然也容不下我的 我又如何养活他们呢 简夫人道 你不是要跟我一起投资东邻村那块地吗 到时候那块地会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力 养活你们一家 绰绰有余 听到简夫人这话 姚氏不由惊呆 能赚那么多吗 她原以为钱投进去 也就最多能翻一倍 那也是极好的收益了 没想到居然还能源源不断的有收益 吴家的人听的这话 讽刺的冷笑起来 董湘玉的话你也听 她是闲事情闹得不够大 故意想害咱们整个村的人呢 就你自己蠢 居然还想和她一起发财 只怕到时候你被她卖了 还要给她数钱 有那个银子 还不如拿来给我们帮你养这双儿女 至少我们还能给他们房子住 给口饭吃 钱给这个女人能有什么好处 姚氏思索了一番 终于坚定下来 你们要是嫌弃我的这双儿女 那我就带他们离开吴家 只不过以后 他们若是有出息了 你们绝不能再把他们认回来 吴家人赤笑出声 就他们这两个 一个丑一个蠢的 以后能有什么出息 他们不来认我们就算不错了 我们可能会认他们 简直是笑话 这话可说不准 得有什么证据才行 上官府去弄一个断清书 让他们以后后悔也没机会 严宝在心里忍不住道 简夫人立即提醒姚氏 小姚口说无凭 他们既然不要你们母自己人 那就上官府 去弄一个断清书 跟他们断得干净 严宝顿时欢喜 呀呀呀 我和娘亲真是心有灵犀 我刚想到这个问题 娘亲就也想到了 姚氏在简夫人的提醒下 才想起来这茬 咬着牙看着吴家人 你们敢不敢跟我上官府 去写断清书 以后我和这双儿女 都跟你们毫无瓜葛 第51章 断清2 吴家人没想到 姚氏竟然做得那么绝 不由咬牙很笑 好啊 你宁可和我们断清 也不愿把这钱交给我们 帮你养这双儿女是吗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这个身体残缺的人 带着这双一个 瞅一个蠢的儿女 看你怎么活下去 到时候 你就算跪在我们家门口 我们也不会心软 趁着现在还有机会 赶紧把银子给我们 我们还能帮你 把这双儿女带回家去 你要是依旧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们狠心 东邻村那块破地重要 还是你这双儿女的死活重要 你自己看着办 姚氏咬了咬牙 道 我相信湘玉姐 她叫我买的东邻村的快递 一定可以养活 我们母子几人 吴家人见姚氏这么说 不由气笑了 好 你是决定了 要买东邻村那快递 也不愿给我们了是吧 那行 咱们现在就去官府写段亲书 到时候 你这些银子全都花光了 血本无归 别来求我们任你们回去 一行人当即就 风风火火地去了官府 姚家人似乎想到了 姚氏这些年来 在他们吴家的带来的好处 又想到姚氏生的这双儿女 虽然又丑又蠢 但好歹也是吴家的血脉 于是又想反悔 故意说道 姚氏 你如果肯把钱拿给我们 不要给董湘玉那个女人买什么破地 我们还把你和孩子接回家里住 张寡妇做大你做小 反正你这种样子 还带着两个又丑又蠢的孩子 以后是不会有人再要你的 只要你答应 以后服侍好我们一家和张寡妇 我就留你继续在我吴家 给你一口饭吃 姚氏虽然身体残缺 但是气性也大 都给湘玉姐买东林村的破地 也不会给你们吴家一个铜板 这话把吴家人气得够呛 当下就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 你这个残废的丑八怪 为了那块破地 居然给脸不要脸 那好 这段亲书签订了 你可不要后悔 段亲书很快就写好了 双方各执一份 县令那里也留了一份作为案底 有围观的人 看到他们这一家这么闹 不由好奇 一个残疾的独眼母亲 带着一个丑女儿和一个傻儿子 分离出夫家 这得是多蠢才能干出来的事 所有人都指指点点 吴家的人也故意误导 说是姚氏宁可花钱 去买东林村的破地 也不愿意把那点钱留下来 给他养儿子女儿 一听姚氏把所有的家当 都拿去买东林村的贫瘠之地 所有的人都指着姚氏骂了起来 你这个女人是有多蠢 才能干出这样的事 即便你被夫家赶出去了 留点银子在夫家 起码能给你养儿子女儿 却宁可把钱砸在 东林村那样的破地上 能养活你这双儿女吗 自己就是一个残废之躯 不好好留着那笔钱养儿子女儿 却还要作死 买东林村的破土地 到时候血本无归 自己饿死就算了 还要拖累两个孩子 眼看围观的所有人都向着吴家人 吴家人不由得意地 向姚氏挑衅地笑道 姚氏 记住你今天的选择 是你不肯把钱给我 让我帮你养这双儿女的 断亲书你自己收好了 别到时候走投无路又来找我 说着又看向两个孩子 凶狠地道 你们这两个又蠢又丑的废物 跟着你们的残废娘亲 自生自灭去吧 以后都别来找我 免得丢了我的脸 吴家人要武扬威地离开了 笃定姚氏竟然会一败涂地 简夫人在简家大宅内 等着姚氏断亲的结果 看到姚氏牵着两个孩子回来禀报 不由欣慰一笑 从此以后你就是自由身了 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一定要说 姚氏看着简夫人 满脸都是感激和信任 相遇解 谢谢你让我看到了吴大郎的真面目 不然我还不知道 被他蒙骗到什么时候 如今从吴家脱离出来 拖着两个孩子 我也不好回娘家 免得大哥大嫂 他们有意见 简夫人立即表态 你若找不到住的 可以先在我这宅子里住下 我家这宅子够大 房间也有 住你们娘三还是可以的 咱们现在购买东宁村的那块地 恐怕还有好一段时间 才能看到收益 到时候有了收益 你再搬出去也不迟 谢谢相遇姐 不用了 姚氏摇头拒绝了简夫人的好意 说道 若是我那点嫁妆和银子 能购买东宁村的那块地 我打算带着孩子 先去那里住一段时间 等那块地升值了 你正好赚到钱养这两个孩子 简夫人再三挽留 姚氏却依旧坚持 不愿意再麻烦她 当天 姚氏就在简夫人的帮助下 买到了东宁村的那块地 直接带着孩子过去住了 搬去东宁村的时候 吴家人还特意过来看她的笑话 奚落了一番 姚氏 我给过你机会 让你继续留在吴家的 是你自己不珍惜 偏要跑到东宁村去 到时候 我看你是怎么带着这两个孩子 回来给我们磕头认错的 骂完了姚氏 吴家人回头又骂简夫人 董湘玉 瞧你干的是什么缺的事 让这个蠢娘们 把所有的钱都投在那块破地上 到时候 他们娘三饿死在东宁村 我看你的良心怎么过得去 到时候 我定让全村的人来戳烂你的脊梁骨 躺在简夫人怀里的眼保 不由在心里反唇相机 放心吧 到时候 你们只会后悔没听我娘亲的话 更后悔把姚氏和一双儿女赶出家门 写下断亲书 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简家人举全家财力 购买东宁村那块贫瘠之地的事情 越传越广 成为了周城商户和百姓们 茶余饭后的笑料和谈资 人们路过简家大宅的时候 都要支支点点一番 笑说简家好不容易白手起家 有了如今的产业 恐怕过不久 就要从头再来了 毕竟花了那么大的价钱 购买一块无用的破地 快要把简家给掏空了 第52章 后悔莫及 与此同时 东邻村的村民们也都在笑话简家 他们没想到 自己巴不得摆脱的这块贫瘠之地 居然会有人愿意花钱买 而且还是高于他们的自己喊的价 于是 不少人纷纷慕名而来 主动求售自己家的房屋田产 简老爷来者不惧 但凡是东邻村 想要售卖自己家房屋田地的 全都买下 简家的管家 以及其他的家仆奴婢们 看到自己家的主人 竟然买下这样的土地 也都纷纷感到担忧 看着那些主动来找他们 售卖土地的村民们 一个个兴奋的样子 他们就来气 那样子 就好像把他们家的主子 当冤大头似的 巴不得趁着这个机会 好捞些钱 于是 收购的态度也不怎么好 给我好好排队 好好排队 谁要是乱插队 又吵吵闹闹的 就不收你们家的土地了 听到这话 那些前来主动求售 自家土地的东邻村村民 立即变得老老实实 忍着心中的喜意 好好好 咱们都安分些 可别惹恼了这些财神爷 是啊 是啊 万一他们不买咱们家的地 哭都来不及 这对他们来说 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 他们这小 就住在东邻村那块地 无法摆脱 如今 有人愿意出钱 买他们的田和地 而且出的价 还比他们村原有的价值要高 他们怎么能不抓住 这个机会呢 光是想想就要笑醒 居然会有这么傻的人 会接手他们的这些破地 也不知道这简老爷 看中了咱们东邻村哪里 竟然愿意花这种冤枉钱 买我们村的地 谁知道呢 有的人就是有钱没地方花 不把钱当钱 管他呢 只要咱们有钱赚就行 虚 你们都说小声点 万一被简老爷听见 发现自己在干傻事 停止收购咱们村的土地 咱们可就玩完了 真希望这样的傻子来多一点 没过几天的时间 东邻村的那块地 就全部到了简老爷的手上 而且还基本上都是村民们 主动找到简老爷 亲自求寿的 他们一边求着简老爷 买下他们的土地 一边在心里笑他傻 府里的人替自家主子干着急 简老爷的那些合作商户们 也替他感到可惜 就在所有人都在 鸡校和简家干了一件蠢事 要把好不容易积累的家业 给败光的时候 一道圣旨传到周城 大致的旨意是 为了促进和邻国之间的商贸来往 皇上亲自下令 要修造商贸之路 东邻村和各国之间的距离最为居中 选其成为要塞之地 连接多国贸易 定为作为各国商贸来往的贸易中心之路 而东邻村的那块地 村民们可以选择将房屋地皮 和田产三倍的价格卖给朝廷 也可以选择继续留下田产在村里 等建设好了 再把修造好的新田地和新房屋 拨还给村民 这个圣旨一出 整个周城都哗然了 没想到东邻村居然会被朝廷征用 还是皇上亲自下的圣旨 将要成为各国的贸易中心之路 这条路一旦建成 将是怎样的繁荣景象 就算是三岁小孩都能想得明白 东邻村将要迎来大富贵呀 所有在第一个得知这个消息的人 都激动地想要把东邻村的土地盘下来 可这时他们才回想起来 这块地早就已经被捡家的人 早在圣旨下达一仙 全部买下了 那些之前还来劝捡老爷 不要买东邻村那块地的商户们 个个都跑到蒋老爷跟前来垂胸顿足 后悔莫及 捡老爷呀 你当初买下这块地 怎么也不跟我们说呢 东邻村这块地 如今价值可是成千上万啊 一两银子就能有一万两以上的盈利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 你怎么不带着我们一起发财呢 捡老爷哭笑不得 我当时不是告诉你们了吗 叫你们也跟我一块买下那块地 可你们自己不听啊 那些合作友人们哭得更厉害了 是了 他们都想起来了 当时捡老爷确实叫他们 一起买下那块地 可他们当时的反应是很生气的 认为简老爷犯傻 却还要拉着他们一起 简直是不知好歹 如今想来 傻的是他们 不知好歹的也是他们啊 白白错过了一次发财的好机会 让简老爷捡了个大便宜 他们也只能羡慕极度恨 陪在简老爷身边招待客人的简夫人 看着这些商户们哭得厉害 立即让人拿些手帕过来 给他们擦眼泪 这些商户们 看着简夫人如此体贴周到 想起让简老爷购买东邻村土地的 还是简夫人 当即又羞愧地抬不起头来 他们当时还在笑话简老爷 说他娶了一个败家鸟们 让他买东邻村那块地 是在害他掏空简家 甚至还怂恿简老爷 把简夫人给修了 如今看来 人家简老爷的福气大着呢 居然娶了这么个忘夫的夫人 是他们自己没福气啊 要是他们也有像简夫人 这样忘夫的夫人 何至于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呢 想到这里 一个个看着简夫人的眼神 都不由地冒起了绿光 有个大胆的人拍了拍简老爷 简老爷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嫌弃你家夫人 是个黄脸婆吗 要不我给你送个年轻貌美的姑娘 你和你家夫人合离 把她让给我吧 第53章 毁死我了 呜呜呜 听到这话 简老爷顿时一变 一大嘴巴子给了那个合作友人 双目圆瞪得道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竟敢寄予我家夫人 以后咱们两家再也不合作 滚 其他原本也想打简夫人主意的商户们 看到那个开口的人 被简老爷让人赶出简家大宅 顿时把嘴巴闭紧 将粘在简夫人身上的线 给收了回来 当说不说 他们之前也来找简老爷谈生意 简夫人他们也是眼熟的 可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错觉 还是因为这次事情 让他们对简夫人多了一层滤镜 怎么感觉简夫人似乎比以前美了许多 身段也比以前要玲珑有致了 赶得好 严宝被娘亲抱在怀里 扎着奶壶在心里暗想着 娘亲如果按照原剧情 被扎爹休憩赶出简家大宅后 就会被那个家伙调戏 没想到现在剧情都被改写了 这家伙居然还敢调戏娘亲 真是色配一个 听见严宝的心声 简老爷气得 想把刚刚被赶走的 那个合作友人给抓回来 狠狠打一顿再赶走 不过他更想打的是自己 要不是听见严宝的心声 他恐怕到现在 都还没能看清柳氏的真面目 真要错过自己少年时 就下决心要爱护的人 做出把自己的结发夫人给修了 赶出简家大宅的事 想到夫人要真被他修起以后 会遭遇的各种羞辱 简老爷不由暗暗下定决心 从今往后 并要加倍地爱护夫人 绝不让他被人欺凌 至于严宝所说 未来会被满门抄斩的事 既然他已提前知道了 那也一定会努力 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把那些合作友人送走之后 简老爷着迷地看向简夫人 上前要去搂他 夫人 你可真是我的嫌内住啊 要不是有你 我哪能买下东陵村 这么一块宝地呢 简夫人面无表情地让开 淡淡地道 我还抱着孩子呢 老爷注意点 简岩也忍不住在心里 冲自家老爹半鬼脸 略略略 谁叫你之前为了柳氏打我娘亲 还伤了他的心 现在追欺火葬场了吧 不要拿认错人当挡箭牌 就算你不知道 娘亲就是你的白月光 可你自己的心里 难道还看不清吗 简老爷原本还想要解释的 听到严宝后面这段话 直接把刀口的便捷给咽了回去 好吧 他的错 是他的错 他一定会尽力弥补的 火葬场就火葬场吧 他认了 尽管简夫人冷着脸 简老爷还是殷勤地亲自送他回了院子 到的时候 还想趁机和简夫人一起走进房间 却被简夫人一个回首 直接被门关在外面 撞了一辈子的灰 简老爷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垂头丧气地离开 唉 虐妻一时爽 追欺火葬场 可这火葬场什么时候才结束呢 简夫人看着离开的简老爷 努力不让自己的心动摇 东陵村那块地 他用自己的私营也买了一些 如今那块地的价值翻了千万倍 他也算因此小有资产 以后简家若真出事 他也可以用这点资产替他们斡旋 不过 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现在东陵村那块地才刚开始建造 还不能立刻就有盈利 他得继续之前的盘算 盘几个铺子下来 东陵村价值飙升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那些之前还在茶余饭后 绩效简老爷买东陵村那块破地 一定会血本无归的人们 此时除了后悔没有跟着简老爷一起买下那块地 更有的是佩服和不可思议 没想到 简老爷居然能在圣旨颁布之前 就能预先知道 东陵村那块地将要被利用改造 提前购买的那块地 获得土地价值飙升 带来的巨大收益 最懊恼的 应该就属东陵村本地的村民了 他们想到自己此前还巴巴地去主动跟简老爷 求受房屋填产 又暗暗地在背地里 讥笑简老爷是个大冤种 现在才知道 他们才是那个大冤种啊 原本他们可以靠着这些房屋填产 直接作用颇天富贵 谁知却因为一时的贪念 生生把这到手的钱财拱手让人 还真是后悔呀 回的肠子都清了 早知道我那天就不跟着你们 一起去简家大宅 求受房屋填产了 我原本也不想卖的 可这简老爷出的是 我们当时房价的三倍价格呀 这种价格谁不心动 我那天腿还摔瘸了 害怕错过这次出卖房屋填产的好机会 让人抬着我到简家 大宅求寿 要是早知如此 气死我了 可惜千金难买早知道 这件事情在整个周城传得沸沸扬扬 连简夫人的乡下娘家 都听说了这个消息 得知这个消息后 董大力和村里的人全都傻了 一个个哭天呛地 追悔莫及 天啊 原来董湘玉没有故意想要坑害我们乡亲们啊 那东陵村买下之后真的就是赚到呀呢 这一两银子买下来就能赚得上千万 咱们要是能买下来 现在可就个个都是富好了呀 灰死我了 要是我当时跟董湘玉买下东陵村的地 全家老小后半辈子 就算不用种田种地 也不用愁吃喝了呀 有几个人反应过来 都机灵的道 也不知道 现在重新去追买一些 还能不能买得到 要不咱们 再去找一下董湘玉 问问他 董大力立即上前说道 乡亲们放心吧 我一定让我家闺女 再给咱们争取购买东陵村那块地的机会 村民们一个个都眼含蜥蜴地看着他 那感情好 大力呀 咱们就看你的了 全村人浩浩荡荡 兴冲冲地出村 去找简夫人 正巧简夫人要出宅子去找商铺 正好被他们堵在门口 看到这些村民们又找上门来 简夫人不用想 就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 果然 村民们看到他后 立即开口说道 相遇呀 之前是我们不识好歹 错过了你给我们介绍的发财机会 如今我们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们重新买东陵村那块地的机会 这一次 我们全村人都会买 绝不会怀疑你的好心了 如此发财的好机会 可一定要带上乡亲们啊 董大力也端着大家长的架子 看着简夫人 一脸的深沉 相遇 这些都是我们的相亲 你一定要想办法呀 简夫人听着他们的七嘴八舌 渐渐小下去 这才淡淡开口 之前我给你们提一购买东陵村的土地 你们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如今那块地早就已经被售卖一空 一地难求 不过 咱们都是相礼相亲的 你们若是想买 倒也不是不可以想办法 听到这话 村民们眼睛顿时一亮 我们就知道你有办法 你尽管说 只要能买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买 第五十四章 毁的肠子都轻了 简夫人敏唇一笑 说道 如今东陵村的土地寸土寸金 你们都是知道的 要是想买那块地 以原先的价格买 那肯定是不行的 听到这话 村民们不由开始有些退缩 怎么就不能以原先的价格买了 我们 我们也就只能出得起原先的价格呀 简夫人摇头道 就算是官府收购 都特意抬高价格 你们想要以原先的价格买到 怎么可能呢 我家相公之前买的时候 也都是给了最少三倍的价格 就算是看在相亲的情面 转手卖给你们 至少三倍的钱 你们也应该要给的吧 村民们听到这话 原先的热情 一下子退去了大半 围着简夫人的身体 也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娘亲真厉害 这些村民基本上都是没什么见识的 让他们以低贱的价格购买东民村 他们还能咬牙出这个钱 可如今让他们出最少三倍的价格购买 他们一定会舍不得 更会觉得 以三倍价格买下 原先只需要一倍就能买到的土地 亏大了 当然 即便是有舍得的 也出不起这个钱 如此 娘亲也不必给他们转手卖地 他们也不能说娘亲没有帮到他们 娘亲还真是把这些村民们的心态 拿捏得死死的呀 听到严宝在自己怀中发表的评价 简夫人顿时又惊又喜 没想到 严宝竟然能分析出他 使用这些手段的原因 看来他的严宝真是个不凡之人哪 那些兴冲冲来找简夫人的村民们 果然开始纠结了起来 想到之前东民村那低贱的价格 现在却比他们大阪村的地价还要贵 他们就觉得仿佛吃大亏一般 便宜的时候不买 现在涨了那么高的价格再来买 那还真是冤大头 如今价格涨那么高 就让他们看好大阪村未来的收益 可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他们肯定是买不起了 想用自己的地交换 也不会有人愿意交换 即或是有人愿意交换了 可他们现在的房屋田产 已经比不上东村的价值 不能像之前那样对等交换了 看着村民们那纠结的样子 简夫人也不想与他们浪费时间 你们自己讨论吧 我还有事就不奉陪了 眼看简夫人离开 村民们也都善善离去 与颇天富贵失之交臂 他们也只能懊悔莫及 而离开的一众村民中 有一户村民却与乡亲们背道而驰 这一家人便是无家人 当他们得知购买东林村那块地 可以翻好几倍的时候 毁的肠子都轻了 听说可以来找简夫人争取追加购买 一家人也都兴冲冲地跟了一起来 可以听说 现在要买那块地 就得花好几倍的银子 他们即便是想要买 却也没有那么多银子 这可是天大的财富啊 就这样白白错过 他们也不甘心 于是 这便想起了 曾经被他们赶出家门的姚氏母子三人 听闻这姚氏用手上的那点银子和嫁妆 买了一座大宅子和吉姆地 就住在东林村 因为要重拆重建 他们住的地方 是朝廷暂时给他们安置的房屋 朝廷还给了他们一部分的赔偿款 之前买地的银子都赚了回来 足够他们一家三口花销 只等到东林村重新修造好 便又可以接着挣大钱了 如今日子是越过越好 听说这件事的时候 吴家人心里特别不识滋味 原本以为姚氏离开他们吴家 一定会过得非常凄惨 他们都已经端好架子 等着他上门来磕头求饶了 连允许他和孩子回来的条件都已经想好 没想到等来的 却是他靠着姜夫人买的那块东林村的地 大发行财越过越好的消息 按照东林村现在寸土寸金的行情 姚氏购买的房屋和田地 要是折成银子 起码也值好几十万两银子 够他们吴家人富足的过一辈子了 要是他们能让姚氏再回吴家 那他的这些产业也就是吴家的了 想到这里 吴家人心情不由激动起来 脚步也加快了 张寡妇这会儿已经嫁进吴家 见他们要去找姚氏 心里有些隔硬 忍不住道 那姚氏还能回来吗 若是他回来了 那我怎么办 你们是想让我怀着孩子 也把我赶出吴家吗 听见张寡妇发怨言 吴大郎一家连忙安抚 吴大郎连忙哄着他道 我怎么可能会把你和孩子赶出吴家呢 你肚子里怀的可是我的骨肉 能给我生出一个脑子没有问题的儿子 可就靠你了 我怎么可能会把你赶走 吴大郎的母亲也附和道 你放心吧 我们去找那姚氏 不过是为了哄他给我们分点产业 以后你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 咱们也有钱养活他 给他过好日子不是 到时候他来了 也是你做大他做小 他得伺候你的 你多了一个人伺候 可以像董湘玉那样 身边有个丫鬟使欢 难道还不好吗 婆婆这番话 让张寡妇心里一下子没了芥蒂 要是真能从姚氏那里分点产业 养活他肚子里的孩子 以及他的两个好袋 又得他伺候自己 给他端茶送水的使欢者 隔硬一点也无所谓了 可 那姚氏会答应回吴家吗 会不会他现在日子过好了 就不愿意回来了呢 吴大郎的妹妹吃笑出声 嫂子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那丑八怪带着傻儿子和丑女儿 肯定不会有男人看得上他的 也只有我哥这个原配 才能接受他了 他要是不答应 那就一辈子别想有男人了 吴大郎的弟弟也一脸的轻蔑 我那个钱扫扫 他就算靠着东民村那块地 发财了又怎么样 还不只是个女人 终究得要有个男人才能做依靠 他要是敢不接受我大哥 那就等着被其他人欺负吧 第55章 报官碾渣男 听到吴家人这般自信满满的话 张寡妇的心情 只见村里此时都差不多被搬空了 姚氏带着两个儿子 正住在朝廷给他们安排的临时房屋 吴家人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给一双儿女一人一个鸡腿 看见姚氏一个独眼丑八怪 走路还是一拳一拐的 带着两个又傻又蠢的孩子 居然还能有鸡腿吃 吴家人眼睛都看绿了 你们 你们上哪弄来的鸡腿 吴家人开口跟姚氏打招呼 说的第一句话 竟然就是这句问话 姚氏听到有人声 立即抬眼看了过去 见识他们 脸色立即冷了下来 你们来做什么 吴家人这才想起他们来的目的 咽了一口口水 昂着下巴 一副高傲的模样 一行人四处打量了一番姚氏所住的房屋 因为是临时搭建的 所以看起来比较简陋 他们便借题发挥地嫌弃起来 嘖嘖地摇头 看看你们住的这是什么地方 这哪是人住的样子 当初给你机会 让你回我们吴家你还不肯 现在带着孩子住在这种家徒四壁的屋子 日子就过得好了吗 姚氏看了他们一眼 态度冷淡 你们今天来是想做什么 吴家人见姚氏 对他们的态度如此疏远 心中很是不爽 吴大郎的妹妹吴三梅 当即美好气地瞪他 你个丑八怪 这是什么态度 我哥和我娘来看你 算是看得起你了 你居然还 这副冷冰冰的样子 做给谁看呢 你以为我们稀罕来找你吗 吴大郎的弟弟吴二郎 也一脸嫌弃的样子 我们都还没嫌你家里空落落的呢 你倒是嫌弃我们来了 我们肯来找你 算是让你家蓬毙生辉了好吧 吴大郎的母亲王氏 等着兄妹俩说完话以后 这才走上前一副亲和的样子 小姚啊 我们今天来是 有事和你商量的 是好事 姚氏脸上露出防备的表情 好事 他可不觉得 这一家人找他会有什么好事 吴大郎这才一副高傲的样子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道 姚氏 看在你之前还算会勤俭持家的份上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让你再回到吴家 不过是有条件的 吴三梅抢着道 你得把东林村的产权交给我哥 还有这块地你挣了官府 给的多少赔偿款 你也得交出来 否则我们可不要你 吴家其他人也都是认同的点头 姚氏突然笑了起来 吴二郎知道 看这丑女人 高兴成这样 只会笑不会说话了 吴大郎越发傲慢的仰头 你先别急着高兴 先把买东林村的房屋地契交给我再说 好 我这就去拿来给你 姚氏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站起身 走进屋内 吴家人等在外面 心里颇为得意 吴三梅看着一直不说话的张寡妇 自豪地笑道 大嫂 你看 我就说吧 这个姚氏长那么丑 又是个残废 他自己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除了我哥 也不会再有人要他了 这不 我哥才朝他勾勾手指头 他就巴巴地送上门来了 王氏也满意地点了点头 没想到这个姚氏竟然那么豪哄 我原以为要好说歹说一番 他才肯跟我们一起回吴家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上钩了 果真是个贱命 吴二郎嘴角一撇 他能不上工吗 错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要是不趁着我哥来请他回去的机会 他这辈子就只能守着两个 又傻又丑的儿女守寡了 吴大郎听得家人这番话 心中越发傲慢 胸膛不由越发的挺阔 看来他对姚氏果然还是很重要的 接他回家就能换得他在东邻村的地气 也算是值了 张寡妇却有些不安 你们真把姚氏接回吴家 要是他对我和我的孩子不利怎么办 吴家人连忙安抚他 你放心吧 只要把地气弄到手 我们随时都可以赶他走 对 这不马上就要到农忙了吗 接他回去 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让他帮忙割刀骨 等忙完了用不上他了 咱们再一脚把它踢开 绝不会让他妨碍你和孩子 在我们吴家的地位 姚氏的两个孩子正在吃饭 看到吴家的人来了以后 便一直背过身去 悄悄地啃鸡腿 不敢说一句话 此刻听到吴家人这么说 姚氏的女儿终于忍不住开口 我娘才不要跟你们回去呢 我和弟弟也不跟你们回去 哼 小贱人 我看你和你弟这几天没被揍 皮痒了是不 吴二郎听见这话 顿时挥起手要去打他们 吴三妹一脸嫌弃地看着姐弟俩 你们俩一个丑八怪 一个大傻瓜 我们才不想要你们回吴家呢 要不是因为你娘买了东林村这块地 我们这辈子肯定也不会再来找你们的 王氏端着奶奶的架子 凶巴巴地道 就知道吃 看到奶奶和你爹爹姑姑小叔来了 也不知道招待一下 果然是两个蠢货 还不赶紧去叫你娘快点把东西拿来 再让我们等下去 我们可就不给她这个机会了 就是拿的东西那么久 竟然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她是不想回去了 给脸不要脸 吴大郎咬牙吐出一句话 就在吴家人愤愤不满的时候 姚氏却从外面走了进来 身后还带了好几个官府的人 就是他们 官爷 我与他们已经签了断签书 我这里有一份官员 那里也有一份三家都盖手印了的 我和儿子女儿与他们一家 已经毫无瓜葛 可他们今天去跑来骚扰我家 还想要拿我在东林村的地契 还请官爷替名副作主 把这些人从我家赶出去 让他们以后都不得来骚扰 我和儿女的生活 吴家人顿时傻眼了 弄了好半场后 这才反应过来 指着姚氏的鼻子骂道 姚氏 你这是在做什么 给你脸了吗 叫你拿地契给我们 你竟然把官府的人叫来 是不想回吴家了吗 姚氏吃笑出声 回吴家 你们吴家有什么好的吗 在你们吴家 我的儿女能吃那么香的鸡腿吗 我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吗 我如今大好的日子 以后还有更好的日子在后头 我为什么要跳进你们吴家这个火坑 第五十六章 送极品入大牢 听到姚氏这话 吴家人顿时又是一惊 这还是那个逆来顺受 吃苦耐劳的丑八怪姚氏吗 居然敢这样跟他们说话 吴三梅和吴二郎开口还想要骂 可他们的母亲王氏 已经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 姚氏根本就没想过 要跟他们回吴家 他连忙拦住自己的两个儿女 看向姚氏 好言说道 小姚啊 无论怎么样 这两个孩子也是流着咱们吴家的血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血肉 我们现在来接你和孩子们回家 难道有错吗 他说着 揪了一把吴大郎 示意他也赶紧说说好话 吴大郎接收到母亲的意思 却仍旧放不下姿态地对他说道 机会我已经给你了 你要是不跟我们回去 以后可就别再指望我来接你 姚氏却没有理会他们 扭头对他叫来的几个官爷道 官爷 你们可都听到了吧 我们已经与他们写了断亲书 那就是无亲无故 他们如此纠缠 便是扰乱民生 还请官爷替我做主 几个官爷这些天在东宁村巡逻 经常得姚氏的照幅 见他们累了 给他们煮些绿豆汤之类的喝 或是做些糕点给他们吃 因此都感念姚氏的恩情 凶巴巴的宠无家人喝道 你们这家子脸皮怎么那么厚 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是吗 当初你们嫌人家 丑合人家断亲的时候 可没见你们这般找上门来啊 现在知道东宁村的地价飙涨 就巴巴地跑了过来 想要把人家接回去 但人家是蠢的吗 人家现在就靠着东宁村的这块地 以后日子便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 还回你们那穷乡下做什么呢 那些官爷一边说着 一边靠近 咄咄逼人的架势 把吴家人逼得步步后退 王氏年纪老迈 这么一退 脚下踩坑 反应不及地摔倒在地 将在后面的几个人也一同绊倒 一家人整整齐齐 除了张寡妇 全都倒在地上 赶紧滚 否则我们不介意把你们扭送到官府去 几个官员居高临下的 看着摔成一片的吴家人 发号施令 吴家人立即连滚带爬的起身 父子王是狼狈逃开 离远一些之后 一家人心有不甘 骂骂咧咧 那姚氏是当真 离了咱们吴家后翅膀就硬了 居然敢对我们这样 这下该怎么办 如今咱们已经错过 自己购买东邻村的发财机会 就全指望姚氏能给我们带来财运了 可他现在这么一搞 我们的希望岂不是落空了 吴大郎听了家人们的话 眼睛冷冷地瞇了一瞇 那姚氏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他身边的那双儿女也不足为惧 咱们现在这么多人 难道还奈何不了他们一个女人两个孩子 听见这话 吴二郎眼睛顿时一亮 对呀 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拿东邻村的地契而已 又不是真的要请这个丑八卦回咱们吴家的 咱们现在这么多人 强也总能抢到的吧 兄弟俩一拍即合 其他人也跟着点头 觉得这主意甚好 一家人又悄悄地转了回去 眼看姚氏住的屋子 此刻安安静静的 想必是那些官府的人已经离开了 于是便留着张寡妇在外面望风 其他人便全都进了屋子内 张寡妇精神高度紧张地守在外面 四处张望着 生怕有人过来 发现他们正在抢劫姚氏 却在这时 他突然听到一阵响动 连忙转眼 看向姚氏的屋内 却见刚刚钻进姚氏屋内行 抢劫之事的几个吴家人 被官府的人一人一个地绑了出来 张寡妇见状 转身就要逃跑 可才跑了两步 就被人抓住了 和吴家人一并绑住 几个官员吃笑出声 姚大姐果然了解你们 知道你们这些人贼心不死 定会欺他们一家孤儿寡母 叫我们暂且在此等候 没想到果然等到了你们这一家贼人 如今人赃俱获 废话不多说 随我们去一趟官府吧 吴家人脸色灰败 看着姚氏搂着一双儿女 连忙向他求饶 王氏慌慌张张地道 小姚啊 咱们好歹也是婆媳一场 你赶紧跟官爷他们求求情 让他们不要把我们送去官府啊 吴大郎也没了先前的傲慢神色 讨好的道 姚妹 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父亲 更是和你同床共枕那么多年 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被送进大老吧 吴二郎和吴三梅也都害怕得浑身抖入筛康 大嫂 我的好大嫂 我们不想去见官 不想被关进大牢 求你救救我们吧 张寡妇委屈地哭道 我是无辜的 我只是被他们叫来的 我什么都没有做呀 你们怎么可以抓我 我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 姚氏 求你跟官爷说一声 放我回去吧 然而 姚氏却全然不理会他们 带着两个孩子 拉上段清书 跟他们一起去了官府 在县令大人的盘问下 几人立即陈述自己无罪 因为他们拿的是自己家媳妇的东西 不能算是偷和抢 姚氏当即就拿出随身携带的断亲书 给县令大人 大人 此前这份断亲书 是你亲自给我们写下的 我与他们吴家 已经没有任何瓜葛 他们进入我的房中 企图偷我的地契 被我发现以后 就强行抢夺 若非有几个官爷在场 就让他们得逞了 还请大人攻断 县令大人看了一眼 姚氏呈上来的断亲书 又让师爷把他们留得低对了一下 证据确凿 将即一拍清堂木 做出宣判 这吴家参与偷窃者 下入大牢 因偷窃未遂 判三年方得出狱 另有张氏 情节较轻 又怀有身孕 育有二子 罚银一两 即刻便可回家 听到宣判 吴家人和张氏 皆是身体贪软地倒在地上 怎么也没想到 原本是在必得的一件事 竟然落得这样的结局 偷击不成十了一大把米 更没有想到 在他们家当牛做马 整整十年的姚氏 会对他们这么狠 此时传出去后 很快引起百姓们的热议 由于姚氏的长相 非常有特点 所以很多人都还记得 她是之前和吴家人 断亲的那个丑八怪 只是当时的人 如何嘲笑她 现在便是如何敬佩 看来这丑女人 还真有点先见之明 早前就上官府 写下断亲书 否则买下的那块地 肯定要被那吴家人 给占便宜了 之前是我们草率了 以为她断亲 是绝了自己的后路 没想到东陵村地价一掌 她这辈子就算不嫁人 也能靠着那块地养活一双儿女了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旁边的一家茶馆上 坐着一个这华衣的男人 神情疏冷 眉眼之间透着雍容金贵 她浅浅地起唇 去给我查一下那个丑女人 第57章 交换身份 男子优雅地戳了口茶 继续道 我倒要看看 她背后之人到底是谁 如何能为补先知 在皇上还未决定 是否颁布改造东陵村时 就已买下了那块地 简夫人这段时间 都在寻找合适的商铺 却没想到 竟然有铺主主动找上她 她看着这家铺子地段 和价格都挺合适的 回了对方拆遣来的小厮 准备去跟对方谈谈 谁知她的几个儿子 却突然冒出来 笑嘻嘻地看着她 你们几个不去做自己的事情 跑我这里来做什么 简夫人看着自家的几个儿子 突然有些嫌弃 以前还没有严保的时候 她经常盼着这几个儿子 来她院子里陪陪她 可这几个儿子 却仿佛没有她这个娘亲似的 都还没成家呢 一天到晚的忙得不见人影 现在倒好 她每天忙着开店的事 又有了严保的陪伴 不稀罕他们了 这几个家伙 仿佛又无所事事般 每天早上和晚上 必要来趟她院子请安 然后上演一番 抢着抱严保的戏码 大儿子简一看着她 怀里的严保 一副懂事的样子 母亲 我看你每天都往外面跑 还抱着四妹 太辛苦了 不然把四妹让给我带吧 简儿也连忙道 母亲 还是让四妹给我吧 我整天就除了读书 也不干别的了 简萨不甘落后 也急切地开口 母亲 给我给我 让我带着四妹去玩玩 她一定会开心的 简夫人嫌弃地扫了她们一眼 别想了 你们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把宝贝闺女 给这几个毛毛躁躁的儿子来带 她可不放心 说完话 她就抱着简言扬长而去 全然不离几个儿子 大失所望的心情 三兄弟看着母亲 把妹妹抱走的背影 心照不宣地互看一眼 看来好好的 母亲讨要妹妹是不行了 得用些非常手段 简夫人并不知道她 这几个儿子的心思 按照送信的小厮所说的地点 来到一家铺子 果然是黄金地段 铺子的面积还很大 简夫人看得很是心动 她看了那么多家的铺子 就说这家的铺子 性价比是最高的 在她怀里的眼保 一睁眼就发现自己到了集市上 咕噜噜转着黑眼珠子 四处瞧着 这时候 有人来请简夫人进铺子里去说话 只见铺子内的装潢 也十分有格调 若是买下这家铺子 连装修布置的钱都省了 简夫人越看越喜欢 夫人 你先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家主子马上就到 小四给简夫人端了一杯茶 很是有理地说道 简夫人接过茶 并没有立即喝 眼看小四走了出去 立即把茶给放下来 跟在她身边的青草忍不住道 夫人 这家铺子看起来那么好 价格却那么便宜 还主动找上我们 靠谱吗 会不会是一间凶宅 或者是风水不好 买这家铺子 或许生意不好做呢 简夫人抬手让她不要着急 淡淡地道 你说的这些都有可能 不过靠不靠谱 还是等见了铺主再说 等候的时间 简夫人逗弄了一番眼保 正开心的时候 便看到原先的那个小丝 带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夫人 让您久等了 我家主子来了 简夫人这才停止和眼保斗完 抬眼一看 只见一个衣着滑贵的男人 朝他走了过来 眉眼间透着清冷疏远 气质很是金贵不凡 而他身边 还跟着之前来参加 严保满月宴的齐老板 此前看齐老板还有些贵气 可现看 他在站在这个男人的身边 一下子变得逊色许多 简夫人连忙把严保交给青草报 自己则起身行礼 按照小丝的介绍打着招呼 秦老板 你好 秦老板 严保听到母亲的称呼 立即跟着看得过去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个筹划着谋权篡位的烟气盲 这么快就找上咱们家了 可原住不是应该先找到扎爹的吗 怎么会先找上娘亲了 听得简严的这番心声 简夫人脸上的笑差点挂不住 谋 谋权篡位 天啊 这是他一个小小名妇 能知道的事情吗 他双腿发软地坐回座位上 只听见严保的心声又继续响起 说起来 这个燕亲王才是董大利夫妇的儿子 要不是和娘亲交换 他也只是个乡野村夫而已 可他自己却不知道 还以为是当今的太后偏心 明明他才是长子 却扶持弟弟当皇上 因此心有怨恨 谈算着要谋权篡位 直到最后篡位失败 被送上断头台 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暴恨而死 唉 无法评价 要是让他知道 他本就不属于皇家血脉 也不知道 他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恨和不甘 听着严保的这些话 简夫人的心情不由变得复杂 看着燕亲王的神色 也多了一些五味杂陈的情绪 如果自己没有和这个燕亲王交换身份 自己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燕亲王身边的齐老爷对简夫人笑道 简夫人 听说你想要购买一间店铺 我家老板正好有一间要出 你可真是敢巧了 与其把铺子卖一个不认识的人 还不如卖给你 这不 我就把你介绍给我家老板了 这才让小四上门去你家找你 哦 原来如此 简夫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心里却已经开始在打退堂股 与一个想要谋权篡位的贾亲王有来往 他可真怕日后会惹上什么灾祸 什么敢巧 我看你们是早就盯上了我家娘亲吧 肯定有所图谋 严宝在心里撇了撇嘴 有些担忧 娘亲 这可是日后害咱们简家 被满门抄斩的罪魁祸首 你可千万别跟他合作呀 简夫人开始坐立不安 随后才陪着笑脸道 不好意思 我想起来自己手上的银钱不够 这间铺子我不要了 打扰 告辞 他说着 起身就要离开 齐老板却开口叫住他 简夫人不必客气 我相信你们简家的财力 你现在手上的银钱不够没关系 等你开铺建了银子 再还给我家老板也不迟 不用了 谢谢齐老板的好意 也谢谢齐老板 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再见 简夫人说着 又要离开 等一下 燕亲王突然开口 声音自带威严 第五十八章 我就睡了一觉 到底错过了啥 简夫人听的这声叫喊 身躯不由一僵 转过身来 笑容不太自然地道 齐老板 你家这个铺子地段好 价格便宜 想必还会有很多人要买的 应该也不差我这一个买家吧 燕亲王看出 简夫人是已经没有了 想要买他这铺子的心思 索性说道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想要卖你铺子是假 想要找你是真 简夫人文言 勉强笑道 不知秦老板找我有何事 燕亲王深深看了他一眼 随后开口说道 此前我在集市上看到一个丑妇 他很有先见之名的 买下东林村的那块地 从此翻身富裕 于是跟他打听了一下 得知他是跟着你们简家买下的地 后来我又听起老板说 当初是你劝下你的丈夫 买下东林村那片地的 所以我就想问你 你是如何知道 那块地会被皇上征用 成为各国贸易的必经之路呢 简夫人愣住了 没想到这燕亲王 费尽心机的找到他 问的居然是这个问题 他立即用之前哄骗简老爷的理由 回答燕亲王的话 秦老板 我也不瞒你说 此前我去寻找店铺时 逛得累了 就去一家酒楼吃饭 听到隔壁包间有人在谈话 正好听到皇上 即将征用东林村那块地 于是就上了心 回去便跟我相公说起此事 他信我 便买下了 那简夫人可还记得 是哪家酒楼 燕亲王追问 简夫人犹豫了一下 打了一个客人比较多的酒楼名字 每天那么多人来客网的 这个燕亲王 不可能真的去找吧 简夫人可看到谈话的人 长什么模样呢 燕亲王又问 简夫人摇摇头 他们一直在包间里没出来 我并未看到他们的长相 问完了话 燕亲王这才雍容得到 简夫人当真不要我这家铺子了 齐老爷在一旁诱惑道 简夫人 这么好的地段 这么好的铺子 价格还那么便宜 你当真要错过吗 简夫人犹豫了一下 一想到 未来简家是被这个燕亲王 害得满门抄斩的 当下就坚定地摇了摇头 多谢好意 铺子我就不买了 你们还是留给其他人吧 说完 抱过盐宝 带上青草 头也不回地离开 有意思 燕亲王看着简夫人的背影 突然淡笑出声 齐老板立即哈腰在燕亲王跟前 王爷 您看这夫人有什么问题吗 燕亲王若有所思的道 问题可大了 你想想 得利这么大的一块地 他若是真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那别人为何不下手 将那块地买下 还让他听见买下呢 况且 燕亲王谋中闪过金光 简家买下东陵村那块地的时候 关于促进各国贸易的国策 还未开始讨论 连我们这些在皇宫内的 近亲与近臣都不知道的消息 他所说的包奸之人 又是从何得知 那王爷的意思是 齐老板小心翼翼地问 燕亲王谋色深黑 继续留意这一家 暴乐那里 按照原计划进行 干大事 没有银子不行 此时的简言 被简夫人抱在怀里 走出那家铺子 心里也在不断地猜测着 娘亲什么时候听到 别人谈论过东陵村那块地 要升职的事了 我怎么不知道 难不成是在我睡着的时候 发生的事 哎呦喂 瞌睡误我 瞧我都错过了啥 不对 要是真是从别人的口中 得知这个消息的 那别人为什么不去买 却让娘亲和爹爹 捡了这么的大便宜 简夫人听得 燕宝在心里的碎碎念 忍不住暗笑 她真是从别人的口中 得知这个消息的 只不过这个 别人没有行动能力呀 不然确实也轮不到她了 正好笑着 跟前却突然冒出一个人 只见她的二字简娥 站在她面前 言笑艳艳 母亲 你这是要回家 还是去哪 简夫人瞅了她一眼 只觉得她的笑容 有些不怀好意 我回家 你呢 简娥道 我要去书斋和同窗们一起看书 哦 那你去吧 简夫人淡淡点头 抱着燕宝 就要和她措身分开 谁知 简娥却突然出其不意地 将燕宝从她怀里抢走 然后迅速跑得老远 简夫人又气又急 转身叫喊 老二 你给我把你妹妹还回来 简娥一副书生义气的样子 冲自家母亲拘了一躬 道 母亲 你太辛苦了 就让我帮你带一天妹妹吧 相信我 到了晚饭的时候 我一定会让妹妹 完好无损地 她说完 抱着燕宝一边亲一边跑 你 简夫人顿时气地跺脚 眼看她和青草家起来都追不上她 只得提醒道 别只顾着亲你妹妹 也看清脚下的路 别摔倒你妹妹了 简娥这才收敛 没敢再亲下去 立即认真地抱着燕宝往书斋跑 青草也忍不住担忧 夫人 咱们就这样让二少爷把四小姐抱走吗 要不要去把小姐追回来 简夫人远想点头 随后想到什么 又摇了摇头 算了 随她去吧 反正抱去书院 总归是个读书的地方 让燕宝感受一下读书的氛围也好 简娥抱着燕宝来到书斋门口 生怕门童不让她带孩子进去 便多准备了一些银两 打算买通门童 谁知还没进去 突然有一个人冲了过来 站在简娥面前 苦苦哀求道 简兄 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 为何这段时间你都一直与我疏远 第59章 拒绝有毒社交 原来是张栋 简娥看到她 嘴角微微一扯 你并未得罪我 只是我觉得 咱俩不适合做朋友了 为什么不适合 张栋一脸的费解和受伤 你我之前明明还是挚友 彼此交换文章互相欣赏 为何现在却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了 谁敢跟你做朋友哟 我二哥拿文章给你相互欣赏 你倒好 把我二哥还为公开的文章变成你的 偷偷藏起来 窃取我二哥的成绩 一边利用我二哥 一边还想跟他做好朋友 要不要脸 简娥在心里迟到 简娥听得简言的这番心声 岳家不想同张栋废话 淡淡地道 你是如何对我这个好朋友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想说破 张栋被他说得心里一咯噔 简娥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私藏简娥文章的事情 被他发现了 眼看简娥就要走进书斋 张栋心下顿时一横 他大声道 简兄 我自知家境贫寒 不配与你做朋友 但我相信你不是贤贫爱富之人 如今你见了我就躲 是否因为你妹妹满月艳之时 同窗门都给了你妹妹厚重礼物 我却只给了你一份 我自己刻印的石雕 所以你觉得我穷酸 不愿与我交往了 我知道那石雕不值钱 可却是我用心雕刻的 你若因为那礼物 从此就与我断交 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张栋声音说得很大 语气悲哀 一副自尊自傲的态度 仿佛自己一片真心 错付了似的 寸托的简娥是个见利妄议 贤贫爱富的势利眼 听得张栋这番话 阎宝不由气的呲牙 他没有牙 好一个心机深沉的腹黑男啊 故意误导所有人 想要坏我二哥的名声 博得大家的同情 要么从中换其他人 来代替我二哥 当这冤大头 供他考试之前的吃穿用注 要么就是想让我二哥迫于压力 不得不恢复与他从前的关系 再次当供他读书的冤大头 还真是会算计啊 读了那么多书 全都用在这些心研子上了 听到阎宝的这番心声 简额不由皱起了眉 他与张栋疏远 仅仅是因为听到阎宝的心声后 又通过自己一番观察 这才猛然察觉 张栋接近自己的用心不纯 有的东西他喜欢 而张栋不喜欢 但是为了能讨他欢心 让他愿意出资 供他读书上的赤穿用度 他便也吹捧附和着 让他以为张栋是自己的知音 是懂自己的人 可没想到 一切都只是为了利用 如果张栋只是利用他 让他在金钱上帮助到他也就罢了 帮助一个贫寒学子 倒也没有什么 可经过妹妹心声提前透露的消息后 他对张栋便有了防备之心 他相信妹妹所说的肯定是真的 对这个未来会背叛自己 窃取自己成绩的朋友 虽说不会反目 但是却也亲近不起来了 谁知 还没到妹妹说的那一天 张栋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果然 此时前来书斋看书的学子有不少 听到张栋的话 都不由停了下来 此前张栋和简额交好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而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也都看到简额似乎在刻意的疏远张栋 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猜测着他们可能闹什么矛盾 没想到经由张栋这么一说 才知道 只是为了给简额妹妹送礼物这种小事 当下不由议论起来 没想到简额竟然是这样的人 亏的还是读书人 大家都是同窗 他竟为了一件礼物和好友反目 不就是一件礼物吗 他也不看看张栋什么条件 家里能供他读书 就已经极为艰难 能给他妹妹的满月宴送上一份礼 就已经极有情意了 他还嫌这礼物不够贵重 又不是所有的学子 都像他家那样懂得经商 家里条件复复有余 送的礼物都是往贵了的送 他若就因为这点便与人绝交 也太为历史图了 可不是吗 学问再好 可人品不行又如何呢 若以后真考取了功名 像他这般贤贫爱富之人 恐怕也只会是一个屈颜负式的贪官 那些和张栋一样 也是贫寒学子的围观者 都忍不住抨击 听的这些学子们的议论 简额心中不有有气 指示着张栋冷冷说道 张栋 你不要自以为是 我妹妹的满月宴我可没有邀请你 更没有要你给他送什么厚重之礼 我疏远你 只是觉得与你性格不合 无关贫富差距 你何必故意挑起这个争端 张栋惨然一笑 我们两人以前交好 有着共同的话题和爱好 我只当你是不看家事的 没想到给你妹妹过满月宴这样的喜事 你都不邀请我了 倒是请了其他同窗 一头上你家庆贺 我实在不明白 我之前同你交好 你也是我为之己 为何会突然与我疏远 我除了想到这个原因 想不到其他 他说着 看向周围的聚得越来越多的学子 不如大家也帮我想一想 我除了家境贫寒 和简兄在一起共同读书 可有哪里得罪过他 能让他突然与我疏远 其他人纷纷议论起来 是啊 疏远一个人总有些理由吧 这样让人不明不白的 多难受呀 简额不由气笑 我想与谁交好 又想与谁绝交 难道还需要找个理由吗 我不想说出原因 只是不想捅你撕破脸 可你非得给脸不要脸是不 张栋忍着心里的紧张 简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你这是误会了我什么 把我无意之间的得罪 当成是有意为之 所以开始疏远 你自己心里明白 简额一时间也说不出 张栋对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总不能告诉他 我听见妹妹的心声 得知你在未来会背叛我 所以我要离你远一点 这种话说出去 不但没有人会信 反而都当他魔证了吧 我不明白 张栋眼看简额 说不出什么理由来 心里松了口气 确定他还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越发做出一副弱者的姿态 我只知你此前 看中我与你志趣相投 我虽再三拒绝 你却仍旧主动 与我结为挚友 如今也是你莫名其妙地 与我疏离 不给一个理由 难不成你们公子哥 都喜欢如此玩弄人心 喜欢和人交往时 便不顾别人的意愿 验了烦了 便也这般随意 践踏人的真心 张栋这番话 显然是触动到了 和他一样贫寒的学子 个个都对简额这类的学子 生出了意见 可不是吗 像你们这些有钱公子哥 就会戏弄我们这些贫寒学子 真当我们的心不是肉做的 挥之即来 忽之即去 既然要跟张栋绝交 起码要给出一个理由 当初是你要与人家交好 这会儿又莫名其妙地疏远人家 你让人的心如何不难受 听得这些人的指责 简额只觉有苦难言 干嘛 拒绝有读社交有问题吗 凭什么都指责我家二哥呀 简额忍不住在二哥怀里发出心声 二哥 你就直接告诉他们 张栋偷了你的文章 你那些文章 和他交流相互欣赏时 他可是偷偷藏在自己 那个装衣服的香底里 你被日后考试拿出来用呢 第六十章 正明清白 听得颜宝的这番心理话 简额一下子有了底气 他再次看向张栋 气势比之前要高了几分 张栋 我不想揭穿你的真面目 你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张栋眼看简额肉眼可见的变了态度 不由有些心虚 怕他真知道了什么 我有什么真面目能让你揭穿的 你可不要胡乱攀摇 简额看向围观的学子 大义凛然的道 你们一个个都说我辜负张栋 可你们又怎知是能交到一个挚友 是如何难得的事 我又为何无缘无故要与他疏远呢 还不是因为他做了背叛朋友之事 我才有意和他断交 我不想说原因 只是给他保留一些脸面 但是若他不顾惜自己的脸面 反而还故意抹黑我 那我也没有必要再为他保留名声了 众人听到简额这话 也不由得安静下来 想听听他接下来会说出什么样的理由 张栋如何背叛你了 你倒是说出来也给我们大家提个醒 你若是说不出来 那就麻烦你收敛一下自己有钱公子哥的性子 不要随意践踏贫寒学子的真心 张栋见大家的心还是向着自己的 稍微放松了一些 看着简额 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 深正不怕影子戏 我从未做过背叛朋友的事 你倒说出来 而且听着 心理素质可真好啊 难怪在后来能成为全清朝野的大奸臣 元宝在自家哥哥怀里忍不住评价了一句 大奸臣 简额心中一紧 没想到现在的连看书都要蹭他便利的张栋 日后竟然会成为全清朝野的大奸臣 他深吸了一口气 深深地看着张栋 开口道 你敢不敢让大家去你家看看 你装衣服的箱子 翻翻箱底里装的是什么 听到简额这话 张栋面色顿时一白 他知道 他竟然真的知道 可此时他做的天衣无缝 简额为什么会知道 为了不被发现 简额的那些文章 还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腾抄上去的 他怎么会有所察觉 被简额抱在怀里的颜宝也是惊喜又意外 哇哦 原来二哥早就看出张栋偷他的文章 还知道张栋把他的文章藏在装衣服的箱子底下 也太厉害了吧 简额被颜宝在心里夸得很不好意思 他一点都不厉害 要不是听到颜宝的心声 他根本就察觉不出来 张栋偷藏了他还未公开的文章 众学子听到简额这话 不由好奇 他装衣服的箱子底下藏什么东西 难道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才会让你们两个原本还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闹成这般尴尬的局面 简额开口说道 大家都是学子 知道一篇文章意味着什么吧 众位学子们都纷纷点头 当然知道了 一篇文章就代表一个人的见识和水平 更能看出此人的才华和能力 科考的时候更是以文章见真章 考验我们这些学子们 若是在考试的时候能写上一篇好文章 便能在科考中拔得头筹 三人吉地 家官进爵 往后的荣华富贵还在后头呢 简额点点头 没错 我们这些学子 文章便是最大的财富 而我与张栋 我真心与他交好 可却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出卖我 竟把我还未发表的文章腾抄下来 藏在箱底 这是想做什么 这是想要拿捏我 从我文章里找错处呢 他要么是想在以后抓我把柄 要么就是在未来用我的文章 夺走我的成绩 这样的朋友 我敢交吗 张栋连忙辩解 简额 你不要胡说八道 我怎么会私藏你的文章 你有没有私藏 现在就带着大家伙 一起去你住的客栈 看看你装衣服的箱子里 有没有藏着我写的那些文章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简额抽了一下眼保 给他调整了一个姿势 随后扫一眼大家 说道 各位同窗 你们说是不是 围观的学子们纷纷点头 不错 若真想要证明你的清白 那就让我们去看看 你装衣服的箱子里 有没有藏着简额写的文章 张栋顿时害怕了 要是真让他们和自己回客栈 去看他的箱子 那他肯定是要暴露的 可是现在若不让他们看 他们肯定也会怀疑自己 怎么办 为难之间 张栋的鹅脚不由开始冒出冷汗 他紧张了 他害怕了 他不敢让大家去看他的箱底了 眼保在心里幸灾乐祸地看着 简额被眼保的话逗乐 又见张栋迟迟不敢答应 不由地冷笑一声 怎么 你是不敢吗 怕大家会发现 你的箱底里确实有藏我的文章 所以不愿意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张栋还想要辩解 可是看到周围的学子们都在盯着他 他若是拒绝找理由 不让他们去看 定然会让他们当下 就判断自己做出了那样的事 他还咬了咬牙 好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 他说着 转身走向自己所住的客栈 一路上脑子转得飞快 都在想着如何逃过这一集 到了他的房间后 要怎么蒙混过关 为了拖延时间 多想想办法 他走得极慢 简额故意在后面催促 张栋 你平日里都是形色匆匆的 总告诉我 一寸光衣一寸金 现在怎么走路那么慢 是想拖延时间吗 其他人也忍不住催促 张栋 你是不是真的干出了 剽窃别人文章的事 是的话就早说 何必这样兜圈子 即使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那就走快一点 慢吞吞的 别人还以为你是故意 想要蒙混过去呢 听到大家这番话 张栋只得咬了咬牙 我只是觉得自己住的客栈 太过穷酸和简陋 生怕你们去了 会嫌弃我罢了 既然你们已经如此嫌弃我了 我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 走吧 他说着 便恢复了正常的速度 一行人跟在他后面 只见他果然带着大家 到了一间比较简陋的客栈 众人正要随他一同进去 却见一个全身补丁的靴子 被里面的几个小丝给打了出来 穷书生 没钱还来住店 赶紧给我滚 第61章 磕头认错 那穷书生被赶出来后 低头默默地捡东西 张栋见此情况 灵机一动 立即冲过去 一副很熟络的样子 林兄 你怎么被赶出来了 那穷书生看了他一眼 眼中有着怪异 自己和这个张栋平日里并不来往 怎么他突然 好像很关心自己的样子 他抬头扫眼张栋身后的简额等人 似乎明白了什么 穷书生面色不显 继续捡着被丢在地上的东西 却在这时候 他的手被一个公子哥踩住 林绍青 嘉敬平还没有事 可你也不能干偷鸡摸狗的事呀 其他几个公子哥也围了过去 将洒落在地上的一只毛笔捡了起来 又喝 这可是乡金狼好呢 你一个穷书生 连客栈都住不起 上哪有银子买到这么好的笔呢 这样的笔连我们都买不起 林绍青 这笔肯定是你偷的 对不对 眼看笔被人家捡走 那个被换作林绍青的穷书生 平静的脸色 这才终于有了一丝着急 他用力把手 从那个公子哥的脚底抽出来 起身就要去把那只毛笔抢过来 却被躲开了 他只能沉着声道 那只笔是别人送我的 不是我偷的 你说不是你偷的 就不是你偷的 谁能证明呢 要真是别人送你的 那你倒是说说 谁会送你这么昂贵的笔 说不出来 那肯定就是你偷的 林绍青看着周围 这群咄咄逼人的公子哥 敏唇憋了半天 才终于说道 那是冯太师给我的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随后又爆发出 狂烈的绩效声 哈哈哈哈 林绍青 我看你是想死吧 冯太师那是什么人物 可是给太子教书的夫子 是我们这些学子 渴望而不可及的老学究 你一个穷学生 他怎么可能会认识你 还会给你这么贵重的毛笔 林绍青脸色冷冷的 随便你们信不信 总之东西不是我偷的 是冯太师给我的 你们赶紧还给我 我就偏不还 那个踩过林绍青手的公子哥 跋扈的道 这毛笔我看就是你偷的 你故意说是冯太师给你的 是以为无人敢找他对质 我们就无法得知 你是偷的还是他送的 由此可见 你就是个小偷 这毛笔就是你偷的 哎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严宝在自家二哥 简额的怀里叹息一声 原来这个人 就是后来 未及人臣的大首 府林绍青啊 因为辅导后来 成为皇上的太子 实行了很多 异于民生的政策 很得民心 也帮助未来的皇上 成为了一个民君 此人才华横溢 一早就被太子太师看中 那支笔 确实就是太子的老师冯太师 送给他的 不但如此 冯太师还在太子的面前 夸赞了他几句 太子便极着想要看看 自家老师称赞有加的才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都不用林绍青科考 直接就将他破格录用了 若非他被破格录用 二哥都没有机会考上第一 张栋窃取的 可能就是他的成绩了 听到严宝心里的这番话 简额心中顿时 涌起一股正义之气 他大步走过去 对抢林绍青毛笔的 那个公子哥道 这位兄台 我相信这支毛笔 不是这位公子偷的 还请你把笔还给人家 那公子哥上下 打量了一眼简额 见他衣着光鲜 和林绍青不是一路的穷书生 轻蔑的态度稍微收敛 可脸上却仍旧不悦地撇嘴道 你又是谁 你敢保证 这笔不是他偷的吗 简额挺了挺胸膛 我敢保证 这支笔要是他偷的 我替他给你们磕头道歉 听到简额这话 在场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简额的铜窗凑到他的身边 好奇地询问 简兄 你认识这个穷书生吗 怎么就敢替他做保证 张栋也站了起来 一副深受感动的样子 简兄 我就知道你不是贤贫爱父 屈言富士之人 我与这位林兄 虽然都是贫寒子弟 但你却不嫌弃我们的出身 如此信任和帮助我们 实在让我感动 我张栋 能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真是三生有幸 得了吧 故意说这些好听话 想让我二哥忘记去你房间翻箱底的事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严宝在自家二哥的怀里 咬着手指头 安安地想着 林绍青也很是震惊 他抬眼看着简额 喃喃地道 这位公子 我与你并不相识 你可以如此相信我 简额嘿嘿笑了一声 心思飞转地想着借口 他总不能说是听到自家妹妹的心声 所以才那么相信他的吧 想了半天也没想到借口 只得牵强地道 我也不知道 就是直觉地认为 你是个正直之人 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一旁的张栋也开口道 林兄 简兄向来就是个热心之人 能得他的信任 那可是多大的幸运 以后他也会处处帮你 我就是经常得简兄的照拂 才能在这偌大周城待下去的 那抢了林绍青毛笔的公子哥 见简额帮林绍青出头 美好气得道 你拿什么保证 这支笔不是他偷的 你得拿出证据来 证明这支笔是他的 否则 你既然做出保证 那你现在就跪下来 给我们磕头认错吧 听见这公子哥的话 简额的铜窗 连忙拉了拉他的手 提醒道 简兄 我看那公子哥不像一般平民百姓 似乎有些身份 我们可不好得罪啊 是啊 别为了一个穷书生 得罪这些权贵 免得咱们吃不了兜着走 关键是 这个穷书生也未必不是偷的 你看看他这身行李 所有的东西都如此廉价 就只有那支笔价值高昂 说不是偷的 也很难让人相信 林绍青也劝说简额 这位兄台 你我素不相识 还是不要因为我的事连累你了 你们还是走吧 此时我自会处理 简额却不理会 他从自家妹妹心里的声音听到 这个林绍青 可是未来为百姓 谋福利的大首府 如今他帮着林绍青 也算是为百姓贡献力量了 想到此处 他越发有了底气 毫不畏惧地直视着那名公子哥 据理力争得道 既然这位兄台说 这支笔是林兄偷的 那你可有证据 这支笔若是他偷的 那施主为何不来控告他 如果你真想要主持公道 何必在此泼脏水 不如报官去 让官爷来查办此事 若查出确实是他偷的 那我就带他磕头认错 若不是他偷的 你就要给他磕头认错 如何 第62章 把事情闹大 听得简额这话 那公子哥当即冷笑起来 报官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咱们周成县令身边 最得力的手下李仙城之子 你确定想要报官 听到此话 在场所有的学子皆是瑟瑟发抖 简额身边的人 也都害怕得拉了拉他 简兄 我就说 此人不好得罪吧 果然是咱们周成的权贵之子 这个穷书生和我们也无交情 咱们何必帮他 赶紧走吧 对呀 这穷书生万一真是个小偷 那你今天帮他出头 岂不是自掘坟墓 张栋此时也怕了 原本还想借着林绍青和简额修复关系 如今却也害怕得 悄悄离他们远了一些 简额察觉到张栋这细微的动作 心中不由暗暗冷笑 妹妹果然说的是对的 这个张栋 根本不配当她的朋友 简兄 林绍青一脸感激地看着简额 你的这份信任 绍青感恩在心 日后若有机会 我定报答简兄的知欲真 不过眼下与简兄也帮不上忙 恐怕还会连累到你 简兄不如离去 我自有办法脱困 简额见他如此说 也不由有些犹豫 毕竟那公子哥可是他们周成的大官之子 若真得罪 恐怕对他们简家不会有好处 正犹豫着 却听见自家妹妹的心声再次响起 这个事情好办 如今燕青王在咱们周成 负责此次的学子监考 咱们只要把事情闹大一些 连县令大人都得忌惮燕青王 不敢不秉公执法 更何况那李献成呢 听到严宝这话 简额眼睛不由意料 对 把事情闹大 正当简额想着如何把事情闹大 却见 刚才还一脸沉闷淡定的林绍青 突然起身 朝着那公子哥冲了过去 把我的笔还给我 那公子哥见他冲过来 连忙让开 林绍青 我看你胆子大了 居然敢明抢 明抢的是你 林绍青铿腔说道 李子维 你平日里仗势欺人 现在还污蔑我是小偷 又抢我东西 你要受报应 叫李子维的公子哥 当即冷笑出声 好你个穷书生 居然敢跟我斗嘴了 平日里装得无欲无求 云淡风轻 把夫子的女儿都迷得团团转 现在这是装不下去了 李子维说着 当即对他身边的几个公子哥们道 各位同窗 这家伙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你们有谁和我一起的 咱们一起上 给他点教训 让他知道 在咱们周城 谁才是主人 他身边的几个铜窗 立即附和道 我也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明明就是个穷书生 还搞得像哪家贵公子似的 端着的大架子 也不同我们来往 一天就只知道讨好夫子 显得就他爱求学似的 李子维见大家都站在他这边 不由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看向林绍青 如同上位者的姿态 林绍青 我现在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报应 我倒要看看 待会你被我们打得鼻青脸肿 夫子的女儿 还会不会喜欢你 他说着 一挥手 便招呼着近十个铜窗们 一起围着林绍青 拳打脚踢起来 哇哦 这个林绍青 不愧是未来的首府大人 居然也想到了 这个破局之法 故意激怒这些学子 把事情闹大 不但还自己清白 还让太子破格招他入宫 直接将他录用 原助理对林绍青的过去 只有一些只言片语 并没有那么详细 如今才知 原来林绍青是这样的经历 听得严宝这话 简额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不该上前 去帮林绍青 生怕坏了林绍青的计划 其他人虽然没听见 原宝的心声 但是见这形式 更是让得远远的 却在这时 简额又听见严宝 继续在心里感叹 哎 可惜了 这首府大人 虽然未及人臣 又给国家和人民 带来了很多益处 但是却英年早逝 宫中太医诊断后 说是他早年被人殴打 以至于内脏受损所导致的 看来应该就是 这一次的殴打了吧 没想到 竟只是一只小小的毛笔 却害得国家和人民 痛失一个为国为民的 大全臣 实在可恨 什么 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全臣 最后居然一年早逝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殴打 听到妹妹的心声后 简额当即就站立不住了 她招呼着 自己身后的几个兄弟们 大声说道 各位同窗 这些光患之子仗是欺人 我们今天若是袖手旁观 以后他们肯定也会欺负到 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头上 若不想以后 被这些权贵公子肆意欺凌 我们今天必须做出反抗 免得日后 他们以为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是好欺负的 听得简额这番话 那些经常被这几个贵公子 欺负领辱的书生们 当即产生共鸣 义愤填膺的道 不错 我们不过一心向学 却还要讨好这些官患之子 防备他们欺压领辱 实在苦不堪言 今日咱们就以行动告诉他们 我们这些平民学子 也不是任人宰割的 说着 大家便都冲了过去 围着李子维一挡的人打了起来 简额也连忙把手中的盐宝 交给一个同窗 你身子弱 就不要参加打斗了 帮我看好我家妹妹就行 说完话 便转身也加入了战局 两方人马打得不可开交 张栋这时候却躲到一边 趁着这个机会 想要跑进客栈 打算把箱子里的东西给腾出去 谁知他这举动 却被对方的人物以为是想要加入战局 拉着他就朝着他的鼻子 打了一拳头 张栋连忙白手求饶 我不是 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 不要打我 对方打红了眼 只知道他穿的衣服和简额 都是同一家书院的衣服 直接不管不顾的拳打脚踢 张栋被打得没法了 也只能奋起反抗 严宝则被简额托付的文弱书生抱着 手脚挥舞的 为自家哥哥喊加油 没想到我家二哥竟然如此勇敢 还那么聪明地 识破了张栋的利用 看来以前是我误会他了 还以为他白读书了 是个愚蠢的冤大头呢 二哥加油 妹妹看好你哦 简额听得严宝心里的呐喊 越战越勇 即便身上挂了财 也不觉得痛 也不知道是谁报了官 很快 就有不少官兵赶了过来 将他们团团围住 第六十三章 这是我妹妹 只见县令大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李献成恭敬地跟在他的后面 李子维看到自己的父亲 立即冲了过去 指着简额一行人 恶人先告状地道 父亲 这些人公然行凶 你快把他们抓起来 李献成瞪了他一眼 放肆 没看到先令大人在此吗 李子维这才按耐着心中的急切 向先令大人行了个礼 晚生见过大人 先令大人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略显不悦地问道 发生了何事 我怎么听说 有两家书院的学生打起来了 李子维立即开口指控 他先指着林少青道 大人 先是我们书山学院的这个学生偷窃 对我们发现 然后 他说着 指尖一转 又指向简额 这个东林学院的学生 有意包庇窃贼 竟招呼着两家学院的贫寒学子 和我们打了起来 打伤了我们好些学生 连我都被打伤了 李子维说着 挽起自己的袖子 露出手上的淤青 这些人枉为读书人 还请大人把这些无法无天的学子抓起来 免得危害民生 你胡说 简额立即反驳 然后来到县令大人面前 义正言辞地说道 大人 请不要听信 此人颠倒黑白的言语 此人先是污蔑同窗偷窃 可是却拿不出证据 就想要夺人物品 那名被夺了物品的学子 上前想要拿回自己的物品 此人却让他的同伴 对该学子拳打脚踢 我们作为读书人 自然不能袖手旁观 见死不救 于是才上前去想要拉开这些打人的学子 随着他们非但没有放手 反而连我们一同殴打 这才演变到如今的场面 还请大人明察 我看你才是胡说八道 李子维识口否认 分明是你招呼所有的寒门学子 和我们对打 是你们先动的手 你才胡说 眼看两方学者相互争吵 县令大人不由大喝一声 全都闭嘴 谁是谁非 本官自会断名 现在你们所有人 但凡是参与过此次闹市之人 全都跟我去衙门一趟 话音一落 就见那些官兵朝着学子们 更加逼近了些 两方学子只得乖乖跟上 张栋转身想要逃跑 溜进客栈 却被官兵一个拔刀 不由脖子一缩 无可奈何地跟上 简额一边走 也没忘记把眼宝 从铜窗的手里接过来 抱在怀里 李子维见他还抱着孩子 不由嘲讽道 既然有了孩子 还敢多管闲事 也不怕他跟你一起遭殃 简额昂着下巴 宝贝式的楼锦眼宝 这是我家小妹 谁要是敢伤他 一根汗毛 我定要让他赔命 李子维见他如此宝贝怀中的妹妹 不由点脚想要看看 他那妹妹长成什么模样 竟然这般疼爱 简额却好像护着什么珍宝一样 背过身去 屁股对着李子维 不让他看到自己的妹妹 看什么看 这是我妹妹 李子维顿时气呢 谁稀罕看你妹妹了 好像谁家没有妹妹似的 心里则暗暗打着主意 既然你那么护着你妹妹 那我就找个机会 把你妹妹偷了 看你还敢不敢再跟我作对 眼宝在二哥怀里 听着这两人的对话 不由哭笑不得 这俩好歹也是书院的学生 怎么吵起架来 好像小学生似的 一行人来到县衙 李子维拉住自己的父亲 父亲 这个案子你可得帮我们呀 李献成瞪着他 咬牙切齿的道 你还好意思说帮你 相是在即 燕亲王亲自到我们周城监考 连县令大人都不敢出 一丝一毫的差错 你今天竟然还带着你那帮 狐朋狗友打群架 这事情你若是占礼 我自然能帮你 可若是你无理取闹 那我也无能为力 可是李子维道 那人一个贫寒学子 所有的物品都是低贱廉价的 就只有那只毛笔镶着金 用的还是上等的狼嚎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怎么可能会是 他那样一个寒门学子买得起的 那你可有证据证明 这只狼嚎是他偷的 李献成斜腻着他 我 李子维说不出答案 只得嘴硬道 他一个贫寒学子 却藏了那样一只价值不菲的狼嚎 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是他偷的吗 李献成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要是办案都像你这般想当然 还需要咱们这些当官的做什么 他吸了一口气 冷冷地道 这件事情我也只能尽力保你 但能不能保得住 也只能看你闯的货有多大了 说完 一甩袖子 跟着县令大人进了后堂 一群学生被带到公堂之上 县令大人和李献成 从后堂来到盼桌前 县令大人坐下 一拍金堂木 所有的人便都肃静下来 经过一番审问后 林绍青上前说道 大人 此事既然因我这只狼嚎而起 只要查明我这只笔并非偷窃 而果真是冯太师赠送 一切就真相打败 你可真把自己当回事 李子维立即反驳他道 冯太师远在京城的皇宫里 你竟然敢让县令大人 去找冯太师出面证明 你可真是好大的脸面啊 倒也不必跑那么远 林绍青不卑不亢地道 我这只狼嚎毛笔 燕王爷曾经在冯太师那里见过 他应该可以为我作证 李子维更是气笑 好你个林绍青 居然还敢让燕王爷为你作证 我看你真是胆大包天 燕王爷怎么可能会为 你这么一个贫寒学子作证 正说着 却听到一声低沉的嗓音传来 谁说我不会为一个贫寒学子作证了 随着这个声音的响起 只见燕王爷和他的随身仆丛 一同走了进来 县令大人看到他大驾光临 立即从主位上起身下来迎接 燕青王摆了白手 浅浅笑道 我听闻两家书院的学子 闹得不可开交 特过来看看 到底发生了何事 潘县令只管断案就好 我就在旁边看着 潘县令立即让人搬来椅子 但燕青王坐下后 自己才又转身走到案桌上 继续审讯 第六十四章 我妹妹不见了 林少卿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那只狼嚎不是偷窃所得 潘县令威严地问 林少卿立即看向燕青王 拱手作衣 燕青王 还请您为草民作证 他说着 从袖带里拿出那只狼嚎 双手递到燕青王的面前 这只狼嚎 冯太师给我指食 我记得燕青王也在 还请亲王为我作证 告知此笔是否为冯太师赠语 燕青王瞥了一眼 他手上的那只毛笔 伸手拿起来细细地看着 李子维忍不住道 燕青王 冯太师可是太子的老师 怎么可能会给林少卿 这么贵重的礼物呢 想必 嗨嗨 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站在高台上的李献成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随后又看到 自家父亲警告地瞪了他一眼 李子维接收到 父亲警告的眼神 顿时害怕 没敢再继续说下去 燕青王也没有理会他 观察了那只狼嚎之后 又将笔还给了林少卿 淡淡一笑 不错 这只笔我确实见过 正是冯太师欣赏 林少卿才华而赠予的 燕青王此话一出 李子维顿时傻眼 怎么可能 冯太师可是太子的老师 怎么可能会瞧得上 这么一个贫寒学子 一个高高在上 一个低贱如蝼蚁 他们是如何碰得上的 同样被请到 公堂之上的简额 则是兴奋起来 抱着严宝猛亲 我妹妹果然说对了 那只狼嚎毛笔 还真的是冯太师给林少卿的 我没算是帮到忙 那些和他在一起的学子们 也是大大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竟被捡了猜对了 只有他相信林少卿没有偷窃 又相信他说那只笔是冯太师给的 还真是须惊一场 潘县令听的燕青王的正言 立即有了方向 当庭宣判李子维诬告 仗则三十大板 其他参与李子维一同诬告闹事的学子 也都各自被打了二十大板 而李子维以及简额等人 也因为打架斗殴 扰乱治安 有损学子形象 各被打了十大板 简额被拉出去受刑的时候 只得把严保托给了一个 看起来比较忠厚老实的牙医 等受完刑罚之后 再想回来接严保 却发现严保连同那个牙医都不见了 简额顿时急了 连忙撞告到县令大人那里 大人 我妹妹不见了 刚才我去受罚的时候 把我妹妹交给了你们的一个手下 可那个手下也不见了 还请你们赶紧帮我查找一下 此时的燕青王已经离开 县令大人紧绷的神经也已经放松下来 此刻又听到简额的告状 顿时有些不耐烦 你的妹妹既然交给了我们县衙的人 自然是不会有事的 或许我那手下被安排去做别的事情 稍微离开一会儿 你再等等就行了 若是到了可以报失踪案的时辰 你再来找我报案便可 潘县令说完 就迫不及待地下堂休息去了 林绍青概念简额对自己的信任和帮助 受罚之后立即来找到简额 真诚地道谢 多谢这位兄台替我伸张正义 我欠你一个人情 日后若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 还请兄台不吝啬开口 简额立即抓住林绍青 急得要哭了出来 我现在就有事情要你帮我 我妹妹丢了 你赶紧帮我找我妹妹 而另外一边 严保此时已被人抱到县衙后院 李子维从那名牙医的手里接过严保 满眼皆是新奇 泛着邪恶的光 他虽被罚了三十大板 比其他学子罚的板子还要多 可因为他有一个县城老爹 那些打他的人很会控制力道 下手仿佛非常用尽 可是一碰到他的身体时 就将力道收回去了 这在他们县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那些被罚的人 只要愿意塞银子 也能得到这样的待遇 那牙医心里有些不安 李少爷 你确定县城大人 真叫我把这孩子抱到这里来 李子维不耐烦地道 我还能骗你吗 这没你的事了 你赶紧走吧 别到时候县令大人找你找不到 牙医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 李子维等那名牙医走了之后 这才认真的看向怀中的眼保 这一看 眼睛顿时一亮 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感叹 好一个漂亮的奶娃娃 他伸手点了点眼保的鼻头 又捏了捏他的脸蛋 越看越喜欢 天哪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妹妹 这不比我家的妹妹好看多了 眼保间他满眼都是对自己的喜欢 立即扬起一个笑不入耻的甜甜笑容 李子维顿时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融化了 妈呀 小丫头竟然对我笑了 这是什么神仙妹妹呀 他原本是想把眼保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 好让简额着急的 可是现在看到眼保如此粉雕欲拙的可爱模样 他竟有些爱不释手了 你要是我的妹妹就好了 我好喜欢你 还在疯找眼保的简额 终于看到了被他托付眼保的那名牙医 他立即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那名牙医的衣襟 带着哭腔道 我妹妹呢 你把我妹妹放哪了 那名牙医见他气势汹汹 却又带着眼泪的样子 顿时有被吓到 愣了一下之后 这才回答道 被李少爷抱走了 就在后院 他 没等他把眼保不在他手里的原因解释完 简额就急得往后院冲去 却因为走得太快 加上前面被打五大板 屁股到现在还疼着 才走了两步 差点摔了个狗坑石 林少卿立即上前将他扶住 简兄 既然已知你妹妹在李子维的手里 那他就跑不了 你不必太过着急 简额几乎带着哭腔 摇摇头道 我们才刚跟他结下仇怨 他肯定要欺负我妹妹了 我妹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一定要让他偿命 听见他这话 林少卿没有再说话 心中也变得担忧起来 李子维那个人他是了解的 心眼极小 瑕疵必报 若是有人得罪他 他一定会让人吃不了兜着走 当下也跟着紧张起来 走 咱们赶紧去找你妹妹 第六十五章 我拿你当仇人 你却想抱我妹妹 谁知两人到了后院 一下子傻了眼 只见李子维正抱着眼保 一个劲地伴着鬼脸逗眼保笑 当着简额一起寻找眼保的林少卿 和其他学子 看到这个情况 嘴角不由抽搐 他们心急火燎地帮简额找妹妹 生怕他妹妹真被人欺负了 可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他妹妹好像也不像是被欺负的样子 眼保 简额奔了过去 一把从李子维的手里 将眼保抢过来 李子维逗眼保太过专注 没有注意到简额的出现 感觉眼保突然从他的怀里被人夺走 他慌得连忙伸手要去抢回来 看到是眼保的哥哥简额 这才猛地想起来 自己偷偷地将眼保抱过来 可是为了欺负他妹妹 让简额后悔 与自己作对的 结果 他看着已经被简额抱在怀里的眼保 一下子空落落的 手痒痒的 五根手指头晃了晃 李子维眼巴巴地看着眼保 一步一趋地走在简额的旁边 你家妹妹长得真好 我可以再抱一抱吗 简额瞪了一眼李子维 你想干嘛 他接着咬牙说道 我们之间的恩怨 你有什么不满 可以冲着我来 何必冲我妹妹下手呢 李子维陪着笑脸 我冲你妹妹下什么手了 不就是想抱他一下吗 简额把眼保抱向一边 避开李子维 那我就是不让我妹妹给你抱 李子维顿时急了 连忙跟上去 我又不会欺负你妹妹 我这么大个人了 难道还能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吗 让我再抱一下你家妹妹呗 简额一副看神经病的样子 扭头对他道 李子维 你脑子没冒病吧 我们刚刚才闹到报关 现在算是死对头 你觉得我会把我的妹妹拿给你抱吗 真是大无语 我拿你当仇人 你却想抱我妹妹 没门 李子维当即表态 哎呀 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嘛 经过这次误会 咱们可以当朋友了呗 听到李子维这话 和他一同是书山书院的学子 都十分惊讶 尤其是林绍青 他们是同窗 对李子维的品行 也是有些了解的 李子维瑕疵必报 一般都不会主动求和 没想到他今天竟然主动邀请别人 和他放下恩怨 简额却不放心他 抱着自家妹妹满脸的防备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样说是想打我妹妹的主意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 林绍青却在旁边劝道 简兄 冤家遗解不遗解 宁可多个朋友 也不能多个敌人 对对对 李子维指着林绍青笑道 林绍青 我第一次发觉 你原来还是个挺伤道的人嘛 就冲你今天说的这句话 我跟你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林绍青扯了扯嘴角 不置可否 李子维说着 又看向简额 兄台 你不就是为了林绍青才 与我不打不相识的吗 现在他都跟我是朋友了 咱俩是不是也可以做朋友 简额态度也放软了一些 行吧 只要你以后不欺负人 我自然也是宁可多个朋友 也不愿多个敌人的 那 李子维眼睛亮晶晶 摩拳擦掌地 看着简额怀中的眼保 那咱们现在都是朋友了 我可以再抱抱你妹妹了吗 简额顿时无语 讲来讲去 这个李子维 就是想要打他家妹妹的主意 不过看李子维那诚心诚意的模样 又想到他赶过来 这时李子维对自家妹妹的喜欢和宠溺 这才不情不愿得到 那行吧 就给你抱一下 就一下呀 可以可以 一下就一下 李子维迫不及待地 将眼保重新抱了回来 他家也不是没有妹妹 可真以为是自己家里有妹妹 才发现原来妹妹也可以这样可爱 他妹妹小时候 他可从来都没有抱过一次呢 跟随李子维的几个铜窗 也围过来 看到底是怎样的小孩 能把他们的老大变成这样 结果这一看 也都喜欢上了 好一个粉雕玉琢的奶娃娃 简直就像从年华里蹦下来似的 像从陶瓷瓶上蹦下来的吧 我看这奶娃娃 百里透红的 像一个糖瓷娃娃才对 眼保被他们这样评价着 也不由得对自己的相貌感到好奇 又是年华娃娃 又是陶瓷的 我到底长啥样啊 不过从这些人一看见他 眼神就变得惊讶和喜欢的样子 他估摸着自己应该长得还不赖 原本又打又闹的两帮靴子 这会儿都围在一起 其乐融融地看着一个小婴儿 之前打得不可开交 现在却是一笑敏恩仇 张栋匆匆忙忙赶回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他趁简额刚才在找盐宝时 跑去了客栈一趟 将箱底的那些东西 换个地方给藏起来 此时眼看大家都其乐融融地和好了 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他原本以为两方人马还在闹矛盾 他可以趁机卖好 获得两边人的友好 谁知他就离开了一会儿 这些人竟然好成这样了 他不太适应地走上前去 拉了拉简额的衣服 简兄 你不是说要去我的住处 看我箱底里是否藏着你的文章吗 走吧 趁大家伙都在 现在快去吧 简额暂时没空理他 他挤进人群中 伸手把盐宝从李子维的手里 重新抢了回来 够了够了 一会儿的时间已经到了 快把我妹妹还给我 随着简额把简颜抱走 那些本来为在李子维身边的学子 又转移到简额身边去了 包括李子维 也巴巴地跟在简额身边 恋恋不舍地看着盐宝 张栋跟在简额身后 再次说道 简兄 如今我们也算是患难与共了 你若还不信我 那现在就去我的住处 看看我是否藏了你的文章吧 简额见他主动提起这事 才又想起这茶 开口正要说话 却听见盐宝的心声响起 这个张栋 刚才还那么害怕二哥他们去住处 现在竟然主动邀请 肯定早就已经把东西 转移到其他地方藏起来了 这才那般有恃无恐吧 不过 别以为转移地方 我就不知道你藏哪里了 肯定藏在客栈床底下的 那块案板下了 那里面还有其他人的 不少好文章呢 听得妹妹的心声 简额立即回张栋道 好啊 我原本差点就忘了这件事 既然你提醒了 那我们就再去看看吧 张栋见简额还要去看 心中不由暗笑 开口说道 等一下 简兄 此事势必对我的名声造成损害 我想在去之前 咱们先说清楚 如果你们到了我房间 见我装衣服的箱底 没有收藏你的文章 该如何是好 第66章 祸害 听得他这话 盐宝忍不住在心里脆了一口 好你个未来大奸臣 这就开始套路我二哥了 二哥呀 到时候你去了他的住处 可别傻傻的 只检查他的衣服箱底 闯殿下也要先开来看看啊 简额拍了拍盐宝小小的身体 回答张栋的话 要是我们去了你的住处 查不到你 私藏我的文章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道歉 恢复你的名声 如何 张栋却白手 我不需要简兄同我道歉 我只想得简兄的信任 若查不出我私藏了你的文章 我只希望能和简兄像以前那样 依旧是最好的朋友 同进同出 形影不离 切 是想让我家二哥 继续当你的冤大头吧 说的那么深情意重干什么 严宝在心里暗暗吐槽 简额抱紧妹妹 这才开口说道 那若是查出来呢 你又当如何做 张栋挺了挺胸膛 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你放心吧 我没做过的事情 一定是查不出来的 若真查出来 我便当着所有同窗的面 同你道歉 日后也不再纠缠于你 众人见他信誓旦旦的样子 对他的怀疑不由动摇 这一次 张栋走得极快 一行人才刚被仗则过 走路都有些不太自然 林绍青因为简额帮过他 于是也跟着一同前去 路上他也了解了些情况 看着张栋走路带风的样子 不由走到简额身边提醒他道 简兄 我看他如此胸有成竹 只怕他早已将那些东西给转移了 我们这次去 恐怕只是扑个空 简额勾纯笑道 这么短的时间 他就算把东西转移 也转移不到哪里去 待会到了他房间 咱们再多找找其他地方就行了 对对对 多找其他地方 尤其是床垫底下 二哥 你可要多找找啊 严宝立即在心里叫喊起来 手舞足蹈的 李子维一挡的人 也跟在简额身边 看着严宝挥舞着手脚 顿时喜欢的不得了 连忙伸手握住他的小手 开心地动弄道 小宝宝 拉手手 我在想正事呢 别烦我 严宝不客气地甩了李子维一巴掌 李子维顿时没开眼笑 小家伙摸我了 他摸我了 他肯定也喜欢我 哈哈 严宝不由按翻白眼 大哥 我这是再给你一巴掌呢 谁摸你了 扑吃 简额没忍住 笑出声来 没人知道他真正在笑什么 到了张栋的住处 张栋主动打开自己的衣箱 在下家境贫寒 就只有这个衣箱 你们若是怀疑我 那就都来检查吧 简额没动 他身边的几个好友 立即上前去翻 张栋的衣服很少 聊聊几套就见了底 只见底下是一些手抄书 可见他平时很是努力 看到的名言名句 都会摘录下来 以供学习 翻找他衣箱的几个学子 将这些手抄书翻看了一遍 见都是有名望的文人 发表的誓词文章 并没有找到简额所写的文章 张栋立即生泪聚下地道 简兄 现在你知道我是清白的了吧 我与你相交 一片赤城 你怎可如此误会我呢 你这是再侮辱我的人格呀 那些之前谴责过张栋的人 此刻也闭口不言 觉得自己误会了他 有些内疚 张栋抹了一把眼泪 一副心胸宽广的模样 不过 我相信你也不是有意为之 定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道歉就不用了 我只盼你我能够像从前那般 继续做彼此的挚友 听得张栋这番话 周围的人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没想到张栋虽然家境贫寒 却是个心胸宽阔之人 简额如此误会和污蔑他 他却没有记恨 简额怎可如此怀疑自己的好友呢 做他的朋友 当真是心寒啊 听得众人的议论 张栋嘴角不由 勾起一抹胜利的笑容 他走到简额面前 一副真诚的模样 简额 我不希望咱们得有意消失 咱们就当今天的事情没发生过 如何 简额原本还在思考着 他是否有必要揭穿张栋的所作所为 毕竟他一个从寒门出来的学子 能读书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要是把他私藏文章的事情戳穿 他的仕途恐怕就要禁毁 可看着张栋脸上虚伪地笑 他突然又想到 妹妹心里所说的 眼前这个人会如何抢他成绩 害他下狱 断他手脚 割他舌头 又成为权倾朝野的大奸臣 他便忍不住打着哆嗦 此人若是继续读书 考取功名 恐怕只会成为祸害 想到此 简额立即开口说道 你若真是清白的 为何在我们还在县衙的时候 匆匆赶回客栈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回来 提醒我到你的住处来检查呢 众人一听 顿时惊道 什么 他竟然回来过一趟了 你看到了吗 大家相互询问着 结实摇头 当时大家身体都被打得生疼 自顾不暇还来不及 哪里有心思去管别人 即便是有心思去管的 都去帮简额找岩宝去了 更加顾不上他 张栋听到简额这么一问 心里咯噔一下 紧张起来 可看到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他离开 心里稍微安了一些 狡辩道 简兄 我从一开始就与大家在一起 从未离开过 你怎会平白无故这般误会我呢 简额冷冷沟纯 我有没有误会你 我们不妨问一下 从官府到客栈这一路上的人 相信你经过这么长的一条街 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 有注意到你跑了两趟吧 张栋顿时害怕 不敢再继续停留在这个话题上 忙到 不管怎样 你们都没有从我的一乡中 找到我私藏你文章的证据 这个你们总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吧 简额直视着他 张栋 看在我们以往的情谊 我不想让你太难堪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希望你自己招任 不要等我翻出来 你只会更加难堪 张栋心虚的笑了笑 依旧嘴硬 简兄 我不明白你为何对我有如此深的误解 看来无论我是多么清白 你我之间的友情 也不会再恢复像从前了 既然如此 那我也不再稀罕你这个朋友 你怎么误会我 也都随你去吧 我无所谓了 张栋说着 扫了一眼进到他房间来的一众靴子 端起一副傲骨的模样 掩饰着自己的心虚 各位同窗请出去吧 我原本只是为了挽回与简兄之间的友情 才让你们如此践踏我的尊严 可如今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他却仍旧对我多有偏见 这样的朋友 我不要也罢 听得张栋这番话 众人不由越发感到惭愧 觉得确实是他们冒犯了他 又觉得简额太过于咄咄逼人 明明已经查不出张栋有私藏他的文章 他还要如此不依不饶 算了吧 简兄 咱们既然查不出他私藏文章 就给他道歉 这事情就算过去了 何必如此的礼不饶人呢 更何况还没有礼 你和他好歹也是朋友一场 你要是不想和他再继续结交 那就道歉吧 看着大家都帮自己说话 张栋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看着简额 满脸冤屈和受伤的样子 对不起 我应该有自知之明的 像你这样的富家子弟 怎么可能会真心与我结交 既如此 我只要你给我一个道歉 从今往后 你我断交 眼看张栋依旧不知悔改 还搞得好像自己欺负了他的样子 简额终于忍不住道 既然你不愿意承认 还要反咬我一口 那我也就不必再跟你讲情面了 他说着 直接走到床边 大手一扯 便将床单掀开 第67章 戳穿和教训虚伪的朋友 只见床垫底下 铺了一层写着诗词的纸张 由于床垫的犀利 几片纸张飞了出来 飘落在地上 有几个人捡起地上的纸张 读了一下上面的字 瞬间大惊失色 这 这不是我的文章吗 听到这话 所有人立即上前去把剩下的那些诗词文章 都拿出来仔细一看 一个个都发出惊呼声 还有我的 天哪 我好不容易才做出一首好诗 没想到竟被他偷偷藏了起来 他藏了这么多 我们没发表的诗词文章 是想要当成自己的吗 简额从这些写满诗词文章的纸张中 抽出其中一张 上面抄写着他写过的文章 他看着没有一丝血色的张栋 冷冷开口 张栋 你如何解释这些诗词文章 哼 证据确凿 看你还怎么狡辩 还是我二哥厉害 直到找床垫下面 不然等到科考的时候 大家辛苦写出来的文章 就让这个家伙飘窃走了 张栋颓然地倒退两步 可是很快 他又振作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硬着头皮说道 这些诗词文章写得好 我收藏起来观摩学习 有什么问题吗 听到张栋的反问 在场所有的人皆是震惊 没想到证据确凿的情况下 张栋居然还不承认自己所犯的错 你确定只是收藏起来观摩学习 而不是剽窃别人的诗词文章吗 简额瞇了瞇一眼 指着那些写着诗词文章的纸张角落 用力地戳了戳 你要不要睁大眼睛看看 这上面的署名 你写的都是谁的名字 若只是借鉴 为何要写上你自己的名字 这让谁一看 都还以为是你自己写的诗词文章呢 其他人也都紧紧盯着张栋 张栋眼中闪过一丝心虚 但是很快 他又挺起了胸膛 剽窃乃是我把你们的作品 以自己的名义拿去发表 可我并没有把你们的作品 占为己有 发到个书册上 你们如何能栽赃无限 是我剽窃呢 若说我有错 不过就是私藏了 你们未发表的诗词文章罢了 哪里够得上剽窃这种罪名呢 我在上面署名 只是因为 这些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 腾抄下来的 不想被别人拿走而已 如同我们各自的书本 不都是要写上自己的名字 表明是自己的所属物 免得拿错了吗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暗骂 真不愧是未来的大奸臣 都给这些作品 写上自己的名字了 居然还能给自己洗白 这里面有我二哥 压队的不少诗词文章 要等你把这些诗词文章 都剽窃走了 我二哥的成绩 不就变成你的了 可怜我二哥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考卷会背你 因为担心考官察觉 答案雷同而动了手脚 想要去查明真相时 反被你陷害入狱 割舌头 断手臂 废双腿 好惨呀 听得严宝这番心声 简额只觉胸中有火 自己从前带张栋那般情深义重 有什么好的 都会和张栋一起分享 谁知这张栋却为了一己之私 将自己害得那么惨 既然未能抓到他剽窃的证据 可抓到他私藏大家文章的证据 足矣 这么说来 你是承认自己私藏大家的文章了 还想要把大家的文章 当成是自己的所属物 写上自己的名字 简额冰冷地看着张栋 声音低沉 既然如此 那就接受大家的教训吧 哇 张栋突然被他这样的眼神 看得有些害怕 开口正想要狡辩 却被简额一拳头砸在鼻子上 张栋立时捂住被打得鲜血横流的鼻子 疼得说不出话来 简额一手抱着眼宝 一手因为砸了张栋的鼻子 声疼得甩了甩 一边回头看着其他的同窗们 一份填膺的大声道 各位同窗 此人私藏我们的诗词文章 虽还未做石飘窃之时 可却已将这些文章数上了自己的名字 大家想一想 若是这文章被他搬到科考的时候用上 成绩不就变成他自己的了 到时候我们就算控告他 可这些手稿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 谁知道是谁先写的文章 只怕到时候还反咬我们一口 说是我们诬陷 眼红他的成绩才说他剽窃 到时候反被他陷害入狱 换来个被杀人灭口的结局 听得简额这番话 众人也都惊觉到这严重的后果 皆是恼火不已 张栋 没想到你看着老实 一副寒门傲骨的模样 实际却是这般龌龊 该打 所有被偷窃了文章的学子一拥而上 朝着张栋拳打脚踢 张栋自知理亏 无法阻挡这些同窗们的怒意 只能抱起头护着脸 蜷缩在地上 任由人打骂 李子维也跟着踢了两脚 又让自己的人也跟着打了两下 义正言辞的样子 竟敢私藏我兄弟的文章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打完之后 讨好的看向简额 殷勤的伸手道 简兄你好好教训这个贼人 我来帮你抱妹妹吧 简额瞥了他一眼 没有给他 而是收住自己的拳脚 将眼保护的密不透风 不用了 我已经打完了 李子维顿时大失所望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简额怀里的眼保 恨自己不是眼保的亲哥哥 更恨自己的父母 为何不给他生一个像眼保那样 可爱漂亮的雌娃娃妹妹 想到自己家里的那个刁蛮妹妹 他就头疼 好想翻墙 偷偷把自家的妹妹和眼保调换 终究是一群读书人 也没敢把张栋往死里打 出了一通气候 便都离开了 简额才大气粗地招呼着大家 今日多谢你们为我出了这口恶气 让我彻底和这个虚伪的朋友断交 为了表示感谢 我请你们到我家里去喝茶 李子维第一个答应 好 恭敬不如从命 简额脸上的笑容顿时有些僵硬 他邀请了人理 并不包含这个家伙 他那么积极想赢做什么 没等简额再开口说话 其他人也都附和着答应 简额无法 也只能邀请李子维一同前去 他搂紧了怀中的妹妹 暗中提高警惕 可不能让李子维 把他的妹妹给偷走了 两边学院的学生 一同走在路上 谈笑风生 那些之前就看见 这两家学院的学生 咋家斗殴的路人 摊贩 以及商铺的老板 看到这些学生和睦相处的画面 差点没惊掉下巴 他们没看走眼吧 这两方人马 不就是先前剑拔弩张的 两伙学生吗 现在怎么都处得那么好了 简额看出这些人的惊讶 心中也是哭笑不得 没有人会相信 他们这些原本已经结下 仇院的两书院学生 竟然会因为他的妹妹 结成了一大帮好友 还一同要去他家吃饭呢 爹 娘 我回来了 你们看我 简额一踏进自家院子 就大声地吆喝起来 谁知还没把话说完 就被一条棍子打在身上 与此同时 怀里的妹妹也被人给夺走 第68章 任妹妹 叫你疯 叫你闹 叫你抱着妹妹到处乱跑 我看你读书 读到毛坑里去了 简老爷一边打一边骂 简夫人则是把简颜抱在怀里 里里歪歪地检查 颜宝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里 原来两人是听说了 他和树山学院的人打起来的事 其中一个还是县城的儿子 这要是得罪了冠业家的孩子 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简了要真惹出什么事也就罢了 顶多被人打一顿 或者被关进大牢 可偏偏他又带着颜宝 万一害颜宝跟着他一起受伤怎么办 颜宝躺在自家娘亲的怀里 大缓了一口气 哎呀呀 还是娘亲的怀抱温暖柔软又舒服 哥哥的怀抱太颠簸了 又硬邦邦的 难受 听得颜宝的心声 简老爷打得更用力了 可怜我的宝贝闺女 真是受苦受累了 简额一边躲一边叫 哎呦 爹爹 别打了 我带了同窗来我们家吃饭呢 给我点面子行吗 他被爹爹打的时候原本不想哭的 可是听到颜宝嫌弃他的怀抱 他忍不住就想哭了 我的好妹妹 二哥那么喜欢你 巴不得天天能报到你 你怎么能这么嫌弃二哥我呢 简老爷和简夫人这才注意到 简家大门口正站着一群学生 只见这群学生穿着的学院服装都不同 一看就知道是两家学院的学生 简老爷和简夫人顿时大惊失色 这该不会是仇家找上门来了吧 简老爷气得又打了两下简额 这才将手里的鞭子往地上一丢 陪着笑脸上前 各位小哥 我家简额不懂事 刚刚我已经打过了 他若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还请多多包涵 简额拍着额头无奈地道 爹爹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你说这些做什么 我请他们来是到我们家吃饭的 不是要你给他们赔罪的 朋友 简老爷顿时愣住 茫然地看着两帮穿着不同学子服的学生 我不是听说你和另外一个学院的学生打起来了吗 怎么就成朋友了 简额朝着眼宝奴嘴 莫 因为咱们家的眼宝呗 这些人原本与我结下了仇 看到咱家眼宝后 就求着同我和好了 只为了让我能够给他们抱一抱妹妹 听到这话 简老爷顿时松了口气 宠溺地看着简夫人怀里的眼宝 笑了起来 看来多亏咱们家的眼宝 才让你免了一场灾难 你以后可得跟我好好对妹妹 日后若让她受半点委屈 我打断你的腿 简额嘟着嘴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她的妹妹 其实让她免了一场灾难 免了好多场灾难好吧 她自己也想要对妹妹好的 被爹爹这么一说 好像是因为听话才对妹妹好了 而不是自己要对妹妹好的 这种感觉好讨厌 简家在周城也算是小有财富 请一群学子吃饭 不在话下 当下便热情地邀请这些学子一同进门 安排下人准备饭食 当得知这群学子中有一个人 便是县城的儿子时 简老爷和简夫人不由暗暗心惊 这人真和自己的儿子打成朋友了 两人战战兢兢地看过去 却见李子维的目光也看了过来 见两人看向他 李子维立即走了过来 没有了先前的张扬跋扈 反而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 伯父伯母 我可以抱抱你们家眼保吗 简夫人不舍得看着 怀里已经睡着的眼保 委婉地拒绝 眼保已经睡着了 李少爷下次再来抱吧 李子维眼睛顿时一亮 我下次还可以再来吗 说话间眼睛一直盯着眼保 他可真是太喜欢这个陶瓷娃娃了 要是以后可以每天都来看 这个宝宝就好了 简夫人嘴角抽了抽 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说错了话 一旁的简额连忙道 算了 还是让你抱一下吧 下次你就不用再来了 说着从自家娘亲的怀里 把妹妹抱过去 塞到李子维的怀里 抱吧 抱好了赶紧还给我 以后就不用再惦记了 简老爷差点没被简额的话给气死 人家李子维好歹是个官爷之子 怎能如此得罪 谁知李子维如愿以偿地抱到眼保之后 根本就不在意简额说了些什么 爱不释手地将眼保搂在怀里 一副喜欢得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模样 这时候眼保已经被吵醒 睁开眼睛看到李子维 猛地吓了一跳 哎呦喂 我都睡了一觉 这家伙还没走呢 看到眼保睁眼 那双眼睛水灵灵的 李子维看得喜欢极了 脱口而出 我可以认你们家眼保做干妹妹吗 听见李子维这话 其他几个早已垂涎眼保 蠢蠢欲动 想要求抱抱眼保的学子们 也都忍不住开口 我们也想认你家眼保做妹妹 饶是林绍青这样一个平常看起来 淡薄名利与世无争的学子 也都忍不住跟风 想要认眼保做妹妹 简额顿是有种隐狼入室的感觉 连忙将眼保从李子维的怀里抢了过来 对一众学子们道 不好意思 眼保有我们几个兄弟做哥哥就够了 不需要再认哥哥 却听见眼保的心声突然响起 别呀 这些学子 未来基本上都是有权有势之人 非富即贵 我多个哥哥多条路呀 你们不能帮我拒绝了这么好的人脉呀 尤其是这个李子维和林绍青 李子维这次科考成绩不错 即将顶替掉马的潘县令 在他父亲李献成的操作下 成为咱们周成的县令大人 我以后要是在周成混 能有个父母官做哥哥 百利无一害呀 还有这个林绍青 科考都不用参加 即将要被太子直接请进宫 成为太子的得力助手 日后太子登基维维黄 这林绍青 可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府大人了呀 家人们 不要耽误我 结识这些大人物啊 听得眼保心中的呐喊 简家人震惊不已 没想到 今日来他们家吃饭的这些人 日后竟然非富即贵 看来 在他们还没有显贵之时 就和他们攀上关系 确实是好机会 第69章 认哥哥 听到眼保的这番心声后 简老爷和简夫人 简额不由精神一震 热情地招待着这些学子们 简老爷笑呵呵地道 多谢各位如此喜爱我家闺女 既然你们都愿意当他哥哥 我们也没理由替他拒绝 还是让他自己选吧 简夫人在一旁讲述着规则 你们谁要是能让我家眼保 伸手想要你们报 就算是我家眼保 答应谁做哥哥了 听到这话 一众学者顿时摩拳擦掌 开始大展神通 有的人拿出自己身上 最贵重的礼物 逗着眼保 有的人扮鬼脸 有的人蹦蹦跳跳地逗眼保 眼保看得哥哥直笑 这些读书人搞笑起来 还真搞笑 简夫人看他只记得笑 不由提醒他道 闺女 你想要谁当你哥哥呀 自己选一个吧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 全都要 眼保在心里铿锵打道 听到他心生的几个简家人 憋住笑 简老爷擦了把汗道 闺女 咱们一个个地选 皇上选妃都没这么好气 我的乖闺女 你可以老爹我悠着点呀 眼保第一个向林绍青伸手 嘴里一一哇哇地叫着 嗓音奶声奶气的 让人听的心都要化成水 林绍青怎么也没想到 眼保竟然会先选他 他向来淡薄 虽然心里也很喜欢眼保 也跟风想要当眼保的哥哥 可是抵不过其他人的挤压 他原本是站在眼保跟前的 都被挤到了后头 他也就没再争了 谁知眼保竟在那么多学子当中选了他 当真是让他受宠若惊 眼保咧着嘴笑 被林绍青抱在怀里 口水拉哈的 紧紧抓着他的衣服 这可是未来权倾朝野的首府大人啊 我这也算是和未来的权贵拍上关系了 其他学子看到眼保选了林绍青 万分的不解和吃味 小家伙怎么会选了林绍青啊 林绍青这家伙 运气也太好了吧 居然得眼保妹妹第一个选上 真是踩了狗屎运 哎 没办法 小家伙又不懂得 看谁条件好就选谁 就只是很随机的看哪个顺眼就要哪个了 只能说林绍青确实走了狗屎运 听到眼保新生的三个剪家人 各自暗笑着 他们家的小眼保 哪里是随便选一个人 他呀 就是朝着谁条件好选谁的 眼保接下来又选了几个寒门子弟 气得李子维哇哇大叫 小家伙 你怎么不选我 他又不舍得冲眼保发火 只能对身边的人发着牢骚 你看看这些人 他们哪一个有我的条件好 小家伙怎么选他们不选我 真是气死我了 简老爷 简夫人 简额 默默看着不说话 装作听不见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家的眼保 是按照这些学子未来的地位 从高到低开始选择的 李子维现在在这群学子当中 虽然是最有权势的 可到了科考之后 也只是靠着他父亲 举报宪令大人落马之后 当上了他们周成的宪令 而其他人 虽然看着是寒门学子 但科考以后 大多都翻了身 加官进爵 声名显赫 基本上比李子维混得还要好 严宝一个个的认哥哥 很有秩序的 按着地位从高到低的顺序来 他一个未来的七品县令官 恐怕有的等了 好不容易 李子维才终于等到了严宝 向自己伸手 他激动的都快要哭了 小家伙 我以为你不认我做哥哥了呢 严宝笑嘻嘻的 看着李子维 忍不住叹气 唉 这个李子维现在看起来还挺好的呀 要是他一直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不要欺负穷苦百姓 估计能在县令大人的这个位置上 可以坐久一些 否则最后的结局也很惨哦 被流放 然后受不了流放之苦 死在半路 这群学子中 他的结局是除了二哥以外最惨的了 严宝的这番心里话 顿时让简娥忍不住头疼 他现在已经没有再跟张栋来往了 应该不是最惨的了吧 一圈下来 在场的学子 差不多都成了严宝的哥哥 认完哥哥后 严宝便收到了一大堆礼物 都是这些哥哥们送的任亲礼 简老爷和简夫人热情地招待着这些学子们 原本只是准备一般客人的饭菜 现在又通知下去 再多加几个菜 按照上宾的标准 当饭菜渐渐摆上来的时候 一群学子们都看傻了眼 他们当中 除了李子维那一党的人 稍微有些权势 但他们那党的人都坐在同一桌 如果简家人真想要巴结 只需要把那一桌的饭菜做好一些 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服务就行 可他们这些其他桌的人 家境都是很普通的 虽然也有一些家庭和简家一样 也是商户出身 但还不至于受到 简家按照上宾的格局款待 他们还只是为成家立业的年轻人 哪里当得起这样的款待 当下很不好意思 纷纷客气地道 简伯父 简伯母 我们不过是寒门子弟 家是普通 却得你们这般贵宾一样的款待 实在让我们受宠若惊 我们真是无以为谢 惭愧惭愧 简老爷笑呵呵地挥手说道 各位都是读书人 日后皆是前程似锦 只盼着各位以后出人头地 不要忘了我们简家 更不要忘了刚刚认得 阎宝妹妹就行 听到阎宝妹妹四个字 一众学子的目光 不由变得柔和 放心吧 我们绝不会忘了阎宝妹妹的 见大家都对自家闺女 如此宠爱 简老爷看得心花怒放 有这么多宠闺女的哥哥 看谁敢欺负他家闺女 几桌人正把酒言欢 却见简萨风风火火地 从外面跑了进来 还没进门 就听到她的声音 从外面大声地传进来 父亲娘亲 我要去参军 父亲娘亲 我要去参军 听到简萨的话 简老爷和简夫人 吓得差点要晕倒 两人相互扶持着 这才站稳了身体 颤颤巍巍地看着简萨 老三 你刚刚说什么 你 你说你要参军 简夫人颤着声音问 我不同意 简老爷没等简萨回答 直接立声开口 嘴巴上的两撇八字胡发着抖 第七十章 满门抄斩的日子快了 简萨脸上意气风发的笑容 立即收了回去 他今天和几个兄弟打马射箭回来 路过集市的时候 看到报告栏上面 公布张贴着征兵的消息 想到之前听到的妹妹心声 知道他未来的女主 是在他参军的时候认识的 不由心动 他立即兴冲冲地跑回来 告诉自家爹娘这好消息 以为他们会支持自己 谁知给他的 却是当头棒喝 简萨不解的皱眉 父亲母亲 我去参军 难道不好吗 难道你们就喜欢 我整日在家游手好闲 无所事事吗 简夫人一脸担心地看着他 简萨 你难道不知道 参军有多危险吗 你要是离开爹娘去参军 你让爹娘该有多担心你 简老爷也道 我们家又不是非得立功 光宗耀祖不可 只要有钱 安安稳稳过着平民老百姓的日子就行了 你偏要参什么军 两人虽然都听到过 严宝的新声 知道他们家的三子参军以后 会得到很大提升 可那也是 在他们家破人亡以后 老三这才被逼 激发出了潜能 可现在他们的日子太平 要是让老三去参军 他们作为还健在的父母 怎么可能不替儿子担心 我不管 我就是要参军 整日待在家里 我都要无聊死了 简萨坚持着自己的想法 你要是敢去 我就打到你的腿 简老爷眉毛竖了起来 简夫人见父子俩 剑拔弩张的样子 连忙从中劝和 行行了 这参军报名 大约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这几个月 我们再好好地考虑考虑 这不还早吗 听到爹娘和三哥的谈话 严宝贝有一个机灵 哎呀呀 现在就开始报名参军了 这么说来 李简家被满门抄斩的时间 这么快就到了吗 原本的情节是 简家人被抄家灭门之后 三哥是最后一天报名参军的 在此之前 三哥对参军这件事情 可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呢 现在怎么看起来 好像非要参军不可的样子 真是奇了怪了 听到严宝的心声 一家四口人身躯皆是一阵 什么 他们简家被满门抄斩的日子 就是这个月了 可现在看来 他们家和平安稳 完全没有一点 要被抄家的迹象啊 想到严宝之前的预言 很多都一一应验 他们也不敢再怀疑 严宝新生的真实性 看来 他们全家势必要遭逢一场大难了 只是这场大难 到底能不能化解 他们还不得而知 接下来的时间 一家人也无心在招待学子们了 让他们自己吃饱喝足后 自行离开 快到傍晚的时候 简易才从外面回到家 却感觉家里好像 和平常不大一样 死气沉沉的 父亲和两个弟弟 也没有像往常那样 去母亲的院子 他不由觉得奇怪 习惯性地朝着母亲的院子走 要去看妹妹 之前被他拒绝的那个女人 又跑来找他了 要不是有妹妹之前的心声提醒 他这次恐怕要栽跟头 那女人的手段 比先前更高明了 他今天同商场上的一个合作商谈交易 对方为了表示诚意 十分热情地请他上青楼 他原本不愿意去 奈何敌不过对方的邀请 以及跟对方合作带来的利润 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才发现先前的那个女子 已经在青楼中 被老宝安排来伺候自己和合作商 那合作商是个色批 当着他的面调戏那个女子 那女子惨细细泪连连地向他求助 很让人生怜 有那么一瞬间 他都心软了 可很快便想起妹妹的心声 瞬间变得清醒 当下就甩开那女子 离开青楼 离开之后 她还有些后悔 生怕跟合作商的生意会黄掉 于是想等着那个女子离开之后 再回去找合作商 便又重新折返回去 谁知却看到那个合作商 与那名女子的密谋 原来合作商和那名女子 竟是一伙的 就是为了引她上钩 她后怕不已 幸好因为眼保的话 让她早有防备 否则定然着了他们的道 好在 那两人因为连续两次 在她这里碰壁 已经打算放弃 她这才松了口气 所以一回家 她就想先抱一抱妹妹 多亏了有妹妹 不然真让她被那个女人迷住 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母亲的院子 简易就看到 母亲正摇晃着妹妹的摇床 哄妹妹睡觉 而母亲整个人 则是恍恍惚惚的 似乎在想什么入神 她以为母亲 还在想跟父亲合离的事 不由得上前道 母亲 还在为父亲的事情忧心吗 简夫人抬眼看到她 摇了摇头 没有 我在想别的事情 简易见母亲 心不在焉的样子 也没有多过问 她直接走到眼保的摇床前 看她是醒着的 不由一喜 伸手将眼保抱了起来 简夫人也没有训斥她 任凭她抱着 简易松了一口气 心里却仍然觉得怪异 平常母亲若是在哄眼保睡觉 他们要去抱眼保的话 定要被母亲阻拦的 可这一次 母亲竟然什么都没说 还真是稀奇 正疑惑的时候 却听见眼保的心声突然响起 奇怪 今天爹爹和二哥三哥 怎么不到娘亲这里来了 距离全家被满门抄斩 就只有隔把月的时间了 还不好好珍惜 全家在一起的时光 都跑哪里去了 听到这个声音 简易身体不由一震 什么 全家被满门抄斩 就只有隔把月的时间了 很快 简易也离开了简夫人的院子 她生怕自己知道这个消息 会忍不住露线 让母亲察觉出来 更怕影响到妹妹的情绪 等简易离开后 简夫人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今天她的院子 怎么那么安静 不过也好 安静些她才好思考 接下来如何让简家 脱离被满门抄斩的危机 和她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简老爷 以及简家三兄弟 他们都在各自的院子里 思考着接下来的路 到了第二天早上 简家的人各个都顶着个黑眼圈 在各自的院子用早饭 简易没滋没味地吃了一半 却见三弟简萨大清早地 来她院子找她 脸色灰白 大哥 我 我有一个秘密要跟你说 第71章 我能听到妹妹心声 简易看着自家弟弟 一副苦恼烦忧的样子 不如关心得到 怎么了 什么秘密 简萨开口正想要说话 却见简娥也找了过来 神色和简萨一样 又纠结又愁烦 一看到简易 她便忍不住道 大哥 我有一个秘密要跟你说 听到简萨这话 简易不由地扭头 看了一眼简萨 表情古怪 你们两个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都有秘密要跟我说 她其实也有一个秘密 本来想吃完早饭以后 就想去跟爹娘说的 谁想早餐还没吃好 她这两个弟弟 就先跑过来 跟她说秘密了 简娥和简萨相互看了一眼 好奇对方是什么秘密 简娥道 三弟先来的 那就三弟先说吧 简萨犹豫了一下 这秘密让两个人知道 这还算秘密吗 可看到大哥二哥正盯着自己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说了出来 我 我能听见妹妹的心声 听到简萨这话 简易和简娥瞳孔猛然一缩 你说什么 简萨以为 两人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更加大声地道 我说 我能听见咱们妹妹的心声 你 简易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 盯着她道 你都听到什么了 简娥也攥紧了拳头 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 你把你听到的 都说给我们听听 简萨见自家两个哥哥的表情 都有些不太对劲 也只当他们是太震惊于 自己有这个能力 也没想太多 如实说道 我听到妹妹心里面说 咱们家最近这几个月 就要被抄家斩首 我心里实在是不安 昨天夜里一直想着破解之法 可却怎么也想不出 实在是憋不住 只能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哥 看看要如何拿主意 她说完话后 见自己的两个哥哥 表情呆呆的 以为他们不信 连忙又道 咱们的妹妹 别看她稚嫩娇小 听她心声后 我敢说 她是上一世投胎 未喝孟婆汤的转世之人 因经历过生死 看过阎王爷的生死步 可预知未来 知道我们家的运势 大哥 你还记得上一次 你替管事的去拉布皮 半路上遇到一个女子 那个女子拦下你的马车吗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我便早就听到 妹妹在心里预言了此事 所以才会执意跟去 结果还真的应验了 妹妹还说 那女子明着是被人抓去青楼 装着很柔弱的样子 向你求助 可实际上 却是个骗子 她早已查出 大哥你替父亲管家 手上握着咱们捡家的财物 才故意设计这一出戏 就是想要引诱你 让你为她散尽万贯家财 所以我当时 极力阻止那个女子和你接近 更是故意说 那女子长相丑陋 就是为了防止发生这样的事 简萨说完 扭头又看向简了 还有二哥 那张栋之前 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幸好 你现在和她疏远了 我听到妹妹的心声 说她会窃取你的成绩 你要去找她讨回公道时 她反咬你一口 甚至为了隐瞒此事 竟将你的舌头割了 还废了你的四肢 让你无法为自己伸冤 你马上就要科考了 务必要防着她呀 说完之后 见大哥和二哥 依旧是呆滞的模样 不由得在两人的眼前挥了挥手 叫了一声 大哥二哥 你们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吗 半晌之后 简一才反应过来 吸了一口气 看一下简娥 二弟 你不是说 也有一个秘密要同我说吗 只见简娥神情有些恍惚 被自家大哥叫道 这才回过神来 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简萨 这才说道 我想说的秘密 其实也是这个 我也能听到妹妹的心声 之前那个女子 故意拦住大哥的车子 我也在妹妹心里听到了 所以那会儿也是跟去的 也是为了阻止大哥 被那个女子所骗 为她散尽家财 还有那张洞 我之所以同她疏远 就是因为听到妹妹心里的声音后 这才做的改变 只是我没想到 原来三弟竟然也能听到 妹妹心里的声音 说到这里 简娥和简萨 不由其刷刷地抬眼看向自家大哥 大哥 你呢 你能听见妹妹的心声吗 简娥点了点头 不瞒你们说 我也能听到妹妹的心声 那个女子果然是个骗子 我今日与一个合作商谈生意 那合作商邀我去青楼 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子 她装得极其可怜 我差也就心软了 要不是听到妹妹的心声 我有所防备 赶忙出逃 否则恐怕就着了道 简娥和简萨 听到自家大哥 也能听到妹妹的心声 被我的心情激动 没想到我们兄弟三 竟然都能听到妹妹的心声 平常咋都看不出来呢 妹妹的心声太让人震惊 都忙着惊讶去了 哪里还有空观察别人的表情 自然就看不出来了 兄弟三人感慨一番之后 这才想起正事 你们都听到妹妹心里说 咱们家要被满门抄斩的事了吧 简娥严肃地看着两个弟弟 简娥和简萨齐齐点头 眉头紧皱 简娥抿了抿唇 此时重大 我昨夜也是想了一晚上 最后还是觉得先去找父亲和母亲商量一下为好 简娥沉吟 也不知道父亲和母亲能不能听见妹妹的心声 简萨一脸的惊悚 该不会府里的人 甚至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到妹妹的心声吧 若是如此 那就太可怕了 妹妹岂不是成了透明人 简娥仲没说到 所以我们能听见妹妹心声的事情 万万不可让她知道 免得让她无法做人 简娥和简萨一口同声 那是肯定的 兄弟几人 最后还是决定先去找父亲和母亲 试探一下他们 是否能听到妹妹的心声 而与此同时 简夫人辗转一夜之后 最终还是决定 将能听到严保心声的事情 告诉简老爷 让他也知道 家里即将要发生的灾难 提前做好防备 他趁严保睡着了 让青草贴身看着 自己准备前往简老爷的院子 谁知 他还没走出自己的院门 就看到简老爷先进了他的院门 简老爷手里拿着一份和离书 看到简夫人 将和离书递给他 闭着眼睛疼痛地道 夫人 你不是想要同我和离吗 如你所愿 第72章 我们都听见妹妹心声 简夫人愣住了 看着简老爷递给他的和离书 上面有简老爷的签字和手印 你 简夫人有些不敢相信 自从柳姨娘被赶走以后 这些天以来 简老爷对他都极其用心 他几次让简老爷签下和离书 简老爷都不愿意 任凭他如何冷脸面对简老爷 他都是一副讨好的模样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与他提和离 这会儿却是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主动给自己递和离书了 简夫人把那张和离书接了过来 心情复杂地询问 你怎么想通了 简老爷苦笑一声 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他哪里想要和离呀 只是因为知道 家里即将面临抄家斩首的危机 不想让他也陷入困境罢了 简夫人将和离书收好 原本以为自己对简老爷已经心如止水 但是看他在和离书上签字盖手印 心中还是难受 他吸了一口气 道 这份和离书不作数 简老爷心中顿时一喜 你是不想同我和离了吗 可心中又有些范畴 他之所以同意与夫人和离 不就是为了让他不要被连累吗 却听见夫人又道 这份和离书我少写了一条 我要带眼宝和我一起和离出去 简老爷顿时瞪大眼 哪有和离的妇人带着孩子一起走的 简夫人淡淡地道 律书上也没有说妇人与夫家和离之后 不能带孩子走的 眼看简老爷被说得哑口无言 简夫人又继续说道 总之 这份和离书在还未交给互不公正之前 你我仍旧是夫妻 有些事情 我得先告诉你 简老爷抿了抿唇 我也有些事情要告诉你 简夫人回头看了一眼眼宝 见他在窑床里睡得正香 青草正在给他删凉 他这才放心地对简老爷道 去你院子说吧 简老爷愣了一下 随后点头 好 两人来到简老爷的院子 简夫人示意他将随从和院里的仆壁都叫出去 简老爷虽然觉得奇怪 但都照做了 夫人想要跟我说什么 怎么弄得如此神秘 简夫人眼看简老爷的院子 只有剩下他俩后 这才开口说道 老爷 简家即将遭逢大难 你务必要小心 尤其是那个启老板和鲍老板 两人身后还有一个秦老板 他们将会是导致咱们简家遭难的一个祸因 那鲍老板如今与你合作木材生意 会给你让利 让你大赚一笔 可到时候 你不要贪利 他此后还会给你介绍一笔药材生意 这笔生意你千万不要接 否则咱们家必死无疑 他屡次与你合作 让你得大利 故意让你掉以轻心 其实都是为了最后那笔药材生意 一旦你接受了那笔药材生意 简老爷正正地看着简夫人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这些信息 他只从严宝的心里听见过 没想到他的夫人竟然也知道 简夫人眼眸下垂 你不用管我从哪里知道的 你只要记住我说的话 千万要防着我说的那几个老板就行 简夫人顿了一下 抬眼看着简老爷 你不是说你有话要跟我说吗 是什么话 简老爷嘴巴一张一合 他原本想说的也是这件事 可都被简夫人说了 他还能说啥呢 正当这时 只听见外面有声音传来 大少爷 二少爷 三少爷 老爷和夫人在里面说话 让我们在外面守着 不能让人进去 没等三位少爷说话 简夫人扬声开口道 我事情说完了 你们让三位少爷进来吧 守在外面的仆从们 立即放行 很快 简家三段儿子 便走进院子 看到简老爷和简夫人 几人相视一眼 似乎有难言之隐 个个都是欲言又止的模样 有什么话就说 磨磨蹭蹭地做什么呢 简老爷不耐烦地催促 兄弟三人互相推让了一下 最终由大哥简简一来开口 简一酝酿了一下 这才开口说道 父亲母亲 你们可否察觉到 盐宝有哪些特别之处 听到简岩这个问题 两口子的心里 皆是咯噔了一下 怎么可能会察觉不到 他们家的盐宝 可真是太特别了 不过特别的还有自己 居然能听到盐宝的心声 你们想说什么 简夫人定定地看着三人 简额试探得到 父亲母亲 我们兄弟三人 有时候会听到盐宝说话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 简萨也忍不住开口 比如咱们家马上 就要被满门抄斩了 这件事情 你们有听见他说过吗 简萨这话 顿时被两个哥哥 送了他两剂眼刀 这老三怎么能把话说得那么直呢 万一父亲母亲 听不到盐宝心里的声音 被他这么一说 岂不是要吓到了 却见他们的爹娘 脸色都变了 激动地颤着声问道 你们 你们都听见了 察觉到对方的一口同声 两人的面色更是一惊 相互指着对方 你 你也听见了 一家人直到现在 这才终于弄清楚了一件事 原来他们都能听见 盐宝的心声 感慨一番之后 他们又试探了一番 府里的下人 确定只有他们一家人能听见盐宝的心声 这才松了口气 此时万不可让盐宝知道 一家人一口同声 听到彼此的声音后 这才会心意笑 然而很快 他们的脸色又都变得严肃下来 那接下来咱们该如何应对 才不会让咱们家向盐宝所说 被抄家问斩 简老爷吐了口气 悠悠地道 且行且看吧 只有先强大我们自己 才能应对未来的危机 老二 你不是要科考了吗 注意这次不要被人窃取成绩 拿个第一 或许能让咱们家有转环的余地 老三 妹妹的心声也听到了 未来的你将是梁家军的头领 可那是建立在咱们家破人亡的基础上 你若不想咱们家被灭门之后才有长进 现在就赶紧锻炼自己 还有老大 你常跟着我做生意 如今咱们家即将面临危机 为了让咱们家以后有能力应对 我需要你独立创出一番天地 至于夫人你 简老爷看向简夫人 神色正正 第73章 我相信你 我与你的合离之事 暂且延后 简夫人打断她的话 听到简夫人这话 三个儿子顿时都急了 母亲 你还要同父亲合离吗 如今 父亲已经悔过自心 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 母亲 你就看在我们几个儿子和妹妹的份上 和父亲好好过日子吧 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岂不是更好吗 简老爷却盯着简夫人 开口道 夫人说要将合离之事延后 是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吗 简夫人点点头 在咱们家大难临头之前 我需要做点生意挣钱 到时候真发生了什么事 我才能有银子帮你们周旋一番 可是女子在外做生意 总有限制 只能做些小摊小贩的买卖 购置店铺 都需要附加写同意书 等我将店铺盘下来后 我们再合离 听到这话 几个儿子都忍不住开口 母亲 你何必在外抛头露面呢 你若不同父亲合离 父亲自然会做生意挣钱养你 你干嘛非得要同父亲合离 然后自己辛苦做生意 挣钱养活自己 不错 夫人 你若是自己做生意 定很辛苦 我不愿意你如此奔波劳碌 简老爷也开口说道 简夫人不由皱起了眉 你此前不是还同意 我自己做生意吗 这会儿怎么又不支持了 简老爷道 咱们家有那么多县城的商铺和生意 我将这些转到你名下 你来尽便可 何必要重新开心阔土 辛苦 他话还没说完 几个儿子皆是一惊 以为自己听错了 惊叫道 父亲 你说什么 你要将自己手里的商铺和产业 都转给母亲 你若与母亲还未合离 我们倒还能勉强相信 可母亲要同你合离了 你竟然 竟然还要把这些产业拿给母亲 你 你没说错吧 简夫人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瞪着眼睛看着简老爷 老爷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是一定要与你合离的 你这些产业若是给了我 那可就和你没关系了 简老爷微微笑道 那又如何呢 反正我们简家即将遭大难 产业再多也是要被抄家抄走的 与其便宜 朝廷那些陷害我们的人 我还不如尽早先把这些产业都给你 到时候你与我合离 我简家遭难 也抄不到你的头上 他顿了一下 又继续道 况且你积累财富 也是为了日后 我们遭难之时才有银钱给我们周旋 既是用在我们简家身上的 那用我的产业又有什么关系呢 听到简老爷这番话后 几个兄弟这才恍然大悟 父亲说得有理 反正要被抄家还不如给母亲 是啊 母亲拿了这些产业 也是拿来救我们的 比便宜万人好多了 既然如此 那就按父亲说的办吧 把咱们简家的产业都转到娘亲的名下 等娘亲和父亲合离 就可以把他和这些产业摘除得干干净净了 简夫人双眸引动 心情复杂地看着简老爷 老爷 你难道就不怕 我得了你给的这些产业后 就不认你了吗 到时候我拿着这些产业 可以一辈子紧衣玉石 扑壁成群 若是拿来救你们 恐怕什么都不剩 你难道就不担心 我会做出自私的选择 简老爷温沉地看着他 眼神坚定 嘴角含笑 我相信你 我们夫妻十多年 虽然那么多年 我不知你是赠送 我那二两银钱的女子 但却深知你的为人 我知你有情有义 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和孩子 遭逢大难 却不管不顾 几个孩子 也是一脸坚信地看着简夫人 孩儿也相信 母亲绝对不会抛下 我们和父亲不管的 简夫人的眼眶顿是红了 他没想到 自己的这几个儿子和相公 竟然会如此相信他 他点点头 好 那就依你们所言 严宝醒来的时候 看到爹爹和三个哥哥 已经全都去到母亲的院子里了 一家人吃着饭 说说笑笑 很适合沐文欣 他不有感到惊奇 我这是小花眼了吗 竟然看到爹爹和娘亲 还挺和谐的 娘亲这是已经原谅爹爹了 我就只是睡了一觉 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家人听到严宝的心声 心照不宣的相识一笑 随后 刚才还和谐温馨的一家人 一下子就变成了竞争关系 全都冲了过来 抢着要抱严宝 简易 简娥 简萨兄弟三人年轻力壮 跑得最快 三两步就到了严宝的摇床边 刚才还凶有地功的 这会儿却开始大打出手 简萨兴高采烈的伸手要抱严宝 却被二哥简娥将手拍开 简娥紧眉开眼笑的要去抱严宝 却为大哥简易用身体撞开 最后三兄弟的抢夺妹妹之战 以大哥简易 获得最终的胜利为结束 简易沉稳的脸上 裂出合不拢的笑 抱着严宝 就想回原位做好 谁知一转身 就看到自家老爹站在自己身后 目光阴侧侧地看着他 双手往他面前一伸 十根手指头勾了勾 那意思十分明显 简易脸上的笑容顿时合拢 一脸都哭向 父亲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抱到的 手都还没抱热乎呢 嗯 简老爷不目自卑地瞪着他一眼 双手依旧伸着 简易没有办法 只得不情不愿地 将严宝递给自家老爹 简老爷接过严宝后 原先还板着的那张冷脸 一下子笑得像朵菊花 他眉飞色舞地 看着躺在怀里的小奶团 眉眼皆是宠溺 滴滴的小闺女哦 你可算是醒过来了 他转身就要回自己的位置去 却被人挡住去路 一抬头 才发现是自家的夫人 简夫人就站在简老爷的跟前 也不说话 就那么定定地看着他 夫人 简老爷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看了看怀里的闺女 又看了看面前的夫人 最终一咬牙 闭着眼将眼宝递给简夫人 夫人 眼宝给你 简夫人的脸上 这才露出笑容 伸手将眼宝抱了过来 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蛋 咱们的眼宝宝是不是也饿了 娘亲 这就给你喂奶 一家人齐齐整整 围在一张大圆桌旁吃着饭 眼宝则在娘亲的怀里 扎着奶壶里的奶 眼珠子咕噜噜地转着 多温馨幸福的一刻呀 袁叔这个时候 简家早就已经人心涣散 这样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只有逢年过节才有 这剧情走向 好像有点不符合原著了呀 第74章 被满门抄斩的各种因果 一家人听到严宝这番心声 心照不宣地憋着笑 听到严宝说到原著之类的话 他们只当严宝所说的原著 就是阎王爷的生死簿 小家伙还不知道 因着他们能听到他的心声 已经改变了原本的命运 还在一边喝着奶一边 继续操心着 唉 虽然一家人没有像原著那样 妻离子散 但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啊 还有一场大难 即将要临头了 不知道能不能躲得过呀 我要是能快点 长大就好了 起码能早点说话也行啊 这样我就能告诉爹爹娘亲和哥哥们 让他们避开那些 会给咱们家带来灾难的人和事 或许还能躲过一劫 说起来 让咱们家被满门抄斩的原因 还不止一个呢 先是二哥的科考 虽说是被张栋窃取了成绩 但若是背后没有人 他窃取成绩的事情 也不会那么顺利 燕亲王为了能够让张栋为他所用 知道他要让二哥永远守住他 窃取成绩的秘密 便开始帮张栋对付我们减家 然后便是三哥 三哥也是真傻 太讲哥们一起 与他交好的那个杨云兄 自己是个数字 没有继承绝位的资格 为了获得这个资格 他便趁大家在涉猎的时候 故意用剑暗中射死了他大哥 然后在三哥面前哭号哀叫 说自己是不小心射的 可因他是家中数字 又与这位嫡哥哥素来不合 若说是他不小心射死的嫡哥哥 并不会有人相信 三哥听他说的这般无辜无奈 便无脑地相信杨云 他帮揽下这个责任 理由是 自己和杨云的嫡哥哥 素来没有仇怨 若说是自己不小心射死的 就不会有人怀疑他是故意的了 而在野外骑马射箭 难免会有误伤 只要查不出杀人动机 那便以误伤论处 罪不至死 可剑家正被燕亲王盯着呢 一条人命足够让他从中作梗 给剑家安上莫大的罪名 那燕亲王自己原本就基于剑家的财富 故意安排起老爷和抱老爷 在爹爹的身边 先是同他合作生意 让爹爹连续大转 将燕亲王贪末的财力 全都通过爹爹的手洗干净 然后又故意设计 让爹爹投资一个药材生意 给的药材全是假货后 便暗中举报 爹爹被蒙在鼓里 官府来检查时 还不知道那批药材全是假的 当场就被定罪抄家 所有的财物都被洗劫一空 那可恶的燕王爷 为了不让自己大肆敛财的罪行被发现 于是处心积虑地想将剑家杀人灭口 正巧二哥和三哥的事情同时发生 他便将数个罪名夹在一起 最终让剑家被抄 咦 没了 燕宝一边喝着奶一边想 想到这里 突然吸了一嘴的空气 这才发现 奶壶里的奶已经被喝空 他立即哇哇叫起来 小手小脚在空中挥舞着 我还饿 我还要喝 奇怪 平日里娘亲为我喝奶 见我还在喝 都会及时地让青草给我续上 直接给我做到无缝衔接 没有让我吸到空气的机会 可今天是怎么了 娘亲竟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燕宝的最后这番心声 让剑夫人猛然反应过来 连忙叫人赶紧把奶给燕宝续上 随后满是歉意地拍着燕宝的后背 对不起闺女 对不起 娘亲在想别的事情 没有注意到你把奶喝完了 让我家闺女吸到空气了 真是可怜 燕宝很大方地摇晃着小手 小嘴巴扎着 娘亲别太自责了 本宝宝是不会怪你大 听到燕宝心里的话 剑夫人顿时更加心疼这个宝贝疙 颠了颠她的小身板 让她更加贴紧自己的身体 此时的剑家人气愤诡异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努力压抑着内心激动的情绪 无声地交流着 刚刚燕宝心里想的那些内容 实在是太重要了 他们原本还不知 接下来的危机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更不知要如何避免这场危机 如今听到燕宝的心声 总算有了明确的方向 大家的目光 在剑老爷和剑娥 剑萨的身上逗留着 无声地告诫着 听见了吗 你们三个 可一定要防着点 而被燕宝在心里点到名的 三个剑家男人 也都是郑重其事的点头 燕宝又喝上了奶 这才又安分下来 看着爹爹娘 亲和几个哥哥神情古怪 心中十分奇怪 怎么感觉今天的爹爹娘亲 和哥哥们奇奇怪怪的 好像在用眼神交流着什么 有什么 是我不知道的吗 一家人听到燕宝的心声 不约而统的恢复正常 收回相识的目光 该吃饭的吃饭 该加菜的加菜 可不能让燕宝发现 他们一家能听到他的心声了 一家人正吃着饭 突然有人来报 老爷 不好了 咱们家几个商铺的小丝 和西域来的一群商贩打起来了 听到这话 蒋老爷筷子上加了一块肉 顿时掉在桌上 他也来不及捡 直接将筷子摔在桌面上 扭头问来报信的小丝 怎么回事 怎么就打起来了 那小丝立即将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原来 他们周成最近来了一伙西域人 在蒋家的好几间铺子旁边 都摆了摊子 客人都跑去他们的摊子上买东西 多不到蒋家的商铺了 店里的小丝气不过 就跟他们理论了一番 结果这些西域人说的话 他们都听不懂 就直接打了起来 听到小丝的禀报 蒋老爷不由气恼地一拍大腿 这些西域商贩 仗着有朝廷护着 四处抢我们的生意 实在可恨 蒋一也忍不住撇嘴 可不是吗 最近咱们家的生意惨淡 就是因为他们的到来 他们从西域带来的这些东西 千奇百怪的 吸引了好多的客人 正当全家人都在欺骂西域人 放下碗筷 要去打起来的商铺看看时 却听到严保兴奋地 在心里叫起来 这可是商机呀 重大商机呀 破天财富都送到眼前来了 爹爹娘亲哥哥们啊 你们可要回接呀 第75章 抢生意 听到严保这话 一家人相识一隐 不约而同地又坐了回来 前来禀报的小丝顿是傻眼 老爷怎么又坐回去了 都打起来了 老爷他们怎么一点都不着急的 小丝跺着脚 急到 老爷 现在咱们店的人和那帮西域人正打着呢 你们不赶紧去看看吗 简老爷爷朝他挥了挥手 一脸淡定的模样 你先过去 劝他们不要打了 我稍后就过来 可是 小丝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可见主人一家安安稳稳地在座位上坐着 一点都不着急 也没有要起身的意思 只得叹了一口气 点头硬道 好吧 待小丝走了之后 一家人连忙立着耳朵 想要听严保接下来的心声 谁知此时的严保喝足了奶 正心满意足地打着嗝 却没想到 上下两头都发出声音 妈爷 这小孩的身体消化也太好了 才刚吃饱 就给我拉了 呜呜呜 什么时候才长大 我不要当拉屎拉尿 都要让人伺候的废物啊 呜呜呜 听到严保心里的这个声音 简家人是又好笑又着急 心中皆是不约儿童地想着 宝宝啊 你可不是废物 你对咱们家的贡献 那是一等一的大呀 等简夫人和青草 给严保换好尿片 洗好屁屁后 一家人这才装模作样地交谈起来 这西域的事情 你们几个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简老爷故意问 简家几个儿子抓耳挠塞 一副在认真思考的模样 严保心里惊讶 呀 爹爹和哥哥们还在呢 看禀告的小四那么着急 以为他们早走了呢 听见严保的心声 简老爷连忙找不 刚才那小四禀告得那么急 咱们得赶紧想好应对之策 抓紧赶过去 可实在是想不出怎么办才好啊 那些西域商人 有朝廷保护 咱们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呀 几个哥哥双手一摊 配合着自家跌跌演戏 终于听到 严保开始在心里忍不住发声 几人立即装作苦恼思想的样子 暗地里却支起耳朵 认真地听了起来 这些西域商人 既然能得朝廷保护 那就表明两国交好 来往密切 朝廷是鼓励大家 进行文化交流的 不然也不会将东邻村 修造为各国贸易之路了 这些西域商人 将自己国家的商品 带到咱们大渊国 打开了大渊国的市场 咱们大渊国商人 也可以将自己国家的商品 带到他们西域国 打开他们的市场啊 等去了西域 又把西域的东西 带到咱们大渊国来 两边的生意都可以做 如今这些西域国商人 出来咱们大渊国 处境也是很艰难 咱们家要是与他们合作 他们自然求之不得 到时候还愁两国的生意 不好做吗 要是想等到 东邻村的贸易中心 改造好才开始 可就失去了先机 咱们家得趁现在 开始抢占市场 可别等东邻村的贸易之路 修造好才开始 那样会失去很多优势啊 唉 真希望哥哥们 也能想到这一点 不要错过这次 发财的好机会 此次家中 若是能有一人出海去西域 或许还能避免 接下来的抄家灾难呢 听完严宝的话后 简老爷和简夫人 以及简家三兄弟 心中结实一阵 没想到 事情竟然还能这样做 看来严宝是 比他们还会做生意的 竟然能从这样的事件 挖掘出商机 简老爷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随后才故作 灵光一闪的样子 这些西域商人 来咱们大渊国做生意 抢了我们的生意 我们也可以去他们西域 抢他们的生意呀 简易也连忙点头配合 对 咱们大渊国现在 鼓励和各国贸易来往 不然朝廷 为何如此 护着这些西域人呢 咱们跟他们作对 根本就没有好处 还不如和他们合作呢 简夫人也是故作 沉吟一番 点点头道 不错 朝廷将东邻村 那块地征收改造 就是因为这个 咱们现在若是 开始跟西域生意往来 势必能够抢占先机 简额和简萨 对生意知识不太清楚 却也跟着附和点头 简言听的 自家爹爹娘亲和大哥的谈论 激动得手脚乱舞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爹爹娘亲和大哥 果然是有生意头脑的 难怪能用二两银子起家 有了简是这么大一个家业 一家人听的简言的这番评价 笑容都有些僵硬 实在不好意思 冒领这样的功劳 知道怎么做后 简老爷和简易 便起身要去处理此事 简言忍不住叫出声 阿巴阿巴 我也想去啊 我想看看 所谓的西域人 到底是哪国人啊 爹爹娘亲 大哥 能不能带我也去看看啊 听得简言的心声 一家人一口同声 不然也带严宝去吧 让他也渐渐失眠 听得彼此的声音 一家人不由心虚一笑 生怕被严宝 发现自己的声音 被他们听见 却听见严宝心道 哎呀呀 有家人的感觉真好 这么多人宠着 一家人这才松了口气 看着严宝的眼神 充满宠溺 小乖乖 你就等着瞧吧 以后咱们还会更宠你的 简额和简萨 原本不打算过去凑热闹的 可见自家娘亲 要把严宝也抱过去 便也巴巴的一同跟过去了 到了发生斗殴的铺子 只见周围有人在旁边看着 议论纷纷 那些西域商人摊着双手 指着被推倒在地上的商品 声色俱力的机里呱啦 说着什么 简家的店员也不甘示弱 漫漫咧咧地推散着那些西域商人 一个比一个的声音还要大声 西域商人被店员这么推散谩骂 忍不住还手 两方又再次打了起来 围观的人因为都是大冤国的人 所以都向着简家的员工 指着那些西域商人撇嘴议论着 这些西域商人把摊子摆在人家店门口 这不明摆着是抢人家生意吗 他们被打也是活该 可不是吗 自己的西域国不好好待着 跑到咱们大冤国来抢生意 真不知道他们脑子是怎么想的 第76章 外国语言 简家几兄弟听到众人的讨论 也是愤愤的样子 这些西域之人果然太嚣张 也不知道与他们能不能愉快地合作 简老爷和简夫人也是眉头紧锁 咱们尽量争取吧 话音刚落 就听到严宝新生响起 天哪 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 真是太大了吧 人家西域商人一直在解释 说他们把摊子开在他们店铺门口 只是为了向他们证明 他们的商品是很有市场的 很希望能够跟他们合作 打开大渊国的市场 这本来挺好的一件事情 居然也能打起来 真是够呛啊 严宝一到场 就认真的听着双方的对话 好在他前世精通好几国的语言 西域人的语言 是他精通的其中一种 他要是能说话 还能流畅地跟他们对话 只不过 现在也只能听他们 牛头不对马嘴地吵架 心里干着急 殊不知 他的心声被家人全都听见 此时的简家人 被严宝的心声给震惊到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严宝居然能听得懂西域的语言 从严宝的心声 得知西域人的目的后 简家人的情绪 这才稳定下来 简老爷大步走了过去 严宝被娘亲抱着 和几个哥哥一同跟在后面 兜住手 简老爷的吏喝一声 那家店铺的掌柜 看到简老爷来了 连忙迎过来 老爷 你可算是来了 这些西域商人太猖狂 抢咱们家的生意 居然还敢跟咱们打架 简老爷沉着脸看他 你听得懂西域的言语吗 怎知道他是在抢咱们家的生意 掌柜顿时愣住 他们的摊子摆在咱们店铺门口 明摆着是在抢咱们生意呀 不然还能是什么 简一斜着眼睛看他 你自己听不懂 别人说的是什么 怎能随便动手打人 掌柜一时间说不出反驳的话 心里却堵着一口气 抢生意抢得那么明显 这还需要听懂 对方说的是什么吗 那几个西域人 看到简老爷来了 瞧见掌柜和那些 跟他们打骂的员工 都恭敬了迎过去 立即意识到简老爷是这几人的老板 连忙上前 气势汹汹地冲简老爷 机里呱啦说了一通 掌柜和几个员工讨好似的 冲那些西域人一瞪眼 骂什么呢 别以为我们听不懂你们说的话 你们就敢随便骂人 妈呀 这几个西域人没有在骂人好吧 他们只是说 我们一片诚意 想要跟你们合作 你的人却对我们大打出手 真是不失好人心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简老爷听见这话 立即皱眉训斥着自家的掌柜和员工 你们听不懂这些西域人的话 就不要瞎理解 万一人家只是想跟我们合作生意 摊子摆在咱们店门口 并不是想要抢我们家的生意 而是为了向我们证明 他们的东西是有市场的呢 掌柜和几个员工顿时目瞪口呆 怎 怎么可能 那些西域人中 有一个人是能听得懂大渊国语言的 只是不会说 听见简老爷的话 连连点头 不住地用他们国家的语言说道 警号百分号F斜杠 听见那个西域人一通鸡里呱啦 简老爷顿时茫然地左顾右看 他们说的是什么 你们能听得懂吗 所有人皆是摇头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翻译 他们在说 这老爷 你说的对 我们就是想要同你们合作的 并非抢你们生意 这些商品都是我们从自己的国家带来的 希望能打开你们大渊国市场 也欢迎你们去我们西域国 将你们国家的好东西带过去 促进我们两国的交流 也让我们可以共赢 听到严宝这话 简一立即分析了一下 然后对那西域商人说道 你是说 想让我们跟你们合作 通过我们展示 售卖你们西域国的商品 又让我们检视 把大渊国的商品 带到你们西域国 通过你们售卖 是吗 那西域商人愣了一下 点了点头 眼神带着欣赏 又是一阵鸡里呱啦 什么 他们又说了什么 简老爷又故意茫然地问 严宝条件反射地在心里回答 他们在说 没想到大渊国 竟然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语言 看来我们国家的法师 说的还真准 叫我们这次合作 一定要找你们检视商号 如此才能合作顺利 原来是真的 我们之间的合作 既然有上天指引 那还犹豫什么呢 大好的商机正等着我们 还请你们和我们一起接住 合作共赢 简一听的严宝的翻译后 立即开口说道 我们原本也有此意要同你们合作 没想到 你们竟主动找上门来 店中的员工不明所以 多有得罪 还请你们原谅 说着 双手做衣 行了一礼 对方也连忙跟着弯腰行李 嘴里唧里呱啦地说着话 围观的人看着原先 还打成一团的两方人马 这会儿去相互行李 虽然听不懂西域人在说什么 但却能感觉到 他们在相互道歉 不由感到稀奇 这简家的大少爷 竟然能听得懂西域人的话 严宝也很诧异 大哥什么时候能听得懂 这些西域人的话了 他从哪学到 听见严宝心中的疑惑 简一连忙找步 装作在跟围观的人做出解释 我们简家的生意做得挺大 走南闯北的 经常会遇到一些西域人同情 所以我能听得懂西域人说的话 应该也不稀奇吧 简家其他人连忙点头附和 不稀奇 不稀奇 围观的人也都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哦 原来如此 严宝见众人的反应都是如此 便也信了几分 原来是这样啊 一家人这才放松下来 热情地招呼着那些西域人进店 要和他们商量合作的细节 人群这才逐渐散去 却见严宝的亲娘柳氏 也夹杂在其中 跟在其老爷身边 只听其老爷遗憾地说 可惜了 要是我们也能听得懂 这些西域人的言语 就能跟他们合作了 柳氏眼珠子一转 想到刚才听到严宝心里的翻译 他立即自告奋勇地道 老爷 你要是能帮我从简家 把我的亲女儿夺过来 我便也能听得懂 这些西域人的言语了 第77章 帮忙 其老板侧眼看他 你的亲女儿 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柳氏扯了扯嘴角 那是因为他之前觉得 这个女儿没用 是个累赘 现在嘛 他刚刚听见女儿的心声 发现这个女儿好像还真有点本事 竟然连西域人的言语都能听得懂 而其老爷 又需要一个能听得懂西域人说话的翻译 要是他能把女儿夺过来 就可以在其老爷跟前邀功卖好了 简家靠着有言宝做翻译 途中虽然有些磕磕绊绊 但最终还是顺利地和西域商人谈好了合作 剩下的就等西域商人返回西域后 简家安排简依依同根过去 由他来打开西域的市场了 而等待的这个过程 简依在全家的一致决定下 为将来去西域打下基础 免得到了西域 和西域人到他们大渊国这样 因为语言不通而发生误会 与此同时 离科考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简依因为之前的事情 和林绍卿越走越近 离张栋越来越远 曾经对张栋的待遇 全都放在林绍卿身上 请张栋一起去书斋看书 请他吃饭 又花钱让他住好点的客栈 不过林绍卿不愿接受简依的这些好处 去书斋看书 没有出入通行证 他便在书斋里做活计换取可以看书的资格 吃住上面 只要能吃饱 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他便心满意足 并不会有太高奢求 不过因为简额对他的热情友好 他便也真诚以待 常常与简额交流自己的誓词文章 简额这才感受到 真正拿你当朋友的人 从来不会贪你的好处 占你的便宜 拿你当冤大头 而此时的张栋 因为发生了私藏同窗文章的丑闻 很多人都开始不待见他 甚至连学院的夫子 也对他的态度越见冷淡 他以前总喜欢装苦买穷 得到不少同窗的帮助和扶持 发生那件事以后 便无人再同情他 没人再请他吃饭 带他游玩 给他帮助 看到同样贫困潦倒的林绍青 代替自己得到简额的帮助 经常被请去简额家里吃香喝辣 还能自由出入树斋 简额这些富家公子哥 常常举办游会 林绍青一个外院学子 也经常被他们邀请同游 活得好不潇洒惬意 张栋对林绍青又急又恨 对简额更是怨恨 要不是因为简额对他落井下石 他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昨日看到林绍青又被简额 邀请去他家里做客 张栋忍不住上前 阴阳怪气地笑道 林兄 如今你与简额交好 就如当初我与他交好一样 只是我作为过来人 好心提醒你一句 简额这人心性不定 现在能与你交好 热情洋溢 可他一旦厌倦了你 便能将你打入地狱 让你终盼亲离 我就是最好的证据 林绍青淡淡地看着他 轻轻起唇 张同窗 你被众判亲离 难道不是因为 你自己存心不正 私藏同窗的文章所导致的吗 你若行为正直 谁又能让你下地狱 说到底 还是怪你自己 说完话 林绍青也没有看他的反应 静止走向简家大宅 留下张栋 在原地气的跺脚 林绍青进了简家 简额已经让人 给他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既然他如此热情款待 林绍青有些不好意思 简兄 我不过是个极机无名的学子 何德何能 让你这般重视 简额嘿嘿一笑 我妹妹可说了 你乃未来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大首府 谁敢说你极机无名 不过这话 他可不敢告诉林绍青 只是笑道 你是我妹妹认的哥哥 你我就算是兄弟了 加上你又得冯太师所赠的狼好 想必定然有过人之处 我与你交好 三生有幸 林绍青看了一圈他的院子 今天怎么不见令妹 他原本不想来简家蹭吃蹭喝 可是为了能看到他刚认的严宝妹妹 他还是厚着脸皮来了 若是看不到严宝 他会觉得白来一趟 简额笑道 马上就来了 他与林绍青如此交好 还是因为听到妹妹在心里的念叨 说是让他要和林绍青打好关系 到时候林绍青被提到太子身边半读 还能在科考之时 让林绍青帮忙在太子面前提说此时 由太子出面清查考场 到时候张栋的作弊行为 必定会被发现和制止 而他原本被交换成绩的事件 也一定会有所改变 妹妹对这个林绍青很是看重 每次知道林绍青要来简家做客 都会闹着让娘亲把他带过来 说是要和未来的大首府培养感情 他们便都依着他 这次也不例外 他已经把邀请林绍青的事情 当着阎宝的面告诉给母亲了 相信没过一会儿 母亲就会带着阎宝过来 果然 刚说完话没多久 简夫人还真带着阎宝来了 小家伙一看到林绍青 便咧着嘴笑了起来 那软弱乖巧的样子 逗得林绍青对他越发喜爱 简夫人 可否让我抱一抱妹妹 林绍青小心翼翼地问 还没等简夫人开口 阎宝就在心里替自己点头答应了 同意同意 首府大人抱抱 抱了以后 可一定要照顾点妹妹我哦 听着阎宝的心声 简夫人和简娥忍住笑 将阎宝递给了林绍青 林绍青如获至宝地抱着阎宝 看着那双不灵不灵 盯着自己的大眼睛 只觉得整个心都要化成了水 他突然道 不知为何 我总感觉阎宝妹妹和我颇有渊源 简夫人和简娥相识一眼 心道 他能知道你未来会是全清朝野的大首府 算不算渊源 却听林绍青又接着道 真想每天都能看到阎宝妹 只可惜我马上就要走了 听到这话 阎宝一击灵 哎呀呀 肯定是冯太师让他去跟太子做半读了吧 娘亲 二哥 赶紧拜托他 到时候让太子注意科考的风气 可不能让张栋之类的人 窃取了别人寒窗苦毒的成绩啊 简娥和简夫人不由相识一眼 嗨嗨 简娥干咳两声 关切的明知故问 林兄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走 走哪里去 第78章 年轻十岁 林绍青抱着阎宝 回答 我也不瞒你们 我此次离开 是因为冯太师在太子面前取见我 说我几句好话 太子便让我进宫做他的半读 以后可能很少见面了 简夫人和简娥听到他的答案 心中结实一震 他们的眼宝宝真是厉害 还真被他说准了 简娥笑道 那便恭喜林兄了 到了太子身边 必定有更多机遇 林绍青也笑道 林兄文采非凡 相信此次科考必能高中 到时候 我们应该还能再见面 真期待二哥和少青哥哥 还有三哥在顶峰相见的情景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祈祷着 老天爷呀 既然剧情已经崩了 就请你让二哥 不要被张栋交换成绩了 让三哥也不要等到家里 被满门抄斩 才能走上人生巅峰啊 简夫人咳嗽一声 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简娥 简娥心领神会 叹了口气 哎 林绍青见他突然叹气 对我关切地问 简兄怎么了 为何哀声叹气 简娥摇头道 此次科考 恐怕有不少朝廷之人 在暗中操控 恐怕我在努力 即便获得第一 也会被有心之人取代 林绍青大惊 简兄何出此言 朝廷之事 你怎会如此清楚 简娥指示着林绍青 林兄这般问我 定然也是有所了解的吧 林绍青眼光灰暗不明 没有回答 林兄此次进攻 我有一事相求 若林兄若能在太子面前 说得上话 还请林兄在太子面前 谈及科考之事 让太子肃清科考风气 还广大信性学子 一个公平待遇 林绍青没有立即回应 陷入沉默 严宝大吃一惊 哎呀呀 真没想到 我二哥竟然也有这样的觉悟 居然已经提前发现了 此次科考的不公 袁书里也没提到这事啊 要早能看清这个事实 结局也不会那么惨了 简娥不敢看严宝 装作没听到 他心里在说什么 简夫人连忙开口 我们知道此事为难 但我们现如今 也只能求你帮助 我们只想要一个公平 简娥也期待地看着他 林兄若是也参加正常的科考 想必也知道公平公正 对每一个考生来说 有多重要吧 好 林绍青突然开口 我定尽力在太子面前提说此事 只是我出境皇宫 人为言轻 不一定能成功说动太子 一切 还需你们自己当心 放心吧 未来首府 太子一定会听你的话的 只要你说 此事能为你选举贤财 太子一定会上心 阎宝在林绍青的怀里 滑动着双手双脚 简娥向林绍青作依 相信林兄一定能有办法 毕竟太子乃未来的一国之君 若能为自己选用良才 对他将来登基必有大用 听到简娥的话 林绍青似有所感 多了几分底气 简兄好见地 相信太子天选之子 定然也能由此领悟 简兄所求所想 必能如愿 林绍青在简家用了最后一餐饭后 就硬召入了宫 科考很快就到来了 一家人送简娥去往考场 心中皆是忐忑 严宝被娘亲抱在怀里 心里也是担忧 希望这次二哥的命运 不要像原来那样 惨了 听了严宝的心声 一家人皆是郑重地看着简娥 千万要小心 简娥也是一副严肃的模样 爹爹娘亲 你们放心 我一定高中状元 平安归来 科考三天 这三天的时间 一家人也没闲着 简夫人盘下了几间店铺 又接管了好几处简老爷赠送的产业 忙得不亦乐乎 简老爷 见他已经有了自己送的产业 还要坚持盘下店铺 自己创业 不由得奇怪 夫人 我送给你的这些产业 还不够你忙活的吗 你为何还要坚持把店铺盘下来 简夫人眼中一一声光 你的那些产业都是你的 可我也想做自己要做的事业 他此前按照严宝所说的方法 调制出了一款泥膜 敷在脸上后 皮肤变得细腻光滑 他每天光是摸自己的脸 都爱不释手 因此 他打算开一家店铺 就专门售卖盐宝所说的 这款美颜盛品 等盐宝长大就可以直接接手经营 无需经历创业的辛苦 简老爷见他这双眼发光的模样 再配上他那张白嫩光滑的脸 顿时怦然心动 他痴痴地盯着自家夫人 忍不住道 夫人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变了 变得年轻了十岁似的 他说着 上前想要搂抱简夫人 我似乎很久没有与夫人亲热了 夫人现在应该是原谅我了吧 我今晚可以到夫人的院里来吗 谁知简夫人却往旁边一躲 清淡地说道 谁说我原谅你了 我与你夫妻二十余载 光是你宠妻灭妻 就占了将近十年 我所受的委屈 你以为只需花几个月的时间讨好 就能一笔勾销了吗 简老爷急得跺脚 你要我说几遍 那是因为我认错了人啊 那你不必再说 简夫人冷淡地抬手 反正你我早晚都要和离 我会看待咱们夫妻一场 还有几个儿女的份上 尽力在危急之时出手相助 但你若是以为给我的那些产业 就能让我恢复与你从前的关系 那这些产业就请收回吧 我不要也罢 你 简老爷顿时无计可施 只得失落地道 这些产业我寄给了你 就没想要再收回来 你只管收着便是 这也算是你我夫妻那么多年以来 我冷落你的补偿吧 夫人既然不肯原谅我 不愿让我今夜留在你院中 看他的背影竟给人一种萧条可怜的感觉 看着这样的简老爷 简夫人不由往前走了一步 可最终还是停下来 抱着严宝转身进屋 就得让扎爹尝尝苦头 以后才能知道珍惜娘亲 严宝在娘亲的怀里看戏 忍不住品评一番 简夫人听到他这番话 连忙回头看了一眼简老爷 只见后者背脊突然一僵 脚步微微停滞 接着又继续走出了院子 简夫人顿时哭笑不得 将严宝更加贴在自己的怀里 真不知道能读得严宝的心声 是他们一家的幸运 还是严宝的不幸 小小年纪 心里根本就藏不住话呀 正想着 却见简老爷去而又返 后面还跟着简萨 两人神色皆是肃穆的样子 第79章 憋坏了 简夫人听到动静 转过头来 怎么又来了 她眉头皱起 看了眼简老爷 简萨神色隐晦 开口道 母亲 杨云来寻我一同去骑马狩猎 我想来问问 我可不可以去 这话一出 简夫人就知道她的来意了 这是想从严宝的心里 听到更多的信息 好知道如何应对呢 难怪自家相公去而又返 严宝听到三哥这话 不由觉得奇怪 三哥啥时候那么听话了 平常想去哪里玩 都是自由出路的 整天游手好闲 看不见人影 也从未看见他来请示过母亲 告知去处 今天怎么那么怪 殊不知 他内心这一番话 把简萨说得面红耳赤 羞愧不已 感觉到父亲和母亲 送过来的伶俐眼神 他更是不敢抬起头 妹妹啊 咱能不能想点别的事 为了不让严宝怀疑 他今天的反常 他又连忙补上一句 我的意思是 我能不能带着妹妹一起去 想必去外面玩耍 他定然是很开心的 严宝眼睛顿时一亮 两只小手臂上下摇晃起来 我要去 我要去 最近这段时间 娘亲老是出去忙忙忙 只让我跟着青草待在家里 不是睡觉 就是吃奶 拉屎和尿尿 我都要无聊死了 听得严宝的心声 简夫人不由心疼和内疚 他用眼宝心里说的配方 做出来的美容圣品 专门开了几间铺子 制作经营 生怕会被眼宝怀疑 这些成分的来由 所以不敢带他去店里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他怕自己会忙得看不过来 万一一个不小心 把眼宝弄丢了 或者让宝贝发生危险了 怎么办 没想到 还是委屈了他的闺女 他决定 等忙过这阵子 一定要多陪陪他的眼宝宝 他开口正要回答 就听见一旁的老爷开了口 夫人 闺女整天待在家里 确实都要憋坏了 你就让他的老三出去逛逛吧 减撒也连忙道 是啊 娘亲 你最近那么忙 不能总把妹妹放在家里吧 不然 以后还是让我带妹妹 多出去走走 省得她闷坏了 减夫人顿时气闷 这两个家伙 以为她没听见眼宝的心声吗 她又没说 不让眼宝一起跟去玩 可被这两人这番说教 搞得自己好像多颗带眼宝似的 好人都被他们当了 那闺女万一发生危险怎么办 正想着 却听见眼宝在心里接下父亲和三哥的话道 嗯嗯 娘亲娘亲 你就让三哥带我去玩吧 整天把我丢在家里 我会发霉的 你不能因为怕我发生危险 就不让我出门了呀 我可不要当温室里的小花朵 减夫人哭笑不得 答应道 好吧 我同意你带眼宝出去玩 但是你务必要保护好妹妹的安全 不许她有任何闪失 明白了吗 减撒喜出望外 明白 我一定会好好带妹妹 保证让她毫发无损地回家的 开心开心 她原本并不奢望能带眼宝出去玩的 没想到竟然还能有意外的收获 减撒在减夫人的帮助下 用背带将眼宝挂在胸前 兴冲冲地骑着马背着弓箭出了门 减撒背着眼宝 到了几个好友约定的地方 只见已经有三两个好友在那里等着了 其中一个便是杨云 看到减撒来了 杨云打去道 减撒 你怎么还带着你妹妹来了 你是来带娃的 还是来跟我们打猎的 其他伙伴也跟着打去 别以为你身上挂着个小妹妹 我们就会让你啊 减撒自从听到眼宝的心声后 知道杨云要杀他哥哥 便对他有所忌惮 一个能对自家敌哥哥下狠手的人 能对朋友有多真心呢 但他与杨云疏远并不明显 免得像二哥和张栋那样 被张栋纠缠 打草惊蛇 他若无其事地笑道 你们几个就放心吧 就算我背着妹妹 也绝对不会输给你们的 因为人还没有全部来齐 几人又等了一会儿 这一次 他们等得并不无聊 因为有眼宝可以给他们打发时间 瞧见这几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好奇地看着自己 眼宝礼貌地扬起一口无牙的笑 这几个小哥哥 哪个是杨云呢 他原本就长得白嫩漂亮 软糯奶乎 这一笑 顿时让几个少年人心都要萌化了 呀呀呀 这小奶团子也太可爱了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软萌 漂亮的奶娃娃 几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围在减撒的身边逗弄着眼宝 越看越喜欢 最后争抢着道 减撒 我看你背着你妹妹也挺累的 不然你把妹妹放下来 我帮你背吧 我帮你背 我力气比较大 我背我背 我身上肉多 你妹妹趴在我身上 肯定舒服 减撒一脸的傲娇 毫不客气地拒绝 去去去 我自己都难得有机会 背我妹妹出来玩 怎么会便宜你们 等人来得差不多了 有几个人突然叹道 哎 减撒 你妹妹太可爱了 我都有点不想去打猎了 不然我留下来帮你召看妹妹 你们去玩吧 你想的美 减撒催了他一口 最后道 人都来骑了吧 咱们出发吧 杨云却开口道 等一下 我大哥今天也会来 几个人顿时稀奇 你大哥平日里 不是嫌我们是三教九流 不肯跟我们一起玩吗 今天吹了什么风 竟然要来跟我们一起去涉猎 杨云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面上笑道 大概是因为我父亲 最近胃口不好 他想亲手打些猎物 回去给父亲改善口味吧 看来这家伙 就是杨云了吧 严宝听到此人说话 当下就判断出他 就是害三哥的杨云 不由在心里暗道 这杨云的父亲胃口不好 其实是被杨云下了慢性毒药 他哥哥之所以会想要 给他们的父亲打野味 也是杨云故意暗中怂恿 就是为了这次 能借机除掉他哥哥 哎 这得多大的仇 多大的恨啊 听到严宝的话 减撒浑身顿时一颤 天哪 杨云平日里看着还挺好的 没想到竟然是一个 是父杀兄的恶魔 这时候 只见杨云的哥哥杨夕 骑着高头大马赶了过来 第八十章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我哥哥来了 杨云眼睛一亮 立即匆匆迎了过去 杨夕眉眼高傲 居高临下的看了一眼 杨云身后的一群人 眉头皱了起来 你好歹也是侯府的数字 整日跟着这些三角九流私混 简直是丢侯府的脸 杨夕这话 让在场所有的人脸色结实一变 原先还热闹的气氛 一下子冷场 杨云脸色也是抽搐了几下 扯着嘴角继续笑道 哥哥说的是 但我本就是一个 上不得台面的数字 也只配跟这些家中官位低威 以及富户之子们一起混了 杨夕听见他这自卑的话 勾唇吃笑 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贱人所生的儿子 果然就是下贱 也就只配跟这些乌合之众玩耍了 几人听得杨夕这番话 有几个气性大的 忍不住上前想要与他对骂 但却被其他人给拦住了 他们家是有爵位的侯府 咱们得罪不起 就让他说吧 反正咱们也不经常和他玩 原本轻松欢乐的有人聚会 因为有了杨云的哥哥加入 所有人都变得沉默下来 杨云给他哥哥牵着马 不小心颠簸了一下 他哥哥便扬起手中的马鞭 直接毫不留情地打在他身上 见重 牵个马都不会 家里的马夫都比你强 你看你还能做什么 废物 杨云早就没了先前 他哥哥来之前的意气风发 此刻他的脸上满是卑微怯懦 其他有人看到杨云被打 忍不住替他发声 杨世子 杨云好歹也是你弟弟 你怎么把他当牲口一样打呢 杨夕拿着马鞭指着说话的人 高高在上的道 你可闭嘴巴你 你父亲不过是个小副官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再多嘴多舌 我让你父亲那个破官位都不保 那个开口说话的人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 敢怒却不敢再演了 简萨看见这情况 紧紧抿着唇没有说话 若是按照平常他的性格 肯定也会替杨云打抱不平 但想到妹妹的心声 杨云为了一己之恨 将自己的哥哥杀害 继承他父亲的爵位 风光无两 却让自己背锅 害自己家破人亡 他便忍住了 这杨云的哥哥如此傲慢 当着众人的面 就这么对自己的树地 还不知道私底下 他是如何苛待杨云呢 难怪杨云要杀了他 看来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可怜之人也必有可恨之处啊 严宝被自家三哥挂在胸前 嘴里扎着奶壶 里面装着提前盛好的奶 看着给杨夕牵马的杨云 在心里暗暗地想着 不过三哥怎么和原柱 说得不一样了 原柱里三哥特别中意气 很容易冲动 为了这个杨云 可没少顶撞杨夕 还被杨夕所记恨 这会怎么一声不吭的 成熟稳重了不少 居然能控制得住自己的脾气了 听到严宝的心声 简萨在心中暗暗苦笑 自从听到严宝的心声后 知道自己家将要遭逢变故 而且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来自于他床下的祸 他能不变得成熟稳重吗 到了大家所选定的林子 组织这次狩猎活动的杨云 便开口安排了一下 又说了一些规则 最后道 咱们两个时辰后 回到这里看谁打的猎物最多 谁就是这次的获胜者 得到大家奉上的彩头 好 几个少年人 一时间也把杨夕的存在给忽略了 兴致勃勃地举着弓箭叫号 杨夕却不屑地嘲讽杨云道 想不到你一个贱人所生的数字 在这些低等的小民面前 倒成了山大王 杨云方才还气宇轩昂地 跟大家安排规则 这回却勾搂着腰 恭敬地对杨夕道 在哥哥面前献丑了 我也只是平日学了哥哥的 一点皮毛而已 比起哥哥 我连你的脚趾头都比不上 杨夕被他这样的奉承话 给哄得十分满意 拉扯着缰绳 趾高气扬地走进林子 杨云看着杨夕的背影 先前还卑微怯懦的眼神 立即变得阴雾冷折 暗含凶光 阎宝在自家三哥的怀里 被背带包裹着 十分有安全感 尽管马尔颠簸 但他却依旧睡得平稳舒坦 看着三哥猎杀了 好几只野兔山鸡 他忍不住在心中暗叹 三哥哥好厉害啊 简直就是百发百中 看来是有点真本事 在身上的 难怪才能在未来 成为战功赫赫的大将军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男主光环吗 简萨听得阎宝的赞赏 心中大受鼓舞 自豪地不得了 越战越勇 又猎杀了好几样猎物 按照这样的成绩 呆会估计 他肯定又拿第一 简萨乐滋滋地 亲了阎宝的额头一口 嘴角快要里到耳根后了 妹妹 你可瞧好了 三哥哥我给你拿个第一 帮你赢得那些彩头来 听到这话 阎宝眼睛灯时一亮 好爷好爷 那些彩头一看 就知道是值点小钱的 听了阎宝的心声 简萨忍不住宠溺地 点了一下他的小鼻头 按道 想裁迷 正当简萨骑着马 正要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时 却听见有一道声音 从后面响起 那个谁 你等一下 简萨拉着缰绳 调转马头 只见是阎宝的哥哥杨夕 心中不由突了一下 阎宝心下也是一咯噔 好家伙 这杨柿子 这么快就上来送死了 原著就是 这家伙刁难三哥完以后 就被阎宇给射杀了 三哥还以为是阎宇 为了救他才误杀了杨夕 这才替阎顶罪 唉 三哥 这次你可不要这么傻呀 这只是他们兄弟俩的私人恩怨 你可不要瞎掺和 不然只会害了咱们全家呀 听得阎宝的心声 简萨不由吸了口气 放心吧 妹妹 三哥哥 我绝不会再犯唇 他按下心中的忐忑 强装镇定地笑道 杨柿子 不知你有何自教 他瞥了一眼 杨夕马肚边上的挂钩 上面空空如也 到现在 他竟然一无所获 你往哪里看呢 杨夕感觉到他的目光 顿时恼羞成怒 你一个低贱的商户之子 竟敢讥笑本世子 简萨嘴角抽搐 哭笑不得 杨世子 我并没有讥笑你 阎宝忍不住在心里骂道 有毛病吧你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三哥哥笑话你了 就你这嚣张跋扈的样 谁敢惹你呀 不过你确实也挺可笑的呀 我三哥哥打了那么多的猎物 你却一只都没打到 真是好笑 哈哈哈哈 菜鸡菜鸡 我就笑你了 怎么样 听得阎宝在心里的叫骂 简萨憋不住 扑斥笑出声来 杨夕一下子仿佛抓到了把柄 扬着马鞭 指着简萨 凶神恶煞的道 还说没有笑 我看你嚣张得很 他说着 拉起缰绳 一扬马鞭 就朝着简萨冲了过来 下见的草民 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你 第81章 你的死期到了 眼看杨夕冲了过来 眼保有些傻眼 这么快就打起来了 圆柱三哥不是还跟杨夕周旋了好一会儿吗 简萨哭笑不得 妹妹呀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被你的心里话给逗笑了 惹得这个杨世子提前发飙 早知道会有这段情节 他就不该带妹妹来的 免得让妹妹跟着他一起发生危险 奈何妹妹心里想到这个事情时 也没有把具体的事情想全 他和爹娘都无从得知 眼看杨夕杨起马鞭冲了过来 简萨连忙拉着缰绳 掉头就跑 贱民 你要再赶跑一步 回去我让你全家不得好死 听到这话 简萨不由忌惮杨夕在周城的权势 拉马停了下来 他背对着杨夕 生生挨了一鞭子 嗯 阎宝在三哥哥的怀里 听到他的闷横声 知道三哥哥肯定是被打鞭子了 气得哇大叫 原助理三哥哥根本就没有被打鞭子 他可是很牛叉地 将杨夕的鞭子用巧劲接住 钻在手里的 三哥这是为了护我 才背对着杨夕 生生挨了这一鞭子 呜呜 三哥哥 你真好 那个杨夕太可恶了 他待会被杨云射死 也是活该 听见阎宝里面和外面的哭声 他突然觉得背上没有那么疼痛了 只要能护住阎宝 他爱再多的鞭子也受得了 杨夕眼看自己打到简萨 这才稍微解了气 驾着马走到旁边 一脸的得意 算你识相 简萨不敢再看阎夕 免得他又鸡蛋里挑骨头 给他御加之罪 草民多有得罪 还请杨世子饶恕 简萨忍着心头翻涌的血气 要不是有阎宝在怀里 他真想跟这个杨夕干起来 杨夕见简萨抱着怀中的婴儿 有意侧身避着自己 不由勾唇一笑 怎么 你是怕我伤着你怀中的孩子吗 简萨敏唇没有说话 既然你那么害怕 我会伤着你怀中的孩子 我又怎么能辜负你的害怕呢 杨夕盯着简萨怀里的阎宝 笑得的邪恶 你这妹妹生的倒真是漂亮 不如把她送给我 等我把她养大 就抬举她做我的暖床丫头 你看如何 禽兽啊 我现在还只是几个月大的小奶娃 就对我起了这种龌龊心思 我看你被打死 也是活该啊 阎宝气得小脸通红 三哥哥 你别担心我了 打她一顿吧 反正她也快要被杨云用剑射死 不怕她以后会报复 简萨受不了自己疼宠的妹妹 受如此羞辱 又听到妹妹这么说 终于忍不住 木声冲杨夕骂道 杨夕 你这个畜生 你根本就不配承袭世子爵位 像你这样的渣子 才应该被教训 简萨话音一落 便迅速扬起鞭子 打在杨夕身上 帅气 阎宝兴奋地在简萨怀里手舞足蹈 三哥哥可真是太懂我的心了 像这种禽兽 就是欠揍 杨夕惊呆了 万万没想到简萨竟然敢打她 你 你 她捂着被打痛的胸口 震惊地瞪着简萨 气的话几乎都要说不出来 你这个贱民 竟然敢打我 老子打的就是你 简萨高昂着下巴 像你这种败类 就是欠揍 杨夕气得鼻孔一张一息 眼睛瞪得像同龄 愤怒地深吸了几口气 她突然阴沉沉地道 你放心吧 我不会打你的 你既然那么护着你怀里的妹妹 那我就专门打她 她说着 拿起弓箭 朝着简萨胸前的阎宝对准 简萨也赶忙想要把马鞭放下 换弓箭出来 却听见杨夕威胁道 不许动 再动我就直接放箭了 她说着 拉开弓弦 简萨顿时高度紧绷 紧紧盯着阎夕手里的箭矢 计算着这支箭放出来 她要是带着阎宝逃生 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成功率最大 严宝却并不害怕 看着杨夕的脸 心中冷笑 很好 你的死期到了 听到她的心声 简萨正觉得奇怪 就听到羞的一声 一只利剑从树林深处破空而出 杨夕似有所感 正想要回头看 却还没来得及转身 就感觉到胸口传来一阵剧痛 她瞳孔猛地一缩 缓慢地低头 看向自己的胸口 只见一只染着鲜血的利剑 正从她的胸口处破膛而出 啊 她嘶哑无力地叫了一声 扑通一声 从马背上重重地摔了下来 马匹受了惊 前蹄往上踢了几下 随后又吓得地来 踩在杨夕的身上 原本还有一口气的杨夕 被马儿这么一踩 当场断气 简萨放眼看向箭矢射过来的方向 正好看到一片绿色的一角 迅速隐匿在丛林中 她喊了一声 杨云 杨云 过了好一会儿 杨云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这个杨云 要不是三哥直接叫她的名字 她知道自己已经被三哥发现 否则肯定早就跑了 想让三哥来给她背锅呢 听得严宝的心声 简萨谋色一声 转身不动深色地看着杨云 从树林深处骑着马 慢慢地向他们走近 简萨 你是在叫我吗 杨云脸色惨白 眼神闪过许多复杂的思绪 她目不斜视 装作看不到地上躺着的杨夕 简萨指着躺在地上的杨夕 直接问道 杨夕是你射杀的对不对 听她这么一问 杨云整个身体变得僵硬 机械一般地扭过头 顺着简萨的手指看过去 看到杨夕躺在地上死状惨烈 她心中闪过一丝快意 面上却表现出十分惊恐的模样 哥哥 我哥哥怎么了 她说着从马背上跳下来 一副焦急的模样 跪趴在杨夕的身边 悲怯地大声哭喊 哥哥 哥哥 你醒醒了 你怎么了 简萨冷眼旁观着 淡淡开口 杨云 是你射箭把你哥射死的 是不是 杨云的哭喊声顿时止住 脊背僵直 不住地摇头 不是的 我射的只是一头野猪 怎么可能会是哥哥呢 我分明看到一头野猪从这里跑过去 这才是射箭的呀 怎么会射中哥哥呢 不是我 一定不是我 她说着 跪着走到已经下马的简萨面前 抓着她的一摆 满脸的迫切 简萨 你知道我的 我平时连一只蚂蚁都不敢猜死 怎么可能会杀害我敌哥哥 对不对 嘖嘖 好家伙 这就开始套路我三哥了 第82章 以退为进 简萨回想杨云以往的作为 确实给人留下人善的印象 可听见阎宝的心声 知道他这是在套路自己 所以并没有回答他的话 杨云见他不答 只得继续往下说 我真的以为 这只是一只野猪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哥哥的 简萨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这敌哥哥 确实挺像一只野猪的 你想杀他 我们不掺和 反正他也确实该死 但是你想让我三哥替你顶罪 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三哥哥 你可千万别搭理他呀 更别犯傻 心软的替他顶罪 严宝喊着已经喝空的奶壶嘴 急得直咬 简萨听严宝的话 真就没有回答杨云的话 杨云顿时觉得 有些不太对劲 按照他对简萨的了解 狄哥哥为人傲慢 仗势欺人 肯定会和简萨不对付 而他刚才可是替简萨 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简萨应该跟自己 站在一边才对 怎么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他心里突然觉得有些奇怪 好像从他把狄哥哥打死 简萨都没有表现出 很惊吓的样子 仿佛早就知道 他会对哥哥下手一样 不可能 他计划要杀害狄哥 从来就没有对人讲过 简萨怎么可能会知道 杨云吸了一口气 说服自己不要胡思乱想 随后才贪坐在地上 一副彷徨无措的模样 如果这一件事你设的 别人只会以为你是误杀 赔些银子就算了 不会有人追究 就算告到官府 最多只关个几年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打猎时误杀的情况是有的 官府量刑的时候会有所酌情 不会杀人偿命 可我就不一样了 不会有人认为我是误杀 只会以为我是故意谋杀 你抱哥哥平日苛待我的丝绸 还以为我是想要顶替敌哥哥 获得他的爵位 他们定会让我偿命 会让我陪哥哥一条性命 我完了 简萨 我完了 你是我的好兄弟 求你替我想想办法 你替我想想办法呀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杨云说着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握着简萨的手 十分无助的样子 简萨将自己的手 从他的手中抽出来 淡淡地道 你哥哥确实该死 他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 你杀了他 理所应当 我可以为你作证 你是误杀他 而不是故意设计杀害他 杨云呆了一下 他刚才说了那么多 简萨是 没有听懂吗 他只好又重复了一次 不会有人相信的 因为他死后 最大的获益人的是我 所有人都会怀疑 是我在故意设计杀害他 除非是一个外人 把他给射杀的 比如说是你 就不会有人会怀疑 只会以为你是误杀 不会让你偿命的 你说 我还能怎么办 杨云说的 满眼皆是 无辜和无奈的眼神 看着简萨 我去 想让我哥哥 简萨急得连奶糊都没兴趣扎了 嘴里阿巴阿巴的叫着 三哥哥 你可要清醒些啊 万万不要为他心软 简萨搂紧了眼宝 指示着杨云 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顶下 杀死你哥哥的罪名吗 听到简萨终于说到重点 杨云眼睛顿时一亮 随即又装模作样的苦笑道 你怎么可能会替我顶下 杀死我哥哥的罪名呢 虽然我哥哥嚣张跋扈 仗势欺人 还曾经害死过不少人命 包括刚才你和你妹妹 被她用弓箭指证 要不是我将她误杀射下马 恐怕又多了两条 被她害死的性命 可纵然如此 杀人害命毕竟是一项大罪 我怎敢妄想 让你来替我顶罪呢 好个心机赴黑男 句句不提让我哥哥替他顶罪 却句句都是 让我哥哥替他顶罪的理由 简萨再次抱紧了怀中的眼宝 清醒地说道 你说得不错 杀人害命确实是一项大罪 我可担不起这样的罪名 杨云再次愣住 为什么简萨的反应 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 在她的计划里 当她把这些利弊分析完后 简萨应该已经自告奋勇地 替自己挡罪了 为何她现在会变得那么清醒 这还是她了解的那个简萨吗 她吸了口气 表情很欣慰的样子 深情地看着简萨 是啊 不过我知道你向来是个中意气的 也是个善恶分明的英雄豪杰 我方才算是救了你和你妹妹的命 如今又知道我这样的处境 只有你能帮得了 以你这般豪气甘云的个性 你肯定很想要为我解决这个难题 可你是我兄弟 我不想也陷入到这个泥潭中 此事还是由我自己来想办法吧 道德绑架 以退为进 好家伙 侯府世子爷应该让你来当 比起杨夕那个草包 这个杨云可真是有脑子多了 但是三哥哥呀 你可千万千万不要被他这番自以为 很了解你的溜序拍马 以退为进的话给迷惑了 冲动的就想要替他顶罪呀 简萨听到严宝在心里着急的声音 真忍不住想要告诉他 让他不要担心 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也装不作样的对杨云道 我也知道你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 肯定不会让我帮你顶罪的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为难 不会替你顶罪 让你心生愧疚的 听得简萨这话 杨云的身子猛的一僵 不对 他要的不是这句话 严宝却在心里高兴的欢呼起来 哇哦 太好了 三哥哥你终于直冷起来了 瞧瞧你这话说的 把那杨云都给说的脸色变白了呢 杨云嘴角抽搐着 强颜欢笑的道 那是自然 我自然不会让你替我顶罪 我自己犯下的错 也只能以命抵命 只是我家中哥哥已死 如今就我一人 如果我也死了 只是可怜了我的父亲 府中就只有我和哥哥两个儿子 不像你们家 你父亲有三个儿子 我哥哥死后 就只剩我一人 而我若要替哥哥偿命 那父亲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 简萨此时已经掌握了他的套路 听见他又处处诉说自己的难处 暗示让他顶罪 直接无视 道 你大哥既然死了 那你父亲就只有你一个儿子 他是侯爷 定然有能力保你性命 你也不必太担忧 眼看自己各种暗示已经说尽 简萨完全没有一点 要替自己顶罪的意思 杨云终于装不下去了 第83章 他露线了 杨云从地上站了起来 悠悠地看着简萨 简萨 我刚才如果没看错的话 你刚刚同我哥哥对质了吧 他又指着地上的阳西 继续开口 我哥哥身上有鞭打的痕迹 是被你打的对不对 你说此事要是被人知道 他们会不会以为 是你射杀我哥哥的呢 他接着继续用悠悠的眼神 看着简萨 简萨 我哥哥的死 我们两个都逃不脱干系 真是无耻啊 看我哥哥不替你顶罪 就开始拉他下水 亏我前面还觉得你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我看现在就是可恨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吧 眼保气得在简萨的怀里 滋吟咧嘴 简萨见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也不装了 表情冷素 杨云 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把这个杀人的罪名 栽在我头上吗 杨云又开始装了起来 一副无奈的模样 我也不想让你背上这个罪名 可是现在咱俩谁都脱不了干系 与其我们两个一起遭殃 还不如选一个都能保全的办法 只要你承认我哥哥是被你射杀的 我就能将你保全 如今我大哥已死 我父亲就只有我一个儿子 他又身患重病 估计不久之后 我便可以继承他的爵位 到时候我就有了说话权 我可以将你保下来 不会让你受太多的牢狱之苦 三哥哥 别信他的话 严宝连忙在心里叫喊起来 连奶壶掉在地上了都顾不上 这个杨云现在跟你说的好好的 一旦你真的帮他顶罪 他就巴不得杀了你灭口 即便没有燕亲王 害我们全家被满门抄斩 这个杨云也会计划将你杀害灭口的 他后来继承爵位风光无限 而你被满门抄斩 他还在府里宴请宾客 欢唱大饮呢 听得严宝这话 简萨只觉心中寒凉 虽然这段时间他有意疏远杨云 但在此之前 他一直把杨云当好兄弟的 还很同情他在迪哥哥面前受的委屈 可没想到自己把他当好兄弟 而他却拿自己当背锅侠 这样的朋友真是可怕 要不是因为有严宝 他恐怕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原来早已被这个所谓的好朋友精心设计 你确定 你真的会在自己继承爵位之后 保我周全 而不是将我杀了灭口 简萨定定地看着杨云 杨云被他看得有些心虚 没等他开口说话 就听到简萨怀里的严宝 哇哇哇的哭出声来 不是 三哥哥 你这么问做什么 你不会真的想要替杨云顶罪吧 三哥哥 你可不要犯糊涂啊 啊啊啊 真是急死宝宝了 我为什么还不长大 还不能说话 严宝哇哇哇的哭喊着 想以此来阻止三哥犯糊涂 见妹妹替自己担心的都哭了出来 简萨心疼极了 连忙拍着严宝的后背 哄着他道 哦 妹妹乖 妹妹乖 不哭不哭啊 三哥哥不会有事的 妹妹不要担心哦 杨云眼神古怪的看着简萨 你妹妹还这么小 怎么可能会知道什么叫担心 简萨抬眼看了他一下 一边摇晃的哄着妹妹 一边回答道 我妹妹同一般的小婴还不一样 她很有灵性 能感觉到我们大人的气场 杨云撇了撇嘴 没将她的话放在心上 忽略严宝的哭声 继续原先的话题 你刚才不是问我 我是真的要保你 还是想要杀你灭口 我现在可以回答你 你我之间是什么样的交情 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吗 我怎么可能会杀你灭口 到时候 我竟然保你周全 让你免受牢狱之灾 这一点你毋庸置疑 严宝哭得更大声了 别听他的 三哥哥 别听他的呀 嗚嗚嗚 听见严宝哭的撕心裂肺 简萨心都要碎了 连忙回应他的心声 好好好 我不听他的 三哥哥不听他的 妹妹不哭了 不哭了好不好 把话说完之后 他就呆住了 整个人几乎要裂开 完了 完了 他接了妹妹的心里话 妹妹该不会怀疑自己了吧 严宝也惊住了 哭声戛然而止 眼泪还挂在 圆圆嫩嫩的脸蛋上 惊恐地看着简萨 什么情况 三哥哥 能听到我的心声吗 竟然还真的回答 我不听杨云的话 简萨眼见严宝盯着自己 连忙把目光移开 他都不敢直视 严宝的眼睛了 杨云见着兄妹俩 突然变得安静 顿时觉得奇怪 你妹妹怎么突然又不哭了 此时的简萨 心慌意乱 弟弟娘亲 还有大哥二哥 都千叮咛万嘱咐过 万万不能让严宝知道 他们能听见他的心声 可是 他露线了 怎么办 他该怎么办 才能圆回来 他匆匆忙忙地 走到自己的马儿身边 翻身上马 屈高临下的 看着有些猛圈的杨云 道 我不会帮你背这口黑锅的 但是看在我们以往的交情 加上你这哥哥 确实该死的份上 我也不会落井下石 将此事宣扬出去 你想怎么处理随你 你如果想要 让我帮你背这口黑锅 我也不妨告诉你 在这之前 我就知道你的计划 就怕你会栽赃陷害 所以我带来的弓箭 以及送给你们的这些弓箭 都刻了各自的名字 你要是想把这件事情甩锅给我 那对不起 你杀害哥哥的证据确凿 你赖不到我身上 杨云听到这话 脸色大变 你竟知道我的计划 怎么可能 这事情我从来未向一人说过 他说着 也没等剑萨的回答 又连忙蹲下身子 扑到杨夕的身边 查看穿透杨夕胸口的那只利剑 只见剑柄上 果然刻着他的名字 杨云 杨云顿时心红了眼 发狂一般的笑了起来 哈哈 真没想到 你竟然早有防备 难怪你一只千斤 心血来潮的 给我们送剑 可是我真的不明白 你是如何知道 我要在这次的狩猎上 计划杀害杨夕的 剑萨飞快地瞄了眼怀中的阎宝 见后者一双大眼睛 正直溜溜水汪汪地看着自己 他心里越发惊慌不已 第84章 家人们都能听到我心声啊 我的妈呀 三哥哥 你不会真的能听到我的心声吧 不然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情 杨云确实没跟任何人说啊 阎宝不可思议 眼睛瞪得大大的 剑萨害怕极了 他也没有回答杨云的话 驾着马转身就跑 留下杨云一脸的莫名其妙 剑萨没有回到 他们约好聚集的地方 他要赶紧回家去找爹爹娘亲 和大哥二哥反应这件事 阎宝 好像知道他们 能听见他的心声了 此时的阎宝 依旧躺在剑萨的怀里 听见他的心脏扑通扑通的 跳得厉害 身体也硬邦邦的 和先前温暖的感觉大不一样 很显然 三哥哥现在十分紧张 整个身子和神经都在绷紧 阎宝越发感到怀疑 他回想了一下 从自己出生以后 就各种绷剧情 原本娘亲应该被爹爹和李赶出府 可是现在却反过来了 柳姨娘被赶出府 爹爹追欺火葬场 大哥原本要被青楼女子引诱 而现在 那个青楼女子 却连接近大哥的机会都没有 二哥被同窗好友抢成绩 这件事情倒还没有应验 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改变 可二哥跟张栋闹翻了 却是事实 至于三哥 原本应该要替杨云背黑锅的 现在却提前做了防备 不但没有背这口黑锅 而且还让杨云想赖都赖不掉 严宝想到这些反转 眼睛不由瞪大 一双小短手 受惊斑往上一程 我靠 这剧情改变得这么大 我说怎么回事呢 感情是 家人们都能听到我的心声啊 听到严宝的出这个结论 简萨吓得差点没从马背上 栽下地去 却听见严宝在心里不断地叫着他 三哥哥 三哥哥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简萨被严宝心里的呼唤 叫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额头在不断地冒冷汗 他嘴巴闭得紧紧的 生怕自己忍不住应声 老天爷啊 谁来告诉他 他现在应该怎么办 是该直接告诉严宝 自己就是能听到他的心声 还是继续瞒着呢 正当这个时候 迎面碰到一只乘着马车的队伍 两边还有不少护卫 坐着高头大马 在保驾护航 简萨连忙忽略掉简岩的叫唤 一拉缰绳 让到一边 只见那只队伍中的头一辆马车 走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仆人 大声说道 停车停车 先休息一下 我们家老爷身体不适 先暂停歇息 大约五六辆马车 立即停了下来 马车里的主人 也纷纷在自家贴身扑壁的搀扶下走出来 下马车到空地上歇息 哎呀呀 这不是女主一家吗 严宝兴奋起来 大眼睛眨呀眨 女主女主 你的男主在这里 我的三哥 就是你未来的男主哟 你们两个以后 就要成为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恩爱夫妻 共同守护国家山河里 听见严宝心声的简萨 脸顿是红了 心动不已 眼睛四处乱瞄着 想要看看谁是严宝所说的女主 看到简萨从脸到耳根都红得透透的 又东张西望的 好像在寻找什么 严宝再次想起之前的怀疑 不由得对二哥说道 哎呀哎呀 三哥三哥 你听到我心里在说什么了是不是 你知道我在说你未来的老婆在这里 所以东看西看的 在找她是不是 简萨东张西望的脑袋一下子僵住 一动也不敢动了 妈呀 怎么办 她现在应该怎么办 是要继续东张西望 装作没听见她说的话 还是停下来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严宝见自己刚想完这件事情 二哥的脑袋就僵住不动了 还不敢看自己 当下便更加怀疑了 他在心里试探的道 三哥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能听到我的心声 你想不想知道你未来的妻子是谁 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你只要开口 说 我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简萨死死咬住牙 让自己忍住 千五不要说话 严宝见他不给予回应 只得叹了一口气 哎 原以为三哥哥听到我的心声 我还想告诉他一个大事情呢 是关我未来的三嫂 要是三哥哥能提前知道 提醒三嫂留心 三嫂就不会在后来受太多的苦了 可惜呀 哎 简萨一听 精神不由一振 大事情 他未来的妻子 会发生什么大事情 他耳朵习惯性的支冷起来 想要再继续往下听 可是严宝却什么都没有在想了 刚才还显得有些过躁 现在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简萨心里不由有些着急 妹妹呀 你倒是说啊 怎么不说了 可他又不敢开口催促 生怕被严宝确定 自己能听见他的心声 公子 请问这附近有医馆或者药铺吗 这时候 一道清脆甜美的声音传来 简萨骑在马背上扭头一看 只见一个长相清丽 身材纤细的女子 正站在自己的马旁边 养着白皙干净的脸 看着自己 女子眉目舒展 双眼似寒秋水 盈盈彻彻 让人忍不住想要栽进去 简萨感觉自己的心扑通扑通 跳得飞快 和方才被严宝猜出 自己听见心声的紧张不同 此刻的他 有着少年人的怦然心动 他出神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仿佛被一股魔力吸引一般 脑子一时间空白一片 怎么也一步开目光 却听见严宝的心声 再次欢快地响起 啊呀呀 女主 这一定就是女主了 书里描写 女主就是这样的 女主前妻和后妻的差别非常大 前妻的女主温柔大方 后妻的女主英姿萨爽 虽然两种不同风格的 女主我都爱 但是转变的过程中 女主真是太可怜了 呜呜 三哥哥 你要是早点认识三嫂嫂 她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 有一次还差点被好多人玷污 呜呜 听到严宝的心声 简萨心头猛的一紧 看着眼前温柔坚定 又闲静美好的少女 很难想象这个门纤细柔弱的她 竟然会受到那样的侮辱 光是想想 她就心痛得难受 她受不了了 她一定要问清楚妹妹 她未来的妻 将会有怎样的命运 她应该如何帮她 第85章 心动 简萨回答少女的话 你们来时有一条岔路口 往另外一条路走 没多远就有一家医馆 谢 少女开口正想要道谢 却听见她身后的几个家人 不耐地开口道 梁哥 你跟这位少年人一起去医馆 给你大伯父取一些药来 我们就在这里歇着等你 少女面上露出犹豫之色 开口正想要说谢什么 又有另外一个妇人开口道 怎么 叫你去给你大伯父取些药材 就那么难吗 如今你父亲已死 母亲也跟着病逝 就留下你这么个独女 要不是你大伯父看你可怜 收留你 否则你现在早就成了无根的扶贫 现在你大伯父 因为你受了众多人的猜忌和非议 身体才越见虚弱 叫你去跟他取点药 都不行吗 听到名幻良哥的少女 被家人如此训斥 简萨心中有些同情和联系 又有些不解 梁大将军的女儿梁哥 好歹也是个高门大户的小姐 他这些书败们 怎么好让他跟一个陌生男子去取药呢 嗯 虽然他也很高兴 能有机会跟他未来的妻子在一起 不过 梁哥这些书败亲人 该不会是仗着他爹爹没了 他成了孤女 就欺负他吧 正如此猜测的时候 正好听见阎宝心里的声音响起 女主的这些书败婶婶们 真能颠倒黑白呀 那大伯病成这样是报应吧 谁让他出谋划策 让女主的小叔小婶 分别给女主的父母投毒呢 居然还有脸说是为了女主 才受不了压力变成这样的 还真是厚脸皮呀 女主是家中毒女 他们收养女主 梁大将军的荣誉就落到他们家去了 梁大将军的爵位也被他们捡漏 现在倒好 竟然得了便宜还卖乖 实在是无耻至极 这些也就罢了 这些吸血鬼害了女主的亲人 承接了女主家的荣耀 现在竟然还道德绑架女主 对女主一点也不好 好像是女主欠他们似的 更是想要趁这次去大公司祈福的机会 害女主性命 有没有良心啊 听完阎宝的心声 简萨脸色逐渐变得难看 他没想到自己未来的妻子 竟然身世如此坎坷 难怪才会在未来成为人人景仰的女将军 公子 公子 简萨听到梁哥在不断地叫唤着自己 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方才太专注于聆听阎宝的心声 应阎宝心声大为震惊 竟没注意到有人在叫自己 他连忙应道 什么事 梁哥看了眼身后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再次重复前面的话 我大伯母问你 可否带我同你一起驾马 去寻找你说的那家医馆 简萨的脸一下子红了 这恐怕不好吧 男女受受不侵 梁哥的大伯母言语轻快地说道 没关系的 这位公子 他家的大伯身体不适 急需用药 凡事都可以有变通 这些男女大方 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 只要你不说出去 就不会坏了我家侄女的名声 简萨忍不住在心里回对 你觉得没关系 那你怎么不叫你女儿 替她父亲去拿药呢 分明就是想要故意搓磨 我的未来嫂子 以为我三哥是个顽固 看到每人会趁机下手 这才故意让未来嫂嫂 和我三哥同成一起 让她的名声被毁掉 真是好狠的心 不过还好 我三哥和我嫂子 未来正好是一对 就算走近一些 也没关系 听得眼保心里的这番话 简萨不由小心翼翼地 看向梁哥 按耐着心中的悸动 小姐若不介意 我自然乐意效劳 梁哥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见简萨答应 暗暗相思一眼 得意勾存 既然如此 那就劳烦公子了 哥 快去吧 你大伯父还等着用药呢 梁哥扯了扯嘴角 在检查的拉伏下 上了马背 坐在他后面 梁大伯母大声道 哥 你扶着点这个公子 免得摔下马 梁哥咬了咬唇 伸手轻轻地伸手扶住 简萨的两边腰间 简萨感觉自己 好像被电击了一样 整个身体都崩直了 梁哥所碰的地方 仿佛有一股热流直冲脑门 让他感觉浑身发热 劳烦公子了 梁哥轻柔地开口 眼眸下垂 在他伸手扶住简萨的时候 眼保明显地看到 他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以及他们的儿女们 眼中难掩地露出鸡翘的神情 哼 你们以为故意让我未来三嫂嫂 跟陌生男子上马 就会让他被欺负吗 那你们可真是太小看 我三哥的人品了 我三哥虽然看起来像个 附加纹库公子哥 对女主一见钟情 但可不会对女主趁人之威 相反还对他各种关怀 这才赢得了女主对他的好感 为他们在后来的相遇 能够相知相爱奠定基础 原以为三哥没有帮杨云背锅 会错过跟女主相遇的时间点 没想到三哥莫名其妙地 转身就跑了 和原著一样 提前离开狩猎现场 再次遇到女主 看来剧情虽然崩了 但主线还在 三哥哥和女主之间 注定要在一起的呀 真好 眼保心里的这番心声 让剪萨顿绝五味杂陈 他抿了抿唇 心情复杂地 带着梁哥去寻找药铺 眼看着梁哥被剪萨带走之后 梁哥的大伯父和大伯母 以及他们的几个儿女 立即聚在一起 幸灾乐祸地讨论起来 父亲母亲 你们说那个一看起来 就是个顽固的富家子弟 会不会对梁哥做什么呢 梁哥的大伯父脸色苍白 带着病态 眼睛却有着精灵鬼诈的光芒 唇角勾着一抹笑 在这种深山老林中 他们两个孤男寡女的 还能做什么呢 梁哥的大伯母赤笑着 就是不知道 那个公子哥 可否有这种悟性了 我们都帮他 把这么一个美人 往他怀里塞了 他若是 还不能领会其中深意 也只能说他蠢 无福销售美人 希望那个顽固 可千万不要是个蠢货呀 几个儿女嬉笑着 仿佛谈论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 公他们玩笑的阿猫阿狗 第八十六章 吱吱吱 此时的简萨 已经带着梁哥 进了那条岔路 听见颜宝心里 还在说着 关于梁哥的事情 唉 我的未来三嫂嫂啊 现在真是在认贼作妇 也太听你大伯父一家人的话了吧 你以为查出了自己的爹娘 是被小叔和小沈毒害的 暗中搜寻他们 毒害你爹娘的证据 所以才刻意 跟大伯父一家亲近 但是你却不知道 你大伯父一家 才是从里到外坏透了 要不是你大伯父给你小叔小沈出谋划策 怂恿他们给你父母下毒 你小叔小沈也没有脑子 做出这样的事啊 说到底 你大伯父一家 才是罪魁祸首呢 三嫂这次去大公寺 可谓是十分凶险 要是能提前跟她说一声 让她有所防备 或许就不会再像袁叔那样 为了脱离险境 而自毁容貌了 听到最后一句话 简萨心中猛的一突 拉着江绳的手猛然一紧 此时就坐在她身后 这个美丽鲜瘦的少女 竟然会在这次去大公寺时 被毁容貌 马儿因为简萨 突然拉了缰绳 一下子停住脚步 公子 你怎么了 梁哥感觉到马停了下来 心头不由一紧 把手缩进袖子里 紧紧攥住藏在袖中的刀 只要面前这个男子 敢对他做出折辱之事 他便将这个男子的胸膛刺穿 他知道 大伯父和大伯母 一家都很不待见他 故意戳磨他 想要坏他明节 但是比起下毒 害死自己父母的小叔和小沈 他只能选择跟大伯父一家 讨好他们 如此才能继续留在梁家 寻找小叔小沈 害死父母的证据 向他们寻仇 如今大伯母 故意让他跟一个男子同城一起 又让他去搂这个男子的腰 明显是在暗示这个男子 已经把他送给他了 让他随意处置自己 可他也不是任由人捏的 若是这个顽固少年 敢对他做出什么事 他定会拼了这条命 要么同归于尽 要么你死我活 简萨这才意识到 自己因为阎宝的心声 给惊得无意识地拉了缰绳 让马儿停了下来 这才又连忙继续赶马 让马儿继续行走 他带着歉意地回答梁哥的话 对不起 我刚才在想事情 没有注意到 此刻的他十分纠结 要怎么把阎宝 在心里透露出来的那些消息 告诉给梁哥 若是透露出来 阎宝肯定知道自己 能听他的心声了 那他应该怎么跟阎宝和家人解释呢 可若是不说 阎宝所预言 发生在梁哥身上的那些悲剧 就会继续发生在他身上 若他原先不知道还好 可是他现在知道了 他又如何能眼睁睁得看着 这个美丽鲜弱的少女 再次经历这些悲剧呢 更何况 他还是自己未来的妻 这样想着 简萨当即便有了决定 梁哥没想到 简萨竟然若无其事地 继续驾马前行 浑身顿时放松下来 手中攥着的刀又放了回去 在简萨怀里的阎宝 感觉到三哥哥的心跳十分紊乱 直到此时的山哥 正在对他未来的三嫂怦然心动 又是高兴 又是着急 三哥呀 你先别心动了 你要真的对三嫂一见钟情 那就就他脱离苦海吧 你要是能听见我心声 你就给我支一声 我就告诉你 三嫂在大公司会遇到什么事 然后你就转告给他 让他提前防备 不然他今天晚上 很快就会遇到危险了 原本还在想 应该用什么方法告诉简萨 自己能听他心声的减萨 听见简萨心里的这些声音 当即清了清嗓子 支了一声 见简萨还没有反应 他又连续滋滋叫了几下 坐在他后面的梁哥 听见他的滋滋声 忍不住发问 公子 你在做什么呢 简萨尴尬地回应 没 没做什么 姑娘 你坐稳了 梁哥只好抓紧了他腰两旁的衣服 敏唇没在说话 总觉得眼前的这个顽固少年怪怪的 回答完梁哥后 简萨飞快地看了一眼怀中的眼宝 更加大声地叫了几下 吱吱吱 眼宝莫名其妙 三哥呀 你和我未来三嫂 好不容易有独处的机会 你不跟他多说点话 你朝着我吱吱吱的干嘛呢 你有这个心思逗我 还不如跟我支一声 你能不能听 想到这里 眼宝突然一个机灵 刚想到什么 就听见简萨终于忍不住崩溃的道 不是你叫我支一声的吗 后面的梁哥 听到简萨这话 莫名其妙 公子 你在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幻听了 我并没有叫你支一声啊 简萨尴尬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好意思 我确实是幻听了 眼宝笑得乐不可知 抱歉啊 三哥 我没反应过来 我没想到让你跟我支一声 你就真的只知道支支支的叫 简萨的脸顿是一黑 一边拉着缰绳架着马 一边低头在眼宝的耳边小声道 好妹妹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未来三嫂 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月听见眼宝在心里激动地叫道 啊 我的天啊 三哥 你竟然真的能听到我的心声 这也太魔化了吧 这头的是什么胎啊 你们怎么会能听到我的心声呢 简萨无语地继续架马前行 等着眼宝激动完后 这才又到 现在可以说说你三嫂的事情了吗 此时的眼宝心情终于平静下来 她乐观地想着 自己现在还不会说话 但是能让家人听到自己的心声 改变原本凄惨的命运 也算一件好事吧 想通之后 她这才在心里回答三哥的话 三嫂今天晚上在大公司 会被嫉妒她的大伯女儿设计陷害 从外面请了几个嫁和尚到寺庙 钻到未来三嫂的房间 对她图谋不轨 三嫂寡不敌众 为了不让自己被玷污 她划破了自己的脸 又跳进粪池中 这才让那些想要侵犯她的恶徒 因为嫌弃她容貌被毁 身体又臭 最终知难而退 可三嫂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真结 却因为被毁了容貌 受尽人的冷眼和嘲笑 第87章 怎么可能 严宝继续在心里讲述着 皇上原本因为梁将军的缘故 想让三嫂嫁给二皇子 以弥补梁将军的牺牲 却因为三嫂容貌被毁 又自请退婚 皇上考虑到三嫂容貌被毁后 二皇子定然不会善待她 便只得答应 让这桩婚事便宜了害三嫂的表姐 而三哥哥 这才有机会和三嫂在一起 成就了这桩好姻缘 哦 对了 三哥哥 待会你可要记得提醒三嫂 今天晚上 那个要害她的表姐 会把红色的风铃挂在她房间的门背上为记好 让那些假和尚 方便找到三嫂的房间 你要是跟她说了 她也能提前有所防备 不会再发生原来的悲剧 听完严宝的心声 简萨不由再次拉住缰绳 马儿再次停了下来 公子 你又怎么了 身后的梁哥连忙将手缩回 摸着藏在袖子里的匕首 简萨深吸了一口气 头也不敢回地对梁哥道 叫梁哥 是吗 梁哥心中一紧 钻紧了袖中的刀 公子有什么事吗 简萨组织了一下语言 这才根据闫宝心中所想的内容 慢慢打开话题 你的父亲梁大将军 是我最崇拜的人 我原本还想 等你们梁家军征兵的时候 我就入午参军 成为你们梁家军的议员的 没想到梁大将军竟然一年早逝 实在令人遗憾 梁哥握着匕首的手松了一下 随后又再次握紧 所以呢 你现在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 想要表达什么 简萨听说他心里的防备 指得极力真诚的道 所以我一直在关注有关于他的事 对于他的死 世人都说他为因重伤不遇导致 但我却不信这个说法 梁哥的心仿佛有某一个地方微微塌陷 他的声音微微哽咽 那你认为他的死还有什么说法 简萨见梁哥愿意给他说话的机会 当下便将从严宝那里听到的秘密告诉他 我认为 你父亲的死并不是重伤而亡 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你父亲战功赫赫 身体刚强 曾经受过多少刀剑之伤 却都平安度过 偏偏这一次 伤不及要害却感染而死 若非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他又怎么可能会挨不过这一劫 梁哥的声音有些颤抖 你 你想说什么 简萨抿了抿唇 然后突然翻身下马 站在马下仰头指示着坐在马背上的梁哥 眼神真切 梁小姐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可能觉得不敢相信 但我希望这些话 能够在你的心里起一定的作用 你自己回去之后也稍作查看 便能知道我说的话是真是假 梁哥见他这郑重的样子 也不由坐直了身体 好 你说 说完这话 也翻身下马 站在简萨的对面 三哥加油 我相信你可以的 有什么忘记说的 我会提醒你的 嗯 简萨悄悄地轻声回应着眼保 随后吸了口气 双手隔着背带抱住眼保 看着眼前的梁哥 开口说道 你怀疑是你小叔和小沈 下毒害了你的父母亲 对不对 简萨这话一出 梁哥心头顿时大震 还没来得及答话 却见简萨也没打算等他的答案 继续开口说道 你的怀疑并没有错 你的小叔和小沈 确实下毒害了你的父母 但是 光凭他们两个人的脑子 如何能做到下毒之后 没有一丝痕迹 你有考虑过吗 梁哥瞳孔微微一缩 简萨继续说着 你大伯虽然有病缠身 但头脑却极其聪明 只不过他的聪明 全用在了阴谋算计上 他利用你小叔和小沈 毒害了你父母 又利用皇上对梁将军的缅怀 伪造你父亲写的书信 接你到他府中 顺理成章地将梁将军的爵位 转移到他的大房中 因为怕你怀疑他们做贼心虚 因而故意对你极其恶劣 让你有种他们只是明显的坏 总比你小叔小沈那样暗地里 毒害你父母要好得多的错觉 实际上 他们才是从里到外都坏透了 不但算计你父亲的爵位 谋害你的父母 还对你如此刻薄 你却因为想要对付自己的小叔和小沈 对他们一再隐忍 却不知自己一直恨错了罪魁祸首 梁哥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直愣愣地看着剪撒半赏 好久才反应过来 不断地摇头 退后几步 不可能 我明明有查到 是我小叔和小沈下读的蛛丝马迹 凶手就是他们 怎么可能还我大伯一家 如果父亲的大哥和弟弟 都联手谋害他的父母 那父亲到底有着怎样的兄弟啊 父亲为人刚正 重情重义 建立军功 或皇上风绝之后 就带着自己的哥哥和弟弟 跟着他一同鸡犬升天 让大伯家和小叔家 享受着父亲建功立业 带来的荣光 却没想到 他们竟然敢谋害父亲 天理何在 良心何在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他依旧不敢相信地摇着头 简萨早料到他 会是这个反应 这才又开口说道 你若不信 那你今天晚上就试试 你们此次出行 是要去大公司祈福的 对不对 到时候你大伯的女儿 会给你送来一个红色风铃 他给你这个红色风铃 并不是因为和你关系好 而是以此为记号 从外面固情假和尚入你房中 想要借机侮辱你 说到这里 简萨这表情 明显地变得严肃和紧张起来 梁小姐 我提前告知你此事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 跟你开玩笑 到时候你若看到你那大表姐 给你一个红色风铃 你就该起警决心 回想我所说的这些话 立即做出应对之策 否则等待你的 就是你自毁容貌 和跳入粪坑中 才能摆脱这些歹徒的纠缠 可是你也因此 被毁容貌之后 受尽冷眼和嘲笑 我不希望你的结局如此 请你一定要重视 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 不要再被他们蒙蔽 被他们欺负 梁哥感受到眼前的少年人 争执和急切的情绪 他不由冷静下来 直直地看着对方 问了一句 我与你素不相识 你如何知道 关于我的这么多事 第88章 我答应你 梁哥的这一句话 直接把简萨给问住了 他憋了个半天 也想不出 应该如何回答 才比较合适 毕竟 他总不能告诉对方 自己是听见妹妹的心声 而妹妹是死过一次 见过生死部的人 才知道这些事情的吧 眼宝见三哥半天 憋不出一句话 原本已经昏昏欲睡的他 不得不又打起精神来 三哥哥 你就随便说个理由呗 反正他又不会真的去调查 眼宝说完这话后 眼睛半睁半闭的 最后终于抵挡不住 生理带来的困意 沉沉睡去 简萨宠溺地拍了拍眼宝 让他安心睡觉 这才抬眼看着梁哥 回答他的话 这是我让人去调查的 至于刚才为何说 你会被毁容貌又跳入茅坑 也是因为我根据你的性子 猜测你应该是个刚烈女子 所以才有了如此推断的 梁哥这才注意到 他怀里的女婴 更加觉得 眼前的这个少年人 充满了怪异感 明明是跟他差不多 年纪的年轻人 却仿佛知道很多 加上他怀里的那个婴孩 更让他有种少年老成的感觉 他忍不住问 你怀里的这个女婴 是你的女儿吗 简萨愣了一下 慌忙摇头 不是不是 这是我妹妹 哦 梁哥的尾音拖得长长的 若有所思 若是妹妹的话 那感觉就正常了 简萨见他没有继续追问 他说的那些事情 不由有些局促 梁小姐 我说的那些话 你可都听进去了吗 梁哥的神色 微微沉了下来 垂着眸 没有看他 我都听进去了 你的忠告 我也一定会记住 若你所说的都是真的 你的大恩大德 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 简萨突然道 你可否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梁哥疑惑地看他 简萨的脸有些发红 若你因为我提前给你透露的这些消息 脱离了这次的困境 可否伪装容貌被毁 不过 你若不愿的话 也没有关系 这只是我的一点私心而已 我 我答应你 没等简萨把话说完 梁哥便突然打断 认真的看着简萨 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 我答应你 如果你给我说的这些消息是真的 我就伪装容貌被毁 简萨心中忐忑 你 你真的愿意 就算因为容貌被毁 而让你与三皇子的婚事受到影响 也没关系吗 梁哥摇了摇头 微微一笑 没关系 我还应该感谢你 给我想了这么个好办法 我原本还在苦恼着 如何跟皇上开口 退了与三皇子的婚约 如今你这么一说 我便有了办法 听到梁哥说自己 原本就想要跟三皇子退婚 简萨心中顿时 雀跃不已 如此甚好 随即感觉到 自己高兴得有点太不地道 不连忙又挠了挠头 善善地笑道 不好意思 我只是 只是 只是觉得我们以后肯定还会再见的 梁哥笑笑不说话 简萨再一次觉得尴尬 一手搂着已经睡着了的眼保 一手拉了拉马的缰绳 咱们耽误了那么久 你看要不要在这里等我 我赶紧快马飞奔 去帮你拿药 梁哥点了点头 接着又摇了摇头 不用 反正他们以为我肯定发生了什么 既然如此 就让他们以为吧 他们会很有耐心等我回去的 我们慢慢地走也没关系 两人索性走着去寻找药谱 一路上 两人闲聊了不少对方的家事 又分享了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越聊越投机 梁哥藏在手里的那把匕首 早已被他放回了原位 严宝醒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已经买好药往回赶了 依旧没有骑马 而是边走边聊 两人仿佛打开了话匣子 越聊越多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激动地替自家三哥高兴 天哪 三哥 我就睡了一觉 你们两个到底发生了什么 居然都聊得那么投机了 简萨装作没听见严宝的话 继续跟梁哥天南海北的交流着 哼 三哥哥重色轻媚 有了妻子就忘了妹妹 我帮你追到三嫂嫂了 你就装作听不见我心声了 真是过河拆桥 简萨听到严宝这番心声 这还得了 连忙停止跟梁哥热火朝天的对话 低头哄着怀里的严宝道 三哥哥没有过河拆桥 什么 梁哥还停留在他们前面聊的话题 听见简萨突然说了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顿时莫名其妙 简萨连忙掩饰地笑道 我妹妹睡醒了 我怕她会哭闹 所以哄她几句 哦 梁哥点点头 心里只觉奇怪 有哪家哥哥哄妹妹 说我没有过河拆桥这种话的 她妹妹还那么小 能听得懂过河拆桥 是什么意思吗 严宝见三哥哥那尴尬的模样 忍不住在心里偷笑起来 好了好了 三哥哥不用太在意我说的话 我知道你是因为在未来三嫂面前 所以不好回答我 我只是随便吐槽而已 不会认为三哥哥真的过河拆桥了 听见这话 简萨这才终于安心 宠溺地怀抱着严宝 让她躺得更舒服一些 直到即将回到他们相遇的那个地方 简萨和梁哥的脸上 都露出依依不舍的情绪 不约而同地结束了 方才还热火朝天的交流 梁哥的大伯一家 果然还在等着 并没有焦躁之意 在他们看来 梁哥越久回来 表明他们的计划已经成功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 原以为侵犯梁哥 以后就逃跑的少年人 竟然又把梁哥给送了回来 这少年人是胆子太大 还是太蠢 若是胆子大些还好 不但占了梁哥的身子 还想要缠上她 那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将梁哥下嫁给这样的顽固了 若是太蠢 他们也只能说一句 梁哥真是好运气 孤男寡女相处了那么长时间 居然什么事也没发生 怎么现在才来 梁哥的大伯母以及大表姐 装作一副关心的样子 迈着小碎步迎了上来 梁哥镇定自诺地 看着他们虚情假意的脸 浅笑回答 和这位公子路上聊得太投机 所以耽误了些 让你们担心了 第89章后会有期 你们一路上就只是聊天 梁哥的大伯母潘氏脸色古怪 对呀 梁哥似笑非笑地点头 不然还能是什么呢 你们两个孤男寡女的 怎么就没有 梁哥的小表弟梁云 沉不住气地想要开口 却被他姐姐梁云拦住 弟弟莫要乱说话 哥儿妹妹肯定清清白白 怎么可能让自己 失身于一个纹裤呢 应该是 这公子乃证人君子 并非我们所看的是个纹裤 这才又把哥儿妹妹送了回来呢 是吧 哥儿妹妹 梁云儿笑应地看着梁哥 满脸的愧疚 抱歉 哥儿妹妹 我母亲强势 我也没办法 只能让你帮我父亲去拿药了 心里却恶毒地哼叫着 这个梁哥运气可真好 居然碰到的不是真正的顽固 看来只能另外想办法了 三皇子的未婚妻 她势在必得 梁哥看着眼前仿佛满脸 关怀她的大表姐 突然想到简萨跟她说的话 这个大表姐 平日里与她最亲近 经常会对她嘘寒问暖 她对这个大表姐也是尊敬有加 但凡是大表姐说的话 她都愿意听 可是现在 她突然感觉到 大表姐对她的关心 是如此的虚伪 梁哥敏纯 微微一笑 对大表姐的态度 依旧像以前那般 语儿姐姐不必自责 我明白的 不会怪你 她说着 走到大伯母潘氏的面前 公顺地将手里抓的药材 双手递给她 大伯母 这是我给伯父取的药 潘氏面色冷淡地将药材接过 随手给了旁边的嬷� 扬声道 启程吧 梁哥睫毛微颤 随后看向简萨 真挚浅笑 谢谢公子一路陪伴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我一定放在心上 后会有期 简萨恋恋不舍地看着她 后会有期 希望你未来一切顺遂 梁哥接着又看向她怀里的严宝 宠溺地动弄道 严宝宝 再见了 希望我们以后 有机会还能再相遇呀 说着 脸微微有些红地 抬眼看了一下简萨 严宝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暗笑 呦呦呦 三嫂嫂 这是想要和我三哥哥再相遇吧 我懂 我都懂 听见严宝心声的简萨 脸不禁也跟着红了起来 潘氏从简萨的跟前走过去 见她红着脸 痴痴地盯着梁哥看 嫌弃地瞥了她一眼 小声地迟到 没出息的蠢货 只知道喜欢 不知道动手 白瞎了 这次给你制造的好机会 好在她声音小 简萨并没有听见 目送着梁哥和她大伯 一家人走远之后 简萨突然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 她痴痴地看着梁哥离去的方向 喃喃地道 妹妹 你说我们何时才能 跟你未来三嫂嫂相遇呢 这才刚分开一会儿 我就开始想她了 严宝在心里发出 暧昧八卦的笑声 嘻嘻 三哥哥 你要是舍不得 可以去大公司帮三嫂嫂呀 就在今天晚上 你可别错过了 到时候 或许还能英雄救美呢 听到严宝这话 简萨眼睛顿时一亮 用力亲了一口严宝 激动又宠溺地道 好主意 我这就回去跟爹爹娘亲说一声 让他们允许 我去大公司帮你未来三嫂 简萨骑着马 带着严宝走向回家的路 他一路上十分忐忑 对严宝道 妹妹 你知道我们能读你心声的事 要怎么跟爹爹娘亲 和大哥二哥他们说呢 我好怕他们会骂我 严宝在心里回答他的话 让我知道是好事呀 我知道你们能听我的心声 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就可以通过心声告诉你们了 就不用因为不会说话而懊恼了 听严宝这么一说 简萨才终于放宽心 加快了驾马回家的速度 却发现家门口有不少人正在看热闹 远远的便瞧见柳氏正跪在简家 大宅门口 冲着过路的街道行人哭诉起求 各位走过路过的好心人 求你们都帮我跟简夫人和简老爷求情吧 我柳氏一生就只有一个女儿 以后再无生产的可能 让他们把女儿还给我吧 他们自己就已经有三个儿子了 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了 怎么能站着我的女儿不给我呢 简萨连忙扬鞭 想要让马儿加快速度赶过去 却听见严宝在她怀里 用心声大声地制止道 三哥哥 等一下 先别过去 简萨这才又停了下来 怎么了 严宝看着不远处的柳氏 心道 我怀疑她也能听到我心声 我得先想个应对之策 好 你想好了就同我说 我们在 还没等简萨把话说完 严宝就在心里道 我知道怎么做的了 三哥哥 我们过去吧 简萨立即带着严宝 驾着马走了过去 有时看到简家终于有人来了 立即冲了过来 随后指着严宝 对围观的群众说道 各位乡亲们 这女娃就是我的闺女 求你们帮我跟简家人说说情 让他们把女儿还我 随后 一副思念如狂的样子 哎 气气地抹着眼泪 女儿啊 我的女儿 娘亲好想你啊 呜呜呜 严宝忍不住在心里吐槽 又来这一套 你想不想我 我还能不知道吗 听得严宝的心声 柳氏不由暗暗咬牙 你个小贱蹄子 等我把你夺回我手里 看我怎么收拾你 既然你小小年纪 心言子就那么多 那就好好为我所用 帮我讨好其老爷 给那些西域商人做翻译 要是让其老爷高兴了 我兴许能给你吃顿饱饭 少打你一些 正当柳氏还在想着 以后怎么对付严宝的时候 却听见他的心声又响了起来 这柳氏难道还没有察觉到吗 我这个女儿是专门课他的 我才一出生 宠他入骨的简老爷 就让他被赶出简府 他就不怕这次再把我接过去跟他 又被那其老爷扫地出门吗 要是我真的被他抢去抚养也好吧 反正他对我这么差 只要他把我接到身边去 我就好好地刻一刻他 让他尝尝人间疾苦 第九十章 妹妹知道我们全家能听他心声了 听得严宝的这番心声 柳氏顿时傻住了 什么 这小贱蹄子竟然是专门课他的 他仔细回想了一下 好像还真是如此 自从这个死丫头生下来后 他就没有一天日子是好过的 直到最后被赶出简家大宅 遇到了其老爷 他这才稍微好过些 虽然比不上在简家 要封得封 要语得语的好日子 但也总算是平静下来了 如今听的这死丫头的心声 他这才醒悟过来 原来自己竟然被这死丫头给嗑了 他原本是想要把死丫头接过去 利用能听到死丫头心声的优势 在其老爷面前透露一些未来的事 立个功劳的 谁想这死丫头 竟然是他的嗑星 让他跟在自己的身边 自己恐怕又会招来被扫地出门的命运 想到这些 柳氏不由缩回了手 简萨趁机说道 柳氏 你莫不是忘了 当初你是如何掐着妹妹 想置她于死地的 若不是我母亲及时搭救 严宝就命丧皇权了 你现在竟然还有脸 来跟我们抢严宝 那些围观的街坊邻居 也都指着柳瑟则骂道 罪毒妇人心啊 此前这小闺女的满月宴 我们可都在的 当这柳氏实为了栽赃嫁或简夫人 不惜给自己的女儿下毒 如今竟然还来要女儿 怕不是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吧 此事我也听说了 而且这小闺女 已经被收在简夫人的名下 上了简家的族谱 还想要把女儿抢去 怎么可能 眼看所有人都指着自己 并没有因为她前面的哭泣挨切 而帮她说话求情 柳氏反倒松了一口气 她趁着脖子说了一句 你们 你们就欺负我一个 随后便咬着手绢 仿佛受尽委屈的样子离开了 严宝坚她这么轻易就离开 当下就确定了一件事 真是太不妙了 我这恶毒亲娘 竟然也能听到我心声 看来以后在她面前 我得收敛一下 不能天马行空的 什么都想 抱着她的简萨 拍了拍她的后背 小声地道 妹妹放心吧 我们以后会尽量不让你碰到她的 简萨向隔壁邻居 以及刚才帮他们说话的围观众人 作依感谢了一番 这才带着严宝进了家门 只见宅子里的人们 也在议论着柳氏方才闹市的事情 此时即将到晚善时间 简家的人基本都到齐了 简夫人也从钢盘下的店铺回到宅子 看到严宝跟简萨回到家 立即上前来 给简萨把背带解下来 将严宝搂在自己的怀里 满眼皆是思念和担忧 严宝 娘亲的宝贝 三哥哥有没有让你受伤 有没有让你被欺负呢 让娘亲看看 一边说着 一边翻看着她的身体 生怕她哪里被磕着碰着了 严宝感觉到她的关心和爱护 忍不住在心里道 这才是真正的关心嘛 感觉就是舒服 比我那恶毒娘亲不知好了多少倍 恶毒娘亲口口声声说想我 却让我感觉不到半点温情和爱护 她冲娘亲扬起一个甜甜懦懦的笑 在心里回答 娘亲放心 三哥哥带着我骑马狩猎 可刺激了 因为知道娘亲能听到她的心声 所以她故意没有去想 三哥哥和杨云之间的打斗 免得娘亲自责 懊悔送她跟三哥哥出去玩 简萨心里还在想着梁哥的事 当下便道 母亲 我待会要去一趟大公司 晚饭就不吃了 若是父亲和大哥问起来 你帮我说一声 简夫人不由皱起眉头 你怎么突然想起要去大公司 去做什么 不能明日再去吗 或者吃过晚饭再去也行啊 那帮西域人明日就要回西域国去了 你大哥也跟着他们一起去 咱们今天晚上吃个团圆饭 为他践行 简老爷和简易这个时候也回来了 习惯性的直接到简夫人的院中 简易看到简萨 随口的问道 三弟 你今天跟你那帮好友去树林狩猎 结果怎么样呢 怎么你回来的那么早 嗯嗯 简夫人和简老爷 不约而同的咳了一声 瞪了一眼简易 示意他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免得被眼保察觉 得知简萨饭也不吃 就想要去大公司 简老爷第一个不答应 你大哥即将要出远门 一家人就最后一次 陪你大哥吃一顿团圆饭了 这么急做什么 连晚饭都不吃就要走 简萨都浓着 二哥不也没在吗 这顿饭也不够团圆啊 简夫人训斥道 就是因为你二哥科考不在 所以你才更不应该 连最后一顿饭都不陪你大哥一起吃 你到底是有什么要紧的事 你若是不说 我们自然不能答应你 简萨只得无奈地回答道 我从眼保的心声里听到 我可可嗨嗨 听到他竟然直接说 从眼保的心里听到声音 记得简老爷和简夫人 急忙猛地咳嗽 暗示他赶紧闭嘴 简萨一脸猛 父亲母亲大哥 你们三个怎么了 都同时疯寒了吗 咳嗽都一起 三人顿时气的 想要原地晕雀 简萨见他们不打 便又继续道 我的未来媳妇 也就是梁大将军的女儿梁哥 今天晚上会在大公司 被他的表姐陷害 我想去帮帮他 免得他一人 不敌他大伯那一大家子 豺狼虎豹的力量 几个人此时 却没心思管他说的这个原因了 急忙拉他走到一边 不让眼保听到他们说话 混账东西 简老爷气得破口大骂 我之前不是叮嘱过你们了吗 我们能听见眼保新生的事情 万万不可让他知道 你倒好 竟然直接当着他的面 说自己从他的心声 得知你这未来媳妇的事情 你是想让你妹妹难做人吗 简夫人也是一脸责怪地看着他 任何人都有自己藏起来的心事 咱们这要是让眼保知道 他心事被我们看了一清二楚 他岂不是会觉得 待在我们身边难受吗 简易也带着责备的口气道 要是让眼保知道 我们能听他的心声 他以后他有事情 就故意不想了怎么办 简萨顿时憋红了脸 咬牙半晌后 终于决定坦诚 父亲母亲 大哥 我 我有一件事情 要跟你们坦白 我 我 我不小心让妹妹知道 我们全家能听他心声了 第九十一章 忘记你们能听我心声了 听到简萨的声音 一家人顿时寂静无声 半晌后才反应过来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简夫人心慌意乱地问 老三 你说什么 严宝 严宝已经知道 我们能听他心声了 他是怎么知道的 简老爷急忙问 不会是你暴露出来的吧 简易一脸的怀疑 简萨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道 却 确实是我暴露出去的 他接着又连忙解释 当时那个杨云 不是想要让我背锅吗 我就想要跟他再绕个圈子 好好看清他的为人 可没想到 严宝却害怕我又一次上当 急得都哭出声来了 我没有办法 这才接了他心里的声音 告诉他不要担心 我是不会再给杨云背黑锅的 结果妹妹太聪明了 我就接了他这么一句话 他就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能听到他心声 还各种试探我 后来又碰到了 我的未来媳妇 梁大将军的女儿梁哥 我实在是太想知道 梁哥将要遇到什么事情 如何才能让他化解危险 所以便尝试着跟妹妹交流了 然后 然后就这样了 简萨说着 声音越来越小 不自觉地抬手挡住脑袋 生怕会被家人打一顿 然而全家人此时都没有心情管他 而是紧张地问道 那严宝知道 你能听他的心声后 是怎么说的 简萨笑道 严宝说 我们能听到他心声是好事 不然他知道的很多危险之事 就没法在他 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告诉我们了 听到简萨这话 全家人这才松了口气 从后屋走到前屋 心情忐忑地 看着青草怀里的严宝 严宝一猜就知道 他们躲过去 是说悄悄话了 而且还是为了他 知道他们 能听自己心声的事 他笑了起来 在心里道 弟弟娘亲 大哥 我已经知道 你们能听到我心声了 咱们可以愉快地交流了 我正发愁 自己不会说话 好多事情不能跟你们说呢 既然你们能听到 那我就放心了 简夫人走过去 从青草的怀里 把严宝抱进自己的怀里 宠溺地看着他 凑在他的耳边小声问 闺女 你就不担心自己的心事 被我们看到 会难堪吗 不会呀 我一个小宝宝 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你们看到就看到呗 等我长大了 有自己的小心思 不跟你们一块住不就得了 我就是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能听到 我的心声呢 是怎么能听到的呢 为什么只有你们能听到 其他人听不到呢 听到严宝想得这么开 一家人也终于放宽心 他们将自己身边的贴身扑壁支开 根据第一次 他们听到严宝心声的时间点 这才回答他的话 应该是抱过你的人就能听见 接生婆还有青草 他们虽然也抱过你 但他们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所以听不到 那娘亲呢 严宝突然问 娘亲和我也没有血缘关系啊 为什么也能听见我的心声呢 简夫人想了想 温柔地回答 娘亲虽然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们两个算是命运共同体 当时你死我便死 你生我便生 所以我才能听到你的心声吧 严宝恍然大悟 难怪我本来一出生 就被恶毒亲娘给掐死了 最后竟然被娘亲你给救了 原来是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抱过我 听到我的心声了呀 简夫人和简老爷 以及简一简撒 突然想起什么 不约而同的问道 严宝 那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简家那么多未来知识的呢 严宝顿时苦恼 哎呀呀 这我该怎么回答呢 总不能告诉他们 他们家里所发生的事 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 所以很了解 可这样的话 他们能相信吗 我们信 正想着 突然听到娘亲和爹爹 以及大哥三哥 一口同声的开口 满眼对他的信任 严宝吓了一跳 顿时哭笑不得 妈呀 忘了他们能听到我心声了 哈哈 简撒兴奋地表现道 我们之前就猜测 你肯定在 阎王爷的生死博之类的书册上 看到我们简家未来的命运 所以才能知道 咱们家那么多事 看来果真如此 严宝忍不住 心里忍不住好笑 我看的小说 竟然变成了阎王的生死不 哈哈 好吧 那也行 听到严宝的这条心声 一家人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又不知道 哪里有问题 一家人讨论了一番 严宝的心声 却听见简撒 突然怪叫一声 不行了 我得要去大公司 不然来不及了 他说着 转身就要往外走 却被简老爷拦住 饭菜马上就要上了 吃完最后 这顿晚饭在走 急什么呢 简夫人也连忙扬声吩咐 晚饭做好了没 做好了就赶紧上吧 下人们立即匆匆忙忙地赶去后厨 通知厨房的人 把饭菜端上桌 真要来不及了 父亲母亲 你们就先让我走吧 饭在我路上再吃 简撒心里急得不得了 他们家离大公司可不近 从狩猎场回到家 和梁家的队伍 就已经拉开了好大的距离 现在才追过去 他怕再吃晚饭天就黑了 那时候来不及帮梁哥 眼看父亲母亲硬是要留他陪大哥吃最后一顿饭 他急着想跑 却被大哥拦着 满脸都是失落 三弟 难道一个才见过一面的女人 比大哥还重要吗 下人们见几个主子的互动 也不敢说话 只能默默地上菜 默默地给他们摆碗筷 我 减三一时间无言以对 哎哟 父亲母亲大哥 你们就让三哥哥去救三嫂嫂吧 大哥 这次出海不会有问题的 很快就会回来 你们不用担心 觉得这是最后一顿饭 以后还可以吃很多团圆饭的 听到阎宝的心声 减三立即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高兴得道 父亲母亲你们都听到了吧 连妹妹都说了 让你们同意如果去救人的 反正以后咱们还能再吃团圆饭 可要是你们的三儿媳没了 你们的三儿子以后就终身不娶 只能一辈子打光棍了 减老爷和减夫人顿时无奈 挥了挥手 罢了罢了 看在你妹妹的份上 就让你去吧 小心行事 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减三笑咪咪道 放心吧 不会的 走到大哥简易面前 简萨开口想说些什么 却被简易一把抱住 用力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万事小心 一定要把三弟媳救下来 大哥祝你早日抱得美人归 简萨顿时笑了起来 谢谢大哥 父亲母亲大哥 我走了 接着又走到阎宝跟前 将他从简夫人的怀里抱了过来 恋恋不舍地蹭了蹭他的脸 宠溺地道 妹妹 我走了 三哥一定会想你的 去吧去吧 哦对了 三哥去的时候还要记住一件事 在官府的人上去查试谁把甲和尚放进寺庙的时候 三嫂嫂的大表姐肯定不会承认 你就指着一个穿绿衣的甲和尚 让他们搜納甲和尚的身 就能证明是大表姐顾寝的这些人了 第92章 多亏有阎宝 听见阎宝的心声 简萨郑重点头 好 我知道了 谢谢妹妹提醒 下人已将饭菜全部端上桌 又给他们摆好了碗筷 然而他们却没有立即坐下吃饭 而是目送着简萨离开家门 在一旁伺候的蒲臂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觉得有些奇怪 趁着主子们送三少爷去门口 几个还留在院子伺候的下人们 忍不住小声的议论起来 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 刚才老爷夫人还有大少爷 极力反对三少爷去大公司 可突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就全都同意三少爷去了 还说什么事看在四小姐的份上 这也太奇怪了吧 你也觉得奇怪吗 我以为 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觉得的呢 当时四小姐什么话都没说 他们就说 看到四小姐的份上 同意三少爷去 我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搞得好像四小姐会说话似的 可当时四小姐一个字都没有说啊 而且她那么小 怎么可能会说话呢 真奇怪 一家人送走了简萨之后 转身准备要回屋吃晚饭 却听得有人在街上吆喝着 太子亲自整顿考场了 太子亲自整顿考场了 有人在考场上训私舞弊 利用考场做腰 太子亲自整顿考场 这次的考试要延期三天重考 大家互相转告啊 听到这番吆喝声 不少人都唉声叹气起来 什么 要延期三天又要重考 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那前面不就白考了吗 万一前面考得那么好 后面考差了怎么办呢 也不一定呢 万一前面考得差 后面考好了呢 只要有本事 就不怕重考 听得那些路人们的议论 简佳人却是心中的大事落了下来 太好了 看来张栋对抗王爷 窃取三哥成绩的事情败露 林绍青在太子的面前也起了作用 开始彻查和重整考场了 真棒 阎宝在简夫人的怀里 高兴地手舞足蹈 一家人听到阎宝的心声 都忍不住回到他面前 感激又宠溺的 揉捏着他圆乎乎肉软软的脸 亏了有咱们家的阎宝 咱们家才逢凶化吉 转位为安啊 简老爷一边说着 一边抬眼看向简夫人 小心翼翼地讨好道 夫人 今天咱们家也算是有喜事了 我今天晚上能不能去你房里 不能 简夫人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收敛 冷冷地吐出这两个之后 转身便走进宅内 不是 简老爷顿时懊恼地跟了上去 夫人 都过去好几个月了 你就不能原谅为福吗 严宝在心里偷笑 爹爹 你这是孽七一时爽 追七火葬场啊 活该该打拜拜 简老爷脸一黑 小家伙 你是忘了我能听见你心声了 严宝刺着牙龈笑 我就是说给你听的呀 父女俩一番互动 惹得夫人和简易 笑意不止 一家人再次回到简夫人的院子 开始坐下吃饭 快吃饱饭时 却见家里有一个小厮 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神情慌张地道 老 老爷 夫人 外面有好多官府的人到咱们简家 说要找三少爷 一家人顿时莫名其妙 官府的人找老三做什么 严宝很快就想起来 啊 是杨夕的事 一家人立即围着严宝 着急地道 严宝 快告诉爹爹 今天你和你三哥去围猎场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严宝 我之前听你说 三弟的朋友会让他背黑锅 不会这次又被背黑锅了吧 严宝立即安抚道 爹爹娘亲 大哥 你们不要担心 咱们先去看看 不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简夫人也点点头道 对啊 发生事情 还是先问清楚再说 咱们的严宝还只是个宝宝呢 问他那么多做什么 谁有那么多精力 回答你们这么多问题啊 严宝不由在心里感动地 想要唱歌 世上只有娘亲好 有娘的孩子像快宝 简老爷哭笑不得 闺女 你是不是少了一个 世上有爹爹也好的呀 简易也想要讨好 妹妹 有哥的孩子 也像一块宝哟 一家人来到前院 只见官府的人已经在等着了 还有几个今天和简萨 一起去狩猎的少年人 看到他们几人 官府的人立即威严地问 你们谁是简萨 简老爷上前道 不知官爷找我家三儿子有何事 他有事 去大公司了 去大公司了 几个和简萨一同去打猎的少年人 突然发出怪声 难道杨夕的死真的跟他有关 所以他畏罪潜逃 良心不安地跑去大公司求佛 方捕头 这个命案应该很清楚了吧 杨夕被人用剑射死 简萨提前离开狩猎场 跑回家跟父母告别之后 就跑去大公司了 这不是畏罪潜逃是什么呢 我看就是简萨杀了杨夕 我们这些一起狩猎的人都是无辜的 简老爷和简夫人听到他们说 简萨杀人 连忙辩解道 我家简萨怎么可能会杀人 他跟那杨夕无冤无仇的 杀他干什么 那个杨夕为人不怎么好 傲慢无礼 仗是欺人 或许你家简萨得罪杨夕 被杨夕欺负或者是什么了 所以打斗之下 把杨夕给射杀了也不一定 那个被叫做方捕头的官差 立即看向简老爷和简夫人 脸色严肃地道 根据众人的举证 你们家儿子简萨 今日参加他们这几个公子组织的狩猎活动 杨国公家的敌长子杨夕 也一同参与了此次活动 而杨夕的尸体 就在今天狩猎活动正在进行之时 被人发现死在林中 经武座检验 杨夕的死因乃是被利剑穿胸而亡 身体有一个贯穿前后的剑洞 那只穿透杨夕胸膛的利剑 已被人拔出 不知去向 想必是凶手怕留下证据 而故意隐藏起来了 而那只简矢 便是查出作案之人最有利的证据 你们家简萨是本案最可疑的人物 首先提前离场 可推断为心虚逃跑 如今我们找到你们家 他却短暂出现后 第九十三章 剑官 胡说八道 我儿子怎么可能会杀人 就算有再大的仇恨 顶多打了一两下 也不可能会伤人性命 简老爷和简夫人 极力地辩护着自己的儿子 简易也道 我三弟方才回家的时候 并没有一丝慌张 他之所以急着要去大公司 只是因为另有急事 并非你们所说的畏罪潜逃 是不是你们说了没用 方捕头冷声道 只要把他抓回来审问一番 我们自然会有财夺 如今他的嫌疑最大 你们要么把他交出来 要么我们自己去抓他 你们确定 他是去了大公司事吗 若是让我知道 你们谎报情况 那就是扰乱公务 也是要论罪的 低恋娘亲 这事情 我跟三哥全程参与过 我有说话权 你们把听到我心里说的 跟这个官员交流就行 严宝挥舞着两只小手 在心里说道 好 你说 简夫人和简老爷 简易靠近严宝 一口同声 方捕头以为 这三人是想听他 如何处置减撒 以及包庇罪犯之人 滔滔不绝地微讲起来 一家人却并没有在听他的 都在听严宝心里的声音 人是杨云杀的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找到证据证明 是杨云杀的 而不是三哥 杨云以为把箭拔掉 就不会留下证据 而是根据现场的痕迹 让众人自然而然地 怀疑到三哥的头上 可他没想到 三哥其实在每一个人的箭上 都抹了不同的药水 箭头射到肉体上 会在血液的混合下 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以此辨别 猎物是谁所涉中的 现在只要查看 杨夕伤口上是什么颜色 在对照大家的箭头药水颜色 自然就能找出谁是凶手了 听到严宝这番话 箭家人仿佛抓到了 救命稻草一般 连忙对方捕头说道 方捕头 我们知道如何寻找凶手了 方捕头正说到 包庇罪犯所受到的惩罚 听到箭家人突然这么说 不由住了口 你们知道如何寻找凶手了 这最有可能是凶手的 不就是你们家的儿子吗 箭夫人不悦地道 方捕头 这样怀疑我家儿子 箭老爷连忙箭夫人拦住 用眼神安抚他稍安勿躁 随后挡在箭夫人面前 对方捕头笑道 方捕头 还有各位晚辈 你们都是玩的好友对吗 几个一同和箭萨 参加涉猎活动的少年人 纷纷点头 不错 我们平时经常和箭萨 在一起骑马狩猎 这还是他第一次半途离开 连声招呼都不打 很难不让人怀疑 三哥交的这些 都是什么朋友 一遇到事情 就只知道甩锅 也不管三哥 是什么 只想把自己撇干净 三哥的这些朋友 不交也罢 严宝忍不住 在心里暗自评价 却听见箭老爷道 你们往日 跟我家老三出去玩的时候 他并没有带着妹妹 如今他也是第一次 带妹妹去跟你们玩 是不是 几人这才相识一番 点点头道 确实如此 他今天头一次 带妹妹跟我们去狩猎 我们还跟他妹妹玩了好久 那就是了 箭老爷道 他妹妹半途拉屎拉尿 弄脏了尿片和衣裤 哇哇大哭 要是换做你们 你们还等着狩猎结束 才把妹妹带回家 换尿片和衣裤子吗 众人顿时语色 严宝也心塞 哎 我的形象啊 虽然我还是个宝宝 但也要面子的好吧 箭夫人抱着严宝 在他的耳边小声道 严宝宝不哭 等事情结束了 娘亲让你爹爹跪算盘 你看如何 严宝立即手舞足蹈 内心破涕为笑 好好好 就该让扎爹受惩罚 箭老爷哭笑不得 他上前对方捕头道 方捕头 我家箭萨之所以狩猎到一半 途中返回家 只是因为妹妹的事情从急 这才没有跟大家打招呼 而这件事情 我家箭萨回到家后 也跟我说过了 他说你们肯定会来找他 但他确实有急事 所以不能留在家中等候 便托我转告你们 杨夕是杨夕的弟弟杨云射杀的 当时杨云还想要叫我家三儿子 给他背锅 我儿子不答应 并且告诫杨云 说如果栽赃 那把剑上刻有杨云的名字 杨云是逃脱不了的 那杨云怕事情败露 就把剑给拔掉了 以为这样就不会留下证据 他却不知 他们几人的剑 都被我儿子泡过药水的 因他把剑之后 我儿子在剑上涂抹的药水 因遇到血流 就会留下痕迹 每个人涂的药水都不一样 浴血就会变色的颜色也不一样 方捕头只要把这些剑 拿来泡一泡血 看这些剑与血液混合 所变出来的颜色 与杨夕身上的颜色做对比 只要血色是一样的 自然就找到行凶的那把弓箭 凶手自然也就能证明出来了 众人听到剑老爷的这番话 顿时震惊和唏嘘不已 竟然是杨云做的 杨云那样的胆子 居然也敢杀自己的嫡哥哥吗 那也不一定 你看他那嫡哥哥 对他是什么态度 或许杨云早就对他怀恨在心 想要杀他嫡哥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听到众人的议论 方捕头陷入沉思中 随后才抬起头来 对剑家人道 既然你们能提供证据和证词 那你们一家就先随我去一趟官府吧 他说的又吩咐另外一拨人道 你们现在就赶去大公司 务必把剑撒带回来审问 全家人开口还想要说些什么 却听见严保心里乐呵呵的道 那可真是太好了 大公司今夜要发生大事 还愁官府的人去的不及时呢 他们现在赶过去的话 正好来得及 听到这番话 给家人立即闭上嘴 任凭官府的人去大公司抓剑撒 一行人来到县衙 只见所有参与打猎的人都在公堂之上 杨云也在 旁边还躺着杨夕的身体 杨国公趴在杨夕的身体旁边 哭得肝肠寸断 嘴里不住地念叨着 要给他的儿子报仇血恨 第94章 这个瓜有点大 看到剑家人道场 杨国立即上前 指着他们 气得颤抖的道 你们谁是剑撒 还我稀儿命来 剑老爷连忙上前 护在稀儿面前 杨爵爷 树草民无理 如今这证据还没出来 您就叫我家剑撒 还你儿子的命 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县令大人也连忙在高堂之上 小心翼翼地劝导 杨爵爷 不如我们先审问一番 待查清楚了 再罚他也不迟 杨爵爷这才罢休 气势汹汹地转身 坐在大堂旁边的太师椅上 满身皆是利器 县令大人一拍金堂木 开始审案 简老爷将之前跟方捕头说的事情 又复述了一番 县令大人立即让人去查看杨夕身体上的剑伤 只见上面的血迹果然已经变色 呈现出蓝色的状态 众人顿时看待 简老爷最后指着杨云 坑枪说道 我家老三走之前就告诉我了 凶手就是死者的弟弟杨云 与我家三子毫无关系 杨云连忙狡辩 你屑口喷人 这完全是诬陷 我根本就没有杀敌哥哥 我尊他敬他都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杀他 他立即跪在自己的父亲面前 一脸急切地道 父亲 不是我杀的哥哥 不是我杀的 求你一定要相信我 杨爵爷坐在太师椅上 面无表情 眼神英质 他深深地看着杨云 嘴巴抿得紧紧的 县令大人在高堂上道 是不是你杀的 现场做实践就知道了 说着又讨好的看下杨爵爷 你说是吧 杨爵爷 见杨爵爷没说话 县令大人就当他是默认了 立即让所有参加此次狩猎的少年 把他们自己的弓箭呈上来 然后又让人打了一盆猪血 让人将箭头放在猪血内 以观察其颜色的变化 眼看那些箭 一只一只地放进猪血内 颜色便都有了不一样的改变 杨云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惊恐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 箭萨竟然会那么聪明 除了在箭身上刻名字 居然还涂上了能变色的染料 他原本还在想 箭萨这个蠢货 要是不告诉自己箭身上有名字 他都还想不起来把箭拔走 让他成为最可疑的人物 却没想到 即便他把箭拔走了 箭萨还留了这一手 小丑竟是他自己 杨爵爷看到杨云 越来越恐慌的神情 两只拳头钻得死紧 就在几个捕快拿着杨云的箭 准备往猪血里放的时候 杨爵爷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大声道 罢了 不用再查了 众人顿时惊奇 怎么不查了 死的可是他唯一的嫡子 杨爵爷居然也能就此罢休 县令大人讨好的看他 有些巴结的笑道 杨爵爷怎么又不查了 杨爵爷眼神闪过一抹幽光 正如大家所说 狩猎场上弓箭无眼 有误杀也不是没有可能 既是误杀 那就让此人给我当儿子 代替我家敌长子 为我养老送终 既然以后给我当儿子 为我养老送终的 就不必经过公堂审问了 今日夜半时分 我等着他亲自来向我认罪 代替我儿子杨夕 给我尽孝 听到杨爵爷这番话 在场的人忍不住惊叹 杨爵爷竟然有如此心胸 咱们大原国的法律 虽然说狩猎误杀 罪行可减轻大半 可谁家遇到这种事 都是恨不得把对方往死里告 没想到杨爵爷 居然这般宽宏大量 真是让人佩服 听着围观群众的讨论 杨爵爷依旧面无表情 只是冷着一张脸 居高临下地 屁腻了一眼 跪在地上的杨云 沉着深吐出两个字 走了 随后便率先走出公堂 紧接着 伯爵府的人匆匆走了过来 将杨夕的身体抬出去 被娘亲抱在怀里的眼保 眼看杨爵爷这个时候撤诉 不由地讽刺一笑 这杨爵爷哪里是心胸宽广 他这是发现 杀死自己敌长子的 竟然是自己的数字 要是数字的罪名成立 他必将以命抵命 那他两个儿子就都没了 他早年征战 受过伤 再想要生一个儿子 已经绝无可能 若这个数字也死 那他就真的绝后了 真是可怜啊可怜 被一个数字拿捏得死死的 不过也活该 这个数字的母亲 没少被他折磨过 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吧 听得阎宝心里的这番声音 简夫人和旁边的简义 不由对视一眼 这个瓜 有点大 贱苦主都已经走了 这个案子神起来 也没什么意思了 县令大人一句退堂 众人便纷纷散去 简家人找到方捕头 既然此案已经结束 那你们派去 捉拿我家三儿子的命令 是不是也该收回了 方捕头找到县令大人 大人 之前我派人去捉拿捡萨 现在还要继续吗 县令大人挥了挥手 不必了 方捕头顿时哭笑不得 命人赶紧去把捉拿捡萨的 那批官兵追回来 简家人这才放心回家 到家时 他们还没吃完的饭菜 早已经凉透了 不过此时也已经没有胃口再吃 便让人将饭菜撤去 上了些果盘点心 没想到原本计划着老大出海 一家人今天晚上 好好吃顿团圆饭的 反倒连一顿饭都没吃好 简老爷无奈地捂着额头 简夫人则是一脸的担忧 也不知老二和老三 现在如何了 大公寺 梁家人到了大公寺 前程拜佛一番 吃过斋饭后 便在几个和尚的安排下去 客房休息 梁哥和梁雨儿的房间 在两隔壁 梁哥关上房门正要休息 梁雨儿却出现在她的门口 表姐还有合适吗 梁哥心中抖得一沉 面上却不动声色地微笑着 梁雨儿从随身伺候的丫鬟手中 拿过一挂红色的风铃 笑意应得到 刚才有一个小沙迷 给我们俩拿这个风铃 说是房间上挂着这个风铃 能得佛祖庇佑 驱邪避祸 这个红色是给你的 谢谢表姐 红色风铃只觉得红色特别眨眼 没想到 真的被今日所碰到的 那个叫剪萨的少年人说中了 她最信任的表姐 竟然真的想害她 第95章 搞错了 梁哥接过风铃 略有深意地道 表姐 我不太喜欢红色的 可以给我换一个颜色吗 梁雨儿却道 红色气韵最旺 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 可不能换了 她说着 冲梁哥身旁的贴身丫鬟 桂枝吩咐道 快拿去给你家小姐挂在门头上 当务及时就不好了 桂枝看了一眼梁哥 得到梁哥的点头示意后 这才上前 双手接过那串红色的风铃 抬手点脚挂在门头上 梁雨儿眼看风铃被挂好后 这才满意地勾唇一笑 让自己的丫鬟 给她的房间挂了一只蓝色的风铃 最后道 咱们俩的房间都有风铃了 相信今夜定能睡个安稳觉 姐姐就先回房休息了 哥今天也累了 你也尽早休息吧 祝你做个好梦 过了今夜 你将日日夜夜都会做噩梦 梁哥表现如常 笑着回应梁雨儿 谢谢雨儿姐姐 看着梁雨儿进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房门之后 梁哥脸上的笑容 这才收了回去 她的贴身丫鬟贵之不明所以 还在感应着梁雨儿 对自家小姐的好 小姐 这表小姐对你真好 红色带来的气韵最旺 她竟然不给自己留着 而是给了你 在表大爷府里 还能有一个人对小姐你好 也算是幸运了 梁哥唇角扬起一抹 似笑非笑的弧度 是吗 既然表小姐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能不给她一点回报呢 她顿了一下 看着贵枝 吩咐她道 你把这个红色的风铃取下来 同表姐门梅上的那只蓝色风铃 对换一下吧 轻声一点 别让表姐发觉了 贵枝不舍 但还是照做了 梁哥看着已经换好的风铃 忍不住冷笑 半夜时分 她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尖叫声 错了 你们搞错了 滚开 不要碰我 我是让你们进去挂红色风铃的房间 你们怎么跑到我房里来了 滚 都给我滚 有几个男人的声音猥琐地响起 小姐 原来你自己花钱让我们进来给你快活的呀 那红色的风铃不就是挂在你房间门口吗 什么 怎么可能 我明明看到红色风铃挂在我表妹的房门上的呀 梁雨儿的声音充满了震惊 惶恐和不可置信 我们不管 既然已经来了 你就得让我们搁几个好好快活 免得白跑一趟了 那些男人嬉笑着 并没有理会梁雨儿的叫喊声 救命啊 滚开 别碰我 救命啊 救 梁雨儿的声音很大 可是却戛然而止 可以想象 他应该是被那几个男人给打晕了 啊 你们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家小姐 没过一会儿 梁哥又听到梁雨儿的贴身丫鬟 惊声间叫起来 随后便有脚步声 从他的房门口跑开 那几个歹徒咬牙切齿地道 却把那丫头抓回来 抓什么抓 反正是这个小姐花钱雇我们来的 就算叫人来了 我们也不怕 先抓紧时间好好享受再说 说的也是 细细 没过一会儿 梁哥在自己的房间里 听到有更多的脚步声传来 大伯和大伯母的声音 仿佛被雷劈了一般 震惊颤抖又惶恐 嗓音似乎都要破了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来人啊 给我把这几个贼人抓起来 快快快 赶紧给小姐把被子盖上 外面一阵鸡飞狗跳 梁哥听到这些声音 从屎之中都无动于衷 他躺在自己的床上 装作熟睡的样子 仿佛隔壁发生的惨烈之事 与他无关 扣扣扣 突然有人敲响他的房门 声音十分急促 梁哥 你躲出来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睡得着吗 没等梁哥做出回应 门就被人用力撞开了 他的表弟带着人 踢坏了他的房门 怒气冲冲地闯进他的房间 梁哥这才一副 睡眼惺忧的模样 从床上坐起身 看到那么多人闯进他房间 仿佛受到惊吓的样子 连忙拉紧被子 大声训斥道 表弟 深更半夜 你带着人闯进我房间干什么 梁一新红着眼 手指着隔壁的房间 嘶吼着道 我解除了这样的事 你居然还能睡得着 是不是你干的 是不是你干的 此事惊动了大公司的主持 当夜就把涉及此案的所有人 全都叫到了大堂之内 梁语儿被发现的时候 头发凌乱 衣服破败不堪 已经无法遮体 梳洗一番之后 才在众人的护佣之下 最后一个走进大堂 此时的他 还没能从惊吓中平静下来 整个人都在瑟瑟发抖 看到梁哥 他立即冲出来 指着梁哥疯狂的大喊大叫 是你害的我 是你害我的 对不对 我要杀了你 我又要杀了你 梁哥眼皮微挑 看了一眼被绑在大堂内的几个男人 一副无辜的模样 了解 害你的人是那几个男人 你应该找他们算账才对 怎么能找我呢 我从始至终什么都没做过呀 他说你什么都没做过 但伯母声音尖锐地响起 指着梁哥的鼻子刻薄骂道 你这下贱胚子 要不是你把红色的风铃 挂在羽儿的门楣之上 这收买这些歹徒 闯入挂有红色风铃的房间 我家女儿怎么会遭逢如此大难 这都是你害的 你也要偿命 梁哥的贴身丫鬟贵枝 忍不住辩解 这风铃是表小姐给我们家小姐的 表小姐说红色风铃 红韵最盛 说要给我们家小姐 我们小姐感念表小姐对她的恩德 便也想报答她 才让奴婢把红色风铃 交换到表小姐的房门之上 谁能料到 这些歹徒竟然看到红色风铃 便闯进去欺辱表小姐呢 这红色风铃 要是没被交换的话 受欺辱的 岂不就是我家小姐了 这么说来 真正想要害表小姐的不就是 贵之说到这里 突然意识到什么 脸色煞白 露出惊恐的表情 她盯着被人搀扶 瑟瑟发抖的表小姐 接下巴巴声音颤抖的道 是 是 是表小 第九十六章 颠倒黑白 她话还没说完 就被梁哥的大伯母攀饰 狠狠打了一巴掌 见臂 主子说话 哪里有你插嘴的份 大伯母 梁哥连忙护在自己的丫鬟面前 义正言辞道 我的丫鬟所说句句属实 你为何打她 大公司住持一舵拐杖 威严的道 我清修佛门 从未遇到过这种烟渣之事 没想到你们一家才来了一天不到 就发生这等丑事 若不查个水落石出 如何能还我佛门清静 梁哥的大伯梁文英 拖着一副虚弱的身体 一脸歉意地向住持做了个依 家门不幸 才惹了这桩祸事 还请住持谅解 今日只要抓出那罪魁祸首 必将让他在这大堂之内 受重重惩罚 以凭佛祖之怒 梁文英说把扭头看向跪在地上 被五花大绑的歹徒 眯眼问道 说 到底是谁收买你们 让你们这般羞辱我女儿 几个歹徒对视一眼 随后齐齐抬手指向梁哥 是她 是这位小姐指使我们干的 她事先给了我们银子 说我们只要在娘家人 进了大公寺后 就可假扮和尚 潜入寺内 寻一个挂着红风铃的房间 那房间里有一个美人 我们只要将那美人糟蹋了就行 我们也只是拿人钱财 替人办事而已 你们若是想要报仇 就找他吧 与我们无关啊 他们说的底气十足 毕竟在来之前 这个质问他们的梁大人 就提前跟他们说好了 让他们当着主持的面 指认隔壁的这个小姐 便会饶他们一命 还会给他们一大笔银子 这简直是天下掉馅饼的好事 只需把被他们玷污的小姐所做之事 赖在隔壁这个小姐的身上 他们就能又享用了美人 还能得两笔银子 没等梁哥说话 身边的丫鬟桂枝 当即再次忍不住反驳 你们这是血口喷人 我家小姐从未知道风铃这件事 这串风铃 还是表小姐给我家小姐的呢 要不是 桂枝 不必浪费唇舌 扫了一眼大伯一架 我如今在我大伯家里的处境 你难道还看不清吗 桂枝顿时恍然 无话可说 只替自家小姐感到憋屈 潘氏当即气势汹汹地质问道 现在这些歹徒已经指证了你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梁哥垂下眼眸 淡淡开口 你们都已经收买了匪徒 让他们改了供词 颠倒黑白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梁文英冷冷一笑 你这意思还是我们冤枉你了 你若是能找出证据 证明你是被冤枉的 那你大可指出来啊 如今住持就在我们当中 为我们主持公道 你要真有公道 你就说出来 免得说是我们家刻薄了你 故意拿自己女儿的清白来诬陷你 梁哥嘴唇明紧 漠然不语 他知道 大伯就是清楚他短时间内无法找到证据 所以才有恃无恐地给他机会 让他找出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出来 而他现在 确实真的找不出任何证据 他不得不佩服大伯的忍辱负重 女儿受到了此等屈辱 他却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收买歹徒 将脏水拖到他的身上 主打一个 就是要把自己毁掉的目的 毁不掉他身体的清白 就想毁掉他人格的清白 怎么 你找不出来了吗 梁文英吃笑一声 既然找不出来 那你就一点都不无辜 你害得我的女儿 遭受这般奇耻大辱 那就让你也尝尝他所受的苦吧 他说着 再次冲住持行的一礼 恭敬地道 住持 有劳您为我们主持公道了 如今真相大白 我只是一介凡人 讲究有冤抱怨 有仇报仇 扰了佛门清修 我请求让此女和这三个歹徒 关在一处 至于会发生什么 那便是她的报应了 唉 渊渊相报何时了 主持摇了摇头 扫了他们一群人道 就暂且这样行吧 你们若是觉得有冤屈 可以等明日方丈大人来了 再让他帮你们查明此案 梁文英暗自冷笑 等明日方丈大人来 梁哥便已被糟蹋了 就算查明真相 他是无辜的 于是也无可挽回 得到主持的默许之后 梁文英立即下令 来人 将这几个歹人带下去 关在同一间牢房 很快就有人上前 将梁哥两只手给架住 想要将他和那几个歹徒带走 那几个歹徒虽然被带走 脸上却毫无一丝恐惧之意 看着梁哥的表情 眼中有着贪婪之意 嘴角咧着猥琐垂涎的笑容 反而是期待着 和梁哥被关在一个牢房 好方便他们再行禽兽之事 梁哥的婢女贵之 见得这种情况 慌忙想要把自己的小姐救下来 放手 你们都放手 不可以把小姐带走 小姐是无辜的 要是让小姐跟那几个歹徒 关在一起 小姐定然清白不保 潘氏也忍不住咬牙切齿地 对自家丈夫道 相公 那几个歹徒侮辱了咱们的女儿 难道还要再继续便宜他们吗 梁文英斜了他一眼 低声道 放心吧 先让他们将梁哥毁掉 咱们闺女的仇 必让他们百倍偿还 听得这话 潘氏这才放下心来 幸灾乐祸地看着梁哥被带走 而梁语儿在自家母亲的搀扶之下 看到梁哥被人压戒着 和那几个歹徒一同被带走 眼中也总算出现了一丝解气之意 就在梁哥和那几个歹徒 即将被带出大厅之时 外面却突然出现一个少年人的身影 等一下 我知道 谁是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众人听到这个少年人的话 纷纷看得过去 梁哥也抬眼一看 见是今日所见的那个少年人 不由一正 简萨 你怎么来了 他不敢相信地盯着简萨 怎么也没想到 萍水相逢的他 竟然会追到大公寺来 简萨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他说着 走到主持的跟前 铿锵说道 主持大人 佛门清修之地 怎可有冤假错案 我知道此案真相 还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证明梁小姐的清白 找出真正的幕后指使者 第97章 收买 梁文英一家没想到 竟然会冒出一个成咬金 又惊又怒的道 你是何人 竟敢插手我们家的是 随即又认出简萨的模样 越发惊讶的道 你是今日那个年轻人 萍水相逢 你竟追到这来了 还要给他证明清白 真是可笑 你当自己是谁呢 你以为自己提供的证据 能证明什么吗 简萨并没有理会他们 一把抓住梁哥的手 将他重新带回大堂内 随后 又对追着他来的那几个官差道 劳烦几位官爷 把那几个歹徒压上来 为首的那个捕快 沉吟了一下 示意手下照做 很快 捕快们就从梁文英的护卫手中 将那几个歹徒接手过来 重新押回大堂 原来简萨刚到大公寺 正在寻找梁哥时 便被第一批捕快抓住 待第二批捕快追上来时 说案子已结 无需再抓人 简萨见他们理亏 便以他们无故惊动百姓为由 让他们补偿自己 并说会给他们一个立功的机会 便将人也带了过来 梁文英见有官府的人在场 不好再说什么 只得沉了一口气 盯着简萨问道 你有何证据尽管拿出来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无中生有 若是找不出有利的证据 我便当合理怀疑你和我家 这歹毒侄女有所勾结 简萨直视着她 冷冷一笑 你和你女儿蛇鼠一窝 竟然还这般理智气壮 真当让我打开眼界 被简萨如此直言 梁文英脸色顿时一变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 简萨没再看她 扫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 随后目光落在梁羽儿身上 梁大小姐 你是自己承认 还是等我指出来 让自己更加颜面无存呢 梁羽儿心中咯噔一下 一副雷若可怜的无辜模样 你在说什么 难道还嫌我受了伤害还不够吗 还要让我如何被羞辱 简萨见她这副受尽委屈的样子 冷冷一笑 你如今这般 不过是自作自受罢了 何来委屈 你 你什么意思 梁羽儿捏紧了手中的丝帕 心中有些慌张 她与这些歹人做交易时 并没有出面 而是让丫鬟托人去找的这些恶徒 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找到她头上 潘氏眼看自己的女儿露出慌张之色 哪能不知道此事和女儿有关 当下便声色俱例道 哪里来的狂徒 我看你 就是和那小贱人勾结 这才想要替她开脱 梁羽儿则不明所以 眼看简萨一直在卖弄玄虚 忍不住挑衅道 你不是说有证据吗 你都是把证据拿出来啊 就只知道废话 是想拖延时间吗 简萨没有理会她 而是对带头的捕快行李说道 官爷 若我胜处当中谁是歹人 麻烦你帮我把这代人抓去官府 那捕快回她道 你放心吧 若非方不快 又让人过来知会 此次我们险些抓错人 你提出的补偿 我们自然都会给你 得了捕快这话 简萨这才放心地再次转过身 对站在高位置上的主持道 主持 如今有你在场 若能查明真相 求你主持公道 还涉及此事的人一个公道 主持微微汗手 倘若你有真评实据 找出真正的幕后指使 我自然是要主持公道的 哼 卖这么大关子 搞得好像真有什么实锤的证据似的 梁易吃笑一声 简萨面向大家 大声说道 刚才诸位断言 这几个贼人乃是梁哥小姐收买 不知证据是什么 潘氏冷笑一声 我当你这野小子有多大能耐 竟然这点脑子也来断案 这几个贼人变身人证 是他们指出 那小贱人就是收买他们 害我女儿的幕后指使 这案子清楚明白 还有什么好查的 既然如此 那应该有收买他的物证 敢问几位 梁哥 小姐收买 你们的物证在哪呢 简萨扫了一眼 跪在地上被绑起来的几个歹徒 那几个歹徒面面相去一番 最后有一个穿绿衣的男子回答道 他给我们的银子 我们自然是花出去了 看我们这一缝的 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命在 自然是有一天的命 就花一天的银子 绝不可能会留到现在的 你确定梁哥小姐给你们的都是银子 没有其他的物证 可以证明是他收买的你们吗 简萨眼光灼灼 再次发问 梁家人以及那几个歹徒 脸上出现心虚之色 那带头的绿衣歹徒咬了咬牙 硬着头皮回答道 没错 就是银子 其他东西我们也用不上 听到绿衣男子的回答 梁文英一家 这才松了口气 满意的暗暗点头 然而 就在众人以为 这个理由足以瞒过一切时 简萨却突然指着绿衣男子的胸口 问道 既然梁哥小姐收买你的物证 都已经被花光了 那你怀里藏着的又是什么 绿衣歹徒条件反射的 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随后才反应过来 连忙替自己圆场 什么 什么 怀里藏着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的怀里什么东西都没有 是吗 不然我让官爷搜一下 简萨说着 看向旁边的官差 有劳几位官爷了 几个官差立即上前 想要把那绿衣歹徒的衣服 扒了搜出里面的东西 绿衣歹徒连忙实相地开口 不用搜了 我拿出来便是 他动作慢吞吞地 从怀中掏出了一对耳坠 和两只玉手镯 看到这几样东西 潘氏顿时倒抽一口气 随后瞪了眼自己的女儿 这不是 梁姨一看就知道 是自家大姐的东西 开口正要说出来 却被站在自己身旁的父亲 捏了一把 他这才意识到 此话不可说出口 然而 尽管他们不说 简萨却也知道 这些东西是谁的 他道 这两样东西 才是收买你们的脏物吧 刚才为何不拿出来呢 这可是最有力的证据啊 那是因为 绿衣歹徒和其他同伙 都说不下去了 他们没有想到 事情会有此变故 还没想好说什么理由 简萨却替他们回答道 因为这根本就不是 梁哥小姐收买你们的脏物 而是梁语儿小姐给你们 让你们潜入梁哥小姐房间 毁掉她的酬劳 我说对吧 第98章 误会一场 你血口喷人 潘氏当即暴躁怒骂 就凭这一对玉琢和耳坠 你就想要回我女儿名声 我女儿已经那么惨了 你却还要落井下石 想要把她害得更惨 你还有没有良心 简萨冷冷一笑 梁大夫人还是问问自己的女儿和丈夫 有没有良心吧 此时的梁女儿脸色煞白 慌忙便解道 不是我 我没有收买他们 真是可笑 梁文英冷哼一声 歹徒已经亲口指证梁哥收买他们 你仅从他们的怀里 搜出两个玉琢一对耳坠 就说是我家女儿收买的他们 你又有何证据证明 她怀中的这些东西是我女儿的 简萨笑了起来 不巧 这两样东西都是在我家分铺买的 梁大小姐还赦了账 因此被记在册子上 记得就是梁大小姐的名字 如今东西却跑到这些歹徒身上 这还不能说明是梁大小姐的东西吗 是我女儿的东西又怎么样 潘氏咬牙切齿道 最终受害的是我女儿 难不成我女儿还能花钱收买这些歹徒 害自己吗 世上有这么蠢的人 这样做对她有什么好处 简萨沉声回答 对她自然是没有好处的 她原本想害的本就不是自己 而是表妹梁哥罢了 她嫉妒梁哥小姐能嫁给三皇子 想要取代之 只要回了梁小姐的清白 嫁给三皇子的好事 自然就会落到她头上 只可惜她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梁哥小姐心地善良 生性单纯 以为自己的大表姐真对自己好 真相信大表姐给她那只红色风鸣 是因为红韵最盛 所以才给的她 她因此想要回报大表姐对自己的好 这才将两人的风鸣做了调换 希望这红韵给大表姐 却不想 她这一善念救了自己 而大表姐也因此自作自受 你胡说八道 梁亦冲上前想要打简萨 我姐姐本就温柔善良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 是梁哥那个贱人 她见不得我姐姐好 是有家人宠爱 便想要将我姐姐给毁了 她该死 你敢护着这样的贱人 你也该死 一边说着 一边就朝着简萨挥起拳头 站在简萨旁边的几个捕块 连忙将梁亦拦住 不让她打人 简萨退后一步 避开梁亦 继续说道 你若是不相信 你姐姐是这样的歹毒之人 那便将负责分发风鸣的小师傅叫来 看看当初那风鸣是给了你姐姐 小沙迷叫来 简萨问 你便是负责给每个乡客 发送风鸣的小师傅是吗 小沙迷点头 简萨立即指着梁哥和梁云问道 那小师傅可还记得 你昨夜将风鸣分发给梁家的女乡客时 送给谁的手里呢 小沙迷顺着简萨手指的方向 往梁哥和梁云看过去 主持也在一旁适时地开口 出家人不打狂语 你可得看仔细了 莫要说错 小沙迷越发认真的查看和回忆 最后伸手一指 指着梁云道 是这个女施主跟我拿的风鸣 说要拿两个 另外一个帮她表妹拿的 昨夜只有他们一家 香客留宿 所以这是我记得比较清楚 听的小沙迷这话 梁云自知无法抵赖 身体摇摇晃晃跌坐在地 几个丫鬟和潘氏都扶不住 只得跟着她一起蹲在地上 梁云也呆住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在自己的印象中 善良温柔的大姐 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 而且最终还自食其果 害人不成反倒害己 梁哥整个人都是猛的 她怎么也没想到 简萨竟好像全程 都参与过这是一样 把所有的事情 都讲得清楚明白 唯有一点 她将风鸣调换 并不是出于善心 梁云英眼睛闪过一丝横力 也没想到自己的女儿 竟然会被这个小子 给整破坊 未来的急说话 便听见简萨又一次开口道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此事是梁云儿小姐 自作自受 那为何这些歹徒 却作假供词 说是梁哥小姐做的呢 行了 梁云英知道 必然会查到自己身上 她原本想在大公司的主持面前 演着一出好戏 好让主持亲眼见证 梁哥是这件事情的幕后人 为日后将自己的女儿 屏替梁哥嫁给三皇子做铺垫 如今所有的计划全被打破 她此时恨不得 从来没到过大公司 她冷声开口 我女儿如今受到这般奇耻大辱 这几个歹徒 并要为之赎罪 还请主持 容我将这几个歹徒带走 还我女儿一个公道 至于我的侄女梁哥 梁云英咬了咬牙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吧 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这 简萨开口还想要说话 却被梁哥叫住 向他使了个眼色 简萨明白她的意思 她当堂指出梁女儿子作孽 自食其果还可以 但要是想顺藤摸瓜 指出梁哥大伯说买歹徒的事 恐怕还不足以扳倒梁哥大伯 反而让梁哥以后的处境更加艰难 她也只好顺着梁哥的意思 淡淡地道 既然是误会一场 那此事就到这吧 主持眼看 双方都没再有争议 这才下出结论 此事既然是误会 那便由你们自己判断吧 谋划此事之人 也已自食苦果 你们既然都是一家人 那就由你们自己商量便好 我只是一介佛门 这些事情本不应由我来管 侵犯梁女儿的歹徒 被拉了下去 简萨正想要跟梁哥说几句话 却见他突然站到梁文英一家的跟前 面色沉冷地道 大伯 大伯母 大表姐 既然此事是因我而起 你们既不让我嫁给三皇子 那我便不嫁 她说着 从头上拿出一支发簪 往自己的脸上滑了一下 脸上瞬间被滑开一道口子 鲜血直流 啊 在场的人都震惊地瞪大了眼 完全没想到 梁哥竟然会突然做出这样的举动 简萨也惊呆了 他原以为帮助梁哥脱离这次的困境 就能避免他自毁容貌的厄运 没想到居然还是没能改变这个结果 第99章 我知道你能听我心声 只见梁哥面不改色 镇定地看着梁文英一家 道 如今我自毁容貌 三皇子是绝对不会再看上我了 大伯父带伯母 不必再忌惮于我 我只要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足矣 不会奢求太多 梁文英一家呆呆地看着 伴上之后才反应过来 心中有种说不上来的滋味 他们一家处心积虑地 想要让梁羽儿取代梁哥 嫁给三皇子 没想到梁哥竟然如此气如碧履 如今他们的女儿被人践踏 没了清白 梁哥已然是最有优势的人 却没想到 梁哥竟然自毁容貌 断了自己能嫁给三皇子的路 梁羽儿失去清白 若是稍加掩饰 或许还能掩盖过去 可梁哥自毁容貌 那巴就在脸上 想遮都遮不住 三皇子是个喜爱美人的性子 如此一来 梁羽儿反而又比梁哥有了优势 梁哥用实际行动表明了 自己并不想当三皇子的妃子 也不想跟梁羽儿相争的心智 这一对比下来 反倒显得他们阴暗狭隘了 事情结束之后 简赛来找梁哥 看着他脸上的那道巴 心中疼惜不已 梁哥 你这次本来就已经逃过 自毁容貌的命运了 为何还要在自己的脸上动刀 梁哥淡淡一笑 我这张脸若是没被毁掉 毁掉的便是我这条命 只有我断绝了能嫁给三皇子的希望 他们才不会把我当眼中病肉中刺 而我 梁哥说到这里 眼中闪烁着火光 也才能折服在他们的身边 为我的父母报仇 简萨拳头捏得死紧 看着梁哥那张秀美的面容上 深深划出来的一道长疤 又见他一介娇弱的身躯 却承担着这么大的仇恨与不不幸 心疼的脱口而出 梁哥 你嫁给我吧 嫁给我 我来帮你报仇 相信我 我日后定当上大将军 为你报仇 夺回属于你的一切 梁哥带住 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少年 随即反应过来 脸上飞红一片 此时的简萨也冷静下来 忍不住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他怎么能对一个 才刚见过一天的女子 说出这样的话 万一人家把他当作轻浮的灯徒子 怎么办 虽然他之前在 阎宝妹妹的心声里 听到梁哥是自己未来的妻子 心中便一直认为 梁哥和自己 有着终将会在一起的宿命 所以才会想着 让他嫁给自己 可这只是 他自己的感受而已 对于梁哥来说 他还只是个陌生人啊 正当简萨为自己说错话 而感到懊恼时 却见梁哥突然扭过身 羞涩地低垂着头 不敢看他 梁哥咬了咬唇 声音很轻地道 简公子 谢谢你的垂爱 但我现在无心男女之情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 梁家军如今落到 我大伯和小叔的手里 我必须亲手把他们夺回来 说到最后 梁哥的头逐渐抬起 指示着简萨 目光灼灼 看着这样的梁哥 简萨只觉得 心脏砰砰跳得厉害 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简萨最终还是跟梁哥道别 和那些捕快 带着那几个歹徒 连夜一同回周城 简夫人和简老爷都没有睡 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闫宝睡了好几觉醒来 正好看到简萨回来 却见他垂头丧气的 仿佛受到了什么挫折一般 三哥三哥 你怎么了 难道没有就到未来嫂嫂吗 闫宝在自家娘亲的怀里 情不自禁地挥舞着双手 简老爷和简夫人 也紧张地看着自家儿子 事关他们的未来三儿媳 他们可不想自己的 未来媳妇遭遇不测 简萨摇了摇头 回答 梁哥很聪明 我给他提示之后 他便自救了 我只是弃自己太过无能 不能给他更强大的保护 以至于他还需要自毁容貌 才能让自己 以后不会再被那些 吃人不涂骨头的亲人伤害 我最终好像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还是被毁了容貌 我没能保护好他 是我太无能 我一想到 他以后要顶着那副被毁的容貌 一过一辈子 我就好心疼他 好恨自己没能保护他 听见简萨说到 梁哥容貌仍旧被毁 简老爷和简夫人 也忍不住跟着叹息 却听见闫宝的心声突然响起 三哥哥 他脸会有神医帮他治好的 他可是有女主光环的 怎么可能一直顶着被毁的容貌过一辈子呢 听见闫宝的这番心声 一家人眼睛顿时一亮 简萨更是又惊又喜 闫宝妹妹 你说的是真的 闫宝刺着牙龈笑道 当然是真的 不过那个神医可是三哥你 未来的情敌 你可要提防着点哟 简萨脸上的笑 一下子收了回去 简老爷和简夫人脸上的表情 也突然变得僵硬 几天之后 简儿考试结束 终于回到家 原本的三天考试 又被延长三天 六天六夜都在一方小空间内 不少人精神都有些萎靡 可简儿看起来 却比其他人要精神好许多 他一出来 简家人都在考场门口等着 便兴冲冲地向他们跑过来 简老爷从未见自家的儿子如此兴奋 以为他是在这几天的考试中思念家人 于是也忍不住张开双手 等着他和自己拥抱 谁知他却从自己的身侧越过去 直接扑向后面的简夫人 一副思念如狂的模样 从简夫人的怀里加严宝 抱到自己的手中 他激动地看着严宝 透着一股劫后余生 和心有余悸的庆幸及感恩 严宝妹妹 你就是二哥的福星 要不是你 二哥十年寒窗苦读就白费了 有你真好 一家人见他这样 都忍不住好奇 考场上遇到什么事了 太子突然重整考场 发生了哪些事 考场上果真如言 简儿话说一半 突然杀住车 他可没忘了 不能让严宝 知道他们能听到他心生的事 所有人都竖着耳朵 听着简儿讲述考场上发生的事 却见他突然住了嘴 不由着急 说啊 怎么不说了 简儿故意遮住严宝的眼睛 冲家里的几个人 使劲地眨眼睛 意思很明显 不是说了 不能让严宝知道 我们能听他心生吗 等回去以后 我再背着严宝 悄悄跟你们说 却听见严宝的心生 二哥别背着我说了 我都已经知道 你们能听见我心生了 第一百章 又是你 听到这话 简儿身躯一阵 遮住严宝的手 颤抖地慢慢挪开 只见严宝正眨着眼睛看他 一双眼睛水汪汪黑漉漉的 透着鼓鼓灵精怪 他不敢相信的 又抬眼扫了一圈自己的家人 猛地咽了一下口水 爹爹娘亲 三弟 你们听到什么了吗 简萨见他这副仿佛见鬼式的模样 不由笑道 二哥 咱们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严宝妹妹已经知道 我们能听他的心生了 吱吱吱 知道了 简儿差点破声 再一次看向严宝 却见严宝手舞足蹈地冲他笑 二哥 你现在是两克网 信息有点落后哦 简儿挠挠头 什么是两克网 这时候 简儿突然被一个人撞了一下 打个猎起 往前扑走几步 幸好反应快 这才连忙稳住身体 没让自己摔个狗坑式 一家人看向那个撞人的学子 见是张栋 眉头都忍不住皱了起来 却见张栋撞了人 反倒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简儿 也没有道歉 直接扭头便离开 很显然 他是故意撞的人 简萨立即想要冲上前去 哎 你撞人就想跑 什么意思呢 给我站着 三弟 简儿连忙叫着简萨 冷冷地看了一眼张栋 不用理会他 一家人顿时好奇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看他好像丧家之犬一般 简儿吃笑一声 他果然如眼宝所说 窃取我的成绩 幸亏太子政令来得及时 要重整考场 他窃取我成绩的事情 便因此暴露 考官当时问我是否给他一个机会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给 考官便将他逐出考场 他却不愿意离场 在考场外跪了三天 三天结束 考官也未给他进入考场考试的机会 他便恨上了我 眼宝听后 忍不住撇嘴 张栋那个人就是活该 二哥做得太对了 要是给张栋机会进入考场 肯定还会有别的人受害 如今他连考场都没能进去 他后面的人 就算想要帮他 都无从下手 看来 他要成为那些人的弃责 这样对张栋来说 也算是好事 可以减少他的一些杀孽 按照原来的剧情 他窃取了二哥的成绩后 加官进绝 成为燕亲王的爪牙 坏事做绝 多少无辜人的性命 都落在他手上 得到眼宝的肯定 简额顿时松口气 他原本还有些担心 自己做得是不是太过 毕竟张栋平常 其实也是很努力的 成绩也不在他之下 只是他有一个毛病 一上考场就紧张 所以才想要在考场上 窃取他的成绩 抄写他的文章 以此过了这一关 若是让他正常发挥 靠前的成绩 但金眼宝这么一说 张栋这人心术不正 未来还要成为燕亲王的爪牙 伤害许多无辜人性命 如此看来 让他没能参加科考 倒也是件好事了 简额心里隐约的一丝歉就感 一下子消失 回到家后 简额才发现大哥不在 一问才知 大哥跟着西域人出海经商了 简额不由笑道 如此甚好 咱们都在眼宝的提醒下 命运改变 我的成绩没有再被窃取 考场的纪律 在太子的监管下十分严格 无人再敢钻空子 大哥也出海经商 不用再担心 他会被那个女子勾引 三进家产 唉 简萨突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现在全家就只有我一事无成了 他说着 一拍大腿 脸上的表情变得坚定 我决定了 我要去报名参军 谁拦着 我都不管用 简夫人和简老爷 立即反对地瞪他一眼 你敢去报名 我就打断你的腿 夫妻俩察觉到 对方跟自己说的话一模一样 不由向对方看了过去 简老爷笑得合不拢嘴 夫人 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 连骂儿子的台词都一模一样 简夫人却白胎一眼道 谁要跟你心有灵犀 随后才又看向简萨 满脸皆是反对 老三 我绝不同意你去参军 刀剑无眼 你若是在战场上 出个什么好歹 叫我和你爹爹 该如何伤心 简老爷也附和道 你娘说得对 我也绝不同意你去参军 你要是敢去 就不要认我这个爹 简萨顿时气得跺脚 爹爹娘亲 大哥二哥 都有他们自己想做的事 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 不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 两口子又是一口同声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总之 就是不让你去参军 简萨眼睛顿时通红 不甘地咬着牙 胸口一起一扶 在一旁伺候的扑婢们 见几个主人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冰冷 他们也都静若寒蝉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生怕会惹主子们不痛快 会迁怒到他们身上 爹爹娘亲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你们怎么能埋没了 三哥哥的才华呢 严宝忍不住嘟嘴 三哥哥的特长 本就是带兵打仗 如此才能发挥 他最大的价值 现在你们连让他参军都不让 以后咱们简家 还怎么能出一个大将军呢 听到严宝的心声 简夫人忍不住解释 严宝 你不知道 娘真的很害怕 害怕失去你们中的任何一个 战场上本就是残酷的 要是你三哥哥 在战场上有什么损伤 我们可该如何是好呢 严宝羽太轻松地道 哎哟 爹爹娘亲 你们就放心吧 三哥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三哥哥天赋摆在那呢 而且他是男主 有男主光环 就算受伤也还会活着回来 你们就让他去参军吧 与其让他整天待在家里 成为无所事事的公子哥 游手好闲 到处惹祸 还不如让他参军 或许还能成的大将军 光宗耀祖呢 听见严宝这么说 简夫人和简老爷 不由得相视一眼 随后双双大手一挥 又一次一口同声 那好 看在你妹妹的份上 就让你去吧 简夫人苦口婆心道 娘不指望你当上什么大将军 只盼你能够活着回来 两人的转变 顿时让周围伺候的奴仆们 障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起了怪了 老爷夫人前一刻 还极力反对三少爷去参军呢 怎么这会儿 居然同意的那么干脆了